元龙第664-779章,懒人听书,只做精品,视频下方详情中可选取章节播放,并有全书播放列表,手机用户点击视频下方标题可展开视频详情。 本视频配有反简字幕,手机用户可轻点视频,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切换字幕。 第664章随便什么生意,下。 哄,朱少东这一句话,立刻引得现场沸腾起来。 这天下谁不知道,钱生园也好,润资房也好,那都是长盛侯府的产业。 钱生园和润资房的礼物,那就应该是长盛侯府的礼物,这家伙怎么跳出来说这些,故意说出来煞风景吗? 闭嘴,哪里有你说话的份。 宝庆于堂的朱老东主也在刚刚的贺客里面,听到自己儿子忽然问出的混账话,顿时间眼前一黑,站起身来就呵斥道,还不赶快赔罪。 不久前贵宾厅发生的一幕,朱老东主还没来得及和他这个不省心的儿子算账,只是让人先把他带走,等着完事以后带到王胜和媚儿面前磕头赔罪的,可不知道怎的,这家伙竟然跑了出来,还来这里胡说八道,这不是把宝庆于堂放在火上烤吗? 天大地大,道理最大,这不是侯爷自己的话吗? 朱少东却是根本不理会自家老子的呵斥,只是冲着王胜挑衅道,前生缘和润资房都是玉宝斋的商家朋友,送上礼物理所应当,可侯爷似乎是空着手来的,没有给玉宝斋面子啊。 吕温侯的目光瞬间变得锐利,在自己的接任大典上闹是,找死吗?两边两个眼色驶过去,外围马上有两个奴仆搭扮的人慢慢的往朱少东坐在的位置走过去,就要将人先带出去控制住。 只是,朱少东的身旁,却呼的出现了四个低着头的吓人搭扮的身影,分成四个角把朱少东牢牢的护住,两个奴仆刚走过去,被其中两个各自伸了一只手,就给拨退了好几步,差点就摔倒在宾客身上。 这是要撕破脸吗?不光是吕温侯,连吕老冬主都怒了,冰冷的目光扫了一眼宝庆于堂的朱老冬主,然后转向了朱少东。 谁都看出来了,吕家两代掌舵人都要爆发了。接下来,朱少东恐怕要承受前所未有的疯狂报复。 你说的也没错。就在众人觉得现场马上就要爆发的时候,王胜却呼的开了口,我的确是没送上礼物,有些失礼。 不过现在宋也来得及,正要借花献佛,给吕兄一份贺礼。 空口白话,这就是你的礼物。 看着王胜接口,而且承认自己没有带礼物,朱少东却是越发的嚣张,立声追问起来。 都说了是借花献佛。 王胜笑了笑,转向吕温侯冲着他笑道,本来是有个小生意和宝庆于堂合作的,现在看来合作不了了,那就转送给吕兄。 多谢多谢。 吕温侯的脸变得比王胜还快,刚刚还冰冷如霜,面对王胜的时候就是温暖如春了。 一桩生意,本来打算和宝庆于堂合作的生意,听到这个,现场宾客再次哗然。 王胜从出道以来点出的几桩他能称得上是生意的,哪个不是赚得盆满钵满的大产业。 血糖霜、精炎、蛇药、防护服、贤生源、润资房,哪怕最没有创新的千绝地的那个营地,也是日进斗金啊。 现场的商人可不少,听到王胜这话,不知道有多少人恨不能他们自己就是吕温侯。 王胜的一桩生意,那绝对是让人垂涎到死的羡慕啊。 不是商场的人怎么可能知道王胜点金手的大名。 真要是王胜愿意给他们一桩生意,让他们马上把女儿送给王胜都乐意啊。 老婆王胜要不要? 要就赶送。 宝庆于堂的朱老冬主这一下更是气急攻心,直接一口气出不上来,晕了过去。 本来应该是属于自家的生意,就被自己这个不知道什么鬼迷了心窍的儿子一句话给转送了别人,朱老冬主除了晕过去还能做什么? 恐怕只有醒来之后将这个逆子打断腿永远不许他出门了。 朱少东显然也没有意识到他挑衅王胜的话竟然会变成这样的结果,顿时间也傻了眼。 王胜的话说得很明白,本来是给宝庆于堂准备的,这岂不是说,他自己挑衅了一下王胜,然后把本该给自己的大笔好处就扔了出去。 什么生意? 一时之间,朱少东也忘记了自己应该继续和王胜叫嚣以便达到那些帮助自己的人的目的,失神的问了出来。 就算是损失,他也得知道自己损失了什么吧。 不愧是生意人出身,哪怕是这种情况下,也要先看看自己少赚了多少。 随便什么生意? 见这家伙现在还能问出这种问题,王胜也是哑然失笑,就是一个被人耍得团团转的蠢货,真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什么意思? 朱少东一下子没有明白过来。 不是要送玉宝斋一门生意的吗? 怎么不说是哪种生意? 随便什么生意是什么意思? 朱少东没有反应过来,可并不意味着那边那些商人宾客们没有反应过来,同样的,吕温侯也瞬间就明白了王胜的意思,心中顿时间一片火热,满脸的惊喜交加。 那些宾客们更是一个个羡慕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王胜说随便什么生意,那就是说玉宝斋随便想做什么生意,都可以和王胜一起合作来做。 王胜一定有比现在的产业更高端更赚钱的产业,能够让双方都赚得数不过来。 以前没有盐糖生意吗? 以前没有胭脂水粉吗? 以前没有文房用品吗? 可雪糖霜和精炎一出,不是马上日进豆金。 润资房一出,马上就成了全天下女子心中的圣地,比旁边的皇宫还要让人向往的地方啊。 至于钱生元,你现在随便找个读书人问问,给他一套钱生元的精品,他愿意不愿意给你笑死命。 朱少东毕竟也曾经是生意人,哪怕不怎么合格,可他依旧还是商业世家的,耳濡目染之下,不可能什么都不懂。 当他问出什么意思之后,忽然之间就自己省位过来了,原来是这个意思。 哎呀呀呀。 朱少东忽然想抽自己几个大二瓜子,早知道王胜已经给宝庆鱼堂准备了这样的大礼,早知道这次自己的父亲过来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合作,他何苦要为了那个所谓的地位答应那些人的条件和他们合作。 那些人答应最多的,不就是让自己掌控宝庆鱼堂吗? 可问题是,一个烂摊子的宝庆鱼堂,和有了王胜合作的宝庆鱼堂,那是两回事啊。 第665章 我的,上 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现在朱少东的境遇,就是这个的完美解释。 本来这场面根本就没他什么事,非要跳出来,这下好了,鸡飞蛋打,自家的东西给了别人不说,弄了个里外不是人。 刚刚朱少东问了一句什么意思? 现场根本就没人回答他。 想明白的想不明白的,都没有搭他话茬的意思。 这里是玉宝斋的传卫大典,朱少东跳出来给这么多人添堵,谁敢和他沾上赶谁倒霉。 吕兄,恭喜恭喜。 王胜更是看都不看这祸一眼,直接冲着吕温侯拱手道贺。 多谢多谢。 吕温侯也是自然的回礼。 两人之间动作娴熟自然,却是连里都没礼那边跳出来的朱少东。 接下来就是宋国公的代表,然后是皇家的代表,一个一个的过来,朱少东也不知道是知道惹不起还是心神大乱,反正是一直没敢再多嘴。 除了朱少东跳出来的那个小风波,基本上到目前为止,玉宝斋的传卫大典算是顺利的到了尾声。 接下来自然就是玉宝斋大宴宾客,招待各方的贵宾。 商人们当中,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琢磨,这次王胜到底打算和玉宝斋合作做什么生意,会不会对自家的生意有影响。 要知道,前几次王胜的主意,血糖霜和精炎溢出,谁还吃普通的灰糖和粗盐? 润脂房一面是,京城的胭脂水粉店都快开不下去了。 要不是外地这边还没有完全辐射到,各地也够强。 唯有一个前生缘算是没有挤占普通文具店的生活空间,但读书人哪个胸怀大致的不把一套前生缘的精品当作理想。 除此之外,大家就是对宝庆于堂叹息。 朱老东主是个不错的前辈,经营上也算是兢兢业业,才把宝庆于堂带到那个规模。 换成后辈妹儿之后,血糖霜和精炎的生意更是如日中天,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啊。 可惜,一个刚毕自用的儿子朱少东就把这一切都彻底的毁了,朱老东主现在还在晕厥之中,显然是气得不轻。 叹息之余,众人都在奇怪,那个朱少东现在去了哪里? 人群中并没有看到他。 众人都猜测,估计是没脸见人,不知道躲哪里了。 可惜,朱老东主人不错,但这儿子真没教育好啊。 谁也不知道的是,众人奇怪找不到人的朱少东,此刻却正和王胜在一起。 当然,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群。 王胜此刻正和各大诸侯国以及皇室的代表在一起,不但有这些官方的代表,还有几个大商号的代表。 玉宝斋吕温侯就是其中之一,巧合的是,宝庆于堂似乎也有这个资格,朱老东主身体微样不适,那个让人讨厌的朱少东竟然理所当然的作为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 说到底,各诸侯国和皇室派代表来参加玉宝斋的这个传位大典也只是个由头。 玉宝斋就是在强势,称死也就是一个大连锁商号而已,能让皇家和各大诸侯放在眼中。 不过就是借着这个由头,正好事情还和玉宝斋有关,大家聚集起来一起商量个说法而已,难道玉宝斋还真有这么大的面子? 刚见到吕温侯的时候,王胜其实就知道这些事情了。 两个人很默契的只用了各自两句话就把调子定了下来。 聚在一起商量,也不过是看看如何能让这些家伙们再出一次血而已。 光是诸侯国的代表就十几个,再加上四五个商户的代表,皇室,王胜和媚儿,这就二十多人了。 玉宝斋准备了一个大的会客厅,才安顿众人坐下来。 不过坐次也是仔细安排了一番,依旧还是按照各方代表的爵位。 皇室最大,宋国第二,王胜第三,其他的依次往下排。 商户们的代表当然是敬陪莫座,玉宝斋也就是占了各主场的便宜,吕温侯得以能以一个商户东主的身份做一次临时的主持人。 会场周围,已经被各方带来的护卫团团围住,没有里面人的允许,谁也靠近不了。 别说进入会场,就是靠近会场摆仗的距离,都会被人盘查。 这里是玉宝斋的私人地方,打着天大的幌子也不可能有人理会。 关门。 吕温侯一声喊,会场外面的大院的门户就被全部都关上。 众人也都精神起来,过了寒暄的阶段,该说正是了。 各位,借由我玉宝斋传位的机会,将各位集中起来,也正好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关于千诀地里面营地的事情。 吕温侯这种场面不知道见过多少,一点都不怯场,大胆方方的说道,各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 咱们在这里怎么吵都没关系,但要是出了结果却有人不乐意非要闹事的话,那可就别怪大家不给面子。 吕温侯似乎学到了王胜的经验,什么丑话都说到前面,真的要是犯了重怒,被群体而公知的话,到时候可没人帮你喊冤。 一群人都在点头。 大家都是想要个结果,实在不满意,就在这里重新吵闹个结果出来就行,犯不着过后再做那种没品的事情。 这里可是有天子的代表的,没得让人看了笑话。 既如此,那我就先说说。 吕温侯见大家都点头,也不再继续纠缠这个规则,开口道,玉宝斋的那个营地,可以说是现在千诀地里面对外经营的独一份。 经营了这么些年,勉强说是顺风顺水。 吕温侯看着各方代表说道,不过,我也知道,大家都觉得那个营地的规模还不够,还不足以满足各方的需要,所以都想要加入进来扩充一下。 这个倒不是不能商量,具体怎么做,就看看大家有什么主意了。 听到吕温侯终于土口可以商量,大家心中都是一宽,总算是开了这个口子,就看大家怎么争取了。 话是这么说。 可没等众人开口,刚刚在大典上让人很不舒服的朱绍东的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我就想问问王胜,你一个人,凭什么独霸千绝地? 第666章 我的,下 朱绍东这话一出,各诸侯国的代表一个个目光顿时间看向了王胜。 实话说,这话他们早就想质问王胜了,就是怕问了以后撕了面子,以后没办法合作。 朱绍东问得好,问得妙,问得呱呱叫。 一听到这句话,王胜就明白了。 这个朱绍东,就是被不知道哪个家族暗中扶持,估计答应了他什么,让他在这里捣乱。 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想要让王胜打破千绝地的垄断,让各方都能参与进来得到利益。 可怜的傻瓜。 王胜心中暗暗给了一个评价,脸上也露出了冷笑。 大胆。 王胜并没有回答,发出这声呵斥的是皇家的那位代表,一听这奸细的嗓子,就知道肯定是一位内侍。 长盛侯是天子钦丰的侯爷,你一个区区小民,也敢直呼侯爷名姓。 下一句,内侍就说出了让众人信服的理由。 王胜是侯爷,朱绍东一个区区的商家代表,你称呼侯爷可以,问侯爷也可以,但呼名唤姓就是不行。 这一点,得到了在场各诸侯国代表的一致肯定。 不然的话,叫王胜叫名字,换成自家的国侯国伯,也这么没理数的乱叫,那岂不是侮辱? 主忧沉辱,主辱臣死,乱叫就是不行。 一看几乎所有冠冕人物都是同样的态度,朱绍东也不敢太放肆了。 他背后的人都不支持他,他怎么敢这个时候犯众怒,只能换了一个称呼,侯爷,你一个人,凭什么毒霸千绝地? 王胜一句话,让宋家的营地关闭,宋家就得乖乖的关闭。 一句话让代家人别靠近,代家的高手就得老老实实的待在外面看着别人在里面修行。 所有人都知道王胜靠的是庞大的识人以大军,靠的是对千绝地的熟悉,但是大家就是不服。 你要是一个大势力,那也就算了,可你明明只是一个人,却独霸千绝地让大家得不到好处,这就不行。 我能独霸千绝地,那也是有理由的。 王胜这时候才扫了一眼朱绍东,勉勉强强的回答道。 还不就是靠着识人以拿住了大家生死。 朱绍东的声音很低,但在场的众人却全都听到了,他根本就是故意的,是强凌弱。 王胜听得差点笑起来。 是强凌弱? 这在座的随便哪个诸侯国敢说自己是弱的? 一个人凌驾于这么多诸侯国之上? 开玩笑。 别忘了,我可是天子钦锋的长圣侯。 王胜慢条斯理地给出了一个理由。 那又如何? 朱绍东当然不服气,马上针锋相对的问道。 身为侯爵,我是有封地的。 王胜才不管朱绍东如何的气急败坏,自顾自慢慢的说道,有谁记得我的封地是哪里? 众人这时候一听到封地,顿时间脑子里瘟疫声响。 长圣侯当然是有封地的,如果大家没记错的话,长圣侯的封地就是千绝地。 以前听到这消息的时候,谁都当是笑话听的,一个没办法进去的封地,这不是笑话是什么? 可是此时此刻,听到王胜拿着封的说事,众人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千绝地是天子钦锋给王胜的封地,那么从法理上来说,千绝地就是王胜的。 既然是人家的东西,也不说什么是强凌弱,也不说什么识人已封锁,人家不让你进去,就是理所应当光明正大的,谁也说不出来一个不字。 就算是那些诸侯国也一样说不出来,除非他们否认天子的封赏。 可否认封赏给王胜封地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各自诸侯国的合法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天子封给王胜的你们不承认,那么分封给你们的,是不是也不承认呢? 理由太强大,以至于当王胜一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下难办了,除非让天子下诏收回王胜的封地,否则的话,大家还弹个屁呀。 人家的封地不想让你进去谁也没办法呀。 让你们进去是恩赐,也不识好歹。 还有什么疑问吗? 王胜却好像不打算放过朱绍东一般,好整以暇的看着他反问道。 没,没有了。 在王胜的目光注视下,朱绍东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懦懦的挤出来几个字,不再言语。 大家既然坐到这里来谈了,那就有什么说什么,不用遮遮掩掩的。 王胜堵住了朱绍东的口,看着各方的代表笑道,只要你们承认千绝帝是我的,那么里面的事情也不是不能谈,拿出个具体章程来。 听到王胜这话,所有人都是奇奇的松了一口气。 千绝帝是王胜的,这个承认,没得说。 里面的事情可以谈,那就好办了,大不了各方如同玉宝斋这般,该给王胜上贡的就上贡一部分呗。 先前说玉宝斋的营地。 王胜接着说道,那就先说营地。 大家是觉得扩大营地规模比较好呢?还是在各个方向上多开几个类似的营地合适,你们自己说? 还有这种好事? 当然是愿意多开几个呀,这还用问。 各方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激动了起来。 大家各种布置各种想打各王胜猝不及防卫的是什么,还不就是为了能够得到这个允许。 王胜大方了,各方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 王胜连带路进一次千绝帝都是出了名的死要钱,会大胆方方的让你开营地。 这其中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大家并没有统一口径,说不定谁先开口谁吃亏,到最后还会落一个埋怨。 现场十分诡异,谁都想让王胜放开千绝帝的限制,可王胜真的吐了口放开了,众人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刚刚上蹿下跳的宝庆于堂朱少东,此刻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满眼的空洞,也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 也许此刻他才想明白自己在某些人眼中的地位,今天一天如同跳梁小丑般的挑衅了王胜,结局如何,恐怕不是那么美妙。 怎么?大家没什么想法。 王胜又扫视了一圈,然后冲着吕温侯笑道,要不,吕兄,你先说说现在那个营地怎么处理。 第667章我不爽,上。 吕温侯笑着站了起来,大声道,那个营地,我看就一切照旧,还是对各方开放。 至于你们要不要做几个新营地,也和这个无关,说不定有了新营地,我御宝斋的这个也算是另一个选择。 各方的要求想的是自家能够开一家营地,并不是说非得要御宝斋的营地关门。 无非就是不想看着御宝斋现在吃毒食而已,真要有了自家的营地,谁还在乎御宝斋这边如何。 正如吕温侯所说,说不定是另一个选择,家族里排不上队的,就去这个公用的营地中好了。 没有一个属于自己家族的营地,很多东西都没办法光明正大的去做。 比如在御宝斋营地中修行,不但要小心周围人的窥视,还要小心不能泄露了家族修行法门等等,不方便的地方很多,有一个自己的营地就好多了。 新营地可以开,但数量上要有限定。 暂时可以限定下来皇室一个,每个诸侯国一个,应该就差不多吧。 这话还是吕温侯说的,给足了大家面子,也要有个限制,不可能说在千诀地里面四处开花吧。 这个数量,大家认可吗? 王胜接过话头问了一句。 可以。 行。 一群人怎么会不认可? 来这里图的是什么? 还不就是为了这个。 那我们这些商家怎么办? 马上有人提出来另一个问题。 诸侯国的要求解决了,大商号呢? 各位怎么看? 王胜不会主动的暴露自己的底线,先让这些人自己说。 商家要是开的话,也不是不行。 这次就不是吕温侯接话,他本身就是商家的代表,不好跳出来,说话的是宋国的代表,不过,商家要是开的话,也不是不行。 商家要是开营地,必须和玉宝斋的营地一样,对外经营,不能局限一家使用。 这是诸侯国代表们第一次跳出来说话,这个局限对各方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商家的本意,也就是看到玉宝斋赚的盆满钵满,也想参与到这个生意中来,只要能开,他们当然没有意见。 诸侯国代表们当然是同意了,难道还会不同意? 多几个选择,就多几个竞争,商家们自然会把价格回落到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不像现在玉宝斋那个营地,死贵死贵的,还不能不消费,因为是垄断经营。 那么数量呢? 王胜又问了一句。 现场的商家代表,其实算起来总共只有五家。 能称得上是全国范围内的连锁大商号的,本来就不多,玉宝斋和宝庆于堂就占据了两家,还有三家是规模略小于两者,但也是商业上的庞然大物。 那就五家。 堂家的代表看了看王胜的脸色,似乎王胜并没有什么不满的样子,所以他略略放心,但依旧还是有点小心的问道。 王胜目光所到之处,各方都纷纷点头。 同意,可以的声音持续不断。 这一下,就是二十多个新营地。 各方虽然都挺乐意看到这样的情形,但是还得等着王胜点头。 王胜要不点头,进去多少人都是给十人以大军送菜。 造营地可以,对我这个封地的主人来说,有什么补偿? 王胜脸上看不出来同意还是不同意,只是很务实的问道。 听到王胜这么问,众人心中都是一喜。 不怕王胜不要好处,只要王胜开口要好处,那就意味着王胜能允许大家庆祝千绝地,口子一开,以后就好说多了。 我们拿玉宝斋的营地做就利,收益五五分成,如何? 还是商家们反应快,马上有人提出了这个方案。 对商家来说,只要能赚钱,还能打赏王胜这个点金手,别说只是五五分成,就算是四六三七都没问题。 可对个诸侯国来说,那就有些不合适了。 本身诸侯国的营地就是想要安置自家人,那肯定是纯投入,不会有什么赚头,和王胜五五分成。 分什么? 让王胜还要投资一半的亏损吗? 五五分也有些太高,这么多营地一开,各方收益肯定大减,比不得现在。 下家的代表琢磨着开了口,不若初期都交一笔向长盛侯买地的钱,以后每年离定一个数量的租金交上来就行。 租金交完,是陪是转就看各方经营了,侯爷,您看如何? 五五分成的比例肯定是很高的,下家代表提的这个法子倒是也不错,王胜肯定是白赚的,不过千绝地是王胜的封地,作为地主收租金天经地义。 各方呢,只要一笔固定的支出,说不定最后算下来,比五五分成要合适许多。 可以。 王胜看起来很民主,一点都不独裁,只要你们都同意,我可以接受。 不过,买我的地可不便宜,你们有心理准备就行。 这么一说的话,众人就兴奋起来,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在这个买地和租金的数目上渐言起来。 魏儿也插话进去,和众人争辩起来,这种数量上的讨价还价,还北是魏儿这种专业的选手出场才行。 专业选手出场,各方也就唇枪舌剑的争夺起来。 一连串的你来我往之后,终于确定了一个数额。 第一次买地每家两千万金币,以后每年至少要两百万金币的租金,还有没有意义。 王胜拿着这个最后结果,冲着各方问道,一旦定下来,可就不容更改了,现在有意义还可以提出来。 本来就是各方和魏儿争吵出来的数据,没人有意义,大家纷纷摇头。 这样,玉宝斋那个营地,这些年也给我分了不少分红,这买地的钱,玉宝斋就免了,以后每年和大家一样,给我两百万金币就行。 王胜既然要秉公处理,那就要所有人都照顾到,这个有没有人有意见。 王胜和玉宝斋的交易,而且是现存的营地,谁会有意见? 大家再次一致同意。 千决帝是天子钦封给我的,所以,我决定免掉皇家的第一次买地的费用,但每年的租金照常,有人反对吗? 王胜再次出声问道。 皇室的代表一听,顿时间喜出望外。 这场圣侯,果然心中还是有天子的。 第668章我不爽,下。 没意见。 谁会反对? 千决帝是天子封赏给王胜的,王胜要反过来再收天子的金币,那船出去鸣声就坏了。 别说王胜只是免掉了皇室的这部分费用,就算是王胜让各方替天子分担这些,估计各方也得捏着鼻子认了。 现在这个结果,挺好,大家全票通过。 刚刚都是你们说的,现在我说说我的意思。 王胜总算是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刻,开口道。 王胜一开口,众人都安静下来。 之前的一切都还算是顺利,可如果王胜在之前的条件上再加码,大家就得头疼了。 现在谁也不敢打扰王胜,免得王胜心情一坏各方遭殃。 先说说这个数量。 王胜很正色的看了看大家,在众人的期待中,王胜终于吐了口,原则上,我同意这个数量划分,不过,我要加两加。 听到王胜原则上同意,众人顿时间都是心中一松。 后面王胜说加两加,大家都看着王胜,等着王胜解释。 无忧城主对我照顾良多,所以,这第一加,是给无忧城主的。 王胜刚刚已经注意到,无忧城并没有派代表过来,估计是地盘太小,虽然也算是个诸侯国,但大家其实心中还当是无忧城。 当然,规矩也一样,该付的费用也要有。 王胜还事了一圈,有人反对吗? 反对给无忧城主好处。 谁活腻了? 无忧城满城的杀手,这里的消息随便泄露出去一点,让人知道是自己反对的,无忧城那么多杀手还不蜂拥而至。 侯爷有恩必报。 当真是好品性。 下家的代表笑着竖起了大拇指开口道,这种好事当然支持,谁还会反对。 是啊。 对呀。 赞同的声音此起彼伏。 另一家,交给钱生元。 王胜这次连理由都不解释了,直接说了个名字,然后就等着众人答应。 钱生元是谁的? 这还用问,当然是王胜的,还有身边那位妹儿夫人的。 这就是王胜自己的产业,王胜同意各家开一个营地,自己也要开一个,多正常的要求。 这时候谁要是跳出来反对那才是脑子抽抽了,绝对会被与会代表当场集体打死。 侯爷真是说笑,当然没问题了。 理当如此。 又是一连串的赞同。 各家的营地,自己派遣高手进去选址,建造。 王胜冲着各方道,相信现在各方的绝顶高手,至少在核心区域外围还是能来去自如的,这个我就不干涉了。 不过,有一点,不能在里面为了抢位置大打出手。 区域足够大,没必要弄得不愉快,对不对? 为一方要是先动手,那就不能怪我不客气了,取消资格,没得商量。 这一条各方其实是很欢迎的,正是要争分夺秒的建造起营地来然后抢占千绝地红利的时候,谁想要和别家打来打去的浪费时间。 有这个规则,正好能够避免很多干戈和麻烦。 也许好地方人人都想要,但长盛侯不也说了吗,地方足够大,有的是合适的位置,没必要不愉快,浪费时间是小事,被取消了资格,可没地方哭去。 又一圈同意。 不想死的话,绝不要进入核心区域。 王胜再次说出了另外的几个规则,营地只能在核心区域之外,传奇巅峰的高手绝不能释放出自己的气息。 当然,如果每家觉得自家高手能够抗衡某些人形妖兽,那就随便释放气息挑衅。 这是王胜又一次说起传奇巅峰高手的气息,众人已经不新鲜了。 但谁都知道,千绝地里面的有些规则,最好还是听王胜的,否则真的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没人不同意。 修建营地是为了培养自家高手,可不是为了去送死的。 对了,有一个人让我很不爽。 说到了这个份上的时候,王胜才好像想起来什么一般笑着说道,我想各位应该能猜到,是哪个人让我很不爽。 还用猜? 众人的目光全都齐刷刷的看向了宝庆渔堂的朱少东。 本来朱少东已经省位过来,努力地把自己的存在感降低到最低,后面这段连声音都没有发出来,可还是被王胜单独提了出来。 朱少东已经要崩溃了,他很清楚王胜这么说自己会有什么下场。 早知道如此,自己何必要任人摆布,听从那个背后的家伙安排挑衅王胜呢。 这下好了,死定了。 我知道他说的话肯定不是宝庆渔堂的意思。 王胜再次笑了笑,温和地说道,而且我也知道,只使他做这种蠢事的人就在各位中间,或许不在现场,但肯定是你们的人之一。 扫视了一圈各方代表,王胜很随意地说道,自己站出来,五倍的买地费用,这事就当没发生过。 当然,如果有人知道指了出来,而且这位朱少东也承认的话,这家的买地费用就免了,被揭发的那位,十倍买地费用。 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谁也不知道是谁指使,那么所有人都要付出十倍的买地费用。 对了,这事没有个结果但是他要是死了的话,也一样,全都翻十倍。 王胜似乎想起了什么,又加了一层保险。 心虚的人才刚刚想到要杀人灭口,王胜转眼来了这么一句,这一下,那些自认为无辜的势力绝对会把朱少东护得牢牢的,绝不会让人灭口成功。 之所以这么不尽人情,只是我觉得不爽。 王胜看着脸色各异的各方,很认真的说道,我自问应该还是很好商量的吧。 你们有要求,我们坐下来谈,总能有个结果。 带路我没推辞过,开营地。 也好商量。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摊开了说,同意不同意的大家商量着来。 说到这里,王胜的声音陡然的高了起来,可是,用这种手段,那算什么? 挑衅我。 还是挑衅你们自己。 做错了事情,就要受到惩罚。 王胜很随意的笑了笑,自己站出来,五倍。 被别人揭发,十倍,揭发的人免费。 找不出结果,所有人都十倍,我不是说着玩的,或者找不出结果,刚刚的协议取消,谁也不许再进迁绝地。 第669章 上 从朱少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王胜的时候,各方代表基本上就能猜得到,这个傻瓜肯定是被人指使才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不然的话,本该属于保庆于堂的好处怎么会给了预保斋? 后面的几句质问,几乎就是想要逼迫王胜答应一些东西,或者解释一些东西,而有些话却又是各大诸侯国不好说或者说不出口的话语。 之前众人还觉得朱少东做得不错,至少推动了大家和王胜的谈判历程。 可现在好了,大家条件也谈得差不多了,就差最后一步了,王胜却忽然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王胜说的有没有道理? 有。至少王胜说什么事情都能商量这事是不假的,从带路到后来开营的到现在,不都是在商量中得到的结果吗? 那王胜很不齿使用手段的人就很好解释了。 正如王胜自己所说的,就是两个字,不爽。 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谁家没使过几个手段? 可这手段相当恶心人又被人当场提出来的时候就有些尴尬了。 既然大家都能商量,王胜也从来没有堵上过商量的窗口,那玩这些手段就的确是让人不齿。 这是肯定要给王胜一个交代,至少那些这次没用过这手段的诸侯国是肯定支持的。 是手段的毕竟是少数,一家,最多两家,可是这一两家要是把大家所有的路都堵上了,那可就不能怪众人群起而攻之。 侯爷放心,我手下有几个刑讯高手,把那个家伙交给我,保证他什么都说出来。 马上皇家的代表就直接跳了出来。 这事情上,皇家这边做得光明磊落,而且王胜给了皇家天大的面子,所以皇家理直气壮的跳出来要帮忙。 先不急,把那个家伙先保护起来。 宋家的代表不知道自家公主和王胜的关系,但是至少得到过交代,要对长盛侯保持足够的尊重,所以他们也是问心无愧的,同样也热心的出力。 之前他身边有几个高手,那几个高手肯定不是保庆于堂的,说不定是哪家的死士。 下家已经塞了一个阿七到王胜身边,根本不用暗中再做这些不上台面的事情,此刻也是义愤填膺的出主意,先把那几个人拿下,慢慢拷问。 一家又一家的势力跳出来说要为此出力,可就是没有一家跳出来承认的。 谁能承认? 就算是真的做了,难道在这个场合上自己跳出来打自己的脸? 做了也得说没做呀。 可惜,王胜似乎早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刚刚的话里面就有条件,不找出来,谁家也别想尽千绝地。 也许不是在做各位的谋划,也许在做各位不知情,是自己的手下或者上司做的。 王胜缓缓地说道,你们尽管回去调查,也别给我最后弄出来是宝庆于堂的主意,我不是傻子。 反正,哪天有了结果,哪天你们可以尽千绝地。 一天查不出来,那就一天维持现状。 一边说着,王胜一边站起身来,拉着妹儿往出走去,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早承认了,还能给自己家族省下一亿金币。 要是被别人挖出来了,那就是两亿金币。 我很乐意看到没人承认,然后每家给我两亿金币,所以我不急,你们慢慢琢磨。 留下这些话,王胜和妹儿湿湿然地离开了会场。 周围的守卫肯定不会拦住王胜,任由他离去。 第二个离开的是玉宝斋的吕温侯。 临走之前,他同样也留下一句话,虽然这里是我玉宝斋的地盘,但这事和我无关,反正最后大不了维持现状,谁也进不去,但我玉宝斋已经有一个营地,我也无所谓。 我出去把每家的护卫叫进来一个,有什么事情你们自己吩咐。 吕温侯是主家,主家和王胜一走,剩下的这些代表们立刻面面相去起来。 皇家宋家和下家几家二话不说,马上将朱少东保护了起来,然后飞速的命令进来听令的自家护卫调集高手过来保护,同时去抓捕朱少东身边那几个神秘的护卫。 王胜可是说了,朱少东要是在调查清楚之前死了,所有势力都是十倍费用,甚至可能严重到无法进入千绝地。 好不容易争取到现在的机会,随便每家都不愿意让某一家玩阴谋的给破坏。 各方已经在紧锣密鼓调查的时候,王胜和吕温侯已经面对面的坐着喝起酒来。 你们预保斋上次那批营地建造的工匠,这次可以揽几个大活,赚几票了。 王胜免了预保斋这边的费用,但是却没给他们争取到多少直接的好处,只能间接的提醒,各种建造的材料什么的多囤点货,也能卖个好价钱。 吕温侯是生意场上的好手,稍稍提醒一下就知道该怎么办,闻贤哥而知雅意,马上冲着身边的灵儿示意了一下。 灵儿立刻起身,去后面吩咐,让人去准备去了。 这种时刻,各家恨不能自家的营地越早建造完成越好,玉保斋上次建造营地的属手工匠,肯定是供不应求的。 各种材料都能直接翻翻卖,争分夺秒的时机,谁还在乎多花几个金币。 宝庆渔堂这边,你就真的把生意给我了。 看着灵儿去忙碌,吕温侯才转向王胜这边,笑着问道。 说是问王胜,吕温侯的目光却是看着妹儿,她当然知道妹儿和宝庆渔堂朱老冬主的关系。 要不是因为妹儿,王胜会不会理会宝庆渔堂还真两说? 自己管教儿子不利,那也不能怪我。 王胜淡淡地说道,她犯了几次错误,我肯给她机会已经不错了。 可她既然连儿子都管教不好,还要带出来招摇,那就别怪我。 反正事情不是我挑起来的,怪也怪不到我头上。 你这一招真狠,背后那个主谋肯定被各方都恨死。 宝庆渔堂以后肯定和他们是不两立,有的热闹看了。 吕温侯叹息道,要我说,那个背后的指使真的是不知所谓,弄了这一出,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 第六百七十张查,下 聪明反被聪明误给。 王胜从妹儿给自己送到嘴边的筷子上吃了一口菜,信口回答道,用惯了手段做事,有一次不用就不舒服,总觉得不用点手段就达不到目的。 吕温侯点点头,这世上很多这样的人,也许是天生阴暗,反正总喜欢玩弄手段。 可惜,这次碰到了王胜。 小小的教训,让他们知道对我玩手段会有什么后果。 王胜微笑着解释道,以后他们就会学乖了,有事可以到我面前来大家商量着处理,总比我天天要防着小人舒服。 吕温侯伸了个大拇指,他相信,这就是王胜要弄出这事的原因。 用几亿金币教会某些人做人,的确是会让其他人印象深刻。 有的谈,何必非要用这样的手段,最后还要付出比正常的手段昂贵许多的代价,多来几次,只要是个人就知道该如何选择吧。 用王胜理解的术语,这较提高那些人使用阴谋诡计的成本,提升犯罪成本,当代价远远的高于收益的时候,就会主动的停止。 吕温侯陪了王胜一会就离开了,他是主人,很多方面都要他出面照顾招呼,能陪王胜一会已经不错。 等吕温侯离开,妹儿才靠在王胜这边,抱着王胜的胳膊,脸贴在王胜的胳膊上,满脸幸福的说道,谢谢你。 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两个字了吧。 王胜笑着低头看了看妹儿,宠溺的说道。 反正就是要谢谢你。 妹儿把手臂紧了紧,越发的贴近王胜。 因为朱绍东的关系,所以王胜把一个本该给宝庆渔堂的合作机会给了御宝斋,但并没有就此关上所有合作的大门。 这次千绝地营地,王胜还是给了几个商家每一家机会,其实妹儿很清楚,这就是在暗地里照顾宝庆渔堂。 相信有了这个营地,宝庆渔堂在朱老冬主的带领下,依旧还能维持在领头羊的队伍里。 只要能恢复元气,原先宝庆渔堂就在很多行业都有领先的优势,又能慢慢地恢复。 宝庆渔堂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有一个合适的继承人,相信朱老冬主经过这一次的事情,一定会看清楚很多,绝不会再选择朱绍东。 当然,就算是他想选估计也不可能了,王胜只说要那家伙在调查清楚之前活着,可没说过事后如何。 侮辱了妹儿,还想活着。 就算王胜不会主动动手,那个损失十倍费用的势力,会轻易地放过朱绍东。 真想看到那个始作俑者现在的脸色。 为而也明白,朱绍东是被人指使的,他现在就想看到那个站在朱绍东背后的家伙如何的难堪。 的确是挺难受的,或者确切地说,主使的人现在简直是难受得要死。 从前方代表那边传回来消息之后,他就想要爆发,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爆发,只能压下一切愤怒,开始琢磨事情怎么解决。 隐瞒肯定是隐瞒不了多久的,为了给朱绍东保证,他甚至给那个草包派了几位死士。 何况,想要让朱绍东出死力,不惜得罪王胜这种强力人士,不给朱绍东足够的保证是不可能的。 那些人只要对朱绍东拷问一番,很快就能问出来。 可惜啊,本来安排的那几个充当护卫的死士就是为了灭狗用的,结果预保斋安排的会场却让他们根本无法进入,再好的安排也没了用处。 早知道王胜真的是这么可以商量,他何必要多此一举。 会场里的那个代表不知情,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是自家的安排。 这下麻烦了,如果他当时在会场,肯定会站起来主动承认,使用点小手段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可当场没有承认,被人挖出来,自己家族要损失两亿金币不说,还被其他各方敌视,得不偿失啊。 早知道会这样,哎,说什么也晚了。 主使人懊恼无比的同时,一方面在想着如何上后,一方面却也琢磨着这个损失能不能从那个朱少东身上找回来。 依旧按照原先的计划把朱少东扶上宝庆鱼堂的位子,然后让宝庆鱼堂弥补自己的损失。 可现在出了这件事,宝庆鱼堂绝对是防备重重,那个朱少东还能不能回到宝庆鱼堂都是问题,从宝庆鱼堂掏出金币来,更是难上加难。 这么一大笔损失,回到家族,还不知道会被家族的那些人如何针对,枉费心机,枉费心机啊。 来人,给吕东主和会场那边送信,认下这装饰。 既然已经不可能逃脱调查,何妨大胆方方的认下来。 早知道会这样,当初就应该告诉会场里的那位实情,或者干脆自己参加会谈。 还不是觉得这种讨价还价的场合可能会不愉快,也需要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定下来,自己到最后的时候参与拍板就行,功劳还是自己的。 谁知道王胜这边一点也不拖拖拉拉,谈好条件二话不说就点头,这也爽快的过分了吧。 几桩好处都没赶上自己的事,坏事反倒是堆了一箩筐,流年不利啊。 人说服务双致祸不单行,的确是一点都不假。 这边送信的还没有送到会场,那边各方已经集合起来,从诸少东和那几个死士以及一批安排的人手中挖出来了答案。 居然是邱家的人做的。 按道理,邱家人之前和王胜合作得不错,几乎从来没有红过脸,这事情要是史家代家甚至干家都有很大的可能,可偏偏是和王胜并没有主动冲突的邱家,真的是让人无语。 邱家那位会场的代表得知真相之后,直接傻在了原地,怎么会这样? 就在他犯傻的这么一会,他的上司派人送来了信,让他主动承认。 欲估无泪啊。 送信的来早上几步也行啊。 非得在人家已经挖出幕后主使的时候才出现,会场这位代表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各方那些愤怒和鄙视的目光。 他真的很冤啊。 完全就是待人受过,可这话还不能回去和自己上司讲,这种郁闷的感觉,真的能让人疯狂。 把金币送到京城长盛侯府,你们就可以安排人进千绝地了。 王胜那边也已经得到了消息,派人送了口信过来,邱家的买地费用,十倍。 调查中出力最大的宋家,买地费用免去。 第671章天子的担忧,上。 除了邱家之外,其他人都是皆大欢喜。 就算是邱家,也得到了进入千绝地建造营地的承诺,唯一不爽的就是价格高了点,是别人的十倍而已。 对于传承几个世纪的邱家,现在的邱国来说,无非就是点金币的事情,十倍的金币也不是拿不出来。 可这事情确的确让人窝火,想发火还怪不到王胜头上,并不是王胜难伺候,没办法商谈,而是邱家把人想得太偏了。 自作自受,怪得谁来? 现在邱家唯一能做的事情,恐怕就是找一个目标发泄了。 找王胜肯定是不可能的,别家人也不会允许他们对王胜出手,似乎只能找那个让王胜不爽的家伙,将他碎尸万段来泄愤。 没人知道王胜的真正目的,大家只是认为王胜觉得吃毒食不好,所以把这部分利益让了出来。 反正千绝地核心那边依旧少不了王胜,王胜依然还能攫取大量的利益。 王胜看到的却是各家在千绝地利益的驱动之下,疯狂的投入人手,建造营地。 千绝地开发越多,也就距离解开千绝地核心秘密的时间越近,同样也意味着王胜能够更快的见到梦中女孩。 把整个千绝地核心挖开来,那就不是王胜一个人能做的事情。 现在好了,等到营地建造好,高手培养的多了,各方肯定愿意投入到千绝地核心的开发中去。 王胜不但赚到了钱,还赚到了一大批的免费劳工,还都是高手。 各方都要着急的回去办营地的大事,就连史家甘家两家,都没有继续在千绝地核心里面的事情上纠缠,匆匆过来冲着王胜赔罪道歉之后,两人也赶紧赶回了各自的家族。 玉宝斋这边得到了一个王胜的承诺,可以合作一桩生意,具体合作什么,吕温侯还要和玉宝斋的那些大掌柜们仔细的研究研究。 大好的机会,可不能轻易的用掉。 王胜和妹儿,则是一起踏上了回京城的路途。 用王胜给大家的解释,就是进了一趟千绝地核心,需要回去养上亿两个月的。 这个倒不是王胜糊弄大家。 除了王胜之外,第一次跟着王胜进千绝地出来的唐老五,到现在前后半年的时间,一直在家里修养。 据说那个红牌杀手也足足养了三个月,王胜只要一个月就能出来的,这已经属于年轻底子好了。 当然,和王胜这段时间里狂洒金币把自己的侯府和吴忧城的府邸布置成了修行圣境有关。 大把的金币,有时候的确能够起到足够的作用。 修为境界还是太低,虽然在千绝地核心之中王胜靠着一头巨熊扭转了乾坤,使得史家的领队不得已杀掉了那个自己人,可是王胜知道,当时真的是显知又显的局面。 十个传奇巅峰境界的高手,加上两个八重境的,十二个对手要是当时齐心协力一起合作,铁了心要把王胜拿下的话,王胜真不一定能够幸免。 现场的确是有一头巨熊帮忙,还有一头妖狐妖兽,可是,也仅此而已。 两头妖兽加上王胜,绝对不是十二个高手的对手。 幸亏他们被吓唬住了,否则的话,王胜现在能不能坐在通兴市和各诸侯国各商家代表商堂还是两回事。 回京城,王胜一定要再次提升修为了,否则要再遇上类似的事情,王胜一定会有麻烦。 一个人不可能一直幸运下去,需要早做准备,未雨绸缪。 路上那些出身老军官的护卫很尽责,知道王胜很可能会被邱家报复,所以防守得很严密,一路小心谨慎地将王胜和媚儿护卫到了京城。 直到回到了侯府,这些护卫才松了一口气。 到了侯府,护卫更多,而且各种防护阵法几乎可以媲美皇宫了,自然会安全。 这里才是家的感觉呀。 一回到侯府,王胜马上就享受到了媚儿早就安排好的堪比皇宫大内一般的伺候,感叹了一句之后,王胜才问媚儿,你怎么想到这些的? 就算是宝庆于堂,恐怕也没有这种级别的享受。 不是王胜惊讶,而是那种精心安排的每一个小细节几乎都考虑到的周全,特别给人一种无比尊崇的感觉。 回到家里略是休息,沐浴喜剧风尘,穿上便服在后院纳粮这么一个过程,王胜就看到了至少三十个不同的侍女。 王胜还从来没这么奢侈过,洗澡水早早的有人给准备好,脱衣服都不用自己动手,刚走进浴池中,刚刚那几个只穿着薄纱的侍女就那么陪着王胜进了浴池中,清洗,按摩,手法专业老道,让人舒服得恨不能在浴池里睡着。 旁边就有人一直伺候着,看王胜口渴,马上就有恰到好处的香茶送到口边,王胜手都不用抬张嘴就行。 特别是几个培育的侍女,看那架势,王胜想怎么荒淫无道都行。 可惜,期待侯爷宠幸的小眼神碰上了王胜禽兽不如,就那么干享受了一番众女的手法就起身。 换了几个身上干燥的侍女,给王胜擦拭梳头发,换上便服,清理指甲掏耳朵,甚至还有一个给王胜刷牙。 所有的侍女都是年轻貌美,而且看起来有一定的修为基础,身形完全符合王胜的审美观,长腿细腰大胸,不知道媚儿精挑戏选了多长时间。 不同的精致面孔配着不同的精致妆容,让王胜回到侯府就有一种到了众香国的感觉。 在诸多的侍女之中,王胜特别注意到了几个靠的稍微远一点的美丽侍女。 他们不参与这些伺候王胜的工作,但身为战士的直觉却让王胜瞬间注意到了他们。 他们的修为比普通侍女高出很多,有几个甚至是六七重镜的境界,不用问,这些一定是媚儿给安排的女护卫。 王胜毫不怀疑,这些女护卫只要自己勾勾手指头,就一定会千恳万恳的陪自己玩各种花样。 真不知道媚儿是从哪里找来的这些高手,就是不知道忠诚度如何,但这需要时间慢慢的检验。 就在媚儿刚要回答王胜问题的时候,王管事就殷勤的跑到了这边,报告了王胜一个口信。 对门苏大官人约侯爷明日一早过去串门。 第672章 天子的担忧 下 天子找自己,肯定是知道了通心事发生的事情,也知道自己回来了,所以想要追问些细节,宁天过去就是。 让王管事回复对方即可。 倒是王胜的问题媚儿还没回答,等王胜再次看过来的时候,媚儿已经双手捧着一杯自己亲手泡的茶送到了王胜面前。 王胜要接过来,媚儿却不放开,非要王胜喝自己手上的茶水。 王胜无奈,只得喝了一口,这才笑着看着媚儿。 我是从苏伯母那边学到的。 看到王胜喝了自己手上的茶水,媚儿才眉开眼笑的回答道,很多东西其实我也不懂,但我会学。 我就知道。 王胜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天子他老婆到底想干嘛? 叫媚儿故宠吗? 把皇宫里的那一套搬到侯府中来。 小心点。 王胜简单的提醒了一句,再次看向媚儿的目光中。 王胜就带上了一点点的征询的意思。 这些找来的美女到底够不够忠诚? 会不会威胁到媚儿的安全? 媚儿看懂了王胜的意思,她很开心王胜关心她的安危。 这些人是苏伯母帮忙找得不错,但是都是在媚儿面前发过元魂誓言的,只会忠于她一个人。 侯府中变化很大,都是媚儿在王胜不在的这段时间操持的。 最大的变化就是灵气,应该是阵法改造过,比起最开始那个阵法更加的有效,人待在其中,感觉呼吸都是甜的。 人手多了很多,分成了内外院。 老军官的那些护卫都是在外院,把外面守卫的如同铁桶一般。 内院也有高手,但是并不是直接在众人面前,而是分别驻守在几个相对高一点的角楼之中。 当然,内院更多的就是那些女护卫和侍女。 不管战斗起来如何,但至少看起来还是十分的赏心悦目。 侯府也有了上下的规矩,王管是负责内外杂事,伺候侯爷和夫人。 帐房则是媚儿自己带的班底。 各种排班职守以及开销用度全都有了统一的标准,完全就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大宅门。 不少位置都有了职司,这可是天子钦丰的长盛侯,侯府中的一些位置那是有朝廷承认的官职,要领朝廷俸禄的。 当然,现在朝廷肯定不会出这笔费用,只能是侯府自己承担。 感受了一番侯府之中庞大复杂但是有序的变化之后,王胜很满意。 媚儿这个女人别的不敢说,至少在商业和质家上有一套,王胜只要稍加点拨就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用现代一点的词汇来描述,就是管理能力超强,执行力出色。 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上午,王胜带着媚儿,去拜访对门的苏大官人。 赵丽是媚儿拜见过苏伯伯之后,就直奔内院去找苏伯母去了,前面留下王胜和天子周管事三个人,院子里找了个凉快舒服的地方支着桌子喝家常小酒。 这次的下酒菜可不一般,不是天子带的御厨做的,而是王胜侯府中的厨子,经过王胜指点之后做出来的几道家常小菜。 酒倒是号称京城里最好的酒,可相对来说味道有些淡,度数不够高不说,还略有些浑浊,不过这已经是能入天子口的美酒了。 碰了一杯酒,然后放下酒杯一口菜下去,天子的嘴巴就停不住了,连吃了好几口才停下来,冲着王胜一个劲的竖大拇指。 吃惯了御厨的手法,忽然吃到王胜亲自指点的家常小菜的味道,当真是又新鲜又享受。 只吃几口就停下来,已经算是天子的自制能力极佳了。 小卓一翻之后,天子冲着周管事使了个眼色。 周管事会议,马上发动某种功法,将周围的声音屏蔽。 恭喜周管事。 王胜这时候才冲着周管事拱手恭喜道,看起来修为又有精进了。 托福托福。 周管事也是一脸喜色回礼。 进了一趟千绝地核心,才发现自己之前是井底之蛙,心境变化之后,这么几个月的功夫,修为又有提升。 提升的不只是周管事一个,李总管和沈老太监都有。 本来他们已经觉得到了顶峰了,短短几年冲到了传奇巅峰,不可能再有什么上升空间了。 结果面对那人形妖兽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见识有多浅薄,才知道自己这点修为多可笑。 回来之后,居然全都有了提升。 不过,只是提升,还没有到突破的地步。 这让三人很困惑,难道传奇巅峰这个境界,有很大的悬殊吗? 明明自己的修为已经和进去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可为什么还没有致得提升? 很疑惑,但也很感激王胜。 要不是王胜带着他们几个进去,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体悟。 同时,这也是王胜对天子的嗜好,至少天子很乐意看到这样的情形。 这次他们三个可要多谢你。 天子替周管事说出了那个谢字,然后自己也谢了王胜,另外千决帝营地这事,也还是要多谢你。 王胜可是给天子免了千决帝的买地钱的,两千万金帝,虽然对天子来说不是个多大的事情,可那是个大人情,不是吗? 和天子客气了几句,然后又是喝酒。 一会之后,天子才慢慢的斟酌着开了口,这些年,诸侯们手下的高手是层出不穷啊,不像是皇家,也就他们三个拿得出手。 王胜默默的听着没有接口,他知道,这应该就是天子要找自己的目的了,听着就是。 有了千决帝的营地,诸侯们的实力会越来越提升。 天子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就算是皇室也有自己的营地,可毕竟在高手的数量上还差一些,等到诸侯们实力日盛,会不会? 后面的话不用说王胜也知道,肯定是会不会威胁到皇室的地位。 从王胜的角度来说,天子的担忧暂时肯定是没必要的。 但长远来说,却是另一回事。 人无远率必有禁忧,有担忧才不会懈怠。 有一个办法,可以稍微的阻止一下诸侯们的发展。 王胜也是迟疑了一下,有些拿不定主意的说道,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生灵涂炭,而且就算是成功,也未必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天子一听,立刻来了精神,冲着王胜兴奋的道,说来听听。 第673章算计诸侯国,上。 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琢磨琢磨,因为我也不知道结果。 王胜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先反问天子道,如果有机会吞并一个诸侯国,这其中能有多大的好处? 吞并一个诸侯国? 天子的眼睛直接瞪大了,差点就脱口而出,怎么可能? 总算是有自制力,没有叫出声来。 周管事也是一脸见鬼的模样,王胜忽然之间说到了这么高大上的话题,让人根本无所适从,连个准备的功夫都没有,太猝不及防了。 你不开玩笑。 天子盯着王胜的面孔,认真的问道。 王胜很认真的点了点头。 天子开始兴奋的琢磨了起来。 王胜说的这么认真,那一定是有这个可能。 从他认识王胜以来,王胜好像就没有说过什么虚言。 可以说,言出必见,他说有吞并一个诸侯国的可能,那就一定有这个可能性。 如果能吞并一个诸侯国的话,天子已经忍不住异性飞扬起来。 如果能吞并一个诸侯国,不管大小,人口会增加,地盘会增加,产出会增加,天子的声音也会传到更多的地方,朝廷影响力,安置官员,教化百姓,军队等等,各种各样的好处层出不穷的涌过来,让天子都激动得快要发抖了。 只是个可能性,未必能成功,不要那么兴奋。 王胜的声音如同一瓢凉水浇在了天子的头上,是啊。 只是个可能性,自己在这里兴奋什么? 不过,只是可能,也让人激动啊。 有很大的可能还是某个诸侯国拿了大头,轮到朝廷这边只是点灵星好处,说不定你还得封一个国公出去。 王胜继续提醒道,天子要是这个状态的话,会影响他的判断力。 王胜这个时候要的是一个冷静睿智的天子,能够冷静分析各种利弊的天子,而不是激动到下一刻就要一捅天下的脑子发烧的皇帝,除非你有信心独自灭掉一家诸侯,然后还能挡得住接下来所有诸侯的围攻。 天子脑袋上瞬间出现了一圈汗珠,天子自己也吓了一跳。 真的要是能够灭掉随便一家诸侯的话,那皇室还用作傀儡吗? 这不是实力不如那一群王八蛋所以才不得不被控制被圈在京城偏安一余吗? 不要把你当成天子。 王胜想了想,提示道,把你自己当成一个诸侯,当眼前有一个可以吞并其他诸侯国的机会的时候,你会不会动心? 会不会动手? 得到的和失去的值得不值得? 你是天子,这方面考虑得多,帮我权衡一下。 当然,你还要回到你天子的身份上,再去权衡另一方面。 让天子从诸侯的角度思考,还要让天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思考,如果有一家或者几家诸侯,灭掉了另一个诸侯国,怎么做才对你最有利? 这次天子听了王胜的话,摸着下巴皱着眉头开始思索起来。 至于周管事,他已经不敢想这种问题了,只是微微低着头,伺候好自己的主子。 保证这里的声音不会被第四个人听到就好。 如果有这种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 琢磨良久之后,天子才抬起头说道,别说是灭一国,能把对方整个的吞下,这里面的利益大了,大到就算是我在旁边看着都不敢阻止,党人才露如杀人父母,何况这种灭国之战。 以前那些人不过灭几个家族都能让自己的家族延续几百年上千年,何况是灭一国。 天子脸上满是垂涎,可他也知道,这是某个大诸侯国的好处,而不是自己的。 把你的机会说一说,看看有没有我们的机会。 天子开始催促起王胜来。 这个时候,他都不自觉的称呼我们,似乎是把王胜真的当成了自家人一般。 王胜听到了这个称呼,目光不经意的扫了一眼天子,不知道他是发自内心的还是故意的,但有这个态度总算是好的。 现在各方都想要进千决地建造营地,抢占先机。 王胜这时候也就不藏着掖着,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但进千决的就需要大量的高手,别看现在高手多了,可在千决地里面想要保证建造过程不出事,人手少了都是麻烦。 天子点了点头,他之前就发愁过,千决地的营地该怎么建造。 好在天子并不想表现得那么着急,免得让各大诸侯国注意,所以稍微建造的慢一点,先期人手少一点总是可以的。 不过天子这边不好过分,并不代表着诸侯们不会争抢。 为了抢占先机,说不定有几个底蕴比较差的诸侯国,会派出自己压箱底的高手进去。 王胜接着说道,但高手不是凭空就有的,那边去的多了,留在家里看家的必然就少了。 而且千决地环境特殊,蜀鸟传书也无法做到,就算两边哪边有点事情,短时间内也不会互相知道。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天子目光一亮,顿时间明白了王胜的想法,随即马上意识到了错误,飞快的更正道,这就是其他诸侯国的机会。 高手都派去了千决地,内部自然空虚,如果这时候别加高手乘虚而入的话,只要计划周密,说不定就能把国都的人手一网打尽。 只要有心,出手的诸侯实力足够强劲的话,吞并一个小诸侯国完全不在话下。 到时候再反过手来把千决地内部的那些建造营地的高手一网打尽,谁还敢有半个不字。 真要是到了那个境地,天子这边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可刚刚王胜说还应该有天子的好处,这个要从哪里找? 动手灭国,总要有个理由吧。 王胜笑了起来,不遵天子号令或者不敬天子是不是? 诸侯带天征伐,名正言顺,不是吗? 天子瞬间就明白了王胜的意思,对方既然要打着天子的名号,那就得把好处送上来。 少不得天子到时候还得付出去一个国公,因为人家帮天子出气了。 这事情,天子还能装傀儡,让人看到一个软弱的天子,任由诸侯们揉捏理由,收了好处还有名声,简直不要太妙。 第674章算计诸侯国,下 可是,有几个问题。 天子想通了其中的好处,开始琢磨执行时候的细节。 王胜做了个请的手势,让天子提问。 千决地暂时来说,看到的好处只有刺激高手修行,还有你上次说的好药材。 天子冷静下来开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道,这并不足以让那些小诸侯把全部身家压上去,调走大部分高手。 如何做到这一点? 给他们足够的诱惑。 王胜平静地说道。 什么诱惑? 这次是周管事提问。 每次总是天子开口,显得天子总在执着于这些好处什么的,有点跌分,周管事提问就没这个问题了。 我休养一段时间后,会再进一趟千决地。 王胜笑道,等到出来的时候,我打算把千决地核心区域的地图绘制出来,然后卖给葛家。 这个诱惑够不够? 千决地核心有什么? 天子觉得王胜知道的未必有它多。 真的要是有一幅完整的千决地的地图,天子觉得,如果自己再年轻上十岁的话,肯定也会忍不住要马上派人冲进去。 王胜卖地图肯定不是独家生意,也就是所有人都会有机会。 这样一来,谁家的营地先建造好,谁家就有机会多培养几个高手,甚至有机会早进去核心区域。 如果某个小诸侯国主的身边还有几个人挑唆的话,头脑一热全力争先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要有小国派出了大量高手,那么其他大国就有了机会。 这事情其实还是看操作,不是说营地争先就能千决地核心也争先的。 稳坐钓鱼台的大国完全可以看着小国先在里面蹦打,然后慢慢的收拾。 以后连你整个国家都是我的,里面的好处难道还能给了别人? 想要知道那些诸侯的心思,天子只要把自己当作诸侯想一想就知道了。 这些年天子没少干这样的推理猜测,忽然发现, 自己似乎很难拒绝这样的诱惑。 要是小国消息封锁得好,大国并不知道呢? 周管事又问道。 他也开始思考这其中的细节部分。 皇家的那些密探是干什么吃的? 王胜毫不客气的点破道,他们不知道,不会不小心告诉他们吗? 当然,你们站在背后要仔细谋划,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你们插手了这些事情,最好把自己打扮得无辜一点,打扮得弱一点没有威胁一点,把自己摘开,是敌以弱会吧。 示弱了几百年了,家传的本事,能不会吗? 天子忽然苦笑着的回答了一句,脸上是压抑不住的落寞和一股强压的兴奋。 有这个苦中作乐的精神就挺好,至少说明还有雄心壮志,不是吗? 王胜笑了笑,给了一句算是宽慰的话语。 没错,苦中作乐。 天子很开心,重重的肯定了一句,然后认真的问道,如果,我是说如果,他们没有被你的地图诱惑,会怎么样? 一样。 王胜飞快的回答道,没有被诱惑,那就是派了少部分人进迁绝地,大部分高手在老巢坐镇。 这样的话,里面的人就少,说不定就会被某些人多势众的大势力吞掉。 天子顿时间了然,一脸的恍然大悟,我明白了,这游戏那些小国根本就不应该参与进来,不管他们重视那边,另一边总是空虚的,总会被人锁衬。 哪怕杀掉他们千绝地里的高手削弱他们的实力,只要有人遇上了肯定也会乐意这么做的。 对。 王胜点头道,其实就是一个重视哪一头的小游戏,雇了这头雇不了那头。 可是,偏偏他们觉得自己有机会,花两千万金币从我这里买了一个资格,金币也花了,难道不进去反而便宜我一个人? 最后总得做一个两难的决定。 是了,天子的目光已经越发的深邃,仿佛看到了遥远的未来,如果一个小国被吞并,带来的好处被其他大诸侯国看到,那么其他小国就难免会紧张起来,这样一来,各方互相提防,说不定还会大打出手。 不管吞并还是灭掉,两边总会都有损失的。 王胜叹了一口气道,皇家如果操作得当,在暗中推波助澜的话,说不定还能什么都不用付出,就能得到大比的好处。 不过? 不过什么? 天子急忙问道。 打来打去,理论上都是你的国土你的子民,战乱四起,生灵涂炭,黎民百姓说不定都要颠沛琉璃,你难道忍心? 王胜看了一眼天子问道。 哈哈哈哈,天子看着王胜,呼得狂笑了起来,笑了好一会之后才带着笑声说道,我的子民我的国土,哈哈哈哈,长盛侯,你这个笑话可真好笑。 他们要是不乱起来,哪里还有我们的机会? 天子终于停止了狂笑,平静下来,慢慢的说道,皇家隐忍了几百年,如同跳梁小丑一般的被人控制了几百年,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让他们也常常被算计的滋味,你说我忍心不忍心? 我只能想到这么多,具体怎么操作能让你们利益最大,我不擅长。 王胜看着天子,不再继续深入参与,相信你和你的那些心腹大臣们能够商量出一个周全的法子,我就不参与了。 你们自己注意保密,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 天子点点头,知道有些事情王胜也不可能深入参与。 能给他出这么个主意已经算是看在自己一直照顾妹儿的面子上了。 至于说保密,京城经营了几百年的皇室,总有几个能信任的心腹存在的。 最好不要多伤及无辜,说到底,以后你还要靠着民心把天下收回来。 王胜告诫了天子一句,不要做得太绝。 我心里有数。 天子已经恢复了天子的风范,刚刚的兴奋已经丢到了九霄云外,但目光中却已经有了光亮,如同夜空中的繁星一般。 正式谈完,大家已经可以谈些风花雪月了。 这是李总管上次答应你的关于天生魅谷的资料。 周管事那边拿出来一个大卷轴,递给了王胜,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第675章使劲支持,上。 你要这个,是不是为了妹儿? 这件事李总管肯定是和天子汇报过的,不然周管事不会当着天子的面把资料拿给王胜。 天子看王胜收起了卷轴,才多嘴问了一句。 当然。 王胜笑了笑,不然我还能为了谁? 如果是因为妹儿的话,天子呼的笑了起来,恐怕你看了这份资料,会很难过的。 王胜一愣,难过。 为什么? 看向天子的时候,天子却是高深莫测的笑了起来,也不回答,让王胜一头的污水。 转向周管事这边,周管事也是一脸的神秘笑意,可就是什么都不说,让王胜很是难受。 对了。 王胜呼的想起来一个事情,趁着现在天子在,王胜也面对面的提了出来,还有一件事情,倒是真需要你帮忙。 说吧,什么事情? 难得王胜让天子帮忙,这可要帮好,天子马上让王胜自己提要求。 皇宫里有什么御用的歌姬琴诗什么的,借我两个月。 王胜也毫不客气,直接冲天子要人,要最好的那种,高雅的低俗的曲子都会唱都会弹的那种。 要歌姬? 是不是还要漂亮的? 天子的目光明显不对了,看着王胜似乎带上了质问,要不要再给你找几个美艳的舞姬? 你打算做什么? 当然是听区,还能做什么? 王胜白了一眼天子,顺着他的话说道,你说的也有道理,全都要漂亮的。 有舞姬的话,也送过来,我还没怎么看过跳舞。 侯爷这是别有用意吧? 天子在一边气呼呼的不开口,被王胜这个要求给气着了,周管事在一边打圆场, 为儿小姐一直在给侯爷到处找琴诗歌女,还四处找各种曲子,莫非侯爷有用? 当然。 王胜飞快的承认道,用来修行练功。 侯府中有的是天子的耳目,王胜有没有碰这些女人天子当然清楚,他就是很不爽王胜这种态度而已。 现在听王胜居然是用来修行练功的,立刻来了兴趣,倾听了起来。 侯爷帝功法这么特殊? 周管事见天子感兴趣,也凑去的问道。 至于王胜修行帝功法,其实周管事是看不上的,各方都很清楚王胜的俏学没几个,元魂能升级已经是不错了。 可天子喜欢,那就问问也无妨。 和功法无关。 王胜也不怕周管事等人知道真相,何况他们也根本就不知道,是元魂的问题。 我的元魂升级,几次强化的都是感觉、视觉、味觉、嗅觉。 这些都是我在千诀地里面能够活下来的关键。 王胜现在说的倒是没多少隐瞒的,的确是强化了这些东西,而且也的确是在千诀地当中有很多次运用,所以,下一步我是打算强化一下听觉。 那你之前找了那些炼丹师炼丹,其实也是有强化嗅觉的意思。 天子一听,马上就联想到了上次王胜找他介于用炼丹师的事情。 有点,不过用处最大的还是化妆品的香味。 王胜已经强化过嗅觉,完成了酸泥变,现在再说出来也不怕别人干扰。 既然天子猜出来了,那就承认,让他开心开心。 天子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他对王胜这种不求战斗力最强,只求场合适用的强化很是有一种赞同。 因为天子修行地功法,同样也是不求战斗力,而是强化自己的思维,强化镇定功夫的,别看修为等级高,可用来战斗的话,连王胜必泻变的时候都不如。 可这并不妨碍天子能成为一个睿智的天子,能知道自己的优势并放大优势的人,远比那些只知道提升战斗力的家伙要聪明。 至于杀人,王胜只要拿着他的重鞠弩就行了,几里之外一箭必命,何必非要和你尽身搏杀几十个回合。 想到这里,天子忽然突发兴起,想要看看王胜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 当然,他现在不会当面和王胜说,回去之后再安排,先等着侯府中的眼线报告王胜看过那些资料后的脸色再说,一定会很有趣。 行,你回去等着,你要的人很快送到你府上。 天子直接吐了口,就等着看好戏了。 王胜和天子又聊了一会,妹儿才和皇后一起出来,见过礼之后,王胜和妹儿连妹告辞,回到了侯府之中。 老周,你说,如果给长盛侯送几个漂亮的歌舞鸡,他会不会忍不住? 没外人在,天子呼的问了一句周管事,开玩笑一般。 侯爷一定能忍住的。 周管事毫不犹豫的回答道。 皇后娘娘没反应过来,一听到天子要给长盛侯送几个美女,顿时间炸了毛,要做什么? 为什么给长盛侯送美女? 这不是要。 我就是这么一问,老周不是说了吗,他肯定不会碰的。 天子笑着劝慰自己的老婆。 一边说着,一边还不忘记给周管事使了个眼色,让他开口。 娘娘放心吧。 长盛侯能在妹儿,身边这么长时间还没动他,心智不是一般的坚毅。 周管事赶忙笑着解释道,他这种人,只有自己完全信任的人才会放下防备,别人送的,给他一万个都不会多看一眼。 哼,不是说他已经在无忧城养了个小的吗? 皇后可不是擅长,立刻修住王胜在无忧城的那个所谓二夫人开始说是,男人都靠不住。 一句话打死一传人,连天子都被骂上了。 天子嘿嘿赔笑了几声,又是给周管事打眼色。 无忧城那个女杀手,长盛侯应该是没有动过。 周管事小心的陪着笑,影子见过他好多次,传回来的消息,说按照宫廷秘法判断的话,那个女杀手还没有破身。 这个消息让皇后的气消了许多,但转眼又开始担心,他身边有女人都不动,不会是,不能人道吧? 噗! 天子差点一口水喷出去。 这话要是让王胜听到了,一定很有意思。 可惜,不能告诉他呀。 这个娘娘尽管放心。 周管事哭笑不得,只能尽心尽力的解释道,侯府内院里的眼线亲自伺候侯爷沐浴过,侯爷一切正常,甚至可能比正常人还要厉害几倍,娘娘尽可放心。 第676章使劲支持 下 这都查到王胜的房市上了,这位皇后也真的是彪悍。 还好周管事聪明,全都应付过去了。 回到皇宫,天子第一件事就是召集三大高手以及两个最心腹的重臣,一起把今天王胜提的那个可能的方法研究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具体的可行性。 天子良机啊! 天子身边最重要的一位谋臣,曾经帮助天子策划了大礼仪的丞相罗星炎听完周管事的转述,脑子里琢磨了几遍,顿时间激动的一拍大腿,称赞起来。 虽然不知道这主意是谁提出来的,但是能借着现在闹得风生水起的长盛喉角出来的局面兴风作浪,简直就是高手啊。 三个老太监肯定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头脑,另一个谋臣也是一脸懵懂,肯定不是他。 那只能是天子的意思了,周管事代为转述,而且计划只是一个大概的框架,还需要详细补充,也正说明,这是天子介事而为。 能提出这么一个计划的天子,不枉自己精心辅佐这么多年。 从大礼仪知识开始,罗星炎就意识到,皇家的机会应该是来了,现在这个计划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一想到自己以后可能载职天下,罗星炎简直兴奋得快要跳起来了。 一共六个人,在御书房里面整整研究了大半天,还没有彻底完善计划。 临时散会,各自回去休息琢磨,第二天继续。 把我修行的守敬心法,给长盛喉抄录一份。 晚上天子和三位老供奉一起用餐,期间天子呼得想起了什么,吩咐了周管事一句,和他要的那些歌舞鸡和乐师,一起送过去。 陛下! 周管事一经,天子修行地功法,怎么可以轻易试人? 天子仿佛知道周管事想要说什么,摆了摆手,开口问道,今日李长盛喉说他修行强化了视觉,味觉和嗅觉,你们觉得可信吗? 可信? 三个人琢磨了一番之后,李总管先开了口,长盛喉的修行境界,我们大概能猜出来。 能挤礼之外杀人,光靠外力是不行的,至少得能看到,势力肯定是加强过的。 影子传过来的消息,在吴忧城的时候,长盛喉应该强化过味觉,据说那段时间就是他鼓道出美食最多的时候。 李总管介绍着和王盛修行有关的内容,另外,长盛喉还晋级强化过一次力量,那次他在吴忧城整整习惯了两个月。 老军官也对外宣布过,凯叔和三清官的三尊巨像也是长盛喉的手笔,那次长盛喉整整失踪了一年多的时间。 李总管回忆道,雕像和凯叔,应该是和长盛喉的某一次晋级有关,就是不知道这次强化的是什么。 静心? 天子呼的回答道,书法雕刻这次,他强化的肯定是静心冷静方面的,否则他不可能面对媚儿的时候还能把持住。 这样算起来,势力,味觉,力量,再加上静心,他说他靠着品鉴化妆品的味道来提升嗅觉。 这就是至少五重镜的修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 李总管分析道,除了力量之外,其他几种强化都不是直接体现在战斗力上。 他的元魂毕竟特殊,号称能够升级,但是只是残魂。 周管是接过话头来补充道,所以在战斗力上应该是有欠缺的。 不过感觉上是真的敏锐,我怀疑,那个静心方面的强化,可能还有其他能力,不然无法解释他能够控制十人蚁,提前发现妖兽的能力。 要算上这个能力的话,说不定他不是五重镜,而是六重镜的修为。 沈老太监沉吟了片刻道。 听到这话,众人都是点头。 他们跟着王胜进了一趟千绝地核心,一路上王胜那敏锐的感官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如果王胜能听到这番话,一定会对这几个人的分析能力竖起大拇指,自己的底牌差点就都被分析到了。 可惜,这些人一定不知道九字真言有多厉害,而那只是王胜的一次晋级。 帮他,连我修行的守镜心法也给他,说不定能帮他早日和媚儿成就好事。 天子把众人的话都听完,点头道,这次他要强化听觉。 如果他听觉也强化了,是不是在千绝地核心就来去自如了? 三个老太监听到天子要帮王胜和媚儿成就好事,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区区功法而已,只要叮嘱王胜不要外传就行。 至于成就好事之后,那皇家的好处可就大了,三人都心照不宣地点头。 想起王胜在千绝地里表现出来的敏锐,至少三个老太监都明白,如果王胜再强化了听力的话,一个人进出千绝地核心想必不会是问题,那么王胜之前说过的绘制千绝的核心地图就不是虚言。 天子就算是为了这个给大家的诱惑,也会卖力支持王胜的修行。 明天就把东西和人送过去。 天子看到三个老供奉的态度,就明白他们肯定不反对,开口吩咐道。 吩咐完,又问了一句,知道长盛侯他们回去以后做什么了吗? 长盛侯带着媚儿小姐出了城,去老军馆了。 李总管急忙回报道,知道他们去老军馆,我们的人就没有再跟着。 天子点了点头,不知可否。 派人跟踪到老军馆。 那是突然损耗人手,撤回来才是正理。 虽然不知道王胜和媚儿去老军馆做什么,但王胜能带着媚儿去,那就是好事。 而且老军馆才是王胜现在的背后势力,王胜回来之后拜访老军馆,再正常不过了。 安排好,长盛侯需要什么,主动给他提供什么,不用等他开口。 天子接着吩咐道,不说别的,每年他能给我们上一金币,在京城就不要让他受一点委屈。 让他以后就把京城当成自己的家,他会给我们越来越多机会的。 王胜已经连续给皇室送了两个大礼了。 一次天子分封诸侯的大礼仪,一次就是这次挑动诸侯争斗的局面,真的要运作好了,皇家一统天下的日子并非遥不可及。 天子还从来没有像如今这般斗志昂扬,有生之年,说不定真的能实现了。 第六百七十七章 守敬心法 王胜带着魅儿去老军观,韦时是出乎魅儿意料的。 老军观现在是王胜的宗门,这点魅儿是知道的,可以前王胜从来没有带魅儿去老军观过。 这次王胜主动提出来带他过去拜访大关主,魅儿简直是惊喜交加。 哪怕不说什么得到老军观承认什么的,光是能面见老军观的大关主,这就是无数道门善信的大机缘呢。 魅儿可是道门的信徒,一路激动的都要王胜临自觉帮忙才能平静下来。 这次王胜也是因为魅儿操心无忧城的事情,还帮自己稳定住阿七,心中有些愧疚,知道魅儿信奉道门,所以特意带他来见见大关主的。 当然,也不乏带他认认门的意思,至少让大关主知道,自己在京城里最在意的人是谁。 王胜回来第二天马上就赶来老军观,对此大关主还是很满意的。 亲自给王胜和魅儿安排了一个小院安顿,亲自陪着王胜和魅儿在老军观上香拜老军,甚至还亲手下厨做了一道素菜,招待两人吃了一顿素洗。 吃过晚饭,大关主安排了两位昆道陪着魅儿一起在老军观里面做晚课,自己则和王胜一起到了大关主平日里静坐的静视中。 这里绝对安全,放心说话。 下午的时候,大关主就接到王胜的暗示有话要说,大关主不动声色的一直安排到现在才问。 王胜和老军观现在是一容俱容一损俱损的关系,也不遮遮掩掩,趁着灵须老道不在,王胜把自己今天上午和天子说的那些话大概的复述了一遍。 有些话就得灵须老道不在的时候才能说,否则以灵须老道卑天闽人且又清静无为的性格,肯定会找王胜的麻烦。 要知道,王胜给天子出的这主意,说不定就会引得两国甚至多国之间的战事发生,这种事老道是怎么可能容忍。 可大关主不同,在王胜看来,大关主才是老军观最适合的领导,也是最有可能把老军观带到鼎盛时期的正确人选。 他精通道门理论,精通道门法门,有原则却不死板,一心光大道门没有什么私心,是真正适合的领导人。 王胜的判断一点都没错,至少王胜在叙述的时候,大关主都是在静静的听着,并没有马上脾气火爆的跳起来,也没有悲天闽人的指着王胜的鼻子骂他生灵涂炭,直到王胜说完,大关主都很平静。 现在局面就是这么个局面,我给钱生员要的那个名额,其实就是给我盗门要的,以后千绝地那个地下宫殿就可以见人,不用再遮遮掩掩了。 王胜最后才总结道,不过,这个局面肯定是会有很多变数,我盗门能在其中做什么,还请大关主仔细斟酌斟酌。 大关主微微点了点头,很认真的思考着。 好一会之后,才抬起头道,如果真的出现了战乱,反倒是我盗门扩张的又一个良机。 你不觉得我给他们出的主意很毒吗? 王胜有些意外地问道。 大关主就算没有灵须老道那么死板,可也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盗门中人,面对这种情形没有发火骂人,实在让王胜没想到。 来之前王胜就准备好要被大骂一通的,王胜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甚至九字真言都被好等着挨骂的,大关主却没有骂他。 这事情并不是长老你想要如此的。 大关主声音平静稳定地说道,从他们在通星城逼迫长老你放开千绝地,其实这一切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长老你的关系并不大。 眼前这个局面,非要说是长老你推动的,莫不如说是他们的野心和贪心使然。 大关主的声音中似乎带着一种稳定心神的力量,让王胜也感觉一阵的放松,正如你所说,有些事情就不是一些小国家能够参与的,可他们不管不顾的非要一头扎进去,长老你要是阻止还要得罪他们,怪不到长老你头上。 这么一个通情达理而且能明白事理看明白事情本质的大关主,王胜是相当的开心。 至少有人能明白自己,没有误会自己。 说到底,其实还是因势力道而已。 大关主微笑着分析道,就算长老你不提,在里面那些人迟早也会有人想到这一点,到时候长老你也还是要面对这样的情形。 这次王胜是真的长出了一口气,心里的那点沉重也削减了许多。 虽然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早日见到梦中女孩,可真要是自己身上背负了滔天血债的话,王胜也不好受。 正如很久以前王胜就说过,王胜是战士,是杀手,但不是屠夫。 之所以和大关主说这么多,一个是王胜很清楚,不管有什么天灾人祸,总是宗教能够大兴的机会,道门如果能够借着这个机会扩充,对自己也是一个有利的支援。 另外一点,就是王胜期待大关主能够开解一下自己。 如果总是抱着一种歉疚的心态,修为是不可能有什么提升的。 大关主果然不负王胜的期望,成功的开解了王胜。 这样的一个尔虞我诈的环境中,绝不是因为王胜出现才多了这些争斗,充其量也就是王胜作为一个催化剂,把某些东西提前了,仅此而已。 不过事情毕竟还是和长老你有关。 大关主沉思了一会,接着说道,长老你也不可能什么都不承担。 这样吧,《道德经》十章,长老你写出来,我让老军官大德高道送读,为长老你消解罪孽。 王胜点头答应。 道德经本来就是打算拿给道门拿给老军官的,一点点拿出来也好。 长老你让我道门提前知道了这些,可以预先布置,说不定还能消解不少兵灾。 大关主紧跟着说道,对长老来说,也是莫大功德。 这样吧,老军官以后立下一个规矩,修道到了一定境界,就到长老你名下的产业中接受红尘历练,也为我老军官多锤炼一些心智坚毅的道门栋梁。 有赏有罚,大关主之所以是大关主,就是因为这一点。 王胜很认可。 第678章 守敬心法 下 在老军官,王胜和妹儿住了三天。 三天之中,妹儿很虔诚的在老军官上香膜拜,跟着道士们做早晚功课,甚至还抽出一天专门跑了一趟三清关,去给三座巨像上香。 虔诚的一塌糊涂。 王胜也在老军官的藏经楼中坐了三天,默写了十章道德经,剩下的时间同样也是跟着老道士们做早晚功课,清静心神。 这三天,王胜几乎什么都不想,就在一群老道士中间放空心神,感受着这种道门清静地的意境。 三天之后,王胜和妹儿离开的时候,王胜已经再次恢复了斗志昂扬。 妹儿很明显能够察觉到王胜的变化,王胜开心,他也开心。 加上这次王胜可以说在老军官给自己挂了号,妹儿的心情是相当的不错。 一回到侯府,王胜就发现,他向天子要的歌舞鸡和琴师什么的都已经送了过来。 就在王胜回到侯府没一个时辰的时间,对门的周管事就上门,又送给王胜一个卷轴。 守静心法,这是什么? 王胜疑惑地冲着周管事问道。 一门对侯爷有帮助地功法而已。 周管事神神秘秘的不说实话,只说是对王胜有帮助。 王胜也知道肯定问不出什么来,但他可以肯定,至少在这个阶段,天子应该对自己还没有什么恶意,也就放心收下。 反正不管什么心法功法,都是要经过战斗意识小人模拟并优化的,对能用则用,如果里面要是有什么猫腻,战斗意识小人也能察觉出来,根本就不用担心。 魅儿开始忙碌,很快各方就要送金币上门,总数量高达四亿,这笔巨款总要有个合适的存放之地,也要妥善使用。 光是忙碌这个就要不少时日,至于说属于前生源的那个营地,王胜早就和魅儿说过了,根本不用魅儿多操心。 王胜则是宅在自己的侯府中,先打开了李总管搜集的那些关于天生魅谷的资料,一点一点的看过来。 王胜可是记得,当时给自己这些东西的时候,天子和周管事的脸色都很微妙,说不定里面会有什么让王胜意外的东西。 果然不出王胜的所料,才看了一半多点,王胜的脸上就一片乌黑。 总算是知道为什么天子和周管事都是那种表情了。 上次灵虚老道给王胜讲过天生魅谷的一些禁忌,王胜清楚的记得,老道是说天生魅谷之人,至少也要王胜修行到七重镜的时候才能够圆防。 就算是王胜有九字真言的保护,至少也得到六重镜才行。 不过这些只是灵虚老道的猜测,为了稳妥起见,王胜哪怕是已经完成了酸泥变达到了六重镜也没有对魅儿如何。 可是,天子这边给出来的资料,却是比灵虚老道的要求高了整整一个大境界。 王胜至少要到八重镜的修为才能够和魅儿圆防,否则还是会遭到天生魅谷体制的反噬。 也就是说,王胜就算是对魅儿动心不已,也得要等到八重镜的时候才能碰魅儿。 相对于灵虚老道的判断,王胜更倾向于皇宫里的资料,毕竟皇宫里的资料是经过天子实践的,而灵虚老道这边一切都是老道士自己的判断和道门中的一些记载。 道门中的道士们肯定是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的,这点上不如有经验的皇宫,所以王胜偏向于皇室的记载。 九字真言王胜虽然有自信,可也未必敢完全信任老道士的判断,保险起见,还是等到八重镜再说比较好。 后面的内容倒是和老道士说的差不多,两边的区别也就是这个修行境界上了。 不过,皇室的内容却多了很不起眼的一条,那就是修行天子修行帝功法守敬心法,可以降低这个要求,七重镜的时候就可以宠幸天生魅谷的妃子。 守敬心法? 这是天子修行帝功法? 这不是周管氏神秘兮兮的给自己送来的纳卷功法吗? 这居然是天子修行的秘法? 不用问,肯定是天子给自己的,应该是回去以后论功行赏给自己送来的。 灵虚老道说过,天子的这门守敬心法,主要是增强天子冷静和头脑锐质地功法,并不是适用于战斗的。 天子把这门功法赐给王胜,这是让王胜修行? 给王胜的奖励吗? 可要是修行这门守敬心法,会不会和其他功法排斥,导致无法再修行其他战斗功法? 这是奖励还是算计? 很快王胜就琢磨明白,这应该是天子的奖励。 想来是王胜教学不足的名声早已经不静而走,既然王胜只能借助力量和重拘弩消灭对手,大部分的晋级灵气粹体都是强化感觉,那么天子应该是想当然的觉得王胜并没有适合的高级功法,才特意用这门自己修行的守敬心法来拉拢王胜的。 可惜,天子并不知道王胜现在的俏学数量已经把同级别的天才们都甩在了身后,在高级地功法面对王胜这个妖孽的时候也显得俏学数量需要的太少。 尽管如此,天子应该是好意。 而且这功法王胜未必就不能修行,还是先让战斗意识小人模拟优化一下再说。 打开守敬心法的卷轴,王胜仔细的一字一句的将这么功法阅读了一遍。 圆魂空间之中,十六个战斗意识小人中的一个马上停止了正在推演的工作,开始按照这门守敬心法上记载地功法,演练起来。 王胜很庆幸自己有战斗意识小人,否则的话,很多地功法光是揣摩其中的字眼的意思,就要很长时间,说不定理解的还不正确。 有战斗意识小人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就算不正确,也不过是得到了一种错误的结果而已,完全有机会重新修正。 这门功法就如此,上面有不少内容王胜都看得比较糊涂,还是要依靠战斗意识小人来推演。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至少需要好几天才能够得出结论。 惊喜来得太突然,王胜都有些猝不及防。 本来以为要好几天才能推演出来地功法,第二天一早,就给了王胜一个大惊喜。 早上一醒来,王胜下意识地检查了一下身体和圆魂空间,忽然之间就发现,自己的十六个战斗意识小人,现在变成了十七个。 第679章 加强 上 王胜是个狙击手,最大的优势就是胆大心系,在圆魂空间只是一扫就意识到数量不对。 仔细地数了一下,的确不对,十七个,战斗意识小人变成了十七个。 有两个明显的和其他小人不同,一看就是一个分裂成两个的。 可是,无缘无故的,怎么会只有一个小人分裂,而不是所有? 这两个小人有什么不同吗? 第一个瞬间王胜就马上把问题归结到了守境心法上。 这些天王胜要么是在路上,要么是在老君冠礼静思,根本没有接触过修行有关的东西,除了守境心法。 守境心法是天子修行地工法,能够让天子保持冷静睿智的头脑,修行越高,大脑的活跃程度就越高,可以说,这是一种强化大脑地工法。 不知道天子的圆魂是什么,是不是每次晋级灵气粹体也是在强化大脑? 工法的正确性其实已经无庸置疑了,能够让战斗小人分裂的,那一定是好工法。 要知道,王胜的修为不足,不足以让战斗意识小人继续分裂,可守境心法只用了一天就做到了,效果简直是立竿见影。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马上控制其他没有分裂的十五个战斗意识小人全部都停下正在模拟推演的东西,修行守境心法。 十六个战斗意识小人要是能变成六十四个,那推演的效率能够提升一倍有余,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吩咐了王管事,三天之内不见外客,王胜就在自己的练功房当中,安静的待了三天,每天规律的生活,修行,锻炼,修养,三天之后,王胜终于看到了元魂空间中的战斗意识小人变成了三十二个。 人数变了,但是有个后遗症,就是所有的战斗意识小人的分身都小了一号。 王胜明白,这是因为自己修为不足,灵气不足的情况造成的,想要弥补,要么提升自己的修为,要么用大量类似造化丹的灵药灌注让战斗意识小人吸收。 这还等什么? 王胜和妹儿说了一声。 上午说的,下午的时候,一百颗造化丹就摆在了王胜的面前。 造化丹王胜当年百万金币求一颗而不得,可现在,自从那个宗门被各方联合剿灭之后,丹方外泄,成本急剧下降,一颗丹药几十万金币就能拿下来。 对妹儿来说,王胜要类似造化丹的灵药,哪里有造化丹好? 不就是几千万金币的事情吗? 王胜刚刚才在通兴市赚了四亿。 有钱真好。 王胜感叹了一声,然后毫不犹豫地拿起一个装着造化丹的玉盒,打开玉盒,在丹药还没有引发天变之前,直接塞进了口中。 庞大的药力瞬间进入身体,然后冲进了圆魂空间之中,在王胜的控制下,分成了三十二缕,分别注入到了战斗意识小人的分身之中。 战斗意识小人似乎也知道这是好事,每个人都是按照守镜心法修行着,疯狂地吸收着造化丹的药力。 王胜在刚刚完成吃稳变的时候,一颗造化丹就能把王胜称爆。 就算王胜完成了饕餮变,第二颗造化丹也是直接让王胜元魂晋级完成了避泻变的超强悍的丹药。 可现在一颗造化丹药力转化成的灵气冲进元魂空间,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就被三十二个战斗意识小人吸收得干干净净,没有给王胜留下一丝。 当然效果还是有的,至少三十二个战斗意识小人的身形都比之前要扩大了一些。 这办法有用,王胜毫不犹豫地打开了第二个盒子,又塞了一颗造化丹进入口中,然后继续循环这个过程。 造化丹本身是能够改变体质的,王胜当年求造化丹,也是因为几个御医诊断出来王胜前些年各种艰苦的训练和战斗导致体内暗伤增多,须部受补,体质受伤。 所以,这次服用造化丹,哪怕是主要给战斗意识小人进补的,可对王胜的好处也很多。 因为灵气毕竟是要经过王胜的身体消化吸收再进入圆魂空间的,哪怕进入圆魂空间的灵气王胜一丝都不吸收,可途径身体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增强王胜的体质。 知道这一点,所以王胜在服用造化丹之前,就是整个人躺在温水的浴池之中的。 现在王胜有的是钱,有的是人,这浴池里可不是死水,而是经过砖人外面烧满之后流动的火水,时刻不停的流动着,带走王胜身上因为造化丹而排出来的一些杂质。 第一次服药的时候,身上油腻腻的难受,现在王胜可不用再受那个罪。 就算是王胜乐意觉得无所谓,累而也不乐意,何况还有王管事。 后面烧水的赶一个懈怠,那肯定落不了好,室温的要是让侯爷觉得烫或者觉得凉了,那也落不了好,水要是断了,那更落不了好。 至于王胜服药所在的浴池周围几十方圆,至少有一百个老军官的年轻高手在护法,女护卫也有几十个,用水泄不通来形容有点夸张,可真能做到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在侯府里,聚灵大阵时刻开着,比别的地方修行要高效至少五成,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用兵一时吗? 这时候不护卫好侯爷,什么时候用他们? 王胜从开始以后几乎是接连不断在服用着造化丹,每半个小时服用一颗。 每服用十颗,王胜就会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喝点水,解决一下阀毛洗水带来的内疾,然后继续。 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天吞服了二十颗,这才停下来。 不知道王胜吃什么丹药的人觉得没什么,不就是一天吃了二十颗大补的丹药吗? 只要修为足够高,运功消化吸收及时,不在话下。 可有不少人是知道王胜在吞服什么丹药的。 造化丹这种丹药,就算是七八重镜的高手,一天吞服两颗也是极限了,王胜一天吃二十颗,不要命了。 不怕被撑破。 不过想想当年王胜还是在一重镜的时候,就直接连续吞了两颗造化丹,直接晋级,现在王胜至少五重镜,甚至可能六重镜,二十颗似乎也不夸张啊。 第六百八十章加强,下 包括天子在内,接到消息的时候全都吓了一跳。 妹儿在满京城搜刮造化丹,这事情他们知道。 但所有人都以为只是需要许多丹药给大批的护卫服用。 毕竟长盛侯府现在人多了,重要的人不少,提升护卫的修为刻不容缓。 人们还在惊叹侯府的大手笔,可谁能想到,这是给王胜一个人准备的。 天子当场就跳了起来,大声质问道,这家伙不要命了。 二十颗造化丹,传奇境界的高手吃下去也得几天几夜不睡死命的消化药力,否则就会被汹涌的药力转化成的灵气声声称爆,王胜怎么可能承受? 长盛侯看起来很好。 李总管禀报道,侯府眼线传回来的消息,长盛侯中间还起身吃东西喝水休息,晚上还陪着魅儿小姐在后花园走了几圈,听了几首句子。 没有被称爆。 没有什么其他异常。 就那么正常的起来了。 天子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冲着李总管问道。 据说是。 李总管苦笑了一声。 刚刚接到消息的时候,他也不敢相信。 可不是一个眼线传回来的消息,是所有眼线都这么说,那就不是什么假消息了。 为什么? 天子又被勾起了兴致,兴奋的追问道,难道是什么独特的服药方法? 据说服药方法也的确是有些特殊。 李总管想了想,还是照实回答道。 接下来把眼线传出来的王胜躺在浴池中服药的法子说了出来,最后还加上了自己的判断,但依奴婢的推断,这方法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应该是媚儿小姐不喜欢侯爷身上肮脏才这样的。 侯爷能承受药力,还是和他自己的体质有关? 要不要让人试试。 天子呼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然后自己就直接否决了。 用不起啊。 天子真的想哭了。 别看天子貌似也能随时拿出来一千万金币给王胜入股,可是那是皇家的小金库,真要用上千万金币来试验一个服药的方法,皇家还真没那么大方。 哪怕王胜和媚儿已经给天子和皇后赚了上亿金币,可这些金币用来培养高手,可以培养数百上千个了。 不像王胜那么奢侈,几千万金币堆在一个人的身上,也不嫌肉疼。 以后得牢牢的把王胜拉在身边,不为别的,就为他这个逆天的赚钱的能力。 只要王胜能给天子带来源源不断的金币,皇家就能源源不断的多培养出高手来,皇家的实力也就越强,成就大事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第二天,王胜依旧没干别的,依旧还是继续服药。 让人惊喜的是,当王胜吞服到第32颗的时候,王胜就发现,所有的战斗意识小人已经吸收够了足够的灵气,变得和分裂之前一样大小。 王胜停了下来,琢磨了一番之后,试着让所有的战斗意识小人继续修行守境心法。 而王胜自己,也趁着这段休息的时间,加紧吸收32颗造化丹带来的身体内药气的淤积。 这种吸收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就是让身体巨大消耗之后补充,加快新陈代谢来吸收。 王胜选择的方法,还是打熬身体的那一套。 跑步,长跑短跑加速跑变速跑,气泻,负重,努力让自己出汗。 这种修行的方式,是那些高手们都不屑于使用的,可王胜却十分享受这个过程。 为此,王胜甚至还吩咐王管事,马上在自己练功房旁边的院子里挖一个大游泳池。 有时候长时间的游泳也是对身体最好的打熬,而且还不怎么伤害磨损关节。 王管事二话不说,马上召集了一帮子高手,半天不到的时间,就挖出来一个长三十丈宽二十丈最深处深一丈的大游泳池。 按照王胜的要求,游泳池是斜坡,一边只有四尺深,十丈之后就是一丈深,另一边全是这个深度。 没有水泥,用打磨光滑的巨大条石铺垫出来,不比用瓷砖要差。 这么浩大的工程,前后总共只用了一天。 大把的金币洒出去,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给王胜干活。 偌大的泳池,侯府另一边的深井中挑水过来注满,几百个仆役轮番出洞,都是有修行底子的,一夜之间就把游泳池注满了水。 于是王胜又多了一项打熬身体的方法,就是游泳。 绕着泳池一圈是一百丈就是三百多米,王胜一次游二十圈。 游完之后,王胜就会穿着一套特殊的家中服,沉入泳池中,在一丈深的泳池底部打太极。 一开始不习惯,王胜最多打上十分钟就得起来呼吸。 可随着王胜在水底的熟悉,加上造化丹药力的慢慢吸收,只是十天之后,王胜就能在水底支撑至少二十分钟,还能打完一套完整的二十四是太极拳了。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以为王胜这是莫名其妙,可只有王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战斗意识小人分裂的越多,推演速度越快这个不用说。 光是进千绝地核心的时候,战斗意识小人越多,警戒的范围也会越大,安全性不知道会提升多少。 而泳池别人只看到了王胜在打熬身体,在不走长路,可这是王胜在进行的加强训练。 所有人都以为千绝地核心是冰天雪地,但所有人也都知道,在五百年前并不是这样的,那是各种阵法复杂的影响,同时这冰天雪地也是五百年来的累积。 可有朝一日一旦所有的阵法都被破坏,千绝地核心温度提升到正常的水准,那会发生什么? 要知道冰雪世界边缘就是丛林气候,温度一上升,那片区域的冰雪融化,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湖泊。 王胜不相信五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冰雪,融化成水会在那个盆地中流走。 现在不抢战先机加强水性,更呆何时。 在水中的时候,那种圆魂金色鲤鱼游泳的感觉慢慢地回到了王胜的身上,而三十二颗造化丹带来的改变也开始慢慢在王胜的身上显现。 身体素质开始整体的加强,已经强化的为强化的各种感官全面加强至少一成,身体的协调性在游泳和打拳的过程中越发的提升。 按照王胜的估计,短短的十几天,王胜的徒手战斗力比回京师之前至少提升了一倍。 第681章造化丹当饭吃,上 从第一次服下三十二颗造化丹之后,王胜整整有二十天没有继续服用。 这也让一直关注着侯府里动静的天子松了一口气。 只要王胜不是在瞎胡闹就行,三十多颗丹药,也许就是王胜的极限了吧。 只是谁也不知道,王胜为什么要服用这么多造化丹。 事实上,连续服用这么多造化丹,如果不能及时吸收药力的话,就算是自己没事,那也是在浪费。 很显然,王胜并没有修为突飞猛进,在众人的眼中,那自然就是王胜浪费了三十多颗造化丹。 那可是造化丹啊。 便宜点算是五十万金币一颗,三十二颗也是一千六百万金币啊。 败家子 天子恨不能亲自跑到侯府之中,指着王胜的鼻子大骂一通。 见过败家的,没见过这么败家的,几千万金币啊,就这么扔进去了。 妹儿也是,怎么一颗心就牵到王胜身上了呢? 这还没圆房呢就这样,真要是圆了房,妹儿还不被王胜给吃死。 王胜要胡闹,妹儿竟然二挂不说就给掏钱,真是的。 过了这么多天,已经开始有各方把金币陆续送来。 路程近的已经送到了侯府交接完毕,路程远的运送金币的队伍还在路上,但已经有不少人听说了长盛侯府大价钱买了一百颗造化丹的事情。 各方都在猜测这是侯府打算如何,结果有一个侯府的仆役外出的时候不小心说出来,所有的造化丹都是给王胜吃的,这下让众人大吃一惊。 有几家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不是王胜进了千绝地核心只要休养一个月就能重新进去的原因。 进一趟千绝地核心不少高手都损耗极大,唯有王胜能快速恢复,说不定就是因为造化丹的原因。 当然,这些人肯定想不到,其实一点点水和生石灰,就能让王胜在千绝地里面每天的损耗比别人少许多,可这个秘密,王胜又怎么会说出来? 哪怕是和皇家三大供奉进去,王胜也只是给他们展现了一座兵屋而已,可没有显露出这个来。 现在王胜忽然发现,自己的视觉,嗅觉和味觉,似乎又有了突破的迹象。 感觉已经在突破边缘,但是却迟迟无法再进一步,让人十分的难受。 王胜明白,这肯定和造化丹有一定的关系,说不定等到服用更多的造化丹,就能突破了。 恰好在这个时候,三十二个战斗意识小人,又一次成功分裂,变成了六十四个。 这一次修行守境心法,效果就已经不那么显著。 足足用了二十天的时间,三十二个战斗意识小人才缓缓分裂成功。 期间王胜一直在观察,绝不会看错。 战斗意识小人模拟推演的速度,绝对是震骨朔金的。 圆魂空间里一小时,抵得上外面三四个月。 第一次修行的时候只用了一夜的时间,放在现实中也就是要五六年时间。 五六年时间,还得是那种精彩绝艳之辈,能让自己的脑力提升一倍,这功法绝对是极其牛递功法,怪不得要让天子修行。 可第二次修行,相当于再次提升的时候,足足用了二十天,也就是第一次提升时的四十倍,七八十年的时间才能让脑力再次提升一倍,应该已经是守境心法的极限了。 就算是战斗意识小人再厉害,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再有第三次提升。 于是,天子又开始震惊,因为王胜继续开始服药了。 这一次,还是每天二十颗,连着三天,六十颗就下了肚。 可王胜却依旧如同没事人一般,每天晚上还要陪着魅儿吃饭聊天走动。 然后,京城之中的造化丹再次被魅儿搜刮,因为王胜说不够,至少还差六十颗。 京城里搜刮不到,魅儿就满世界的搜刮,甚至送信给玉宝斋宝庆余堂,让他们也帮忙,总算是在两天之内,再次搜集到了六十颗。 前后就是一百六十颗造化丹,八千万金币,听着这个数量,天子就感觉到揪心的疼。 要是这些金币全部用来培养皇家的高手,天子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可用来给王胜一个人吃,真的是浪费呀。 第二轮造化丹,王胜用了七天的时间,准确的说是六天半的时间,才把一百二十八颗造化丹吃完。 六十四个战斗意识小人,每个平均要两颗造化丹,才算是恢复到了原本分裂前的大小。 这也意味着,战斗意识小人的推演能力扩充了四倍甚至更高,而警戒的范围,也扩大了至少四倍。 知道这次王胜吃了多少造化丹的人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一百二十八颗,三个皇家老供奉,三个传奇巅峰的高手,加起来,看看他们敢不敢和王胜吃一样多的造化丹。 给他们十个胆子,也不敢这样啊。 可王胜竟然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打破自己的节奏,一天二十颗,吃了六天半,简直太吓人了。 问题是,吃了一百多颗造化丹,王胜竟然没有修为提升,这就让人大惑不解了。 就算是投猪,吃了这么多造化丹,都吸收了,也该晋级了,可王胜居然没有,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外面的人如何心思,王胜根本就不理会。 能让战斗意识小人分身变成六十四个,王胜已经十分满足了。 区区八千万金币算什么,再贵一倍王胜也舍得。 现在王胜继续打熬身体,继续各种器械训练,继续游泳,继续在水底打太极,完全顾不上外面的事情。 一百二十八颗造化丹的药力淤积,这得要多长时间才能消化吸收。 王胜在水底打太极的时候,游泳池周围就只有老军官出身的那些护卫,这是王胜要求的。 这些护卫也乐得能近距离观摩大长老的太极拳打法,一个个兴奋得如同吃了兴奋剂。 要知道,这可是太极拳的发明者在近距离给他们观摩学习的机会,不知道多少人争着抢卓想要啊。 当王胜开始打拳的时候,众人看不到王胜的身影,只能看到那个硕大的游泳池的水面上,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发出轰鸣的声音,光看这声势,就能想象到挨上一击会是怎样的下场。 第六百八十二章造化丹当饭吃,下 每一个护卫都是怀着激动和庆幸的心情,观看着王胜每天练拳的情景。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就算是在太极拳上修为完全不到家的弟子,每天看着王胜这么打拳,也总会有许多收获的。 为此,护卫的首领甚至安排了一个在侯府泳池给侯爷做护卫的排班表,尽量让京城里的弟子拳都能覆盖到。 而王胜要是不使用泳池的时候,就是这些护卫挨个的下去体验的时间。 侯府里打造了十几套尺寸不一的家重符,就是让他们能够亲自下去感受一番。 水,至柔至善,正符合太极的本意。 不光王胜在这短短的几十天里太极拳突飞猛进,连带的这批护卫也都受益匪浅。 这一次打熬身体,又是一个月的时间。 期间王胜还不忘记每天会抽出一定的时间听区听琴。 猿魂空间中的那条黑白格的钢琴剑小路,八十八个剑,王胜的猿魂已经走了一半四十四个,可接下来,不管王胜怎么听没听过的曲子,怎么听没听过的琴曲,都无法让王胜再往前一步了。 王胜明白,这又是到了一个瓶颈期了,就如同前几次,必须要有其他的突破才行。 接下来,天子送到侯府的那些琴师以及魏儿早就请好的琴师们就开始忙碌,不再是一种乐器,而是各种乐器的组合,甚至满世界的搜罗各种全新的乐器,让王胜倾听。 果不其然,听到一些新乐器上演奏的新曲调的时候,王胜感觉到,瓶颈期开始松动,琴剑小路继续往前。 依然差不多是原先的比例,每十种乐器,能让王胜往前走一个琴剑。 魏儿在满世界的帮王胜搜集各种乐器,天子则是在皇宫中大惑不解。 尽管王胜早已经和他说过,这一次是要强化听力,所以需要听各种曲子和各种乐器,但这也未免有些太不着调了吧。 哪有这样修行的? 还是那句话,有钱好办事。 如果是让王胜一个人全世界的去找这些乐器和乐手,平均三四天找一种乐器找一个乐手,这么多乐器乐手下来怎么也得一两年时间。 可现在前生圆润滋房合起来一放话,全天下的乐手都会带着他们的乐器主动赶到京城来给王胜演奏一番。 短短的一个月内,王胜接触了不下两百多种这个世界的乐器。 可以说,这个元魂世界中的超过九成九的乐器,王胜都已经接触过一遍。 终于在王胜的元魂空间中迈过第六十六个钢琴剑的时候,王胜迎来了听力上的小规模的突破。 属于灵气粗体,但不属于晋级时的灵气粗体,不会引发天变,可是却又是实实在在的灵气淬炼全身。 庞大的灵气涌入王胜体内的时候,王胜终于松了一口气。 有这一次灵气粗体的机会,自己体内淤积的一百六十颗造化丹的要力,总算是可以全面清理一番了。 灵气在体内疯狂的游走,冲刷着王胜的身体,带走王胜体内的要力,重新净化为灵气,冲过各个窍穴,然后冲进元魂空间,最后又冲到了王胜的双耳附近,集中强化王胜的内外耳。 这样的强化王胜已经经历过好几次,知道自己的意识能够在小范围内引导这种强化的过程,所以特意将精神集中在自己的内耳之中。 王胜可不想因为强化听力就变成一个大耳朵。 被王胜杀掉的阿七的那个听力出色的同伴外号就叫大耳,而他显著的特征就是,耳朵比正常人大一圈。 王胜可不想变成那样,所以集中强化内耳。 这样做除了能够让自己保持正常的相貌之外,通过提升内耳的灵敏度来提升听力,还有一个好处,能够强化半规管。 人体内的半规管是维持姿势和平衡有关的内耳感受装置,十分脆弱。 震荡性武器就是攻击半规管,让人体失去平衡,无法站立,无法维持姿势,始终陷入一种头晕的状态之中。 攻击得狠的话,会让人失去知觉。 强化半规管,也能够让王胜增强这方面的抵抗力。 王胜早在一开始就已经计划好要在强化听力的时候同时强化半规管。 灵气集中在内耳部分,持续的强化着,王胜能够感觉到自己听力的提升,随着持续强化的进行,王胜甚至发现,自己竟然可以靠着自己的耳朵,感受到来自地面的振动。 这是王胜从来没有想过的强大的功能,虽然现在能感受到的振动都是属于比较大的振动,可王胜坚信,这不过是初次小范围强化,等到真正晋级完成球牛变的时候,绝对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惊喜。 几个小时之后,王胜就发现,自己身处的世界似乎和以前略有不同。 眼耳鼻舌全都比地球上的时候强化了不知道多少倍,再通过他们来感受这个世界,和刚来的时候差的实在是太多。 轻微的脚步声,王胜能听得很清楚。 之前那些侍女们为了怕惊扰到王胜,特意穿的软底鞋走路,几乎没有声音,可现在王胜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甚至能够分清楚这微弱的脚步声是谁的。 身体中淤积的药力差不多清除了一大半,只要再来一次正式的灵气脆体,绝对可以完全吸收消化。 之前就感觉到集中感官仿佛又突破的可能,现在王胜已经坚信了这一点。 可惜,就只是差那么一丝,无法达到下一个更加敏锐的境界。 也许是王胜自己的修为不够,等到球牛变晋级的时候,应该能够完成这些最后的蜕变。 到了这个地步,似乎只要只要寻找新乐器继续听下去就行了。 可问题是,这世界几乎九成九的乐器都已经被王胜听过了。 王胜不得不再次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和最开始的美食一样,想要完成球牛变,似乎就得自己造出乐器,然后演奏出曲子,才能够完成了。 造乐器简单,王胜只要把地球上有的这边没有的搬过来就行。 可是乐曲怎么办? 难道也照搬过来把自己变成一个音乐家? 另外,怎么演奏? 想来想去不知道该怎么做,索性不再头疼,先把东西做出来再说。 第683章 造琴大师 上 圆魂世界和地球上的中国古代差不多,所以乐器方面也差不多,吹拉弹唱的之前已经战拳,在想有什么推陈出新的,其实也就是换汤不换药,本质上意义不大。 所以,能做的也就是西方的乐器了。 而最简单的,除了杀锤三角铁之外,貌似有代表性的也就是吉他了。 说实话,王胜对吉他也只是接触过,并没有真正的沉浸下来学习。 新兵连的时候,有个战友带着一把吉他,王胜也跟着弹奏过几次,弹的还是最简单的爱的罗曼史。 现在要做吉他,王胜第一想到的肯定就是玲珑坊的大宗师。 宗师也行,其他的木匠,恐怕做不出来那种音质。 秦贤也需要铁老帮忙。 王胜对待天子都没什么好态度,但是对这些大宗师,王胜却是一向尊重的。 要请几位老爷子动手,王胜肯定要亲自走一趟。 这还是王胜从老军官回来之后第一次出门,王胜也没直接往玲珑阁,而是先去了一趟钱生园, 看了看这边的生意。 钱生园自打开张以来,王胜就没有来过。 这会王胜一登门,连门口的小伙计都不认识他,只当是贵客给迎了进来。 还是里面的掌柜的一看是侯爷来了,赶忙见礼,小伙计才知道王胜的身份。 和王胜设想中一样,前面的精品不时的有书生或者其他顾客光顾,后面的孤品吉品则是鲜少人来,不过来一个就是百十万金币的大生意。 润资房这边王胜没去,毕竟是女子购物世界,王胜自然也不去冒犯那个规矩,自家的产业,自家定的规矩,要是自家都不遵守的话,那还怎么做生意。 路上在最好的酒楼沽了酒,准备带去给几位大师。可惜,这些酒号称是好酒,可还达不到地球上五粮叶什么的地步,连二锅头都不如。 一到玲珑阁,王胜也就是在陈掌柜那边打了个招呼,自己熟门熟路的直奔鲁大师那边。这可是自己的雕刻师傅,不能怠慢的。 来了。 你看看,这个雕刻成一个什么模样会比较自然。 又琢磨了一会,鲁大师将手上的那块石头交给了王胜,让王胜给个主意。 拿过石头,王胜仔细的观察起来。 这石头的材质肯定不用多想,一定是最适合制作焰台的每几种,无非就是形状。 鲁大师考虑的是因地制宜的制作,而不是切削掉大部分东西,所以才会琢磨的比较多。 石头下方很平整,这显然是焰台底部。 上面的部分,中间竟然有一块不规则的凹陷,周围参差不齐,周围相对平整。 估计鲁老就是因为这个不规则的凹陷,才会琢磨如何利用。 仔细琢磨了琢磨,结合自己见过的地球上的那些焰台的形质,王胜心中有了点主意,但还是冲鲁大师问道:"大师,这块凹陷的地方,够不够做墨池?" 够! 鲁大师早就研究过不少时间,这块石头材质特殊,这个凹陷的地方周围那些参差不齐的毛糙部分不好处理,一段就是一片,想不好做什么就只能废了。 鲁大师一时没想好如何处理,所以才会沉思,一直到王胜到来。 那不如把这部分标成一个天然的小池塘形状的墨池,周围这些渲染上柴飞人家,一副农家乐的景象,岂不是正好? 王胜一听这部分足够做墨池,马上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话音刚落,王胜就觉得眼前一花,手中一松,手上的那块石头就离开了自己的手,跑到了鲁大师的手中。 鲁大师紧盯着那块凹陷之处,双眼已经再看不到别的人和景象。 王胜一震,随即摇了摇头。 鲁大师就是这种是作品为生命的人,不过刚刚的那一下抢王胜石头的动作,王胜能看得出来,鲁大师的修为似乎已经超过了八重镜,进入了传奇境界。 看来最近的变化影响的不只是修行中人,连鲁大师他们这些大宗师也被影响到了。 好。 妙,王胜一个人待了一会之后, 鲁大师终于拍着大腿称赞起来。 之前他一直没想好这个部分怎么处理,王胜一句话让他毛色顿开,这块本来以为没多大希望的石头,立刻就成了能成为极品艺术品的胚子。 小心的站起身来在一个专用的金属箱子里收好石块,鲁大师才走到王胜这边,一伸手,王胜赶忙主动的把梅酒送上。 鲁大师拿着小酒坛,打开了闻了闻,满意的点了点头,才问道,过来做什么? 找几位大师帮忙,做几件乐器。 王胜实话实说道。 乐器。 鲁大师直接皱起了眉头。 他实在看不明白王胜,一开始要学雕刻石碑,后来又制作笔墨纸燕文具,然后是制作强弩,现在又来说要制作乐器,这么东一狼头西一棒子,这是要做什么?和修行有关的一些小东西。 王胜也不隐瞒,连天子都说了,和鲁大师有什么不能说的。陪着孝解释道,主要是为了强化听力的。 托王胜的福,因为王胜在千绝地横行的基础就是感觉敏锐,以至于各家现在都在笼络这种晋级的时候强化各种感觉的人才。以前这些人都不怎么受重视,现在可是被当成了香薄薄。 找什么人?要我老头子出面吗?鲁大师听到和修行有关,也就不再多问。每个人的修行都是秘密,不可能随随便便的透露给别人。 本来只是想找铁老和陆大师,不过后来想想,既然是制作乐器,还是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大师。王胜冲着鲁大师嬉皮笑脸的说道,您看看认识不认识这方面的高手。 第684章 造琴大师 夏 一开始王胜觉得,只要有木匠和铁匠,把吉他和琴弦做出来就行。但到了鲁大师这边,看到鲁大师这么钻研的尽头之后,王胜就明白,自己还是想得简单了。 真要是这么简单的话,估计圆魂空间根本不会有什么前进。这世上的乐器,哪一个不是多上人经雕系啄出来的,就算是最简单的目的,也是传承了几百上千年的,自己简简单单的就想要用拼凑出来的乐器糊弄圆魂。连自己都糊弄不过去,就不用说圆魂了。 所以,王胜到了这时候才觉得找一个制作乐器的大宗师,至少也得是一个宗师,才能按照自己的要求造出来合格的乐器。 制作乐器的大宗师?鲁大师皱起了眉头。 看这样子,应该是不容易。 王胜也知道,玲珑阁也未必就真的能够把全天下的大宗师都笼络过来,没有制作乐器的大宗师也正常。 那个老家伙,脾气可不怎么好啊。 正当王胜觉得希望不大的时候,鲁大师呼的开了口,让王胜顿时间精神一阵。 只是脾气不好。 有真本事的人,脾气好不好无所谓。 鲁大师居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让王胜差点就要笑出声来。 别人脾气不好,难道鲁大师的脾气就好了? 也就是王胜一开始和铁老有了交集,才有机会搭上鲁大师的线,后来王胜雕琢的三清像算是得到了鲁大师的认可,这才入了鲁大师的眼。 否则换一个别的权贵高手过来试试。 鲁大师要是能理会他们才怪。 我是真打算认真的做一些乐器,要不,大师您帮我介绍介绍。 王胜冲着鲁大师请求道。 走吧。 鲁大师站起身来,就打算带王胜过去。 不过刚走了两步,想了想说道,还是把那几个老头子都叫上,一起过去吧。 否则他可未必卖人面子。 这么难伺候。 那一定是有大本事的人。 王胜心中越发的兴起了渐渐此人的心思。 那个老家伙不但制作乐器是一把好手,而且演奏乐器也是一把好手。 鲁大师边走边介绍道,我们这些老家伙可不懂音律,和他说不到一起去,去的人少了,他可未必会理会。 鲁大师这些手艺人,一辈子从小就开始接触各自的手艺,前修数十载,说句不客气的话,识字的都未必有几个,更不用说懂音律了。 一群手艺人想要和一个懂音律的高手交流道一起去,恐怕不那么容易,怪不得鲁大师说那个老家伙脾气不好。 两人一起去,找上了铁老等人,听到王胜要找那个老家伙,众人都是一阵摇头,不过却谁也没拒绝,都愿意跟着一起去找上门去。 王胜挨个的感谢,这是几位大宗师给自己面子,日后少不得要拜谢的。 感谢?没必要。 铁老性子直爽,直接摇头道:"托你的福,现在我们根本就不缺金币。以后你要是有心,多想几个稀奇古怪的东西做一做,那才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 几位大宗师闻言,都是奇奇的点头。 到了他们这个岁数,钱不缺,名声不缺,就只剩下一颗追求精一求精的心,王胜真要有那些奇思妙想的东西做出来,他们绝对乐意。 好。王胜满口答应,等见到这位宗师,开始做活的时候,我帮大家做几个便利的工具先玩玩。 一听王胜这话,众人都来了精神。 王胜说的便利的工具,那可不是普通的玩意,上次制作重居弩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当真是奇思妙想。 游标卡尺和螺旋侧威气现在只要用过的人都是交口称赞,差点就要给王胜一个标尺行业的大宗师头衔了。 路上王胜也了解到一些,那位制作乐器的大宗师姓于,已经八十多岁了。 年轻的时候走遍了天下,见过学过制作过几乎这世上所有的乐器。 用鲁大师等人的话讲,虽然他们和于大师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这老头就是个天才,任何的乐器拿到他手上,哪怕他从来没有见过,稍微一琢磨,也能演奏得头头是道。 至于说制作乐器,就更不用说了。 这天下近五十年来能叫得出名号的名琴,十剑里面有八剑出自于大师的手上。 在造琴界,于老头的地位和现在鲁大师在制作艳台,鲁大师制作毛笔一个级别,行业顶级大师。 众人说的乐器,王胜越是开心。 有这么一位大宗师在,说不行王胜还能挑战一下乐器之王。 眼看着一群人走着就出了天工房,王胜顿时间诧异起来。 玲珑阁的大宗师不都住在天工房吗? 怎么出来了? 和你说了那个老头子脾气不好,嫌我们叮叮当当的吵闹,嫌我们敲打的没有韵律,所以不和我们住一起。 鲁大师解释道,可他也不想想,他每天那边叮叮咚咚的,也没比我们好到哪里去呀。 这原因让王胜哭笑不得,不过,一个喜欢音乐的和一群手艺人住在一起,那的确是不合拍。 总不能要求鲁大师雕刻的时候,还得把敲击的声音连成一首乐曲吧。 手艺人估计也受不了那些高雅的音乐,双方估计就是这样合不来。 按说这位于大师也是个造琴大师,也算是个手艺人吧。 王胜好奇的问道,怎么就受不了你们? 他造琴的时候,难道也能把干活的声音串成乐曲? 他最擅长的是选材。 什么材料在他手上能发出什么声音,他了解的一清二楚。 铁老笑着解释道,不过他要制作乐器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要我们出手帮忙打造形状,最后他再装配起来。 真正出力干活的时候不多。 懂了。 王胜其实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高手,知道什么材质能够发挥出什么声音的优势,王胜只要把自己的要求说出来,于大师就可以选择出合适的材质,然后让铁老陆大师等人打造出零件,最后于大师装配起来。 几个人一路出了城,直奔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 王胜的护卫远远的跟着,并没有打扰王胜和几位大宗师的交流。 与老头,有人来定制乐器了,出来接待。 到了山村角落里的一个院子门口,鲁大师就冲着里面大喊大叫起来。 第685章大师的考验,上。 王胜大惊,鲁大师这不客气的叫法,分明就是砸场子的架势啊。 不过,旁边铁老他们几个却都没什么意外,一个个都是嘻嘻哈哈的样子,似乎这很正常。 就知道是你们。 这院子是高一点的里巴,鲁大师只叫了一嗓子,里面的屋里就出来一个须发揭白的老头,看到鲁大师等人,开口就是冷哼。 不过,态度很冷淡,可脚下动作没停,飞快的走过来给开了门,话都没有一句,转身就往回走。 果然性格够古怪的。 王胜心中想着,老老实实的跟着几位大宗师走进了那个院子当中。 院子很有特色,前面的空地不大,差不多有个半亩地的样子,院子里有几个大树,树光很大,恰好把院子遮蔽得十分凉爽。 后面却有一大块地,里面种满了植物,有柱子,还有十几株叫不上名字的核爆粗的大树。 院子里有两三个桌子,几个老头很自觉,都没有往于大师屋子里走,主动地坐到了那几个桌子旁边。 铁老直接很不耐烦地敲打着小木桌,小子,韭菜拿出来,快点。 王胜赶忙给准备好韭菜,几个老头就围着桌子吃喝起来,也不理会主家,好像这里就是他们自己的院落一般。 于大师进了一趟屋子,手里拎着一个琵琶走了出来。 冲着王胜问道:"小子,你懂音律?" 王胜摇摇头,听过很多曲子,包括这个世界上有的和没有的,可这并不代表王胜就懂音律。 不懂音律也敢定制乐器。 于大师直接皱起了眉头。 可是看着鲁大师铁老等人在那边根本不理会这头,自顾自的大吃大喝着,也就没多说什么。 那几个大宗师都是熟人,于大师都不用问是谁要定制乐器,肯定是从来没见过的王胜。 那你懂乐器? 于大师又问了一句。 王胜还是摇头。 这个懂字,王胜可担当不起,还是那句话,听过,见过,没上手过,不敢说懂。 不懂乐器也敢定制乐器。 于大师再次皱起了眉头。 王胜都不知道该怎么接换了,难道只说自己要制作一款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的乐器。 那你听一听,这曲子如何? 于大师往门口那个舒服点的木头凳子上一座,竖起了琵琶,准备弹奏。 一看于大师要弹奏,几个大宗师都停下了喧闹,静静的等着。 他们和于大师认识多年,虽然不喜欢,可也知道于大师演奏的时候,很烦别人弄出别的声音来,多年来的规矩了,他们也不会主动去冒犯。 王胜还能说什么? 乖乖的坐在那边,准备听于大师演奏。 叮咚,于大师手指一转,轻悦的琵琶声就响了起来。 一句曲调优美,寓意高雅的曲子就从于大师手指下流淌了出来。 从声音一起,没听几个音节王胜就皱起了眉头。 不过还是耐着性子老老实实的听下去,一直到晚。 曲子并不长,两分钟之后,于大师就停了下来,然后冲着王胜问道,这曲子如何? 曲子如何不好说? 王胜老老实实的回答道,不过您这琵琶有一根弦好像有点太紧了。 扑哧,刚刚在旁边静静聆听的几位大宗师当中,有一位当场笑了出来。 于老头经常用一些考验让上门求乐器的人知难而退,这就是其中一种方法,不是真正痴迷音律或者乐器的人是听不出来的。 而且每次上门他用的乐器都不一样,也没人知道他会用哪种来刁难人,所以大家也就没和王胜说。 可王胜这么笃定的说出来,说明王胜是真的听出来了,那出丑的就应该是于老头了。 那几位一直和于老头这种习惯不对付,立刻就笑出声来。 于大师瞪了王胜一眼,又扫了正在怯笑的几个老头一眼,撇了撇嘴唇,将琵琶扶好,开始轻微的旋转上面的一支弦肘。 只是稍微的动了动,弹了两三下,然后冷着脸问王胜,这样呢?还有点紧。 王胜什么耳朵,马上从这两三下弹波中就听出了有那么一点点的异常,老老实实的指了出来。 这次,于大师算是给了王胜一点好脸色,继续微调了一下,又弹波了两三下。 这次不等于大师问,王胜已经主动的点了头。 于大师竖起琵琶,重新开始弹奏。 还是刚刚的那首曲子,还是刚刚的那个音调,现在听起来,就感觉自然多了。 两分钟之后,一首曲子再次弹完,于大师再次开口问道,这次如何? 不光是于大师,连带鲁大师等人也都看着王胜,看看他能说出什么能让于老头点头的话语。 如果王胜通不过这一关的话,恐怕想要说动于老头,就得他们几个一起施压了。 比刚刚是好了那么一点。 王胜闭上眼睛琢磨了一番之后,有些不确定的说道,但还是感觉哪里有点问题。 哦!于大师并没有恼怒,而是平静的问道,哪里的问题? 是我的手法?还是曲子本身? 和手法曲子没关系。 王胜想了想,直接摇头道,还是琵琶本身的问题。 刚刚按照你的要求调过了。 于大师有些不满的说道,还要怎么调? 你说? 王胜仔细回味了一下刚刚听到的那一丝不对,看着琵琶,终于伸出手,指着琵琶大肚子上某一个位置有些不确定的说道,这里面是不是多贴了一层薄薄的东西。 于大师冷冷的目光盯着王胜好一会,慢慢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 在众人的目光中,于大师伸手将琵琶的弦轴全部都拧松,把弦卸了下来,然后小心的将琵琶背板拆开,翻过来对着众人。 就在王胜指着的部位背面,琵琶的里面,的确贴了一片薄薄的圆形白色小片,不知道是什么材质,但在上面贴得紧紧的。 于大师伸手将那块小圆片揪了下来,脸上露出了笑容。 你不是说你不懂乐器吗?于大师脸上带着笑容问道,那你是怎么听出来这里有东西的? 第686章大师的考验,下。 看到这一幕,几个大宗师就知道,王胜通过了于大师的考验。 全都松了一口气,也都显现出了笑容。 不过于老头也实在是太损了。琵琶里头贴上这么小一片东西,谁能听出来。 还一开始假装险紧了,让被考验的人觉得很容易听出来问题,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层埋伏,这于老头,真不厚道。 我的确是不懂乐器。 王胜笑着解释道,我就是最近耳朵比较好一点。 王胜说的是实话,可是于大师和几个大宗师却不这么认为,耳朵好就能听出来这里多贴了一层膜。 耳朵好的人多了,可没几个人能过于老头这一关的。 事实上,只要王胜能听出一开始贤子有些紧了,于老头就已经算是王胜通过考验了。 毕竟是几个老家伙带过来的人,怎么也要给点面子的。 可王胜通过了这个更深更厉害的考验,于老头的兴致立刻就来了。 心里认可了,可于大师还是决定要好好的考一考王胜,看看他肚子里到底能有多少货。 想让我出手制作乐器可以。 于大师冲着王胜道,我把这琵琶装起来,你给我挑两首适合这琵琶的曲子,我要是觉得行,那就给你做。 我要是觉得不行,你让他们几个出手,也能做一个勉强能用的。 这话一出,几个大宗师就不乐意了,纷纷开口。 什么叫勉强能用? 你以后还想不想我们动手了。 几个大宗师一阵埋怨,即便是于大师也有些撑不住。 可他现在是健烈欣喜,一定要看看王胜到底有多对他的胃口。 真要是没有,那你也别说定制什么乐器,我看在他们几个的面子上,随便给你一个,给你什么就是什么,如何? 于大师稍微的松了点口。 可惜,这和王胜的要求想去甚远。 尽管于大师随便给的一个乐器很可能也是全天下少有的精品乐器,可依旧无法满足王胜元魂升级的需求。 这应该是于大师看在几个大宗师的份上特意给王胜的优待了,就算是几个大宗师都不能再说什么,何况他们也知道,于大师就算是随便出手,那也是极品,再强加要求可就说不过去了。 这时候也只能看王胜如何应付,众人的目光都回到了王胜的身上。 大师,我说过我不懂音律。 王胜只能老老实实的应对道,所以我也谱不出曲子来。 那就没办法了。 于大师摇摇头,手中自顾自的小心的装配着刚刚拆开来的琵琶,心中微微的有些失望。 原以为王胜这个一口能说出他贴在琵琶内地薄膜的人能给他点惊喜,可惜,火候还是不够。 要不我哼个调出来,你用琵琶试试。 王胜小声地用商量的口吻问道。 不懂音律,不会谱曲,王胜当然就只能用哼哼地让于大师自己把曲子给谱出来了。 也行。 于大师听到王胜的话语,立刻来了兴致,也不管其他人,兴冲冲地冲着王胜道,哼来听听。 地球上的琵琶曲,王胜比较熟悉的也就只有两首,一首是著名的石面埋伏,另一首则是现代领海的琵琶语。 靠着王胜能够挖掘出自己记忆深处内容的本领,王胜能很容易将这两首曲子哼出来。 哒,哒哒,王胜听了清嗓子,然后开始慢慢地哼出了琵琶语的调子。 曲调一出,于大师顿时间眼前一亮,这曲子他竟然完全没有听过,这是一首新曲。 听着王胜口中哼哼的曲调,于大师心中一边记着音调高低,一边记着节奏,手中飞速地组装着琵琶,心中却是如同三伏天喝下一碗冰镇绿豆汤那么凉爽。 果然,稍稍地逼迫一下,果然就有了惊喜。 不过王胜虽然耳力惊人,记忆力也不错,可是哼哼的调子有时候却哼不到音准上。 但这并不妨碍于大师先把这首不怎么准确的曲子记下来,然后弹奏一遍,靠着王胜的耳力听出问题重新标定音准。 四分钟左右的琵琶雨哼完,于大师二话不说,飞快的上好弦,调整好音准,然后开始按照记忆中的调子弹出了这首琵琶雨。 果然是大师,只是听了一遍王胜哼哼,就记住了全部的音调节奏,甚至于王胜有些地方略有快慢以及高低错误的部分也都改正了过来,一区弹完,王胜竟然只发现了十几处音调和节奏的错误。 一一指出来之后,于大师再次弹奏一遍,王胜立刻叹服了。 只是第二遍,于大师弹奏的就不比王胜听过的地球上的那些演奏家弹奏的差。 而且其中的韵味更是远胜地球上许多,听的王胜都有些沉溺其中。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已经有好几年没听过地球上的乐曲了。 今日里竟然托于大师的符,又聆听到了一首顶级琵琶大师演奏的琵琶雨,当真是让王胜感慨万分。 一区听完,元魂空间中竟然有了少许的变化,琴剑小径居然往前挪了那么一丝丝。 看来把这个世界没有的乐曲搬过来,似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 于大师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一个厚厚的本子,飞快地在上面记录起来。 应该是靠着刚刚的记忆把曲谱记录下来。 王胜也不打扰于大师,静悄悄地和鲁大师他们坐到那边,安静地吃喝起来。 几个大宗师对王胜也是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于老头这么变态的要求,王胜既然也能应对,果然是他们看好的人。 这曲子叫什么? 于大师飞快地记录完,然后兴奋地冲王胜问道。 琵琶雨。 王胜赶忙回答道。 好!好,于大师简直不要太开心,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居然还做得一手好趋,这几个老家伙真是带来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刚刚那些无理就原谅他们了。 还有没有? 于大师匆匆把琵琶雨的名字写上,然后期待地问道,还有一手才行? 有,还有一手。 既然已经亮了一手,另一手王胜也就不藏着掖着,还有一手长一点,叫十面埋伏。 第六百八十七章公御膳骑士,上。 当王胜刚刚哼出十面埋伏最前面的那段杀气弥漫含义凌冽的曲调的时候,于大师的脸色就直接变了。 只从这么一小段音调中,于大师就能感觉到这曲子当中蕴含的那种杀意,更让于大师惊惧的是,这曲子简直就是天生为琵琶准备的,除了用琵琶之外,于大师想不出来用什么乐器更能表现的如此的杀气漫天。 几个陪着王胜来的大宗师已经完全蒙掉了,谁知道王胜竟然真的就哼哼出两个曲调。 第一个曲调,直接把人带入到一种七清婉转的情绪里,流连忘返。 而这第二首,居然一出声就让人欲罢不能。 相比于大师的演奏,王胜的哼哼简直就是最粗笔不堪无法入口的香音礼区,可经过于大师一演绎,马上变成了千古绝唱。 王胜断断续续的把石面埋伏哼了出来,期间断了好几次,主要是高低转换,王胜的嘴巴显然无法和琵琶相比。 虽然人们常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可王胜这张肉嘴,显然没有丝竹好听。 这次于大师都不是一气呵成然后慢慢记谱,而是听王胜哼一小段,马上弹奏出来,经过王胜指点改正之后,马上记录下来。 曲子尝试一回事,主要是音阶很短,不像琵琶语。 记下来的琵琶谱比琵琶语要长出一大截。 总算是所有的曲调都完成,然后于大师二话不说,从头到尾翻看了一遍之后,坐在那边开始弹奏。 石面埋伏本就乐曲激烈,震撼人心,经过于大师的超强悍的演奏,更是夹杂着如同真实的情绪一般,瞬间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 如果王胜不是有九字真言震着自己的情绪,说不定也会被于大师的琴曲带入到那种慷慨悲歌的躯意之中。 好,好,好,演奏完之后,于大师站起身来,连着三个重重的好字。 然后神情激动的,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王胜看着不对,赶忙抢上去一步将于大师扶住,同时另一只手接住了于大师的那把琵琶,小心的放在旁边,扶着于大师慢慢的坐回那个木头圆凳上。 于大师八十多岁了,就算是修为不错,可突然之间情绪大起大落之下,难保不会有什么问题。 王胜在扶着于大师的时候,已经兵自觉者自觉暗地里出口,帮助于大师梳理一下身体,同时林自觉也紧跟着施展出来,一点一点舒缓于大师激动的心情。 总算是在王胜的九字真言之下,于大师慢慢缓了过来。 一缓过神来,于大师就自己调动灵气将自己的身体调理一番。 刚刚身体当中发生了什么,于大师感觉得很清楚,这时候也不便和王胜再说什么,只是冲着他点了点头,算是无言的感谢。 这是我演奏过的听过的最适合琵琶演奏的曲子。 于大师语气中镇静了许多,满脸的崇敬,给出了最高等级的评价,相信我,这绝对是能够流传千古的爵士名曲。 我当然相信。 王胜口中低声的说了一句,心中又补充了一句,我当然相信,因为他在地球上,本身就是已经流传千年的爵士名曲。 刚刚的一区实在是太震撼,以至于到现在为止,几个大宗师还沉浸在那种情绪当中没有出来,王胜这边安顿好于大师,又开始一个个唤醒几位大宗师。 总算是几位大宗师身体和修为都不错,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等到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起刚刚曲子带给他们的感觉的时候,王胜才发现,《圆魂空间》中,秦剑小路已经又往前迈进了一个格子。 这就是千古名曲的魅力吗? 王胜忽然之间觉得又多了一条路,也许在这个世界把那些千古名曲都复制过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你要做什么乐器? 于大师再次站起身来,冲着王胜说道,我这里有这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最好的作品,什么乐器都有,随便你挑。 几个大宗师一听到这句话,心中都松了一口气。 这表明于老头已经答应了王胜的要求,放开了自己的作品库让王胜挑选。 他们相信,不管王胜要制作哪一种乐器,只要是于老头听说过的,绝对能给他拿出一件天下第一的乐器出来。 我要的乐器比较特殊。 王胜有些不好意思的摸了摸鼻子,可能还没人见过,要不我给您老话出来,你帮我看看。 我没见过的乐器。 于大师这一下越发的来了兴趣,如果一开始众人早这么说的话,他就算是不考核王胜也会答应。 一种全新的乐器,对于于大师这种人来说,就是无法抵御的诱惑。 可幸亏是考验王胜了,否则哪里能知道这个年轻人能带给自己这般的惊喜。 用天大的好事来形容都不为过,和一首能够流传千古的爵士名曲相比,那些什么修行秘籍什么珍宝美女,全都是垃圾。 王胜已经找了根树枝在地上画起来。 王胜的画功一般,但手很稳定,吉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乐器,很快王胜就把大致的轮廓画了出来。 画完之后,王胜也把大小描述了出来,六根弦从细到粗的音调也都靠着记忆挖掘了出来。 这个弹拨乐器倒是有点奇怪,和琵琶类似,又差了那么点。 于大师看着地上的草图,摸着白胡子琢磨道,恩,这里还有个圆口子,这是让声音更好听吗? 和琵琶胡琴这些道理是一样的。 王胜没说出共鸣香这个专业术语,可于大师做了一辈子乐器,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大肚子是什么用处? 拿起来弹拨倒是有点别扭。 于大师用琵琶的手势比换了一下,摇了摇头。 王胜笑了起来,赶忙解释,这是横着用的。 说完,做了一个弹吉他的姿势。 于大师顿时间会议。 和王胜仔细的探讨一番之后,于大师站起身来很笃定的指派起来,这活简单。 我先去准备木料和闲子的材料,你们几个也别闲着,拿家伙事,准备干活了。 第688章弓御膳骑士 下 小子,你不是说要是开工的话,你要帮我们做一套工具吗? 鲁大师没有接于大师的话茬,而是直接转向了王胜这边,是不是该开始做了? 好。 王胜也开心,找到一个制作和演奏乐曲的大宗师,制作地球上的乐器有望,王胜当然不介意给这些大师们制作一些衬手的工具。 看了看鱼大师,王胜小心的问道,大师,要不找个地方,一起做。 行,我也想看看,你的能让他们动心的工具是什么? 鱼大师心里高兴,碰上队的人,怎么都行。 要做东西,肯定是玲珑阁所在的天工房最方便,可是那边人多杂乱,不如侯府安静没有打扰,更加安全,而且环境更好,更舒适,更适合诸位大宗师将养身体。 于是,一干人等连妹去了长盛侯府。 直到这个时候,鱼大师才知道,原来几位大宗师带来的这个小子,竟然就是名动天下的长盛侯。 虽然和长盛侯之前没有过直接接触,但是王胜制作的游标卡尺还是让鱼大师十分的欢喜。 有了这个工具,它可以让那些乐器的部件更加的精确,装配起来越发的精准。 现在居然直接和长盛侯打交道,还是十分精通乐器的,相见恨晚呢。 进了侯府,一群大宗师得到了最隆重的招待,然后王胜才根据需要挑选要动手的人手。 阵法的刘大师肯定是要的,没有他,就无法实现现代机械的动力。 这个元魂世界中,只能用阵法来实现,至于动力源,则是每个大宗师自身的灵器。 铁匠铁佬肯定是要的,吴大师最擅长精巧的打造,更是需要。 制造乐器大部分是和木料打交道,木工王大师也需要,反正和王胜相熟的这些,就没有一个落下的。 乐器的大部分材料是木头,所以王胜打造的工具也主要是木工的用具。 王胜知道的不多,但也知道基本的种类,锯、袍、钻、磨、车床等,实现了这基类,这些大师们的打造速度将会提升许多。 动力很简单,只要阵法师能够造出来输入灵器就会旋转的阵法就行。 这就是所有机械的动力源。 动力源也分成两种,一种是台式机械用的,一种是小的手持机械用的。 原锯片,铁佬和吴大师按照木工使用的几种锯分别做出来大小不同的锯片。 现锯的技术要求比较高,可以先忽略,等到有合适的材料再制造。 铁佬打造了一个坚固的平台,找瓶,磨瓶,上面开出线槽,竖着的可以放锯片,横着的可以放圆滚式暴刀,上面可以增加一个能够拆卸的支撑壁,加上钻头,就能变成钻台。 当然,还可以在合适的位置放各种材质各种木树的磨石,用来代替人工打磨石的砂纸。 台式的可以计合一,但手持的就是单独的功能。 手持的灵器小圆锯,手持的灵器小暴刀,手持的灵器钻,手持的研磨工具,等等。 众人缺乏的只是一种想法,王胜把这个想法帮大家提了出来,指明了方向,然后大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阵法师设计阵法,铁老吴大师打造平台和小配件,木工王大师从实用角度来考虑台式机械的布局,众人合力之下,很快就打造出来一台台式木工机械的雏形。 王胜为了安全起见,特意要求阵法师设计成只要一停止输入灵器,马上机械就停转,这样使用起来会安全许多。 为了方便使用者双手使用这台木工机械,输入灵器是靠着一根和使用者手腕连在一起的特殊的细长绳子来实现的。 这样哪怕使用者双手不碰机械,也一样能够输入灵器让机械转起来。 圆锯飞速的旋转起来,一根木头放上去,从这头推到那头,轻松的变成了两段,因为操作台面是水平的,所以锯出来的料子笔直。 根本不用像普通的木工一样,还得一边用力拉锯的同时,一边还要操控方向,实在是太简单了。 袍子转起来,一块平板放上去,沿着台面推过去,下方就被均匀的刨掉一层。 因为是旋转型的暴刀,所以刨的并不是特别平整,还需要手工用平刨来修饰。 但是做粗加工已经是足够了,特别是速度飞快,比起手工推刨要快速了不知道多少倍。 钻更是简单,钻头可以根据不同的大小更换,固定在上方,轻轻的往下一按就是一个圆形的眼,简直不要太方便。 以前要做,还得用古老的手工钻控制方向,这一切都省了。 磨就更不用说了,旋转起来的磨时轻而易举的可以将想要打磨的料子打磨光滑。 细微之处用手工修饰就足够了。 或者用小型的手工磨,连一些边边角角不容易磨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 相对来说,手持机械就更简单了。 单一使用的功能,做起来更容易。 不错的东西。 以前我们怎么就想不到呢? 这么简单啊? 要说发言权,肯定是木工的王大师最有发言权,使用了几遍之后,频频点头,虽然最后还得是精雕细琢的做,可是这个东西却能让一开始的粗料的速度增加十倍不止,好东西。 可惜啊。 好东西还堵不住你的嘴。 鲁大师见不得这种一边夸东西好一边还可惜的说法,马上反驳道,还可惜个什么。 有了这个东西,那些小木匠们以后谁还会钻研基本功啊? 王大师有些感慨的说道,以前我光是练习剧成直线,就得几个月的功夫。 这个东西,几天就行,你说呢? 等他们有了能持续使用的灵气修为再说吧。 鲁大师一句话打消了王大师的顾虑,没这个修为之前,还是老老实实的用手拉锯吧。 也对。 王大师顿时间开心起来,想通这个问题之后,立刻对这套东西爱不释手。 到了这个地步,剩下的也就是几位大师有闲功夫了慢慢的精雕细琢,再把这套东西做得更精致,更实用。 不过,在此之前,大家该动手帮于大师和王胜制作王胜所说的乐器了。 有了这套工具,前期的速度一定会大幅度提升。 功欲善其事,比先利其器,魔刀不误砍柴弓,成不我欺啊。 第689章 新乐器,上 于大师已经准备好了木材,在他住的地方,有各种平常早就处理好的适合各种乐器的木材,需要哪种拿哪种就行。 新工具使用上了,只用了小半天的时间就打出了大样,然后几个大宗师在于大师的指点下开始精细的雕琢起来。 木材这部分简单,重要的是吉他弦的材料。 不过,这个不用王胜操心,当王胜说出来自己的要求,需要这些吉他弦各自有什么表现之后,剩下的事情于大师就包圆了,根本不用王胜动手,也不用烦心。 什么叫制作乐器的大宗师? 大宗师就是你只要说出要求,别的一概不用考虑,等着成品就行。 王胜直接被赶走,留在这里也是累赘,该干嘛干嘛去。 在侯府之中,王胜居然混到了这个待遇,让王胜身边的护卫也是一阵的好笑。 不过,这几个护卫哪怕不认识于大师,却也认识铁老鲁大师等人,知道都是各方大宗师,谁也没敢无礼。 也就是这些大宗师,在长盛侯府才有这样的待遇。 这也是为什么玲珑阁那么多大宗师王胜一句话就能让这么多大宗师二话不说就动手帮忙的原因之一。 王胜很知趣,也不打扰这些大师们干活,自己待在后院里继续听着那些宫廷御用琴师的演奏。 其实用了没多长时间,最多也就一天,于大师就带着新出炉的《猿魂世界版》的吉他来到了王胜的面前。 来找王胜的时候,王胜正在后院里听琴。 就这水瓶也敢叫御用琴师。 于大师皱着眉头用一种异常不屑的口吻说出了这句话,目光中说不出的鄙视。 看着王胜对面的一群人带搭不理的,王胜居然能听得进去这些庸俗的曲子,真是难为他了。 王胜还没说话,那些御用琴师立刻就不满了。 哪里来的各老头,居然敢这么说话? 什么叫就这水瓶? 好歹这一群人当中哪个都是靠着真本石成了御用琴师的,可没有一个烂于充数的主。 能在天子架前演奏的,哪个不是心高气傲的? 能认由一个糟老头子胡说八道。 好了。 王胜却没管这些御用琴师,和这些琴师相比,于大师重要一百倍。 王胜早就看到了于大师手里提着的那个吉他,但于大师没伸手,王胜也没敢抢。 你看看。 说着于大师伸手把吉他递了过来,王胜赶忙双手捧着接过来,然后一边抚摸,一边仔细的观察起来。 那边的御用琴师之中,那位打鼓的大师傅及时的呵止了各位同僚马上要跳起来喝骂的动作,仔细的看着于大师,脸上似乎有点不敢确认的样子。 看到王胜在低头抚摸着一个他们从来没见过的一看就是乐器的东西,打鼓的大师傅心中似乎有点肯定,但还是不敢完全确定,只能是小心的走上前,恭恭敬敬的冲着于大师行礼之后问道,您老是不是姓于? 怎么? 认识我? 于大师看了看这个年轻的打鼓师傅。 虽然打鼓的大师傅已经差不多有快五十岁的年纪了,不过在于大师面前分明就是个小辈。 原来真是您。 打鼓的大师傅心中暗暗庆幸,幸亏自己阻止了那帮目中无人的家伙。 于大师肯当着你的面指点你一句,那是祖上积了大德了,还敢发火。 想到这里,大师傅越发的恭敬起来,晚辈是恩师刘子华的弟子,师傅有幸在十几年前被您指点过几句。 受益终生,一直想要拜谢大师的,可惜始终没得到机会。 晚辈今日里替我师傅给您磕头了。 说完,打鼓师傅也顾不上其他,当场就冲着于大师跪了下去,咚咚咚三个响头。 这一幕直接让那一群御用的琴师惊呆了。 打鼓的这位,可以说是他们这个乐队当中的主事了,连主事都对着老头推崇备至,他们还有什么可骄傲的。 大家可都是听到了,刚刚打鼓的主事分明是替他师傅刘子华在拜谢这位于大师,大礼参拜呀。 拜见天子也就是如此了。 一时间,这批御用琴师再也不敢多说什么,乖乖的站着,等着。 不管是这位于大师还是那边的侯爷,都是属于惹不起的主。 恩,你刚刚的鼓点还可以,但是这首曲子的情绪没有很好地融进去,轻重没有掌握好。 于大师见对方都磕头见礼了,语气也就不那么的尖酸刻薄,让他起身,然后指点起来,手腕的功夫不错,抖得有模有样。 不过你那个鼓锤用得久了,磨掉了那么不到半分的长短,导致你发力略有欠缺,回去重新做一个好的吧。 多谢大师指点。 多谢大师指点。 主事激动得差点就要再次磕头掰泻了,如获至宝一般,惊喜万分。 既然都开始说了,于大师也就不再留情,指着这批御用琴师,挨个的点评起来。 你这个明显基本功不足,跳指不够平滑,一耳朵就能听出来。 你这琴音,明显心思不静,不是为了演奏而弹奏,回去好好想想自己为什么要弹琴吧。 你这个琵琶,演奏这些庸俗之音可惜了,发挥不出琵琶那种冷力杀意的感觉,回去再练上五年,如果可以的话,求侯爷允许你弹奏一首琵琶曲你就知道了。 每个被指点到的人,全都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刚刚于大师从那边走到这里来,就听了那么十几秒的时间,居然在混合演奏中每一个人演奏上的错误都听得如此的清楚,这是什么耳朵? 而且指点的每一个人都是头头是道,让人信服无比,当真是大宗师啊。 叮咚,王胜在那边轻轻的拨了拨吉他的琴弦,仔细的听着每一根弦的发声振动,检验得十分用心。 众人立刻停止了说话,听着侯爷这边的调试这个新乐器。 一个全新的乐器诞生,众人都是欲有荣焉。 侯爷,这个吉他,你觉得手艺如何? 吉他是于大师亲自调配然后制作的,现在算是交货的时候,于大师也想知道,自己的手艺在王胜口中的评价如何。 第690章 新乐器 下 王胜仔细的审视着手中的吉他。 别看错的时间总共也就一两天的样子,但是手艺可绝对是一等一的好。 手艺摸在吉他上,王胜就能看得出来,这是经过最后打磨才交给王胜的成品。 从这个精细度看,应该是使用了王胜刚刚造出来的手持打磨机器小心的磨出来的,十分的细腻。 吉他的尺寸和王胜描述的没有两样,边缘的结合十分的致密。 一看就是顶级手艺的精品。 共鸣香板材的尺寸控制得刚刚好,稍微一波琴弦,就能够听到乐耳的声音。 以王胜现在的耳朵,能说一个乐器的声音乐耳,几乎可以说那就是顶级的乐器了。 更何况,这把吉他最顶级的部分还不是这些。 琴弦不是王胜在地球上见过的金属弦,但发出的声音和王胜记忆中一模一样。 不是金属弦还另有一桩好处,就是不搁手,弹奏起来可以不用拨片。 当然,有些使用拨片是弹奏技巧,和琴弦无关。 先赞叹了一番吉他的做工和板材琴弦的材料之后,王胜开始按着琴弦,一个一个的试音。 不时的将吉他上的旋钮旋转几下,松一松或者锦一锦琴弦,经过一番调教之后,总算是达到了王胜想要的效果。 随后王胜就坐在椅子上,横抱着吉他,现场给大家弹奏了一段简单入门的爱的罗曼史。 简单悠扬的曲调响起的时候,不管是于大师还是那些御用琴师,全都是认真的聆听起来。 这个乐器的音色和之前大家用过的弹波乐器不同,共鸣香更大,弹奏的声音也更柔和。 一曲弹完,王胜已经感觉到《圆魂空间》之中琴剑小路又往前走了一格。 一时兴起,顺手来了一段即兴 solo,只觉得心情说不出的舒畅。 等到王胜演奏完,众人都是频频点头。 这曲子虽然简单,节奏也不快,可是却也算是经典名曲,其中蕴含着的那种细腻的情感很是让人动情。 原来是这样演奏。 于大师看了一会之后,很快就知道了演奏方法。 当王胜把吉他交还,他已经忍不住开始按住琴弦一个一个的试音了。 大师出手果然不凡。 王胜冲着于大师竖了一个大拇指,厉害。 于大师却只是笑了笑,一个一个的试着音,也不理会。 等到全部把每条琴弦都试过一遍之后,于大师开始按照刚刚王胜弹奏的曲调,同样的复制了出来。 节奏,音准,无疑不正确。 于大师一遍谈完,王胜已经整个的都惊呆了。 这王胜还能说什么? 人家只是听了一次,然后试音了一次,就准确无误的把王胜之前弹过的曲子复制了出来,哪怕这首爱的罗曼史节奏慢曲谱比较简单,那也架不住人家是第一次摸呀。 大师就是大师,果然不能用平常心来看待。 王胜之前的solo是自己即兴演奏的,于大师似乎也看了出来,并没有复制这一段。 而是在自己又随便的弹奏了几个音符之后,也忽然的即兴弹奏了一小段。 这段即兴弹奏,更是让王胜目瞪口呆。 好歹这种即兴演奏,王胜是见过许多次的,于大师居然无师自通,看王胜展示了一遍,就马上学的有模有样。 关键是大师的这段即兴演奏,既融合了吉他的音色特点,又包含了这个世界一些古典的韵味,两者结合的天衣无缝。 只是这一下,就体现出了于大师功力之身,对于各种音乐和文化的了解。 没得说,除了竖起所有的大拇指之外,王胜无话可说,佩服万分。 说起来,王胜最多也就是现在耳朵上稍有强化,可是想要做到于大师刚刚进来听了一点合奏然后马上一个一个的指点出来问题的高度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强化。 现在的王胜只能做到单一乐器的辨别能力,合奏还功夫不到佳。 你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于大师开始点评起来,声音柔和,不像是琵琶那么冷利,适合的曲子也比较多。 不过,就是这祭谱的法子还需要研究一番。 早在于大师家里的时候,于大师就知道王胜肯定是不会祭谱了,否则的话也不会只是哼哼而无法标记。 那些御用琴师也有幸得以见识到一件全新乐器的手眼,更是个个好奇。 于大师演奏过之后,在那个主事眼巴巴的目光中,笑着把吉他递了过去,让他自己感受。 琴师们挨个的试着弹奏着,有些人已经动起了心思。 这一个新乐器,是长盛侯拿出来的,于大师亲手制作的,说不定日后会大有发展前途,要不要改弦一张,改学这吉他呢? 众人心思各异,王胜这边却已经陷入了沉思之中。 从制作出吉他的效果来看,对于元魂升级还是有用处的,至少一件乐器就顶得上这边听十件乐器。 可王胜也很清楚,乐视到后面,元魂想要提升乐发的不容易,靠着不停的拿出新乐器来,好像并不实际。 无他,王胜是个战士,接触过的西方乐器真的不多。 吉他算一个,另有一个,就是钢琴了。 钢琴也不是王胜从小学习的,更加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演奏,只是有一次任务,王胜需要乔装打扮,伪装成一个钢琴调音师以接近目标完成任务,所以在任务之前,王胜突击学习过钢琴的结构和调音的方法而已。 剩下的那些各种大中小提琴,各种大中小号,各种长短笛萨克斯单黄管双黄管什么的,王胜听过见过知道名字,但要说知道里面的结构并制作出来,尽管王胜能够深入的挖掘自己地球上的记忆,可是,真要做出来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外,王胜也突然觉得,自己的圆魂空间既然出现了一条标准的钢琴琴剑的琴剑小路,是不是自己应该把地球上号称乐器之王的钢琴制作出来呢? 反正自己知道力士和大三角钢琴的结构,有余大师帮忙,应该能够实现。 要不要把乐器之王做出来呢? 王胜想到深处,也不由得自言自语起来。 乐器之王? 于大师耳朵极尖,听得清楚,马上质问起来,除了古琴,还有什么乐器敢称为乐器之王? 第691章 乐器之王 上 在于大师的心中,古琴的乐器之王的名分是绝不会动摇的。 不管什么乐器,都无法撼动古琴在整个音乐圈当中的地位。 《猿魂世界》当中,关于有记载的古琴的历史已经超过了三千年,各种经典的琴区层出不穷,光是王胜听过的就不下白手。 王胜竟然在沉思中自言自语要不要把乐器之王做出来,这还了得。 如果只是制作一张古琴的话,王胜不会先制作了一把从未见过听说过的吉他之后再说这个,也就是说,王胜口中说的乐器之王,和于大师心目中的乐器之王绝对不是一回事。 所以,于大师立刻就质问了出来。 于大师一质问,王胜马上从沉思中清醒过来。 心中马上一惊,这种沉思道不顾外界有什么人在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虽然于大师和这些乐师并不会对自己如何,但自己身为狙击手的警惕性哪里去了? 王胜在军队中的代号是毒狼,每一次行动王胜都是单独行动的,超强的警觉是王胜一直能活到现在的关键。 想不到在侯府之中,王胜竟然会丧失了这份警惕,太不应该了。 大师,我也就是那么一说。 王胜心中暗自批评了自己丧失警惕一番,然后冲着于大师陪笑道,您别往心里去。 少来这套。 于大师是什么人? 那是对乐器和乐曲痴迷到了极致的顶尖高手大宗师,拿着王胜的吉他听一遍自己是一遍音就能把曲子原封不动的复制出来的超级高手高手高高手,任何他没有听过见过听说过的乐器乐曲都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 如果在此之前,王胜一见面的时候说乐器之王,于大师绝对会认为王胜说的是古琴。 可现在,王胜只做了吉他之后,似乎很不满意的想要做乐器之王,那就绝不会是古琴,只能是一种完全彻底从没听过见过的乐器。 走。 于大师一把拉住王胜,就往刚刚他来的地方走。 那里有一大堆的大宗师刚刚做完吉他,还等着王胜点评呢,正好都在,让王胜赶紧说出来,把那个所谓的乐器之王做出来,然后于大师再用古琴来狠狠的教训王胜的出言不逊。 于大师一拉住王胜,虽然王胜随便甩甩就能挣脱,可这时候他却没敢轻易乱动,乖乖的跟着于大师来到了几位大宗师在的地方。 说说吧,你说的那个乐器之王是怎么回事? 于大师放开王胜,然后冷着脸开始问道。 几位大宗师正等着王胜评价他们做的吉他如何呢,忽然看到于大师拉着王胜过来说乐器之王,一个个莫名其妙的,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 鲁大师更是直接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问他。 于大师一指王胜,让王胜解释。 吉他很好,但我还需要另一件乐器,随便说了一句,就让于大师不满了。 王胜只能先称赞了一句大家的成果很好,然后才苦着脸解释道。 你说了乐器之王了? 鲁大师对于大师还是了解不少的,刚刚听到于大师说起乐器之王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大概是说了一句要造乐器之王。 王胜赶忙补了一句。 行了,知道了。 鲁大师点头道,于老头一辈子把古琴当作真正的乐器之王,你这是在挑衅于老头啊? 王胜直接傻了眼,鲁大师这是在帮忙。 不过我喜欢。 鲁大师看着王胜傻眼的样子哈哈大笑道,说说,怎么造,赶紧造出来让于老头开开眼,让他知道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对。 赶紧造出来给他开开眼,哈哈哈哈。 铁老等人此刻也凑去,哈哈大笑着说道。 于老头看不惯他们,他们也看不惯于老头的做派,合作的时候是合作,该互相损的时候也不会错过。 旁边的于大师被这一群大宗师气的,王胜就让他够气愤了,这群家伙还这么没一起,于大师顿时间怒了起来,好,你说,我们做,我倒要看看,你能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乐器之王。 到了这个地步,王胜就算是不想做也得做了。 况且,王胜心中其实一直打着想做的念头。 钢琴的结构复杂,那就不是在土地上稍微画机下就能画出来的。 王胜吩咐了王管事,马上准备足够大的兽皮,王胜要绘图。 于大师不服气,王胜也不觉得意外。 古琴在元魂世界的地位绝对高,可以媲美地球上中国古代的古琴了。 说起来地球历史上,古琴其实就是中国乐器中的乐器之王。 王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元魂,而不是和于大师争一口气,所以语气一直很谦恭,低调做人。 不过,事情得高调的做。 靠着脑海中的记忆,王胜足足用了三天时间,才用原规指指三角板钉字尺加上黑色的探笔画出来一幅工整的三角钢琴的结构图。 历史钢琴需要将琴弦什么的折叠,反倒是不如三角钢琴这么简单。 不管是音色音量还是品味上,三角钢琴都超过了历史钢琴。 需要历史钢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节省空间,侯府这么大,还怕摆不上一台三角钢琴。 东西没看好,只看到这一份详细的结构图,几位大宗师就脸色严肃了起来。 这可比他们以前见过的什么珍藏的手工绘制的器具结构图要详细不知道多少倍,上眼连精确的尺寸都飙着。 光是学习看图,几位大宗师就围着王胜足足两天多的时间,才算试看明白这张图。 于大师同样也在其中,看到如此复杂的乐器,直接愣了半天。 光是一个琴剑机锤就需要极其精妙的结构,也错非眼前这些人,换个普通的木匠铁匠什么的,根本就做不出来。 这样的一个乐器要是做出来,会是什么效果? 一排黑白八十八个剑位,让于大师一阵的疑惑。 从结构图上就可以看出来,每一个剑都是一个不同的音调,八十八个音调,七根弦的古琴,能发出这么多不同的音调吗? 只是看图,于大师似乎就已经觉得,这琴要是造好,恐怕当真是了不得了。 第六百九十二章 乐器之王 夏 于大师不服气归不服气,可是在制造的过程中,却是一丝不苟,从来没有因为一个异器之争就故意使坏。 全新的乐器,复杂的体系,全新的演奏方法,甚至可能还有全新的乐曲,这些对于痴迷于制造和演奏乐器的于大师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诱惑。 钢琴的结构可是王胜系统学过的,原先上面标注的数据王胜都从记忆里翻了出来,简单换算之后,标的清清楚楚,只要按照图上的规格,拼起来就是三角钢琴的样子。 材料上,钢琴的琴体于大师根据王胜的要求找出了最适合的板材。 琴弦王胜说了要求之后,于大师也开始根据自己打造金属弦的经验开始和铁老吴大师一起研究每一根弦的制作和规格。 琴剑,直接挑选八重镜妖兽的牙齿打磨而成,绝对比地球上的象牙琴剑要更高级,手感更佳。 各种细小的结构剑,都有几位大宗师集体研究之后再小心的做出来一套实验品,成功之后还精益求精的更改了多次工艺之后最后才定型,然后才按照数量手工打造。 当然,每一个部件,不管是板材还是琴弦还是机锤结构还是琴剑,都是按照三分的数量来打造的,确保哪个不合适还有另外的两个能够备用。 除了板材之外,琴弦,机锤结构和琴剑的尺寸,都是拿着游标卡尺精密测量的,其中琴弦的直径和几个小剑更是动用了螺旋侧微器。 比起这个世界那些普通乐器的精确度来,不知道高了多少倍。 哪怕是于大师亲自做的极品乐器,在没有游标卡尺和螺旋侧微器之前,它也只能是靠着手感拥着尺寸分的尺子来确定长度的,和现在制作的这些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 当然,那些中式的乐器很多时候也没必要做到如此的精确,到了寸以下分这个级别就足够了。 音色上的差异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进行调整。 一开始众人感觉人手不够,又特意从玲珑阁里面叫了几位大宗师过来帮忙。 玲珑阁主知道之后,什么怪话都没有,反而是特意派人带话给侯府中的十几位大宗师,让他们安心帮王胜干活,态度好得一塌糊涂。 因为要做的东西精密,光是制作各种零件,就耗费了半个月的时间。 最麻烦的是琴弦,八十八根琴弦每一根都要做三副,做完之后已经是二十天以后。 庄配肯定是非于大师不可,这些天他每天抱着土啃,没事就找王胜问,拿着一堆不怎么精确的零件试着庄配,学习手法。 精神集中,学习热情高涨,一点看不出来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总算是在王胜逐一测试过那些钢琴弦之后,王胜点了头,大伙开始在于大师的指挥下,一一开始装配起来。 于大师是主操作手,十几个大宗师在这边打下手,这个阵仗,传出去能吓死人。 别说这些人大宗师的身份,光是一群至少八重镜有一半传奇境界的高手在这里装配一个东西,就能让这东西身价倍增。 整套东西装配,于大师小心翼翼的按照之前已经琢磨好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过。 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装配好了第一架钢琴。 但这架钢琴并没有当作正式的版本,钢琴和吉他不同,第一架只是为了让大家练手,真正的作品是第二架。 总结了一下第一架的经验教训之后,休息了一天,于大师他们才进行第二次的装配。 这一次比第一次熟练了许多,手艺也提高了许多,两天之后,这架正式的钢琴终于出炉,送到了王胜的面前。 王胜先周围观察了一番,然后试着按键弹奏了几次,发现没有问题之后,这才拿出当年伪装钢琴调音师的绝活,开始一一的为每一根钢琴线调音。 一群大宗师围着王胜,目不转睛的看着王胜的每一个动作。 特别是于大师,更是王胜的每个动作都要问一遍,每一根的音色都要王胜在调好之后让他仔细听一番,记在心头。 当最后一根钢琴弦调好之后,王胜站在三角钢琴前,一根手指滑过,一串叮叮咚咚的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过,王胜的圆魂空间中,一阵翻涌。 钢琴剑黑白格小路,瞬间跨越了剩下的几乎所有的黑白剑,到了最后一格的前面。 只剩下了最后的一格。 王胜终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自己的猜测果然不错。 只是制造出钢琴来,就完成了大多数的路程,走到了最后一步这边。 早知道如此,王胜觉得自己一开始就应该制造钢琴,省了许多功夫。 不过回头想想,如果不是之前的功夫让自己的耳力大增,碰上于大师根本就入不了于大师的法眼,没有于大师,那还造什么吉他钢琴,做梦吧? 看来一切都是有因果的,有些功夫,一点都省不下来。 剩下的这一格,想来应该是一首精彩之极的钢琴曲才能完成。 只是,面对这个情况,王胜又苦笑起来。 王胜是伪装过钢琴调音师不假,这部钢琴经过王胜调音之后,哪怕以王胜现在的耳朵,也听不出来有什么音准不对的地方。 问题是,王胜没学过弹钢琴呢? 这怎么办? 幸运的是,有一个把吉他的每个音都记了一遍就能重复把王胜弹过的曲子重弹一遍的大宗师于大师,这弹钢琴的任务,恐怕就得落在于大师的头上了。 于大师此刻也正如王胜一般,一个剑一个剑的按着钢琴键,从低到高从高到低的来了两遍,然后转过来,满脸期待的看着王胜,等着他露一手。 单从这钢琴的音色来看,就比古琴丰富了不少,当然,这个可以说是双方各有千秋,毕竟特点不同。 只是,音阶上钢琴比古琴多出来好几倍,这个怎么破? 于大师觉得,自己坚持古琴是乐器之王的说法,已经隐隐约约的有些松动了。 大师,弹奏这钢琴,需要完全不同的手法。 王胜脸上笑着,开始诱惑于大师,另外,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朴的方法,大师要不要研究一下。 第六百九十三章最后一步,上 正在感慨这个音阶多变的钢琴能表达出的丰富音色。 于大师忽然听到王胜的话,立刻就意识到,这里面有大机缘。 王胜一直说他不会技朴,所以琵琴雨也好,石面埋伏也好,都是王胜自己哼哼出来,由于大师技朴的。 可现在王胜说有一种全新的技朴方法,那就表明,这种技朴方法于大师以前肯定不会,而且还没接触过。 说出来听听。 于大师就是一个只要遇到和乐器乐曲有关的东西马上不管其他的痴迷之人,马上不管周围这些大宗师们,冲着王胜急切的说道。 十几个大宗师都等着王胜给表演钢琴演奏看看自己辛苦成果的,结果王胜却来了这么一出,让众人都莫名其妙。 这个,钢琴我知道怎么造,知道怎么调音,知道怎么谱曲,可我不会弹。 王胜只能苦笑着冲着各位大宗师解释道,还得让于大师动手。 众人一听就明白了,都是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 这才对头,王胜要是又会战斗,又会做饭,又会石雕,又会书法,这要又会做钢琴还会弹钢琴的话,那王胜可就逆天了。 不会弹才正常,这才正常。 看这架势,于老头肯定一时半会是初步来了。 鲁大师冲着王胜摆了摆手,你们两个折腾,折腾好了叫我们听就行。 我们自己去喝酒。 一群大宗师在王管事的伺候下,在侯府中抱团喝酒去了。 现场只留下王胜和于大师以及几个隐藏在暗中并没有现身打扰他们的护卫。 当然,角落里还有两个随时等着吩咐的侍女。 王胜早就准备好的幻花间拿出来,这些纸上都已经事先画好了五线谱,只等着标注。 地球上王胜要伪装调音师,怎么可能不懂五线谱,所以五线谱是学过的。 对照着钢琴键,王胜很快的将记忆深处的关于五线谱的知识提取了出来,然后滔滔不绝的讲述给了眼前的于大师。 于大师很快发现,根据这个钢琴和五线谱结合起来的记谱方式,能够极其准确的记录各种乐曲的精准的音高和节奏变化,这可比他之前使用的那种用手势琴弦位置等等记录的要准确的太多了。 以前的记谱方法,会根据每个人手型大小以及每一把古琴琴弦长短什么的略有不同,除非有一个精通音律的老师指点,否则一个新手乐师拿到乐谱之后,根本别想准确的弹奏出来。 可现在这个五线谱就不一样了,结合钢琴,该多高就多高,该多长就多长,一点都不会错。 音高的变化远远超出了弓伤角之语的变化范围,其中有些黑贱的半音高更是让于大师赞叹不已。 这种独特而又广泛的音高,是古琴根本就无法发出来的。 越听,于大师就越发的惊喜。 惊的是自己一直坚信的古琴就是乐器之王的信念已经越来越动摇。 喜的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钢琴,或许真的能够成为一种开天辟地的新乐器。 在这种摇摆不定的心绪之中,于大师把五线谱记谱的方式牢牢的记了下来。 都是和音乐相关的,以于大师的造诣,只要明白了钢琴键位和五线谱音符的关系,很容易掌握。 至于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什么的,更是掌握得快。 本以为这就是结束了,结果王胜等着于大师消化一番之后,休息了片刻,又开始给大师讲解和弦的概念。 这一下,于大师简直差眼睛的要跳起来。一键乐器,竟然能够发出合奏。 王胜听到于大师如此的理解,也只能撇了撇嘴暂时承认他这种说法,反正和弦的概念,也就和这个差不多,就让于大师先这么理解吧。 等到他学习的深了,慢慢就会有更清晰的认知。 钢琴是两支手弹的,通常情况下,一支手和弦,另一支手乐曲,王胜如同填鸦一般的把这些灌输给了于大师。 等到把这一切讲完,已经是一天之后。 于大师拿着记录的满满当当的资料坐在钢琴的前面整整研究了一天之后,这才红着眼睛再次出现在王胜的面前。 你这个钢琴,一定是有曲子的,对不对?于大师几乎是有些急切的问道。 于大师这一天的时间,没干别的,就是仔细的把五线谱的记谱方法完全的复习了一遍,然后尝试着用五线谱来把自己脑海中的一首相对简单的古琴琴曲谱了出来。 一边是钢琴,一边是古琴,这边弹奏一下,那边弹奏一下,音高音准节奏很容易的就标注在了五线谱上。 于大师惊骇的发现,这种全新的五线谱的记谱方式,比自己精通的那些古琴的琴谱简单了不知道多少倍,但却精准了更多倍。 可是,不管于大师怎么尝试用钢琴来演奏那一首古琴曲,都感觉到一阵无法形容的难受。 于大师明白,这是古琴曲不适合钢琴演奏而已,并不是什么高下之分,在别的乐器之间也常见,琵琶语和石面埋伏就不适合古琴,很正常。 但让于大师面对着一架全新的钢琴,已经隐隐的学了一大堆理论,却没有一首合适的曲子来展现,简直能要于大师的命。 这不,于大师就红着眼睛来到了王胜面前。 有。 王胜很肯定的点了点头。 于大师在钻研的这一天的时间里,王胜也没有闲着,他准备了一首优秀的钢琴曲,就等着于大师。 暂时来说,贝多芬里斯特巴赫什么的就不用考虑了,于大师未必能够突然之间就接受那种音乐风格和文化,所以,王胜准备的是一区土生土长的中式钢琴曲,大名鼎鼎的梁柱。 王胜的记忆加上他现在的听力,已经能够精确的把梁柱钢琴曲还原成琴谱。 厚厚的一本,装定在一起,双手捧着,送给了于大师。 于大师,我手笨,可能演奏不了,但我相信,大师你一定能够演奏出来这首曲子的神韵。 王胜满怀期待的冲着于大师说道,我等着大师能给我们演奏的那一刻。 第694章最后一步,下。 我也很期待。 于大师脸上笑着,手中却已经飞快的将梁柱的曲谱抢了过去,迫不及待的看起来。 一边看,于大师一边嘴里哼哼着,另一只手甚至已经按到了琴剑上。 听到第一声钢琴声响起的时候,王胜就已经离开了这个巨大的房间。 王胜相信,于大师恐怕会至少两三天不会休息了。 吩咐了王管事给于大师准备最好的进补的药品食品之后,王胜就直奔那十几个大宗师住的地方。 十几位大宗师这几天并没有闲着,不但把王胜一开始指点的木工机械彻底升级了一遍,制作得更加精细,而且还把王胜上次提出来的机床也做了出来。 不过,机床暂时只是切削木头的,还没有制作切削金属的。至少在木头上已经测试出来用法,只要解决了材料问题,基本上就能实现金属加工。 短时间来说,王胜并没有什么马上需要打造的物件,也就没有继续麻烦这十几位大宗师。 亲自出面招待了一番之后,王胜总算是可以稍微轻松一下,安静的等着于大师学会弹奏的技巧了。 对于八十多岁的于大师能不能学会弹钢琴,王胜从未怀疑过。 对一个痴迷乐器和乐曲的大宗师来说,只要有动力,有热情,没有什么学不会的。 特别是这钢琴还是他亲自一手打造,对于结构和音色的熟悉除了王胜就属他,没有学不会的可能。 至于说精力问题,那就更不是问题了。 别看于大师有时候情绪激动,貌似控制不住自己,可他的灵气修为绝对是传奇境界的。 真要打起来,恐怕一两个王胜都不是对手。 有侯府内的聚灵阵法加上要补食补,辛苦几天完全不会有什么影响。 晚上,王胜难得的陪着辛苦一天的妹儿一起用膳,还陪着他在后花园看月亮看星星,如果不是有些杂乱的叮叮咚咚的钢琴声的话,一定是个完美的夜晚。 早知道就不做大三角钢琴,至少声音没这么大。 不过王胜也知道,哪怕做成历史钢琴也一样,谁让他现在的听力那么好,侯府内钢琴的声音,王胜绝对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妹儿倒是惊喜交加,这段日子王胜和这些大宗师们一起忙乱,他有时候连差个空和王胜一起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好不容易又能和侯爷溺在一起,妹儿开心的仿佛一只快乐的燕子。 于大师正在练习新曲子,等他练习好了,会给我们一个天大的惊喜。 王胜看到妹儿似乎也被杂乱的琴音弄得有些不是很尽兴,笑着劝慰道,勉强算是我拿出来的琴曲,里面还有一个很哀怨的故事,到时候讲给你听。 一听是王胜拿出来的琴曲,妹儿顿时间变了情绪,连于大师声疏的弹奏技巧也觉得没那么难听,仿佛忽然之间就悦耳起来。 王胜一边陪着妹儿,一边品味着妹儿身上散发出来的体香,越发的期待着钢琴曲弹奏出来之后听力强化后的未来。 于大师果然没有让王胜失望,从拿到王胜的曲谱第一次正式接触钢琴到熟练的弹奏出梁柱,只用了三天的时间。 更让王胜惊喜的是,当于大师开始学会双手配合之后,就再没有弹奏出来声音,而是手指虚空在琴键上按下,光是靠着想象,他就能够完成练习的过程。 这也导致后来的两天内,王胜再没有听到过钢琴的琴声。 这也让王胜越发的期待,期待着于大师带给自己的惊喜。 难得的,于大师在第三天的晚上没有继续练习,而是很认真的吃饭沐浴睡觉,足足睡到了第二天的中午才起来,养足了精神。 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十分认真的再次沐浴更衣之后,才在傍晚的时候请王管事邀请王胜妹儿和十几位大宗师一起欣赏他的钢琴演奏。 为此王胜已经提前让王管事将整个小院布置成了一个音乐演奏厅,安放着钢琴的房间算是舞台,而院子里安排了两桌洗面,算是观众。 众人在院子里坐好,满怀期待的等着欣赏于大师的演奏。 当第一声哀晚的琴声响起的时候,似乎众人立刻就被吸引到了琴声之中,欲罢不能。 王胜听着熟悉的乐器,闭上眼睛,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为了让于大师能够清晰地表达出那种乐曲中蕴含的情感,王胜还特意把梁柱的故事给于大师讲了一遍。 当时梅儿痴缠着王胜飞要让他再给于大师讲述梁柱故事的时候旁听,现在听到这七碗动听的钢琴声,才开头没多久,梅儿的脸上就带上了泪花。 实话讲,十几位大宗师其实是欣赏不了于大师的这些美妙乐曲的,否则的话于大师也不会自己一个人独自搬离天宫房住在京郊的山脚下。 可现在,这些大宗师听着乐耳的钢琴声,却仿佛聆听着鲜乐一般,美妙无比。 无他,这钢琴是在场所有人的智慧和辛苦的结晶,任何一个人,哪怕再不喜欢音乐,可面对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乐器第一次演奏出来的乐曲的时候,谁会讨厌。 王胜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的敲击着节奏,眼睛却一直没有睁开。耳朵里听着熟悉的梁柱的钢琴曲,意识却已经飞到了元魂空间之中。 秦剑小路上,仅剩最后一格,现在元魂正在慢慢的往前移动着,虽然缓慢,却始终没有停下来。 化蝶的琴声随着于大师灵巧的双手,终于演奏到了最后的部分。 魏儿脸上的妆容早已经枯花,仅怕已经沾湿却舍不得换一条,生怕错过了最精彩的演奏。 十几个大宗师满脸陶醉的听着,也许这是他们和于老头合作过的最好的乐曲。每个人都很开心,脸上都带着笑,却没有笑出声来,生怕打扰到于大师的演奏。 随着于大师重重的几下敲击琴剑的动作,梁柱最后的乐章也终于到来,在王胜的期待中,在媚儿的泪水中,在十几位大宗师的满意中,王胜的元魂也终于越过了最后一个琴剑,走完了这条琴剑小路。 第695章 新尝试 上 琴剑小路走到了尽头,就是一片薄薄的半透明烟雾,烟雾的后面,王胜仿佛已经看到了球牛隐隐闪烁的双眼。 只要王胜愿意,王胜就可以随时打破这片半透明的烟雾,完成灵气脆体,完成球牛变。 不过,王胜并没有这么做。 从上次在鼎耳上出现金色花纹之后,王胜就知道,完成了晋级的条件,依旧还是能够让元魂继续变化的。 到时候带给自己的好处会更多。 只是,即便只是这个程度,也已经让王胜很受用了。 无数的灵气从王胜的双耳之中冲进了王胜的身体之中,开始了一个小境界提升的灵气脆体。 于大师已经停止了演奏,另外的那十几个大宗师也都没有出声,除了妹儿之外,这里的每个人修为都比王胜要高很多,怎么可能发现不了王胜的动静。 妹儿正沉浸在化蝶的悲痛之中,隐气着,并没有立刻发现王胜的异常。 等到周围的气氛不对,他才意识到有问题,正想要出声,却被于大师直接示意晋升。 然后他就看到了身边的王胜正闭着眼睛接受灵气脆体的模样。 众人心中其实都是十分惊讶的,之前王胜虽然和他们说过,制作乐器和王胜的修行有关,但大家却是谁都不信的。 谁听说过制作一件乐器就能提升修为的? 倒是听这么多乐曲乐器能提升点耳力,这倒是有点靠谱。 比如于大师,年纪虽然大,一双耳朵却极其的毒,合奏之中的一个小错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可于大师并没有强化过听力,这听力是他几十年浸淫在音乐中练就的一双音乐家的耳朵。 就如同鲁大师,他没有强化过什么触感,但是任何的材料只要一上手,就能明白适合不适合雕琢。 这不是正统的修行,这只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水墨功夫,不管谁在某一个专业领域耗费上这么长时间,也都会有不俗的成就。 但王胜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找他们,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跟着王胜过来。 王胜脑子里的那些奇思妙想,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毒药。 当灵气脆体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所有人对于王胜之前的说辞已经毫不怀疑了。 还好,只是阶段性提升,而不是晋升大境界。 王胜对这些大宗师毫无防备,直接就在他们面前晋级的举动,让这些大宗师们更是领情。 要知道,不是到了一定的信任阶段,谁会把自己的性命放在被人的手中? 这个时候,随便他们哪个人,只要有心动手,一定能杀掉王胜的。 大家都默默地坐着,维持着刚刚的动作,要么缓缓地喝茶,要么如鱼大师那般,双手在琴剑的上方虚空按动着手指,要么就如同妹儿一般痴痴地盯着王胜,谁也没有打扰王胜,现场一片默契的安静。 小晋级,时间并不长,也就是不到一个时辰,王胜就彻底完成。 当完成的那一刻,王胜直接听到的,就是十几个不同的呼吸声。 这是之前王胜根本听不到的,现在却听得清清楚楚。 睁开眼,王胜长出一口气,然后带着笑容激烈地拍响了自己的发掌。 王胜一带头,妹儿也跟着拍手,十几个大宗师一个没落,全都拍起了发掌。 于大师从钢琴凳上起身,满脸的激动,他成功地演奏了侯爷给的这区良柱,也彻底地认可了钢琴。 至于之前和王胜争的那个乐器之王的念头,早已经不知道抛到了什么地方。 之所以等到现在,就是在等王胜的评价。 说实话,那十几个老家伙能完整停下来没说怪话已经是表现不错了。 这里面真正懂得音律的,在于大师眼里也就是王胜一个。 妹儿,顶多算是半个。 大家谁也没有提王胜晋级的事情,却都开始专注于自己的领域。 好东西! 好东西呀! 于大师现在恨不能抱着这架钢琴睡觉不松手,激动得老泪横流。 一辈子的追求,老了老了,却看到了这样的东西诞生在自己的手上。 光是为了研究透这架钢琴,为了能谱出更多合适的曲子,他也能再多活几十年。 大师,材料还有,再打造一套放到大师家里。 王胜知道于大师的心思,当时直接做材料的时候做三套存着的就是这个心思,现在赶忙用这个表示感谢。 就算王胜不给,于大师也会自己出材料自己找这些人来制作一架钢琴,最多就是找王胜要求允许而已,难道王胜还能不同意? 其实钢琴还可以做得更小一点,做成历史的,占地小,音量稍微低点,但音色也未必会差多少。 既然知道元魂还可以继续变化,王胜当然不会马上就完成元魂变,而是开始琢磨各方面的音速来将元魂提升到极致。 制作一个历史钢琴就是尝试,当然,王胜也会进行更多其他的尝试。 反正于老爷子和十几位大宗师一听还有一种历史钢琴,顿时间就不管现在什么时候了,马上就要王胜给讲解一番。 有了三角钢琴做基础,历史钢琴就好理解了,其实就是把直线排布的钢琴弦弯折而已,使得整体尺寸变小,但键盘的尺寸不会变。 只讲了一遍,于大师他们就明白了,表示马上就会按照这个结构去做一台试试。 大晚上的,王胜还是力劝于大师休息。 为了梁柱的钢琴曲,老爷子已经有好几天没有休息好了。 为了让老爷子能安心休息,王胜不得不使用了九字真言的手段,加上催眠,才算是让于大师安然的入睡。 一晚上王胜都在琢磨着如何能够再让元魂进一步变化。 制作历史钢琴是一种尝试,但就在王胜辗转反侧的时候,忽然想到,梁柱一开始可不是钢琴版,而是小提琴版。 地球上王胜可是听过梁柱的二胡版,古征版的,这个世界同样有二胡和古征这两种乐器,为什么不让梁柱的这两个版本在这里重现呢? 说不定因为这个,会让王胜的元魂再次发生变化。 第696章 新尝试 下 第二天一早,于大师过来找王胜要制作历史钢琴的时候,王胜就先阻止了于大师马上要动手的驾驶,把自己昨天考虑的东西说了出来。 用古征和二胡演奏两注 于大师眼睛一亮,神采立刻飞扬起来。 虽然钢琴已经用它无可比拟的宽广音域战胜了古琴的音域,可是于大师还是对于自己钟情了一辈子的乐器有着深厚的感情。 钢琴横空出世,但并不意味着于大师就会放弃那些心肝宝贝。 王胜忽然提醒他用古征和二胡演奏两注,如同突然之间在于大师的眼前打开了一道将钢琴和传统乐器结合起来的道路,让他激动得浑身颤抖,恨不能现在马上就尝试一番。 可惜,能让于大师看在眼中的古征和二胡在他的家里,不在侯府中。 于是,于大师又亲自跑了一趟,从城外两件乐器带回了侯府。 在回到自己的山村家里的时候,于大师忽然意识到,梁柱既然能够用古征和二胡演奏,说不定还能和其他乐器一起配合,变成一首合奏曲目。 要是一趟一趟的回来搬自己的宝贝,那可就耽误功夫了。 好在王胜特意派了几个护卫过去帮忙拿东西,于大师也不客气,马上让一位护卫单独跑了一趟,问问侯爷能不能在侯府里给安置一个琴房,把他的宝贝都带过来。 这还用问?回来的护卫回去的时候就带上了一队人,连车带马的一大队,不光能把于大师的乐器搬过去,连一些特意囤积了几十年的材料也都拉上了。 当然,不是拉回侯府,而是媚儿早就买好的一处三进的独院,直接送给了于大师。 和侯府距离不远,十分方便。 于大师一个人,弹奏古征也好,拉二胡也好,都不是什么问题,但要是想要合奏的话,就有点麻烦了。 还好,侯府中还有一队御用琴师,虽然在于大师眼中他们的记忆还需要磨练,不过简单指点指点,也算是勉强能用了。 对于于大师来说,对古征和二胡的熟悉程度,比起钢琴来不知道要强了多少。 有王胜详细的钢琴谱和他之前成功演奏的经历,改编起古征谱和二胡谱毫不费力。 这时候于大师就看出来了,那个五线谱当真是好东西啊。 不管是古征也好,还是二胡也好,至少找到了对应的音阶,标记出来简直是不要太简单,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改造。 第二次演奏,因为没有十几个大宗师的参与,所以听众里面就没有那些大宗师,而是换成了王胜妹儿以及那一对御用琴师。 当梁柱优美的钢琴曲在那些御用琴师们耳中飘荡的时候,这些第一眼看到了钢琴的琴师们才意识到,原来那个大三角占地不小的有着整齐黑白格的东西竟然是一件乐器,而且是极其优秀的乐器。 于大师亲自出手弹奏,让一对御用琴师听得如醉如痴。 他们可不是那十几个大宗师,只知道手艺活,和自己有关的作品能耐着性子听完,没关系的就只当是在锯木头。 这些人可是御用琴师,在于大师眼里可能记忆还不堪,可是在普通人眼中那已经是顶级的音乐家了。 这样的御用琴师,怎么可能不懂音乐? 异区听完,所有琴师都要顶礼膜拜了。 心区肯定是于大师的手笔,新乐器也一定是如此,还是于大师亲手演奏,这简直可以说是音乐界最具传奇的事件之一了。 可钢琴演奏完还不算完,接下来,于大师又用鼓针将刚刚的两柱演奏了一遍。 这是和钢琴完全不同的感受,要知道,钢琴还是一件没有在外人面前显现过的新乐器,很少的几个人听过,可鼓针不同,甚至这些琴师之中就有一位是鼓针演奏家。 听到熟悉的乐器还能演绎这样的全新乐曲,简直是让人无与伦比的享受。 一对琴师简直都沉浸在其中,再也无法自拔。 王胜一直在闭着眼睛聆听,他现在的耳力,已经能够完全的听到许多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声音。 比如,手指和琴弦接触的时候琴弦还没有发出声音的时候那种声音,以及弹奏的时候挥动衣袖的声音,甚至于大师的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这时候就能感受到于大师的功力,手法精湛,手臂挥动的恰到好处,哪怕是旁人听不到这些声音,但在于大师的操作下,这些细微到了极致的声音都和鼓针的声音完美无缺的融合在了一起。 以至于连呼吸声都是和演奏配合,天衣无缝。 那些琴师在享受于大师的精湛功力,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享受到位,王胜现在才算是真正的享受着于大师登峰造极的演奏实力。 耳朵听力太好也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以后再也无法真正享受到最巅峰的音乐了,除非是于大师这样的高手演奏,否则其他稍微低级一点的几乎全都是瑕疵。 一居古针板的梁柱演奏完成,再次得到了众人众星捧月一般的追捧。 而王胜,也欣喜的发现,自己的圆魂空间中,那一层半透明的宝物,上面竟然隐隐约约的出现了一条条的五线谱。 貌似只是虚影,还没有完全凝实,但王胜已经明白,自己的尝试已经成功了。 只要继续坚持下去,等五线谱和上面的音阶完全显现的时候,就是自己可以完成求牛变的时候。 古针板完成,接下来于大师稍稍休息了一下,紧接着就开始了二胡版的演奏。 当二胡悠扬的声音出来的时候,王胜几乎就要拍手叫绝了。 二胡和小提琴同样都属于需要用琴弓拉的弦乐器,音质上虽然不同,但也有相通之处。 要知道,梁柱最初可是小提琴版本的。 悠扬,美妙,加上二胡独有的那种如气如素的音质,直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享受了一驱耳朵里的饕餐盛宴。 为而再次泪流满面,而那批琴师也没好到哪里去,一驱完成,所有人都呆坐原地,半赏缓不过神来。 王胜看着自己圆魂空间中又明显凝实了一点的五线谱,脸上的笑容再也遮掩不住。 第697章出事了,上 王胜是开心了,泪儿也开心了,但是那一对御用琴师却都要哭了。 本来能听到传奇级别的高人演奏的传奇乐曲,这是一种天大的幸福,可是,当于大师接下来马上要他们赶紧收拾东西,准备亲自折腾他们弄一个合奏出来的时候,众人就感觉不对了。 一开始还以为是到了天堂,能够被这种传奇大师指点。 可当于大师真正开始指点的时候,琴师们才发现,那是一场噩梦。 不是每个人都有王胜之前的耳朵,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那种听一声就知道音准高低的本事,可于大师显然并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既然一个不是专门玩音乐的侯爷都能有这样的水准,难道一群号称御用琴师的音乐人还做不到这种地步? 自从上次那个主事认出来于大师的身份之后,于大师说什么这批琴师都不敢诈刺,更别说亲耳听到于大师的演奏之后,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在指点这些琴师的过程中,于大师的脾气大的吓人,一点点小瑕疵都要被揪出来骂个狗血喷头,这些琴师简直是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 可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一个敢甩膀子不干的。 一个是身为御用琴师还受皇家约束,天子命令他们伺候好王胜,他们不敢违抗命令。 另一个则是不舍的,就算是于大师严厉了点,那又如何? 能得他老人家亲手指点,这是几辈子才能修来的姓氏啊? 谁退出是傻子? 这次于大师教授的,可不光光是弹奏技巧,而且还有一种全新的技朴法。 都是学音乐的,一埋头进去就发现了这其中的好处,简直是如饥似渴的学习,别说自己退出,抡着鞭子赶都赶不走。 于大师埋头于合奏和指点这些御用琴师,于是,历史钢琴的制作就扔到了王胜的头上。 已经做过一次三角钢琴,再做历史钢琴就简单了许多,无非就是钢琴弦的排布以及击锤方向的调整。 王胜脑子里有完整的数据,做出来实在是简单。 有之前的经验,灵配剑只用了两天就做出来三套。 第一套用来释手,第二套用来正式装配,第三套装起来送给于大师。 这是从重鞠弩开始就有的过程,这些大宗师们都已经习惯了。 于大师在指点那些琴师两天之后,让他们自行练习,自己又到这边来亲自装配历史钢琴。 装配完测试之后,就开始正式安装。 事实上,第一次装配的三角钢琴和历史钢琴,虽然都有手声带来的一些小小的瑕疵,但也只是在于大师和王胜的耳朵里才能听得出来,正常人比如那十几个大宗师, 就根本感受不出来能有什么区别,不都是一样的东西吗? 这两架第一次装配的试验钢琴,经过王胜调音之后,直接送到了御用琴师那边,有一两个琴师会根据于大师的指点来学习钢琴的弹奏。 当然,回皇宫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两架钢琴带上,作为带给天子的礼物。 王胜的决定一出,一干大宗师们全都是面面相去。 不过,大家都十分默契的什么话也不说,默默的接受了这一切。 从前声援开始,这些大宗师的观念就已经扭转过来了,好东西可以进贡给天子,但数量极其有限。 天子想要好东西,好办,拿真金白银来买。 有时候还未必能买到顶级的好东西。 历史钢琴成功的演奏出一区良住之后,王胜就欣喜的再次发现,自己的五线曲谱又凝实了那么一点点。 一切都在王胜的计划中,往王胜最期待的那个方向发展着。 御用琴师就是御用琴师,学过了五线谱掌握了之后,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 都是自己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乐器,只要能和五线谱上的音阶对应起来,有曲谱,马上就能弹奏出来。 梁柱的钢琴曲既被改成古针版二胡版之后,又被改成了一个合奏的版本,于大师用了两天两页集中修改,给了每个琴师一份他们自己擅长乐器的曲谱,然后大家还是合作练习。 练习了半天之后,王胜等人又被请了过来。 这次没有那十几位大宗师什么事情了,听众也只有王胜和媚儿两个。 当然,在于大师心目中,真正的听众其实只有王胜一个,媚儿称死算半个,这还是看在王胜的面子上。 钢琴还是主乐器,加了胡琴,加了古典,加了各种乐器之后,王胜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一首梁柱协奏曲的诞生。 于大师果然是于大师,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了这么多,名不虚传。 完整的协奏曲更是动人,十八相送,楼台会,话蝶,一个乐章一个乐章的听下来,媚儿哪怕已经听过各种版本的好几次,依旧还是痴迷其中无法自拔。 王胜的鼓掌让一杆御用琴师十分的开心,可于大师显然不满意。 他刚刚在弹奏钢琴,算是局内人,即便有什么表演不足的地方,他也未必能够听得出来。 所以,这时候直接打断了王胜的鼓掌,让王胜给大家指点不足之处。 面对于大师的执着,王胜从善如流,开始一个个点评起来。 先从那个鼓掌开始,到二胡,到胡琴,到唢呐,一个一个的说出他们刚刚演奏时的问题。 自从上次小晋级之后,王胜就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如同于大师一般,一耳朵听下来,合奏当中的任何细微的小毛病都逃不过王胜的敏锐听觉,一番指点之后,众人惊为天人。 于大师这边,王胜说的最详细,他知道,于大师最不喜欢那种虚伪的客套,实话实说最好。 刚刚摸了不到十天的钢琴,能弹奏成这样已经是奇才,但问题总还是有的,王胜能说出来一大堆。 说完了问题,王胜就建议于大师,试着把这个世界的曲子改到钢琴上试试。 音乐互通是双向的,而不是单行道。 这个建议让于大师再次满心欢喜,觉得自己又找到了奋斗的方向。 就在王胜开始检查自己的圆魂空间变化的时候,王管是急匆匆的从外面跑了进来,满脸的黄疾,任何人只要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出事了。 第698章出事了,下。 王管是跑得很急,中途被什么绊了一下,差点摔倒,看起来十分的狼狈。 可他连坑都没敢坑一声,继续往这边跑着。 自从上次在法场上之后,王胜就再没有见过王管是的这幅表情。 站起身来,一个眼神制止了王管是要禀报什么的举动,王胜让妹儿先带着王管是到别的地方了解情况,自己依旧还是陪着于大师说着自己的一些见解。 于大师心很静,一点一点的听着王胜的建议,仿佛没看见王管是一般。 听着王胜从把现有的各种乐曲的曲谱先用五线谱记下来保留,再到把一些千古名曲转换到钢琴上试试,最后还有摸索钢琴的诸多和弦以及各种的弹奏手法,零零总总说了一大堆。 一直到王胜把自己想到的东西都说完,于大师才满意的点了点头,挥手让王胜自己去忙碌。 自己则开始冲着那批御用琴师们叫嚷起来,没听到刚刚侯爷的话吗? 把该记的东西记下来,先把自己擅长的曲子都改谱。 王胜都离开快两百米之外了,依旧还能听到于大师的声音。 没办法,王胜现在的听力太好了,于大师的嗓门又大,想不听到都难。 侯爷,出事了。 根本不用护卫指点,王胜靠耳朵鼻子就知道媚儿和王管是在什么地方,静止的找了过去。 一见到王胜,王管是就赶忙冲着王胜哭丧着脸汇报。 放心,天塌不了。 王胜没有感觉到侯府有什么动静,也没有感觉到周围有什么杀气,那就说明出事也是外面的事情,心中一点都不着急。 坐下来之后,王胜才转向媚儿这边问道,很麻烦。 媚儿一直皱着眉头,想来是王管是说的事情让他也很难受。 听到王胜问起,媚儿微微的点了点头。 王胜是以王管是坐下,让他慢慢的把事情原委重新说一遍。 王管是也不敢怠慢,飞快的把刚刚对媚儿讲的事情又对着王胜汇报了一次。 这段时间王胜一直就待在京城,除了刚回来的时候去了一趟对门串门,去了一趟老军灌静心,以及去玲珑阁和渝大师的住处走了一趟之外,基本上就是足不出户的做一个宅男,在侯府之中鼓捣乐器,外面的事情一概不予理会。 反正王胜现在的核心利益都在千绝地之内,没有王胜带路,没人能够安全的进出千绝地核心区域,王胜根本不怕谁能损害自己的利益。 有人能进去才好呢,能加快自己探秘千绝地核心的进城。 无忧城的产业都在内城,没人敢动。 有人动就是和整个无忧城作对,可以说安然无恙。 至于京城这边,每年给天子上亿金币的分红,谁敢动王胜的产业,都不用王胜出马,皇家就能把动手的人生吞活剥掉。 就是在这种心态下,王胜才能安心地躲在侯府之中继续自己的修行,不理会别的杂事。 可也就是在这种心态下,王胜的产业还是被人寄予并动手了。 无忧城其实没什么真正的产业,就是两座房舍而已,也没人敢动。 真正让人动心的,还是钱生元和润资房这两个产业。 钱生元不用说,用王胜的话讲,那是掌握了核心科技,根本不怕别人竞争的。 唯一有能力竞争的估计也就只有玲珑阁一家,可现在玲珑阁和王胜合作的正紧密,不太可能会挖王胜的墙角。 别家不管是哪家的势力,哪怕再厉害,也不可能得到哪些手艺精通脾气也一样通天的大宗师们的认可。 没有这些大宗师,他们拿出来的那些笔墨纸燕文具什么的,最多最多也就是些精品,离极品孤品还差得远。 绑架大宗师 那就意味着不但得罪了王胜,还同时得罪了皇家和玲珑阁,而且并不能够保证这些大宗师就那么服服帖帖的听话。 况且,每一个大宗师最差也是八重镜,有不少还是九重镜传级高手,绑架的可能性实在是太低。 于是,这种情况下,有心人的目光就转向了润资房。 润资房的生意,用日进斗金的生意来讲其实有点名不复实,用抢钱来形容比较符合实际。 这满天下,只要是个女人,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哪一个不想要润资房的化妆品? 可润资房只有京城有,而且只有在皇城根下才有,别的地方一概没有。 各个诸侯国的公侯夫人们想使用,也只能派人从遥远的京城买过来。 经常有商人跑这种贩售的路线,一转手就是一倍的利润都不止。 和前生员不同,润资房的生意可没用到什么大宗师,即便有,也只是那核心的一两个调香的或者是处理药材的,这么大量的货物,不可能是几个人能生产出来的。 润资房的生产作坊是放在京城郊外的,经常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被润资房雇佣,用来生产各种各样的化妆品。 生产出来之后,再拉到京城润资房贩卖。 出示的不是京城皇城根下的润资房,而是京郊的两个负责生产的庄子。 出示的规模其实也并不是很大,就是两个一千多人的庄子里,失踪了几个村民。 如果只是普通的村民,这根本就不叫是。 这个年头,失踪几个村民实在是太正常了。 可这次失踪的这几个,全都是掌握了几个关键步骤的村民,而且几乎是同时失踪,这事情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这几个人掌握了多少东西? 王胜听完,想了想,冲着王管事问道。 正在查,庄子里的管事发现了不对,马上禀报过来,还没来得及查这些。 王管事赶忙回答道,奴婢这就去问问。 恩,去问问。 王胜点了点头,然后又吩咐了一句,另外把这事也告诉对门的管事一声,让他们心里有数。 毕竟是合伙的生意。 王管事答应着飞快的离开,王胜看了看还在皱着眉头的妹儿,笑着安慰道,放心,出不了大事。 几个人而已,就算是知道的多,也就是几种生产工序,还动摇不了润资房的根本。 另外,既然是合伙的生意,这里是京城,那就让皇家去查,我们慢慢等着就行。 第699章 瓜分润资房 上 话是这么说,可妹儿还是很不安。 润资房可是妹儿下了大辛苦才操持起来,从原材料到生产地再到生产运输一直到前端销售,打造最高档的美容院,全都包含了妹儿的心血。 如果是正常的商业竞争,妹儿也无话可说,但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剽窃抢夺妹儿的劳动果实,别说妹儿,换成谁都受不了。 放心,不管是谁做的,我都会帮你讨回公道。 王胜看到了妹儿的担忧,伸手抓住了她的小手,出声安慰道,就算我一个人不行,倾家荡产,几亿金币砸出去也给你砸一个结果。 这次妹儿终于好过了点,也不知道是王胜的话的缘故,还是因为王胜握住了妹儿小手的缘故,妹儿脸上总算是有了点笑容。 有一句话王胜还没有说,但他相信妹儿也清楚。 哪怕润资房从此被各方挤得无法做生意了,王胜也有的是创意让妹儿再次站在商业世界的巅峰。 王管事这边动作很快,通知了对门管事之后,马上就派人直奔上报的庄子调查情况。 这还不算,王管事又多派了一批人,直奔其他负责生产的庄子。 上报的现在只有两家,谁知道还有没有更多。 皇家这边听到了消息,也不敢怠慢,那可是皇后娘娘的产业,也就意味着这是天子的产业,赶在京城洞天子的产业,不想活了。 不知道有多少皇家大内的高手被派了出去,直接变成了一张大网,将整个京城之地都网罗了进来。 睡了一夜之后,王管事总算是带回了最新的消息。 只是,还没等王管事开口,他脸上的表情就已经告诉了王胜和妹儿,恐怕问题并不仅仅是那两个庄子。 侯爷,夫人,一共有三十个庄子出了问题,总计差不多有三百多人失踪。 出了这么大的漏子,王管事着急的几乎要哭出来了,几乎润滋房的八成的化妆品都有涉及,失踪的全都是掌握了关键步骤的人。 庄子里的人也查过了,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嗯? 王胜点了点头,冲着王管事道,不急,王管事你辛苦了一夜,休息一下。 嗯,派人通知一下对面的管事。 王管事答应一声,就要跑着去安排。 王胜看到之后又叮嘱一句。 别慌,天塌不下来,派人通知就行了,不用你亲自跑来跑去。 对了,那些庄子除了人失踪之外,有没有人受伤? 王胜又追问了一句。 这个倒是没有。 王管事赶忙回报道,奴婢亲自去了几个庄子,管事都说没人受伤,就是人就莫名其妙的没了。 行了,我知道了。 王胜挥挥手,让王管事离开办事。 自己却开始琢磨起来。 未而此刻已经再次担心起来。 这次可不是几个人,最多涉及几款产品。 而是三百多人,涵盖了润脂肪八成的化妆品,这是想要把润脂肪一网打尽的架势啊。 一天之内,三十个庄子三百多人失踪,而且还全都是掌握了生产关键步骤的人出问题,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事情。 动手的人绝对是早有预谋,光是这个名单就已经不知道谋划了多长时间。 光靠外面的调查,根本就不可能将这么多人一网打尽,要知道,这三十个庄子还有几个是黄庄,封闭的庄子,外人根本就进不去。 如果不是里应外合,王胜和媚儿绝不相信。 看着干净利落的劲,王胜也不由的赞叹,行动能做到这个份上,还是在皇家的眼皮子地下把事情做成,当真是漂亮。 要不是看着媚儿着急的样子心疼,王胜都要积节赞叹了。 一天之内把三百多人带走,还不伤一个人,暗地里想必不知道下了多少功夫。 走,我们也别坐着,亲自去看看。 王胜看媚儿着急的样子,忍不住心疼起来,站起身来冲着媚儿伸出了手,去现场看看,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王胜的话,媚儿会毫无保留的遵从,伸手将自己的小手送到了王胜的手中,乖巧地站起身来,跟着王胜走去。 长盛侯这还是一个多月之后第一次出侯府,有媚儿在,身边前呼后拥,至少有二十个护卫在周围。 一行人策马出了城,不知道多少人看着他们的队伍各自心思。 也有不少看似碰巧往那个方向走的,也都小心地跟了出去。 王胜一动,各家的眼线几乎全都动了起来。 骑着马,速度快,没用半个时辰就赶到了第一个庄子。 还有一段距离,刚看到庄子,王胜就皱起了眉头。 那个庄子已经被一批一看就是内卫的人包围了起来,距离这么远王胜就看到了庄子里站着很多人,还有训斥的声音传出来。 止步。 队伍刚刚接近庄子外面摆帐之外,就被人喝止。 不过,这声音也只是响了一声,然后喊话的人就马上别人拉走,一个内势飞快地迎了上来,冲着王胜失礼道,见过侯爷。 里面在干什么? 王胜吻了一声,坐在马上没有下马,冲着内势问道。 统领在追查内奸。 王胜问起,这内势不敢怠慢,飞快地回答道。 要是换个别的人来,哪怕是王爷,估计也不可能得到什么答案。 可这是长盛侯当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胡闹。 王胜冷着脸斥责一声,赶紧去,通知那个统领,马上把人撤出来。 该调查调查,不用这么大张旗鼓,让庄子里的人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耽搁了生产。 是,侯爷。 内势赶忙答应一声,飞快地跑进了庄子里。 他可是见过李总管和周管事他们三位老供奉对王胜态度的,哪里还敢怠慢。 刚刚那个笨蛋竟然敢让侯爷指不,要不是他聪明,那个家伙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王胜并没有等太长的时间,没一会的功夫,跑着进去传话的那个内势就脸上带着一个清晰的巴掌印,嘴角挂着一丝血痕,狼狈地跑出了庄子,回到了王胜的面前。 侯爷,奴婢,奴婢人微言轻,杨统领他,内势几乎是哭丧着脸回报着,发生了什么一目了然。 第七百章瓜分润滋房,下。 不用这个内势回报,王胜其实早已经听到了。 这个距离上,里面发生了什么,不敢说多细小的声音王胜都能听得到,但那个统领暴怒的喝骂声和抽耳光的声音,王胜还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滚蛋! 让他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堂堂天子亲君办事,还要听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侯爷的命令吗? 啪! 这个统领,估计又是一个看不惯天子给王胜厚赐的主。 而且王胜可以肯定,这个统领也绝对不算是天子真正的心腹,否则的话,给他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对王胜这样的评价。 说实话,王胜突然被封长圣侯,又是赏赐府邸,又是杀了几个重臣,甚至还有一个七皇子,超家超人全送到了王胜的府上,不是那种真正的心腹重臣,怎么可能知道这其中的关键。 大家统一的认识就是天子为了千绝帝,所以才会如此的重视拉拢王胜。 不光是京城里的不少人是这么认为的,连带各大诸侯国的许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王胜在京城赚金币赚到手软,多少人眼巴巴的看着犯着红眼病却毫无办法,眼下突然润脂房的庄子出了事,这岂不是天大的好机会? 就算是插不进去一手,可是趁火打劫总会吧。 什么拷问内奸,分明就是明着把一批熟练工挑剪出来,以内奸的名义带走。 至于说带到哪里去,王胜可以肯定不是天牢。 天子怎么可能会拆自己老婆买卖的台? 京城里面,也并不是铁板一块。 皇家有皇家的打算,臣子有臣子的心思,就算是皇家内部,一些王爷和天子也不是完全对付,这种争权夺利的事情,王胜在地球上的影视作品里看得多了。 他哪只手打的你? 王胜没有管里面发生的事情。 只是冲着刚刚替自己跑腿的内侍柔声的问道。 回顶侯爷,是右手。 内侍不知道王胜什么意思,但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道。 嗯,右手。 王胜有些高深莫测的嗯了一声,然后笑着问道,他这只右手,你想不想要? 敢不敢要? 耀阳统领的右手。 内侍一愣,随后突然之间明白过来,脸上顿时露出了狂喜的神色,飞快的点头道。 要。 侯爷,奴婢要了。 行,我帮你预定了,你改日等着收吧。 王胜点了点头,冲着众人吩咐道,走,去下一个庄子。 为而没二话,周围的护卫全都是老军官弟子,辈分比王胜低得太多,全都是齐齐的控制着坐下马,跟着王胜离开。 赶到第二个庄子的时候,王胜已经不用进庄子就看到了几乎和第一个庄子一模一样的情景,只是换了一批人而已。 王胜连进去都没进去,赖着性子转向了第三个庄子。 情况依旧,距离还有几里地远,王胜就已经直接拨马往回走,看都不看了。 其他的庄子肯定都一样。 王胜冲着媚儿解释道,不用看了,我们回去。 众人一句话都没有,乖乖地跟着王胜回了京城,进了侯府之中。 前后的情形,已经有不知道多少人在明里暗里看在了眼中,特别是那三个庄子里正在办事的那些官员统领。 眼看着王胜和媚儿杀雨而归,许多人都在暗中笑了起来。 这是一张巨大的网,王胜和媚儿就在网的中心,现在大网正在慢慢地收紧,哪怕不可能要了王胜的命,可夺了王胜的一项生财之道,那也是让人很开心的事情。 一年几亿金币的营业额,能让无数人垂涎到口水都流出来。 连天子都动心不已的数字,还有别人能够抵抗这个天大的诱惑吗? 有人看上了润滋房,想要瓜分润滋房了。 回到侯府,在王胜的书房中,王胜冲着媚儿说道。 可能还不止一家,有可能是几家几十家。 媚儿不是傻子,今天的驾驶她当然能看得出来。 这边刚刚才暴露出点苗头,至少京城里的一批人就迫不及待地以保护产业或者追查内间的将各个生产化妆品的庄子霸占在手中,这吃香的有多难看。 之前她的确是有些担心,怕影响到润滋房的正常运转。 不过到了现在事情闹腾得这么严重,润滋房可以说肯定已经被影响得十分严重了,媚儿反倒是不担心了。 幸亏你早有安排,否则他们可不就要得逞了吗? 媚儿经历了这么多事,早已经不是善男信女,满脸的寒霜,冲着王胜说道,侯爷,这口气我咽不下。 放心,这次要是没有足够的脑袋,我自己也咽不下这口气。 王胜冲着媚儿笑道,我们不急,等他们发现不对以后再说。 你出去的时候,脸色难看点,恩,化妆的憔悴一点。 我知道了。 媚儿撅着嘴答应道,让一个如媚儿这般娇艳如花的女子化妆的憔悴,那简直就是对她的折磨。 可为了让事情更好看一点,少不得要做出点牺牲。 对了,你现在修为到了什么境界了? 王胜冲着媚儿问道,如果到了四重境巅峰,我可以告诉你元魂升级的方法。 你猜。 听到王胜这个问题,媚儿忽然调皮的笑着反问道。 四重境初期。 王胜也配合,马上说出了一个猜测的境界。 媚儿的情况特殊,她不是战斗型的,所以王胜都不好猜测她的修为境界。 媚儿摇头。 中期。 王胜又猜。 媚儿还是摇头。 看王胜一脸郁闷的样子。 媚儿开心的格格笑了出来,很是得意了一番之后才说出了答案,五重境初期。 怎么样? 怎么做到的? 王胜直接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道。 难道媚儿也是坚信元魂一定能升级? 苏伯母告诉我的一个很秘密的手段。 媚儿很开心地炫耀着,能把我的四星级幻灵弧的元魂提升一个星级,达到五星级。 也好。 王胜当然愿意媚儿的元魂越高级越好,等到了极限,我告诉你继续提升的方法。 媚儿重重地点了点头,呼得有些担忧地问道,这些人想要动润资房,不知道苏伯伯和苏伯母他们怎么应对。 第701章天子甩锅,上。 苏伯伯和苏伯母如何应付? 有人要把自己的生意瓜分,党人财禄如杀人父母,已经是不共戴天了,更别说抢人财禄了,天子和皇后还会如何应付? 王胜就不信今天的事情天子不知道,皇家的三个老供奉不知道,不过就是为了看看有什么人迫不及待的跳出来而已,这么好的机会,不多打几条鱼,难道还让他们藏在深水区? 放心吧,他们肯定有办法应对的。 王胜安慰了媚儿一句,让他放心,别忘记了他们的身份。 我知道他们是皇族。 媚儿还是有些担心,可我就怕这次参与其中的,有不少皇族中人哪。 要是天子也动了心思,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 天子动心思? 王胜倒是没有想过这个可能。 不过,现在仔细琢磨琢磨的话,王胜觉得天子还是没这么大的胆子,以及根本就没必要。 本来这生意有一半就是天子的,就算他觊觎剩下的一半,抢过去了,可他有合适的人手运营吗? 没有王胜出谋划策,没有媚儿和他带来的那批自身掌柜们的操持,皇家想要赚钱。 天大的玩笑。 不是王胜看不起这些皇家的人,那么多的皇庄,偌大的京城,要是给王胜的话,早就是富甲一方了。 给皇家的人操持,这些家伙除了知道从土地里刨石之外,还懂得什么。 勾心斗角是有一套,不过都用在七上瞒下了,真正把心掏给皇家的能有几个。 也许皇家天生就有战有欲,什么都想全都刨到自己碗里。 不过,让媚儿操持,一年能赚一亿,五成是五千万。 全抢下来倒是都是自己的,可一年最多一千万,难道天子算不过来这个账? 真要有本事,这化妆品有些本来是皇后的养生手段,怎么没见他们之前拿出来赚到钱? 还是没那个经营头脑? 当然,也不排除天子脑子抽抽,可这和王胜有什么关系? 惹得王胜急了,几里之外给天子一见然后随便去哪个诸侯国或者无忧城,皇家又能如何? 综上,王胜觉得天子自己动手的可能性不大,还是放心的等待结果就行。 刚刚接到有人失踪消息的时候,天子也是极其愤怒的。 在京城之地这么搞,分明就是不给自己这个天子面子,当下大发雷霆,然后命人彻查。 朝廷的势力顿时间一下子撒开了网,可是等到人派出去第二天回报的时候,天子就意识到不对了。 明明是皇后和妹儿合作的润资房的产业,怎么就被东一家西一家的人控制了? 海美齐明曰保护,他们这是想要做什么? 反了天了。 最让他愤怒的是王胜和妹儿一起赶到那些庄子的时候,里面的人竟然连尽都不让王胜进去看一眼,这是想干什么? 可没等他雷霆震怒,几个王爷忽然就连妹求见,此外还有几个众臣一起,集合在一起的势力,就连天子都不得不要掂量一番。 这几个王胜都是皇族宗士,有两个甚至算起来还是天子的族书,辈分比天子要高。 这么多人联合求见,天子连不见都不行。 陛下,老臣就问你一句。 这天下,还是不是苏家的天下? 见礼之后,那个辈分最大的族书城王爷就颤颤巍巍开了口。 当然是我苏家的天下。 天子再不待见这些人,这个问题也还是要点头的。 这是大义所在,虽千万人无王矣的那种,不管现实如何,口头上也不能否认的。 既是我苏家的天下,哪怕我苏家现在只是困居京城一余,也不能让外人抢了我苏家的财货吧。 成老王爷义正言辞的说道,严唐生意是官军国大事,所以收归官营。 可这润资房,奢靡成性,如让那些居心叵测之徒操纵,岂不是要回我苏家天下之根基? 那王叔的意思呢? 天子心中已经怒急,可脸上却没有半点的愤怒表情,反倒是微笑着问道。 就算不收归官营,也要让忠心可靠之人操持,免得大好江山为外人所称。 老王爷依旧还是一副为了天子为了苏家天下的态度,皇族宗室之中也有不少好儿郎愿意为陛下分忧劫难,还请陛下首肯。 把润资房交到宗室和仲臣的手中吗? 天子心中冷笑着,口中问道,可这润资房,有皇后的一点点小分子,却又该如何? 皇后娘娘的分子,那当然还是皇后娘娘的分子。 老王爷一听,顿时感觉有门。 急忙拍着胸脯保证道,至于剩下的,那可不能便宜了外人。 外人? 天子听到这个称呼,微微皱了皱眉头,然后一闪而视,抬头冲着老王爷问道,就算是震点了头,也没那么容易吧? 只要陛下不说话就行,其他的,一切都交给老臣等人来办,绝不会让陛下为难。 感觉天子已经动心,老王爷和众人的心中已经乐开了花,说到底,无非就是利益而已。 王胜能给天子金币,他们一样可以。 可金币放在宗室和仲臣手中,总比放在王胜手里让天子更放心吧。 一群蠢货。 天子现在都想要怒急而笑了。 当真是什么人的产业都敢动,真要惹恼了王胜,在京城里给来上一颗毒气弹,难道几十万人陪着你们这几十个人一起死吗? 只是,这一群家伙成事不足,败事却是有余。 真让他们联合起来,在朝堂上搞点小动作,恐怕就算是天子也得头疼。 尽管天子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强势,可朝堂就是朝堂,不可能所有人都以天子的利益为准。 真要动手,这些家伙反弹起来,恐怕天子也得头疼很多天。 更不用说因为内耗带来的实力损失,好不容易和诸侯国拉近的距离,难道又要拉开? 天子正在为难要不要阻止这些贪婪的家伙,李总管却匆匆的从外面进来,凑到天子身边,递给了天子一张纸条。 天子展开看了看,立刻露出了笑容。 去年润资房一年给皇后分红一亿五千万金币以上。 天子冲着众人笑呵呵的说道,只要王叔你们保证,每年给皇后不少余一亿金币,这事我就当不知道。 第702章天子甩锅 天子的这个态度,已经让以老王爷为首的这批人十分满意了。 这样是还不满意,难道还想让天子把皇后娘娘的分子降低补给他们吗? 自然。 老王爷当然一口答应。 这样还不答应,那可就是蹬鼻子上脸了,一年都少收你五千万金币了,还想怎的? 还不满足? 皇位要吗? 口说无凭。 天子只是微微笑了笑,你们可不是我,金口预言,是吧? 除了天子,谁还敢说自己是金口预言? 在场的只要有一个承认,别说天子不干,周围的人都能直接把他弄死。 既然不敢说自己是金口预言一诺千金,那就只能口说无凭立自为证了。 这样吧,你们回去商量一下,每个人应该分担多少,明日一早把字句送过来。 天子也不逼迫大家马上就给出具体份额,而是给了众人商量的时间,什么时候把字句送过来,什么时候我就不作声。 天子盛名啊。 几个王爷和众臣都要赶激涕零了。 摊上这么一个肯为宗室肯为众臣着想的天子,当真是大家的福分啊。 再要是得寸进尺的话,哪怕是同伴也要比试了。 如此,微臣告退。 众人怀着满意的心思,向天子告退。 稍等。 天子呼的叫住了众人,交上字句,我可就不管了。 但你们成不成,我也同样不管,我只管向立了字句的人要金币,到时候你们要是拿不出来金币,可就别怪我不给王叔面子了。 众人一正,但琢磨一下的话,顿时就明白了这其中的深意。 其实还是敲打他们,立了字句就要金币,可要是他们动手抢了王胜的产业,最后自己保不住,天子也不会像抢了他们产业的人要金币,依旧还是向他们要,这就是让他们自己看管好自己抢到的产业,免得为人所衬。 至于天子之前说的成不成什么的,那不过就是顺口一说。 这么多家众臣动手,还有不成的吗? 别说一个区区的长圣猴,再来两个,也不过是土鸡娃狗。 识相的就留你一条性命给大家在千诀地里带路,不识相的,难道无忧城找不到杀手,神威玉还找不到吗? 况且,这么多宗室重臣,哪个家里不养着几个死士?该动手的时候,谁会手软? 不行,上交字句的时候,你们要把头一年的收益给我交上来。 天子似乎忽然之间变得贪财,你们不能什么都不付出就想要捞取大把的好处,到时候不成,让朕去找谁去。 这一下,就更符合众人心目中天子的贪婪了。 为什么会纵容王胜和媚儿,还不是因为有大笔的金币风口? 想要取而代之,可以,先拿金币风上天子的口再说。 众人目光都看向了老王爷。 面对这种情形,老王爷还能说什么? 既然已经决定动手,而且已经动了手,开弓没有回头剑,难道还能把吃进嘴里的吐出来不成? 只能点头。 老王爷点了头,其他人自然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全都答应了天子的要求。 出了皇宫,众人都是相视一笑。 大家只要联合起来,天子也不足矩,无外乎威逼利诱,不是吗? 等众人离开,天子直接就赶到了皇后的寝宫。 刚刚李总管给他的字条,就是皇后的意思,天子过来就是问问究竟的。 让他们立下字句就不管,这岂不是对不起媚儿和长圣侯? 天子有些不明白自己女人的想法,不过他相信皇后肯定是不会害媚儿的,所以马上过来问个明白。 他们抢不过去。 皇后娘娘神秘的笑了笑,身为润滋房的大股东,媚儿的一些安排他也是心知肚明的。 这种情形之下要是这些人还能把润滋房抢过去的话,那媚儿的这些布置也就太弱了。 正因为知道可能的结果,才会这样暗示天子。 先让他们上交陛下一亿金币再说。 皇后娘娘笑着说道,全当是他们敢算计陛下的一些利息。 一亿金币,恐怕平息不了长圣侯的怒火呀。 天子明白了皇后的意思,有些叹息的说道,这事情,要是没有几十颗重要人物的脑袋,恐怕长圣侯是不会满意的。 那这一亿金币赔给陛下,逃除这些之后,剩下的给长圣侯。 皇后娘娘别看已经年过四旬,可依旧如同一个调皮的小女孩一般,能不能拿过去,就看长圣侯自己的本事,如何? 可以。 天子琢磨了一下,点了点头。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王胜从京郊回来的第二天上午,王胜就在侯府见到了皇家三大供奉之一神老太监。 神老太监是来给王胜送信的。 口信,很明确的表达了天子和皇后娘娘的意思,当然,这是背着媚儿和王胜说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媚儿还不知道苏伯伯和苏伯母的身份,只当他们是普通的皇室,某个贤散王爷,连媚儿派出的人手打探,在皇室记载中也是有这么一个贤散王爷的,天子的伪装身份毫无破绽。 一半的股份,就换来一个什么都不管。 王胜也不管神老太监修位有多高,地位有多尊崇,冷笑着说道,这金币赚得也太容易了吧。 天子拿着这批金币,不觉得烫手吗? 陛下有陛下的苦衷。 神老太监对王胜的发火毫不意外,十分平静地解释道,侯爷不用发火,陛下说了,老奴这段时间就跟在侯爷身边,任凭侯爷差遣。 杀人也行吗? 王胜一证,让神老太监在身边听候差遣,倒也算是出力了,不过王胜还要确认一下。 除了皇宫之内,随便侯爷想要杀谁? 神老太监微微低头,却是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侯爷想要成老王爷死,老奴可以随时让他死于意外。 要是侯爷觉得不够,必要的时候,老李老周都可以暗中出手。 陛下真是好算计。 王胜呵呵地笑出了声音,动手的还是你们,但杀人的黑锅就得我来背,最后陛下再出来收拾残局,好算计啊。 身为臣子,自然是要为陛下分忧解难的。 神老太监一点都不意外王胜看穿天子的布置,只是平静地说道。 第703章 王胜也甩锅,上 京城里面看起来风平浪静,没什么异常。 唯一有点变化的就是润资房的精品开始限量提供,其他的一点都看不出变化。 道是城外却是几十个庄子风起云涌,有几个势力大的圈了几个庄子,有些势力小的则是在抢一个庄子,不过,都没有和平解决的,全都是大打出手,也不知道多了多少的冤魂,埋了多少枯骨。 打来打去,总算是尘埃落定,每个庄子要么一个要么几个势力瓜分。 划分好了地盘之后,各方开始组织村民们继续生产。 村民们可都是经过润资房培训锻炼一年多的熟练工,各个都是宝贝,外面打得再狠也没有伤到几个村民。 这可是大家的摇钱术,谁舍得伤到一个。 各个势力派驻的管事开始进驻,各个村子都开始开工,各方的主事看到源源不断的精品化妆品生产出来,打上了润资房的招牌,各个笑得合不拢嘴。 这些给女人用的小瓶瓶罐罐,全都是金币啊。 只是,这才刚刚开工了两天之后,各方就不得不停工了。 没别的原因,就是原材料不够了。 不管是生产唇膏还是生产的面膜,不管是润肤水还是面霜,全都没有了原料。 不管是用来生产化妆品的材料,还是用来装化妆品的包装,全都没了。 小妇难为五米之锤,没有原料,如何生产。 这下各方的主事都着急了,下面的管事们赶紧找有经验的村民询问需要什么材料,准备组织采购。 有聪明的管事早在两天前刚开工的时候就已经统计好原料,从各处开始下订单,京城这么大,难道还能被区区原材料卡住脖子? 润资房以前能买到,那各方现在就应该能同样买到才对。 统计来统计去,这些庄子里的管事忽然发现了一个恐怖的事实,那就是那些普通的原料好说,可有其中的五种关键的材料,大家竟然不知道从哪里去预定。 不光是不知道预定的地头,连那些材料是什么各方都没有弄清楚。 这下麻烦大了,缺少五种关键材料,做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成样子,别说卖了,摆给人都没人要啊。 以前这些材料是哪里来的? 各方马上开始调查,问那些村民,问一些内线,很快就知道了答案。 润资房定时的会送材料到庄子上,有专门的队伍干这件事情。 不是一个人这么说,而是所有村子里的管事都这么说。 至于说从哪里送来的材料,什么人送的,没人知道。 盯着润资房不是一两天了,各方马上发现犯了一个大错误,忘记了把供货和送材料的队伍控制了。 好在亡羊补牢,有位委婉,有势大的马上下手,将三个原本没在他们目标区域内的三个庄子都控制了起来。 人现在是没办法控制了,早就进了侯府被保护起来,但庄子就在城外跑不掉,直接被一锅端。 这三个庄子,就是进行原材料预处理并负责运送到各个村的。 村子里果然有不少材料,这下这几个势力开心坏了,掌控了原材料,就掌控了其他下游生产厂家的命脉,这下可以赚的更多了。 解决了一个问题,然后马上就有了下一个问题。 原材料预处理是原材料预处理,可是他们也不可能凭空变出原材料啊。 这三个庄子里有的材料,也是前期送来等着他们继续处理的,等到这批处理完,如果没有下一批送到的话,恐怕依旧还是要面临断荡的危险。 这些原料都是润资房的人从各处预定的,按照生产的需求提前做好计划,然后有步骤的下订单。 这批订单一完成,如果没有后续订单,谁会平白无故的把东西给送过来。 况且,润资房的订货,一向是有人亲自上门订货后,由供货方送到一个临时仓库去的。 可这时候去找那些个临时仓库,早就空空荡荡,养老鼠都养不活了。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 只能是继续统计了原料需要什么之后,然后各方的人手满世界的去买东西,不然的话,各方就是抢到了几个没什么用处的庄子和最多两天产量的化妆品而已,发财。 做梦吧。 上次梦儿被人从宝庆渔堂赶了出来,梦儿就接受了教训,润资房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求着王胜给他一个不会再犯同样错误的方法。 王胜也没有辜负梦儿,给了他一个这样环环相扣的从原料供应到浴厨里再到正式生产再到销售的产业链。 除此之外,还让梦儿打造了一支专门负责运输的队伍。 不光生产过程是环环相扣的,就连运输队伍都是,从各处订货让他们送到一个个分散的中转仓库,这些总转仓库再运送到总库,最后再按照材料处理的工序从总库运送到三个不同的预处理的庄子上。 当然,这些都只是普通的原材料的处理方法。 王胜另外有两个队伍,则是负责关键材料的处理和运输的。 一支处理队伍是在猴府之中,材料什么的也都是送到猴府。 因为只是关键性的材料,体积并不大,只要一个人两个人带着纳戒就能负责运输。 每天那么多人进出猴府,谁又能知道这个人是做什么的? 就算是猴府中天子的眼线,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可具体负责运输的人是谁,没有人知道。 想要这部分关键材料,除非是攻打猴府,否则的话,那些人拿着普通材料也只能看着无计可施,因为根本不知道这批关键材料是什么做的,只知道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放,每次也有专人送过来,一旦断了盾,那各个庄子就只能停工,没别的办法。 另一处关键材料的队伍,是在老军馆。 这是王胜第二信任的根据地,也是最安全的所在。 老军馆本来就有一批专门培养的医药方面的道士,正好让他们练手,同时也是给老军馆找的另一个裁员。 靠着这批关键性的材料,老军馆一年也能拿下差不多一千万金币的利润。 这可是细水长流的稳定裁员,大关主早就保护得死死的。 有不要命的赶去老军馆试试,绝对只会是有命进去没命出来。 第704章 王胜也甩锅 下 这两批关键材料,侯府占了两种,老军馆占了三种,各不相干,除了王胜和媚儿之外,互相不知道对方的配方手法,真的是做到了缺谁都不行的地步。 这么一条严谨的链条打造下来,真以为控制了一个或者几个点就能把润资房拿到手。 想得美。 一个点断开,就意味着整条链是断开的,无法连接起来。 不管是最先动手的那批人,还是后来把庄子霸占下来的这些人,都想当然的以为抢下了润资房的生产产地就万事大吉,当真是太天真了。 没有供货商,没有运输队,没有关键材料,想生产原汁原味的润资房产品,做梦去吧。 润资房那边,本身就囤着差不多足够一个月销量的货物,加上限量销售,支持两个月毫无问题。 可是,这些抢下了庄子的人就做了辣,不能生产,却已经在抢夺的时候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可不是做了无用功吗? 更可怕的是,他们为了得到天子的首肯,可是在那天晚上连夜争吵出了各自的份额,加起来整整一亿金币啊。 虽然是三四十家分摊的,有的多有的少,可平均下来,每家也是少的两百万金币,多得上千万金币啊。 这要是转不回来,各方的主事都不知道该怎么给自家的主则交代了。 马上众人的目光就集中到了那三个负责原材料预处理的庄子上,莫非是控制了这三个庄子的那几个势力在联合捣鬼? 不提供原料,想让大家都喝西北风吗? 一开始控制着三个庄子的势力还试图解释,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解释,各方都不相信。 就连他们自己占据的庄子都没办法生产,也被当成是为了迷惑大家造成的假象,为的就是想要独吞原料。 几天之后,这几家就连解释都懒得解释了。 没办法,解释了也没人信,那还解释什么? 最初各方也都比较克制,可不管怎么买原料最后大家发现都差那么几种关键的村民们又说不出来是什么的材料之后,就有人差点忍不住开始动手。 总算知道动手的后果严重,大家忍住了火气,还是各自寻找解决方案。 抓着村民言行拷问想要结果的有知,直接找上门找那几个最大的王爷要求给交代的有知,在辈分最高威望最高的城王爷的弹压下,众人强行压住了火气,打算找办法解决。 所有人如同那天晚上商量配额一样聚集起来,开始商量如何解决眼前的麻烦。 没人是傻子,到了这个地步,所有人当面罗对面股心气放平一谈,马上就知道并不是大家互相在算计,而是从他们开始行动的一开始就没有想到润资房这边的产业链打造的异常的严谨,每一个链条都如此的环环相扣。 一切的根源,原来还都在那个他们一直看不上眼的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蛮子身上。 众人可是集资了一亿金币才买到的这个入场资格,让天子不说话不开口的资格,就因为这个所谓的长盛侯之前的布置,难道就要复之流水吗? 杀了他。 已经有人激动的叫了起来。 杀了他能找到配方找到那些关键的材料吗? 有人激动,有人就相对冷静,马上反问了出来。 当然不能。 人杀了怎么可能还找得到配方? 这个时候,王胜要是聪明的话,早就把该隐藏的东西藏好了,还要等他们上门杀人抢配方。 如果王胜真的那么愚蠢的话,众人也不会坐在这里一筹莫展了。 派高手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 有人情急之下想出了这个办法,或者把那个女掌柜的抓起来,我就不信他不顾自己的女人。 真要论起来的话,这个办法是可行性最高的办法,至少还有机会得到真正的配方。 一时间,众人都开始动心,围绕着这个方法研究起来。 侯府不是别的地方,所有人都知道王胜和妹儿找了多少护卫。 这且不论,单是在京城之内大规模的动手,就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天子可以容忍大家在城外搞风搞雨,难道也能容忍大家在京城之内这么搞吗? 今天队在侯府里动手点了头,明天要是有人要在皇宫里动手,天子该怎么自处? 这种底线天子能答应? 可不跨过这条线,又如何对王胜出手? 就在众人头疼的时候,有人呼的送过来一条看起来是好消息的最新消息,王胜和妹儿一起带着护卫出了侯府,而且出了京城。 只要不在京城里面,那就一切好说。 众人都精神起来,等着最新的消息,并顺势准备安排人手。 可没等他们准备完成,新消息一来,所有人就同时哀嚎起来。 王胜带着妹儿去了老军馆。 给这批人的胆量加起来呈上十倍,他们也不敢派人到老军馆去撒野。 连皇家三大供奉都要摇头叹息的地方,他们凭什么游闯老军馆的底气? 这个王胜,肯定是估计到各方会对他动手,所以才迫不及待的逃到了老军馆的,一定是这样。 好啊,你有本事就龟缩在老军馆里一辈子不出来。 但凡你出来一下,这么多家的高手怎么也要让王胜知道知道,什么是血海飘香。 一群人义愤填膺的等着王胜从老军馆出来,王胜却悠哉悠哉的再次住进了老军馆里面,如同回到了家里。 王胜当然不是因为害怕这些家伙的报复和针对自己的行动才逃到老军馆的,来老军馆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王胜的圆魂空间中五线谱也变得凝实,可以晋级了。 侯府中有神老太监在,按道理说也是安全的,但王胜可不敢把自己的性命交到神老太监身上。 皇家老供奉,心里阴暗的大太监,王胜要是敢性命相托,那才是脑子进了水。 让神老太监待在侯府也是一个定时炸弹,所以王胜离开之前,没有让神老太监动手,而是让他帮忙,对外放一条消息。 王胜有一门随便什么生意想要和随便哪个诸侯国合作,至于入场条件,很简单,几十颗脑袋而已。 相信各大诸侯国只要愿意,很容易能够做到这一点。 天子不是想把锅甩给王胜吗? 王胜马上就把锅甩了出去,就看哪个诸侯国愿意发财了。 第705章还是自己办吧,上。 他真的是这么说的。 天子在御书房接到神老太监当面汇报的时候,直接大惊失色,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 神老太监言简意该地回答了天子的问题。 这下亏大了。 天子忽然之间发现,自己似乎犯了一个大错误。 从那些人一开始算计王胜产业的时候,天子为了一些所谓的宗室和君臣关系,没有雷霆万军的制止这件事,反倒是凭着这件事直接坑了那些人一亿金币然后把锅甩给了王胜。 在天子的计划中,王胜应该是很乐意动用皇家三位供奉,把那些人一个个杀掉,成功树立自己的威信,但也同时和皇家的关系越发的紧密。 当然,顺带发财是必要的,天子已经说了,自己只要那一亿金币,剩下的那些家伙的家产都是王胜的。 不能不说,天子是足够大方的。 这么多王爷众臣,抄家灭族之后的财产清算,只会比一亿多,绝不会比一亿少。 甚至于他们能够拿出一亿金币的现金,整个家族的积累肯定是数倍于这个数字的。 也就是说,天子宁可让王胜拿大头来拉拢王胜,王胜要付出的只是背个黑锅,不让天子背上残杀宗室和众臣的名声,仅此而已,连动手都不用王胜,只要他给神老太监发号施令就行。 在天子看来,这已经是相当厚道了。 可惜,貌似王胜并不想背这个黑锅。 一个轻飘飘的合作扔出去,谁想背锅谁自己主动点,反正现在大家都知道润资房正在被人针对,而诸侯国那些家伙,真的强硬起来,皇室也不能阻挡他们在京城如何的。 如果只是某个诸侯国来的高手杀了一批人之后马上离开,这不是多大的事情,正好天子还会乐得有诸侯国的人背这个黑锅。 可偏偏王胜为了刺激各诸侯国,举出去了一桩随便什么生意。 能被王胜随便许出去的生意,不管是什么,大家的参照物都是血糖霜经炎,要么就是钱生元和润资房。 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一年至少上亿金币收入的大生意。 一年给某个大诸侯支援上亿金币,这岂不是让皇室和诸侯的差距越发的拉大吗? 只是为了天子的一个名声,却让谋划之中的大忌出现了这样的偏差,这尾时是天子不想看到的。 这时候天子才想起来,王胜是个差金币的人吗? 自己许给他的那些就算是有几亿金币那又如何? 王胜能看在眼里。 润资房出示天子没有第一时间跳出来坚决的站在王胜背后之时,这才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 本就是王胜和天子合作的生意,连自己的生意都不维护,还想让王胜背锅,天子也有点太想当然了。 我不过是让他背个名声,自己得到大部分的好处,难道这也不行吗? 天子已经有些恼羞成怒了,冲着神老太监狂喊道。 神老太监低着头,什么话也不说,静静的承受着天子的雷霆语露。 为什么? 天子继续怒骂着。 不过,神老太监依旧还是什么话也不敢接,他还能怎么接? 顶撞天子吗? 回答我。 看神老太监这样的态度,天子越发的愤怒。 陛下! 一声娇媚的声音从外面响起,让天子的怒火削减了许多,随后,那声音继续道,陛下息怒。 把皇后娘娘请进来。 天子总算是压制住了怒火,吩咐神老太监,似乎想起什么,又补了一句,把老李和老周也都叫过来。 神老太监不敢怠慢,急忙冲到门口给皇后娘娘施礼,请皇后娘娘进了御书房,伺候着娘娘做好上茶,这才去门口吩咐人把李总管和周管事叫来。 御书房里有神老太监在,天子就算是再怎么咆哮也不会有声音传到外面。 可是,皇后娘娘和天子就是有一种紧密的联系,天子这边一发怒,娘娘那边就能知道,十分的神奇。 李总管和周管事很快赶到了御书房,现在御书房里就只有天子夫妇还有皇家三位老供奉五个人。 他们说话的声音,三个老供奉可以用三颗脑袋担保,外面没人能够听得到。 事情就是这样,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天子有皇后在身边,压制着火气,冲着三位老供奉问道。 三个老太监此刻却好像都有了默契,谁也没有开口,无言的沉默着。 看来是我办了一件错事。 老供奉没开口,皇后娘娘却开了口,当时成王爷他们逼宫的时候,我给陛下出了一招,却是想错了。 不怪你。 天子毕竟还是有担当的,自己的妻子站出来承认错误了。 他又怎么能责怪自己的妻子,我当时点了头的。 天子夫妇抗力情深,让三位老供奉很是欣慰,可眼前的麻烦并没有解决。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这会天子也总算是心平气和了,很平静的说出自己的困惑。 是我操之过急了。 这次依旧还是皇后娘娘开了口,我以为,凭着妹儿的关系,她应该是我们自己人的,我操之过急了。 众人一琢磨,还真有这个意思。 天子不是笨人,清醒下来之后,马上也明白了问题所在,我还是想当然的把她当作我的臣子了。 我忘记了我想让她做的事情,她是可以不做的。 天子这么一说,三个老供奉都是奇奇的松了口气。 其实他们全都知道原因,可这原因他们说不出口。 天子能够自己意识到,最好不过。 长圣侯要你放出去的消息,你放出去没有。 冷静下来,天子冲着神老太监又问了一句。 还没有,奴婢等着陛下您的指示。 神老太监乖乖的回答道。 不用往外送消息了。 天子琢磨了几下之后,终于做出了决定,免得便宜了别人。 那侯爷现在的状况,怎么办? 神老太监还是多嘴的问了一句。 这句话,其实是替皇后娘娘和李总管周管事一起问的,在场的每个人都想知道。 既然是合作的生意,没道理我们就只看着什么也不做。 天子终于叹了口气道。 这是我考虑错了,不能这么办。 你们三个,先派人通知长盛侯,过了这几天找个理由派人去把他们都拿下,送到侯府等长盛侯发落吧。 第706章还是自己办吧,下。 三个老太监二话不说,答应一声就要离开,天子却叫住了他们。 据说长盛侯在第一个村子的时候答应过一个小太监,把那个统领的手送给他。 天子冷着脸吩咐了一句,这事,你们也顺便给办了吧。 众人一正,然后谁也没表示什么反对,再次应诺一声,转身离开。 陛下,不着急,他们根本不知道,等到了时候,也许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皇后娘娘等三个老供奉离开,才慢慢的开导着天子。 我懂。 天子点了点头,目光看着自己美丽的皇后微笑道,是我操之过急了,以后不会了。 既然如此,那也不用让长盛侯发落了,陛下你直接处置好把结果告诉长盛侯不好吗? 皇后娘娘温婉的劝道。 天子琢磨了一会之后,点头秤势。 交给王胜发落,其实还是让王胜背着这个杀人名声,自己处置,也不用王胜背这个锅。 王胜并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就算是知道了他也不在乎。 就在前几天各方闹哄哄的时候,侯府之中一切正常。 在这种氛围之下,于大师和那批御用琴师用五线谱重新给许多曲子继谱,于大师在某一日突然之间灵感附身,将一首《这个世界》的名曲用钢琴演奏了出来。 当王胜听到这支改编的钢琴曲之后,也意味着两个世界音乐互通的初衷达成,虚拟的五线谱全部变得凝实,到了王胜可以再次晋级完成球牛变的地步。 和完成球牛变相比,润姿房的那点小变故王胜随时可以不予理会。 况且,王胜要是着急上火的话,才会让别人有机可乘。 亮亮他们,他们自己就会乱成一锅粥。 拉着妹儿直奔老军冠,再没比这里更安全的所在了。 皇家三个老供奉都不敢随便闯的地方,那些有异心的家伙赶进来。 大官主一见到王胜,马上就是一句,长老,你是我老军冠的长老,我老军冠的长老可不能任人欺负。 长老你点个头,今天晚上你就能看到所有参与人的脑袋。 身为京城的另一个地头蛇,老军冠只是平日里表现低调,没有体现出攻击性和扩张性而已,可这并不意味着老军冠好欺负。 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老军冠派出的护卫已经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大官主,不过王胜既然没动,大官主也就没动,等着问王胜的意思。 不急。 王胜笑着否决了大官主的建议,能杀人的多了,我们何必躺这个浑水。 真的不用。 大官主有些皱眉头,王胜要是总被欺负的话,老军冠的声誉也不会太好。 放心吧,过几天就能看到结果。 王胜高深莫测的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 那也行。 大官主点了点头,但还是有些不甘心,那也不能让他们好过,郑主就算不杀,也得让他们天天做点噩梦。 对此王胜没有任何意见。 王胜坚信大官主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他还是处于为自己出气的出发点,那就更没有意见了。 当天晚上,就有不少人开始做噩梦。 无论谁睡觉的时候觉得不舒服,睁开眼发现自己的床上莫名其妙的多了一堆润脂肪的化妆品的瓶瓶罐罐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肯定是在梦中,而且还是噩梦之中。 最关键的是,这些人的卧室不远处就有高手护卫在指手,可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的动静。 其中也有幸运的发现了有动静的,可是那几个幸运的护卫却已经在刚刚发现不对之后就被人制住,动也不能动一下,更别说发出声音。 那种自己随时可能在睡梦中丢掉自己脑袋的恐惧,让这些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时不下咽,夜不安静,宛如丢了魂一般。 各个庄子上操持的主事管事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背后的主家正在遭受怎样的恐惧,依旧还是在一筹莫展之中,等着主家解决。 而各方的主家,却已经惊恐的连门都不敢随便出,增加了数倍的守卫,吃饭都要别人先尝过之后才敢碰。 那些润滋房的瓶瓶罐罐,让一群人呼的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润滋房,长盛侯,真的是那么软弱好欺负的吗? 接到皇家的通知,王胜让人回去传话知道了。 在老军官安顿好妹儿,王胜自己一个人在藏经楼养精蓄锐了一天,之后,王胜就开始了晋级。 这次和上次不一样,上一次王胜灵气脆体的时候,天地几乎没有半点动静,就算是有动静也是在众人无法发现的地方。 这一次,王胜一开始晋级,老军官周围就开始凭空打雷。 不见风起云涌,不见遮蔽天空的雨云,但却旱地响雷,而且还是连环乍响,让人惊诧莫名。 王胜半躺在一个躺椅上,周围的灵气在半空中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漩涡,依旧还是从上而下的沿着王胜的耳朵灌注进了王胜的身体,然后将王胜的耳朵从内到外的强化一番之后,在身体的其他部分冲刷一圈,最后冲进了元魂空间之内。 秦剑小鹿后面的薄雾墙上的五线谱也已经被打碎,元魂再次被笼罩到了一团白色的雾气之中什么都看不清楚。 这是正常的元魂晋级发生变化的过程,王胜已经经历了好多次,一点都不陌生。 王胜的意识就在元魂空间中静静地观察着,等待着,感受着这一切的发生。 比前几次不知道庞大了多少倍的灵气从双耳灌注,王胜刚开始的时候只感觉耳朵里嗡嗡作响,好长时间才慢慢地适应。 轰轰轰轰的雷声不停地响起,一直持续了两个时辰在慢慢地消散。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灵气脆体就已经完成,只是由惊天动地变成了悄无声息而已,涌进王胜体内的灵气却丝毫没有减少。 无数的灵气冲进元魂空间,冲进了元魂之内。 王胜的意识沉浸在其中已经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终于,轰隆一声,包裹着元魂的白色烟雾轰然消散,露出了元魂变化之后的模样。 球牛,终于在王胜的元魂空间中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第707章 球牛辩,上 球牛,形状未有鳞角的黄色小龙,喜音乐,长蹲立于琴头。 王胜的元魂已经变成了球牛的形状,一条黄色小龙,蹲立的姿势,只有这些,没有琴头,没有别的乐器,看起来十分的简单。 元魂转换完毕,紧接着就开始俏学的开发。 不出王胜所料,这次一开发就是六十四个心窍学,足足耗费了两天两夜的时间。 完整的元魂转换加上开发心窍学,整体下来四天四夜。 如果是正常元魂晋级灵气粹体的话,这就到了结束的时候,可就在王胜刚刚要控制着主动停止的时候,一变突生。 原先从双耳灌注的两股灵气,忽然之间分成了七股,分别从王胜的双眼双耳鼻孔和嘴巴之中灌注进来,并且围绕着王胜的头部开始疯狂的灵气浸润强化。 王胜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想想之前嗅觉进化的时候金色花纹带来的变化,王胜也就忍了下来。 尽管已经疲累至极,可王胜还是继续进行。 感觉中,王胜的视觉嗅觉听觉和味觉又重新被强化了一次,虽然时间很短,可那种清晰的感觉是不会骗人的。 难道感官还能二次强化? 还是这本就是五线谱带来的强化功能? 又或者是四种感官同时被强化过之后的一种统一平衡性的强化? 王胜不清楚,但强化带来的感觉很舒服,让王胜都舍不得停下来。 二次强化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两个时辰多一点就完全结束。 到了这个地步,王胜稍微坚持了一下,现在没有其他的变化,总算是主动停止了下来。 从开始到结束,四天四夜还要多的时间,幸亏王胜一直是半躺在躺椅上进行的,要是站着的话,说不定早就支撑不住倒地中断了。 长老,怎么这么长时间? 大关主和媚儿几乎就在旁边一直等着,看到王胜停下来,大关主马上关心地问道,莫非是连翘雪转换一起做了? 王胜摇了摇头。 开玩笑,六十四个翘雪转换,再要做完估计还得几天几夜。 看到媚儿关心的眼神,王胜冲他笑了笑,然后鼻子一抽抽,也不管其他,飞快地冲了出去。 外面的一个偏便里,正有一个小道铜扇着火在一个小炉子上围着一锅粥。 这是媚儿知道王胜时间长肯定会饿,所以亲自熬的。 怕粥太凉,所以一直在炉子上围着。 左手一晃,那个滚烫的小锅就被王胜粘在手中。 因为太烫,所以王胜的手指轮翻的沾边出力,用的是太极手法,使得小锅一直在王胜的手指上平稳的旋着并没有一点点歪斜。 另一只手则抢过了小道铜手上的那个搅拌的勺子,飞快地摇起一勺勺的粥挑向了空中。 粥太烫,这时候入口肯定是把嘴巴烫坏,扔到空中的同时,王胜还不忘记用自身的灵力在身边造出一小片威风,将粥吹凉。 媚儿和大关主跟着出来的时候,就看到王胜如同杂耍一般,手飞快地在空中飞扬,不时地将一勺粥抛弃,转眼又接住另一勺要掉下来的送入口中。 动作飞快,却又看起来很平稳,显示出一手高妙的控制。 大关主看到的是王胜精妙无比的太极手法,媚儿看到的却是王胜已经饿得快要崩溃,也不管王胜刚刚进击完成这其实是好事,心疼的泪水差点就涌出来了。 恭喜长老进击。 大关主多有眼色,他可不是灵虚老道那种执拗的人,蹊跷玲珑,一看这驾驶,马上上前恭喜王胜,然后丢下一句,官里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弟子告退。 飞快地带着那个一脸懵懂的小道童离开,直接把空间留给了王胜和媚儿。 王胜的动作飞快,一锅粥也不过三分钟,就被王胜吃得清洁溜溜,锅底干净得如同舔过一般。 看着王胜如此滑稽的动作,难过的媚儿也不由得被逗笑。 等王胜放下还有些烫的小锅,媚儿忍不住一头扑入了王胜的怀中。 没事,我就是饿了。 王胜摸了摸媚儿的脑袋,笑着回答了一句,粥不错,熬得很吃功夫。 媚儿也知道王胜连着四天四夜晋级突破很累很饿,也没多耗费王胜的时间,拉着王胜到了他早已经准备好的床铺那边,亲自给王胜打水洗手洗脸洗脚,看着王胜躺在床上进入梦乡,这才坐在旁边看了一会之后, 悄悄的躺在王胜的身边。 王胜是四天四夜没休息,媚儿也未必好到哪里去,断断续续的可能休息了那么几个时辰,时刻要关注着王胜,这时候也疲累交加,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不过,在王胜身边,就算是已经睡着,媚儿的脸上依然还是有着幸福的笑容。 这一觉,王胜足足睡了一天一夜才醒来。 王胜醒来的时候才发现,媚儿竟然一直躺在他的身边,笑吟吟的等着他睁眼。 直到洗漱完毕,和媚儿又一起吃了顿饭,王胜才算是有机会探查自己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特别是那二次强化,很让王胜期待。 其实从昨天一睁开眼的那一刻,王胜就知道,外面的世界和以前自己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是说王胜忽然换了一个世界,而是王胜的几种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经过了二次强化之后,带给了王胜一种全新的体验。 如果说晋级之前王胜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一百的话,那么现在王胜至少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一千。 而很多时候,普通人甚至某些高手,可能感知这个世界的数值最多不超过五。 全新的体验 双眼一看过去,连颜色层次都丰富了基层,甚至于王胜如果愿意的话,还能够看到很多物体周边出现的一个朦胧光圈,不管是灵气散步还是热量散发,光靠着一手,王胜怀疑自己就能不用夜市仪也能够在晚上看到同样的东西。 嗅觉再次被强化,光靠着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王胜就能够判断出味道来源的方位。 这个简直可以和那些蛇类相媲美了。 第708章 球牛辩 下 味觉就不用说了,正常人喝起来无色无味的清水王胜都能喝出百般滋味,可惜这种感觉根本没办法和人分享,从来没有人达到过这种地步。 想要给王胜下毒的人恐怕要十分的失望了。能避过王胜的鼻子就已经十分的不容易,如果还能避过王胜的舌头,那这个人绝对可以称得上用毒方面天下第一了。 听力强化是王胜感觉最新鲜的,因为之前只是小规模阶段性的强化过,并没有经历如此大规模的灵气脆体,也是王胜想要探查最多的。 很奇怪,以前王胜的几种感觉,特别是嗅觉和味觉,时时刻刻都能让王胜抓狂。 这世上可不是什么地方都如同妹儿身上一般香喷喷的,随便有点杂味或者不好的味道,在王胜这里可是能放大几百倍几千倍甚至几万几十万倍的。 那是什么感受? 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想象。 吃进嘴里的东西,稍稍有那么一丝,几个微刻的过火,王胜就能够品尝出来,可想而知普通厨师做的菜在王胜嘴里是什么味道。 每天都在这样的煎熬之中,要不是王胜强大的意志,知道这些对自己性命有着绝大的好处,换个人都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来。 现在好了,王胜不注意的时候,这种放大的感觉似乎就会变得正常,让王胜得已如同一个正常人一般的生活,简直是太美妙了。 也就是说,这种超级敏锐的感官是可以关掉的。 这是以前王胜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许这就是这一次二次强化带给自己的礼物之一。 听力很恐怖,站在藏经楼里面,王胜不但可以听到近在咫尺的妹儿的呼吸和心跳声,还能听到外面隐藏在暗中护持的老军官高手的呼吸和心跳声,地面上偶尔有只蚂蚁走过,王胜好像也能瞬间确定这只蚂蚁所在的方位。 仿佛只要王胜愿意,方圆百丈之内没什么动静能够瞒过王胜的耳朵。 当然,这功能依旧可以关掉,否则王胜早就被惊醒不知道多少次了。 不对,不是关掉。 王胜忽然之间发现,似乎是想感知到哪个区域就感知到哪个区域,想听到哪个程度的声音就听到哪个程度,不想听到的会自动过滤掉。 果然二次强化有惊喜,原来如此。 这样一来,王胜进了千绝地,他就可以指纹到周围能辨别方位的妖兽的气味,而那些烂了几个世纪的地底淤泥的臭味王胜就可以不在乎,不用强忍着被熏的药吐出来的感觉了。 晚上睡觉只保持着警惕某些高手动作的听力,而那些无关紧要的稀稀苏苏的乱七八糟的声音就可以滤掉了。 抽抽鼻子,四周看看,转了转脑袋,王胜就已经可以清晰地判断出藏经楼周围有几个人,各自站在什么方位,大体什么修为,熟悉一点的,靠着气味和声音就能判断出来是谁。 这要是再进千绝地核心,王胜已经可以肯定,自己一定和在千绝地外围一模一样了。 绝对能够提前发现妖兽预警,安全上王胜完全不用再担心什么。 醒来之后,王胜还没有来得及马上开始完成校学的太极阴阳气旋的转换,刚刚休息和妹儿吃过饭,大关主就让一个白胡子老道请他到老军官的大殿去,说是有人求见。 赶过去一看,王胜就笑了出来,熟人。 正是那个王胜出城要进第一个庄子的时候替王胜跑腿的那事。 现在他已经不是当时的那个小太监,脸上也没有了巴掌印和血迹,红光满面,连辅色也换了一套更高级的总管装束,一看就是升官发财了。 拜见侯爷。 见到王胜出现,对方二话不说,直接就是大理参败了下去。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个已经升任总管的小太监那是对王胜发自内心的尊重。 不管是声音语调动作语气,完全看不出来那种身在宫中的敷衍,完全就是自发自愿的。 奴婢已经收到了侯爷答应的那只手。 小太监总管头抵着地面冲着王胜说话,语气中的激动一点都不隐瞒,奴婢敏感五内,日后侯爷但凡有差遣,奴婢万死不辞。 王胜也是一愣,自己虽然答应了这小太监要送他那个统领的手,可这不是还没动手吗? 就算是神老太监把消息传出去,等哪个诸侯国的高手赶到京城,也不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啊。 这是谁动手了? 奴婢此行,是给侯爷报信的。 小太监顺着王胜搀扶的力道起身站好,才冲着媚儿又失礼之后说道,陛下已经在昨日下旨,将京郊一批擅自调动军队的乱党一网打尽。 试射陛下两个王叔,三个王爷,一名一品大员,十二名二品大员,十七个三品大员。 首脑已经全部下狱,谋逆最正确凿,只等择日斩首。 另外,李祖宗还让奴婢通知侯爷一声,说是侯爷的地方可能很快就要不够了。 当着大官主的面,小太监都丝毫没有隐瞒,冲着王胜飞快地说道,陛下已经下旨,封存了那些乱党的家产,择日查抄,京郊那些受到骚扰的各家产业都会一一赔偿。 李祖宗怕侯爷家里准备不足,放不下那许多东西,所以让奴婢带个话给侯爷让侯爷早做准备。 小太监口中的李祖宗,不用问,肯定是三大供奉之一的李总管。 李总管让小太监带这个话,什么意思? 还能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天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果断的出手,将那些寄予润资房的家伙拿下,灭门抄家,准备赔偿给王胜吗? 看来天子还算是聪明,知道王胜要是和某个诸侯合作一笔生意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所以会尽力消弥了。 早知如此,何必之前的时候装聋作哑,还非要王胜出这个头单这个名声呢? 既然是合作,就应该同进退才对,想必天子已经想到了这一点。 多谢你了,没事的时候到侯府做作。 王胜冲着小太监道谢,顺便吩咐了一句,回去你和李总管说一声,也不用栽什么乱党的名声。 就直说他们寄予润资房,这个名声我担了。 妹儿,你先给刘叔说一声,提前准备吧。 吩咐完小太监,王胜又转向了妹儿,不然真的放不下了。 第709章 新能力 上 小太监欢天喜地的走了。 他要回去告诉李祖宗这个好消息,尽管他并不知道侯爷说的这个有什么意思,但既然侯爷郑重其事的让他带话回去,那一定是好事。 如果李祖宗听到这个消息一开心的话,说不定他又能得到不少的好处。 看来只要跟着侯爷,就一定有前途。 等到小太监离开,王胜才冲着大官主说道,官主,找几个识货的弟子,等那批赔偿下来,好东西先挑出来送到老军官一批。 特别是千绝帝里用得到的,先紧着挑。 大官主似乎对钱财这些东西也看得很淡,不过千绝帝的那个营地却真的很重要,所以大官主也没有推辞,很诚意的点了点头道,行。 心中却已经再次记住了长老的好。 为而也让随行的护卫去通知刘叔等人,自己却一直在这里陪着王胜。 为什么之前你死活不同意背这个名声,现在却主动要背上这个名声呢? 媚儿十分的不解,回到藏经楼只有王胜和媚儿两个人的时候,媚儿好奇的问道。 因为之前的那个名声,是有人故意想要我背的。 王胜笑着说道,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你强迫让我背的,我肯定不会去背。 不过既然他们已经先把诚意做足,而且已经做了,那我并不介意背上这个名声。 合作嘛,总要都有付出的。 而且背着这个名声其实也没坏处。 有什么好处? 媚儿问道。 在有人想要打润资防主义的时候,就要掂量掂量,他们是不是比这一堆王叔王爷一二三品大元加起来还要强? 王胜笑着说道,有人免费给我们立威,为什么不要? 这名声多好。 又占据了道义又占理,别人还无话可说,多好。 既然是合作,那我们要是接收了那么多东西,会不会让苏伯伯他们觉得不公平? 媚儿也想明白了这其中的好处,然后开始在分配上动起了脑筋。 会呀。 王胜笑着道,既然是合作,当然不能人家动了手,我们得了名还拿大头。 等大官主他们挑一批紧要的东西之后,剩下的东西你分一大半给苏伯母。 不说给苏伯伯,只说给你干妈的孝敬,看谁能说个不字。 先不用告诉苏伯伯,让他难受难受再说。 媚儿怯笑着点着头,看那样子就好像一只偷到了鸡的狡猾小狐狸。 王胜现在还不能离开老军官,因为晋级虽然完成了,但是真正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翘雪改造还没有开始,还有六十四个翘雪等着王胜去转换。 有时候王胜也觉得很遗憾,这个世界的晋级实在是太危险了。 一旦开始灵气脆体就不能被打断,而这段时间会持续很长,一旦有人趁着这个时候攻击偷袭,肯定是不能幸免的。 以前在地球上看过不少小说,升级都是瞬间完成然后满血复活的,燃烧的小宇宙瞬间会让自己变成一个高手高手高高手,要是那种人来到元魂世界,不知道会在战斗的时候死多少次了。 王胜自己现在就深受其苦,这才求牛变,算起来是晋级七重镜,可是光灵气脆体就要四天四夜,以后需要的日子肯定还要更长。 在老军官藏经楼这边,王胜开始继续安心的完成翘雪转换。 六十四个翘雪需要转换,至少又是同样的时间。 李总管收到了小太监带回来的王胜的话,顿时间有些哭笑不得。 勉励过刚刚晋升总管的小太监之后,李总管将王胜的话原原本本的转述给了天子。 天子听到之后同样也是哭笑不得。 想让王胜背黑锅的时候,王胜二话不说马上把锅甩了出去。 可当天子想通了,决定自己背这个锅自己动手的时候,王胜却又主动要背了。 简直就是在耍人玩呢。 不过转念一想,天子却能从王胜的转变中察觉到完胜的心思。 大家是合作,那就要有合作的态度。 王胜从来没有强行让天子做过什么,更没有什么都不通知自作主张,反倒是天子经常想搞点小动作。 这么一比较的话,天子未免就有些落了下诚,想想也觉得没面子。 皇后娘娘很快也知道了,很是笑了天子一番。 皇家的动作很快,知道了王胜的意思之后,也没有拖延多久,很快那些被拿下的王爷众臣们就被定罪,私自调兵,谋逆,斩立绝,抄家灭族。 官方的原因是这些,但私下里传出来的,却是这些人想要打润资房的主意,触动了皇家的利益,被果断抄家灭族。 消息一出,原先还想借着这次润资房大乱的机会伸手的人,全都缩了回去。 这么多王爷众臣都一个没活下来,他们这些小鱼小瞎敢伸手,那还不是给人送菜。 闲法场上的人头不够,给人凑数吗? 一场看起来要席卷很多地方的风波,短短的十几天之内,立刻掩齐西谷风平浪静,如同没有发生过一般。 润资房原先的团队,一个挨一个的顺利的再次接管了各个庄子,继续组织村民开始生产,两天不到的时间,就彻底的恢复了秩序。 除了少了一批人,以及有一些村民被严刑拷打过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完全恢复了正常。 王胜本来以为球牛变的时候五线谱给王胜带来的就是能够有意识的屏蔽过滤掉一些感觉,带来的就是第二次强化,可当王胜开始进行俏学转换的时候,王胜才发现,圆魂空间五线谱带来的并不是这样。 二次强化是王胜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同时提升之后进行的一次平衡性的强化,这是身体的自我调节,如果王胜还能强化触觉的话,那么所谓的掩耳鼻舌深意当中前五感王胜就占权了,仅剩的那一个就是第六感。 可惜,到目前为止,王胜还没有弄清楚,后面可能的龙生九子之一哪一个是强化触感的,第六感更是无从谈起。 但现在,王胜却明确的发现了五线谱带来的听力上的超级强化,或者说是一种振动感觉的强化。 修行之中,王胜已经屏蔽掉了所有正常的感觉,可王胜依旧还是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藏经阁周围所有人的位置和动向。 第710章 新能力 下转换俏学中,王胜完全可以肯定,自己并没有靠着听觉嗅觉味觉和视觉发现这些,能察觉到这些人的动向,完全是靠着那些人行动呼吸心跳什么的带来的极其细微的振动。 在王胜完成了勤剑小路的时候,王胜就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稍微大点的动静,都能够传到王胜的身上,靠着王胜内耳的半规管清晰的感觉到。 现在,不需要什么特别大的波动,只是正常的人的生理活动,如呼吸引发的肌肉振动传到地上,或者是空气的流动传到空中,王胜的耳朵都能清晰的捕捉到这种振动。 这种振动的频率,早已经超出了人能够听到的声波范围,也就是说,如果非要把这种能力和听觉牵扯到一起定义的话,王胜已经具备了听到超声波和次声波的能力。 王胜很开心,发现这一点之后,王胜就感觉自己保命的本钱又增加了一种,自身安全也再次提升了一个等级。 听到超声波这个概念刚从王胜脑子里闪现,王胜就自然而然的想起了蝙蝠。 蝙蝠不就是靠着口中发出超声波然后耳朵接收反射回来的超声波来定位飞行的吗? 自己能不能做到? 超声波怎么发出? 王胜瞬间就想到了九字真言,特别是杭自觉。 杭自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为了和周围环境形成灵气共振,如果不管不顾,直接将杭自觉的振动频率释放到最高,超出了人们的听力范围,是不是就是灵气形成的超声波? 这些王胜还不敢肯定,只能等俏学转换完成之后再慢慢的试验。 可有了这个念头,王胜就越发的期待起来。 要是真的能做到的话,哪怕王胜身处黑暗之中,也能毫无影响的行动自如,这对于王胜的敌人来说,应该是噩梦了吧。 现在王胜可以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来享受俏学转换的快乐了。 要知道,王胜现在的总俏学数量,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一百二十八个。 除了灵虚老道这种逆天的人不算,可以说王胜现在的俏学数目已经超脱了这个世界的常识。 哪怕是天才中的天才,极品中的妖孽,每次晋级能够开辟十个俏学,那么他到了传奇境界巅峰,也不过才九十个俏学而已,比王胜的要少三十八个。 眼看着俏学一个一个的变成太极阴阳气玄,王胜也开始琢磨,自己到底要修行什么样地功法了。 王胜的修行十分极端,要么是十分低级地功法,俏学需要极少,因为王胜的俏学少。 要么就是最高深地功法,俏学需要最多,因为王胜的俏学已经超出了极限。 真正能适应的俏学树地功法,只有王胜在完成酸泥变的这一段时间,维持在六十四个俏学的时候。 别家地功法王胜不知道,但道门老君贯程系统的修行功法王胜几乎是一种没有落下,全都浏览了一遍。 最高深的那种,也不过是需要九九八十一个俏学而已,就算是修行这种最纯正的道门功法,王胜也还多于四十七个俏学。 这多出来的俏学该用什么样地功法来修行? 战斗意识小人的推演即便是六十四个分身也没有推演完毕,那么这段时间内修行什么功法? 难道同时修行两种? 同时修行两种? 这念头一出,王胜呼得一正,对呀,为什么不能同时修行两种? 一种道门帝功法,一种其他不矛盾帝功法呢? 比如天子奉送的守敬心法,这不是很好吗? 六十四个战斗意识小人的分身一边推演王胜需要帝功法,一边帮着推动六十四个俏学的太极阴阳气旋的旋转,很快王胜就在一边凝神转换俏学一边胡思乱想中完成了俏学的转换。 睁开眼,已经又是四天之后,王胜估计的时间一点都没有错。 下一次再来的话,就是八天了。 恐怕到时候王胜要在转换完成之前,就得服下一批补品,否则八天水米不进,那不是修行,那是损耗。 当然,王胜可以选择分成几次将俏学转换完成,活人还能被鸟憋死。 有的是办法。 还闭着眼睛的时候,王胜就知道大关主来这边很久了,还有媚儿,几乎是寸步不离。 恭喜长老。 王胜刚一睁开眼就听到了大关主的声音,他也在随时的关注着王胜的状况,当王胜身上的那种气息越来越高深越来越浑厚的时候,大关主就知道王胜要完成了,果然如此。 辛苦你了。 王胜对大关主这番亲自护法的情意十分的感激。 堂堂老军官的老大,道门的大扛坝子,能空出这么长时间来连续两次亲自为王胜护法,王胜和老军官的关系,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长老安好就好。 大关主和王胜默契的笑了笑,也不多说什么,自顾自的带着外面的道同离开,把空间又一次留给了王胜和媚儿。 这次媚儿有经验,而且大关主也提前提醒了媚儿一次,王胜快要完成的时候,媚儿就给王胜准备好了碗筷,盛好了粥,到这个时候正好是稍稍温热,拿起来就能吃,不像上次王胜还得用灵气来处理。 一边喝着粥,王胜一边问着媚儿这几天京城的变化。 几天的时间,变化不是很大。 抄家灭族还在进行之中,至少还要半个月才能把财产清点完毕。 润资房被影响了半个月,好在存货足够,生产也已经恢复,不予担心有断货之忧,城里如同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 各方诸侯的买地的金币也已经都送了过来,就算是最不情愿的邱家,也咬着牙送来了两亿金币。 正是各方在千绝地跑马圈地的大好时机,每家要是迟了一步,以后肯定是越拉越远,邱家绝不会允许自家在这方面落后的。 不就是两亿金币吗? 邱家出得起。 当然,那个当时设计王胜的邱家主事也没落个好,回到家族就被撤掉了所有的职务治罪,算是为他的愚蠢行径付出了代价。 宝庆渔堂的朱少东,前些日子在被圈进的地方暴毙。 妹儿说起这个朱少东的时候,似乎还带着那么一点恨意,朱老爷子一个人支撑这宝庆渔堂,也在千绝地里面辛苦。 第711章还缺个指挥,上。 妹儿对朱老东主依旧还是有些侧隐之情,这也难免,妹儿是他的养女,可以说是把他养大的。 而且妹儿的那些经商的知识技巧什么的,也都是朱老东主叫给他的。 人非草木熟能无情。 如果妹儿真的无动于衷的话,那王胜可就要仔细考虑要不要和妹儿合作了。 不过,同样也是这个朱老东主,冷酷地剥夺了妹儿在宝庆渔堂的一切。 不顾妹儿劳苦功高辛苦奔波才拓展的江山,一句话把妹儿召回,然后把宝庆渔堂的家业交给了自己不成器的儿子朱少东主。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王胜也可以理解。 养女毕竟只是养女,儿子才是亲生的儿子,老子辛辛苦苦打拼下的一切,肯定是传给亲儿子。 这想法没错,王胜也说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可是朱少东一上台,首先就要把妹儿置于死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可以庸人上位,可还要把比你强的人干掉,王胜这就竞泻不敏了。 也许对宝庆渔堂来说,有一个妹儿时时刻刻都是威胁,死了最干净。 可王胜和妹儿合作默契,宁可和妹儿合作,也不会和宝庆渔堂合作的。 妹儿拉着自己的班底出来,也没有和宝庆渔堂唱对台戏,这已经是给宝庆渔堂面子了。 知道这朱少东是怎么死的吗? 王胜呼的问了一句,是被邱家人,还是被朱老公主? 妹儿长叹了一声,有些不忍地说道,综合各方面的消息,加上我对朱老公主的了解,恐怕是朱老公主亲自动的手。 哦! 王胜顿时间对朱老公主刮目相看,虎独不食子,能舍得把这个不成器的儿子主动干掉平息邱家的怒火来保存宝庆渔堂,的确是个人物。 如果说以前王胜对于朱老公主的认识只是一个重男轻女会做生意的老头的话,现在勉强已经能把朱老公主当成一号人物来对待了。 有没有问问第一次带走那些村民的是什么人? 宝庆渔堂和王胜目前没有交集,王胜不再关心,转而关注针对润资房动手的人。 暂时还没有查清楚。 魏儿摇摇头,等我们回去,仔细查一查,肯定有什么线索留下来的。 不用那么麻烦。 王胜直接支招道,让苏伯伯派人去问问那些被下狱的家伙,他们曾经言行拷打过不少村民,肯定从他们嘴里问出来过什么。 这世上还没有不留下一点痕迹的把三百多人弄走的法子,他们肯定知道了些什么。 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怎么可能会说? 魏儿知道王胜的办法可能有用,但唯一的顾虑就是那些人明知道必死了,怎么可能还会告诉王胜这些? 不怕他们不说。 王胜笑道,明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现在顾不上查探那些人的身份,所以他们就可以逍遥法外。 都是对润资房动手,别人先动手却没什么事,他们后动手却要抄家灭族,他们要是觉得这很公平,那就闭着嘴巴等死。 要是觉得不公平,就一定会说出来,多拉几个垫背的。 不换寡而换不均吗? 魏儿双眼一亮,果然是好办法。 王胜这一招不换寡而换不均,果然是百事百灵。 但既然如此,王胜为什么还要让邱家付出十倍的买地费用呢? 这不是不均吗? 转眼间,魏儿就想到了答案。 正因为如此,才会让大家觉得没有不均。 邱家用了手段,别家没用,凭什么别家要和邱家一样对待? 以后有人想要再动歪脑筋的时候,就会想到邱家的教训,不会再动用。 王胜这是用这样一种法子避免更大的麻烦出现。 这就派人去问。 魏儿不再多说什么,答应了一声马上去安排。 王胜这次前后在老军灌里面待了差不多十天的时间,球牛便完成,翘雪转换完成,王胜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 和大关主说了一声,然后带着大关主又安排的上百名护卫一起回到了京城长盛侯府之中。 这次王胜回来的路上并没有隐匿行踪,一百多人也隐匿不了。 路上,王胜能很清楚的看到不少人看着他们的眼神都不对,眼中多了许多的畏惧。 这就对了,真要把王胜当成可以随时宰杀的肥猪那才是大问题。 人见人怕有时候比人见人爱可好多了。 回到侯府的第一件事,王胜就是被于大师拉着去听他们这十天来的成果。 一首有钢琴加入的鼓曲合奏,以及一首于大师改编的钢琴独奏鼓争区。 于大师现在已经认定了钢琴乐器之王的名头。 各种传统乐器重新计谱的时候,音准是以钢琴为准的,这样的乐器不是乐器之王那什么是? 这次王胜的耳朵经过了球牛变得强化,强悍的不是一点两点。 钢琴独奏王胜听出了八处不够协调的地方,和于大师简单商讨之后,断定应该是执法的问题。 没办法,现在钢琴的弹奏方法还在摸索之中,只能一点一点的完善。 谷曲合奏听出来的瑕疵就更多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于大师这样的水准,哪怕他们现在使用的乐器都是于大师亲手制作并较准的,可王胜依然能够从诸多人的合奏中听出来每个人犯的小错误。 从那个主事开始,王胜挨个的给众人点评。 什么时候哪个小杰轻重快慢节奏高低,说得详详细细明明白白,甚至于王胜连他们在弹奏时候的呼吸节奏和琴音配合,手法瑕疵什么的都说了出来,听得每个人都惊为天人。 别说御用琴师们,连于大师差点听的眼珠都瞪出来。 他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进入到了那个境界,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呼吸心跳什么的和琴音的配合问题,他并没有王胜这样的耳朵。 现在听王胜说出这一套来,于大师自己结合自己的实践一琢磨,才明白原来王胜说的居然都是有道理的。 于大师立刻意识到,这恐怕是练习乐器到了一定境界之后的一个更高峰。 幸运的是,自己已经不知不觉中达到了这个高度。 第712章还缺个指挥,下 对一个痴迷音乐痴迷乐器一辈子的于大师来说,和王胜认识之后的这段日子,每一天几乎都是让他生活在快乐之中。 这不是说王胜和他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志同道合什么的。 事实上王胜早已经明说过,自己研究这些就是为了修行,为了提升听力,除了听力之外,也就是知道点稀奇古怪的乐器的制作方法,仅此而已,连自己做出来的钢琴都不会弹,更别说什么古典乐器了。 唯一会点的也就是简单的吉他演奏。 可这并不妨碍王胜和于大师成为望眠娇的好友。 对于大师来说,王胜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一个之音。 在他一辈子的弹琴生涯之中,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让他这样的迫切在他面前表演。 用王胜知道的典故,这恐怕就是于柏牙和钟子柒的故事。 可王胜并没有说出什么微微忽若高山荡荡忽若流水的哑句,两人就是这么莫名其妙的投缘了。 现在听到王胜的点评,于大师更是有一种高山流水玉之音的感觉,那种从头到尾舒爽到骨子里的开心,让于大师恨不能就住在侯府中每天钻研心躯了。 不行,你得拿一首新曲子出来。 于大师现在已经心仰难耐,非要王胜拿出一首全新的曲目出来才能放过王胜。 王胜没办法,于大师老了老了,这股不要脸的伸手要曲子的架势比媚儿撒娇都难以抵挡,没办法,只能答应下来。 想了想,王胜觉得还是先不要拿出什么厉害的钢琴曲来。 凝曲有很多,可风格还不是很适合,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还是先拿一些中国古风的曲子来比较合适。 高山流水倒是很适合古琴,但那个太雅了,王胜地球上也没耐心听过完全的版本,更别说这时候给搬过来。 二拳应跃 太悲了。 万马奔腾赛马这都很不错,王胜还想留着自己慢慢的用,算了,还是给一区简单的。 吕颂贤版的《笑傲江湖》当中那一区勤销合奏的清新普善咒就不错,就它了。 王胜马上找于大师要了一匹空白的五线谱,开始按照记忆中的音调谱曲。 说是琴销合奏,其中肯定还有辅助的乐器,王胜也不嫌麻烦,一次性的把那些用到的全都标注了出来。 反正都是传统乐器,只要叫得上名字的这里都有,琴诗最差的也是御用琴诗级别,相信很快能够听到这首优美的曲子。 王胜标注得很仔细,各种乐器分开。 标注完一种,于大师就拿着五线谱观看一番。 现在于大师对于诗谱已经有很深的造诣,拿着琴谱,手指已经开始虚空弹波,脑海中自动就响起了应有的曲调。 曲子不敢说有多经典,但是却也是一首难得的佳作。 难能可贵的是琴销合奏不说,曲子的意境也不错,让于大师看着频频点头。 销谱也是一样,于大师一边看着,一边手指已经不自觉的开始虚暗,如同手上拿着一只长销一般。 等王胜把剩下的都标注完,于大师已经迫不及待的自己操琴,然后拉出那个吹销的乐师,两人就要一起合作。 御用乐师,水瓶也不是盖的,看了几遍销谱,心里就已经基本有数。 在于大师的指点下单独的演奏了一次,于大师就拉着几个已经熟悉了伴奏的乐师,开始合奏。 简单的伴奏起,然后于大师的琴声加入,开始都还很不错,可当更多的伴奏要加入,销声也要加入的时候,就乱了起来。 停停停。于大师立刻叫停。这么乱糟糟的,虽然是第一次合奏,可是也太让人失望了。 大师。王胜旁观者清,马上看出了其中的问题,急忙出声提醒道,合奏你们还缺个指挥。 以前的古曲,大家都是各自熟悉了不知道多长时间,然后合在一起练习过多次,所以合作起来毫无问题。 可是这是新区,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立刻就看出来没有指挥的弊端。而传统乐器的合奏,事实上在原魂世界,还没有指挥的概念。 指挥?怎么各指挥法?于大师和御用琴师们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全都是一头的污水。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协调。王胜用最简单的概念回答道,告诉每种乐手什么时候起始,什么时候插入,什么时候停止。 另外,指挥要有节拍节奏,整体的演奏就按照指挥的手势走,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全部都要听指挥的。 那你来做这个指挥。于大师大手一挥,让王胜客串这个指挥。 听起来很简单,王胜应该能胜任,曲子是你编的,你肯定知道什么时候起始。 我不行。 王胜直接摇头,这个指挥如果放在军队里,那就是兵马大元帅。 要求他对每一种乐器都要支支甚强,还要对乐曲理解极深。 快慢轻重其指,要求非常高,我可来不了。 大师,我看你就很合适。 接下来,王胜当着于大师和御用琴师的面, 把指挥的作用一点点的详细剖析,最后给出了王胜的结论。 可以说,一首同样的曲子,由不同的指挥进行引导的话,完全有可能达到两个效果,这就是指挥的重要性。 而在场的符合指挥特征的,无疑,只有德高望重的于大师。 换个人,别说对乐器的理解,那些乐手听不听指挥就是两说。 王胜倒是也能镇住这些人,可王胜对于乐曲乐器的理解和于大师相比,那绝对是天上地下。 这边于大师琢磨着,和那些御用琴师们商量着,王胜已经飞快地找那些大宗师们,给于大师车出来好几根指挥棒,顺便连打磨什么的都做完了。 拿着王胜给做的指挥棒,于大师心掀了击下,然后按照王胜的指点,啪啪啪地用指挥棒敲着曲谱架,一干琴师们已经彻底做好了准备,就等着于大师开始。 冲着一个伴奏的琴师轻轻地挥动了指挥棒,琴师紧盯着于大师的动作,随着于大师的动作开始演奏,紧接着,多种伴奏加入,鼓琴加入,销声加入。 在于大师的指挥下,清新普善咒第一次完整的在元魂世界响起。 第713章一切都是利益,上。 王胜是闭着眼睛听完的。 说实话,这些御用琴师水平真的很不错,至少王胜就这第一遍听起来,就已经和地球上听到的影视配乐差不多了。 如何?于大师强忍着兴奋,演奏完成之后,冲着王胜问道。 这个不应该由我来点评。 王胜笑着冲于大师说道:"这是你这个指挥的责任。 乐曲的整体表现如何,每一个乐手和你这个指挥配合的程度如何,那些地方演奏得不到位,不管是节奏轻重还是快慢,都需要你这个指挥来给出点评,以便下一次和你合作的时候改进。 看到于大师目光中还有些怀疑他偷懒,王胜才接着说道:"等你们内部总结完毕了,我再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说说我的感受。 扫视了一圈眼巴巴的等着评价的乐师们,王胜笑着问道:"是不是这个顺序,这个道理?" 没错,先内部总结。 于大师满意了,乐师们也觉得满意了。 就在王胜的面前,于大师开始毫不客气的挨个骂起乐师来。 这是于大师的风格,指点骂,那肯定是要严格的。 而被骂的乐师也是甘之如頤,能被于大师这么骂,那是三生有幸,别人想被骂还没机会呢。 挨个的把每个人当个的缺点,以及和团队配合的失误,以及与于大师指挥手式配合失误三方面的内容骂了一遍之后,于大师和一杆乐师们眼巴巴的看向了王胜,等着王胜的评价。 趁热打铁,按照之前于大师说的那些,改正之后再来一遍。 王胜却是毫不犹豫的命令道,我还有一点点没想好,再听一遍找找感觉。 没人有二话,于大师马上指挥着众人再次开始重新演奏。 至于会不会有人怀疑王胜根本就没干货借机拖延时间,敢这么想的人,一定是不想在这个团队混了。 不久之前王胜才一个一个的说过每个人的缺点,言之有误,语必中的,那是没干货的人能说出来的话。 侯爷既然说还没想好,那一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缺陷。 正如王胜所言,趁热打铁,第二遍的效果明显就好了很多。 指挥这种新鲜角色的面试,也是需要一个磨合过程的,哪怕于大师德高望重没人有意义,但以前一向是自己单独弹奏,现在要跟着于大师指挥棒的节奏走,还是需要适应过程。 于大师在此内部总结的时候,语气就好了很多,不是慢了。 别说于大师,身处其中的各位乐手都能很清晰的感觉到这一次如同脱胎换骨一般的变化,对于于大师的点评如同当作圣旨一般,对王胜的点评也越发的期待。 等到众人的目光再次看向王胜的时候,王胜终于开了口。 每个人单独演奏的技巧,我就不说什么了。 王胜斟酌着用词,然后冲着众人道,我在旁边听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点小小的不足。 怎么说呢? 感觉整体的声音很单薄。 单薄? 众人都是一头的雾水,单薄怎么讲? 这首曲子,明显是琴销合奏,所以古琴和长销必然是主角,这一点无庸置疑。 王胜回想着自己在地球上听交响乐团的感受,慢慢的说道,但是…… 伴奏的声音就有些薄。 不是说你们的音量低,也不是乐师乐曲的问题,而是缺少一种混响。 混响? 于大师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不由的反问道:"那是什么?" 就是同一种乐器需要多个人演奏的效果。 王胜回答道:"地球上随便一个交响乐团要是没有几把十几把小提琴,几把十几把大提琴,那能叫交响乐团吗?" 虽然每一种乐器的音色效果都差不多,但毕竟不可能每一把都完全相同。 王胜继续解释道:"就拿二胡来说,十几把二胡演奏同一首曲子,带来的声音效果就是比单独的一把二胡多一些混响。 于大师是什么水准,马上就意识到这和他之前享受的那些音乐的不同的地方,瞬间陷入了沉思之中。 同种乐器多个人演奏造成混响效果。 嘴里琢磨着,脑子里似乎已经想到了那么多同种乐器演奏带来的感受,猛的一拍大腿,对呀。 站起身来,于大师就要让这些人试验一番。 可是一看众人才意识到,恐怕现在还试验不成。 每一种乐器的琴师只有一个,而于大师本身又是那种最讨厌一种乐器没有学经就要学多种乐器的,现在哪里来的人手给他试验这种效果。 恩? 我有几个老朋友,都把他们叫来。 于大师开始琢磨该找什么人手了。 既然已经被王胜提醒到了这个地步,光是靠着这些御用琴师肯定是不够了,需要多找一批高手来试验了,是了,让他们把自己的徒弟也带上。 咳咳,王胜轻声的咳嗽了两声,于大师立刻从自言自语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看着一群眼巴巴的盯着自己的御用琴师们,想了想,这些日子和他们合作也不错。 至少这些小家伙们既尊敬自己又听话,如此的话,给他们一点点好处也不是不行。 你们,每个人允许带两个人来这边。 于大师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 之前只是没有遇到一个高山流水的知音,现在有王胜在,光是王胜说出来的这点东西就足够于大师消化吸收的,给这些御用琴师一些名额,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 另外,你们看看你们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这种适合做指挥的。 于大师又给了大家一个任务,有这种对乐器乐曲有全盘理解能力的人,最好是年轻人,带过来。 转头看了看王胜,忍不住摇头道,其实侯爷就最合适,可惜他不乐意。 这话众人全都认同。 要说指挥,没人比王胜更适合的了。 可惜,就如同于大师那句话,王胜不乐意。 慢慢来吧。 王胜笑了起来,你们慢慢的找人试验,我先把琵琶语的伴奏谱给补全,人齐了弹奏出来试试。 第714章 一切都是利益,下。 只有王胜和于大师两个人的时候,王胜冲着于大师竖起了大拇指。 第一次做指挥就能做得这么有声有色,除了于大师,也没谁了。 于大师很得意,特别是在王胜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开心。 不停的催促着王胜多弄一些曲子出来,王胜也只能点头,还能说什么。 好在浦心区也是需要时间的,王胜不马上拿出来也正常。 应付了于大师,王胜才算是真正的得到了一些清静,可以回到自己的练功房,琢磨一下自己修行帝功法和试验行字诀以及超声波听诀的配合了。 当然,在此之前,王胜还是又和十几位大宗师见了一面,再次感谢了他们这次对自己的帮助。 修行帝功法,王胜选择了道门的最强功法道藏心法,这是道门祖师爷传下来的老军观最强帝功法,据说灵虚老道后期修行的就是这种功法。 想想灵虚老道的强悍,不用再犹豫,就选他了。 当然,多出来的俏学,王胜选择同时修行天子御赐的守敬心法。 这种能够让战斗意识小人都能够多分裂两次帝功法,王胜要是不选择的话,那才是暴殲天物。 唯一的困难,就是同时修行两种功法了。 可这对于有六十四个战斗意识小人帮忙推演的王胜来说,并不是多么难以办到的事情。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王胜还是先修行守敬心法。 在王胜的认知中,一直认为头脑比力量更重要,他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身为狙击手,有一个冷静的头脑比什么都重要。 既然守敬心法能够做到这一点,王胜当然要先修行守敬心法。 而且战斗意识小人也已经给出了答案,守敬心法第一次见效很快,先修行,没坏处。 一字一句的琢磨过天子给的守敬心法,结合战斗意识小人传给王胜的修行经验,王胜只用了两个晚上,就轻而易举的完成了守敬心法的初次修行。 接下来就是年深日久的每日修行积累,等着突破的那一天。 道藏心法相对来说复杂了更多。 这可是道门最高等级地功法,有些地方还和道门的理论相结合,就算是王胜对于道门理论也算是知知甚强,可有些时候依旧还是要仔细的琢磨。 看来是时候进千绝地的地下宫殿那边请教灵须老道一番了。 侯爷,那些人愿意说了。 就在王胜随时准备出门的时候,梅儿回到了家里,带给了王胜好消息,最开始动润资房的人,他们已经有了答案了。 是哪个诸侯? 王胜问道。 是凯旋伯。 梅儿笑着回答道:"意外吧?" 凯旋伯是凯旋国的国主,凯旋国前身就是凯旋宫,无忧城里的强威姐就是凯旋宫的人。 凯旋国因为国土比较小,一开始没能获得国侯的爵位,只是一个伯爵。 按道理说,王胜和强威姐算是合作不错,凯旋宫之前也有过几次小合作,都算是比较完美,双方皆大欢喜的那种。 可惜,这次动手的竟然是凯旋宫的人,他们似乎一点都没有把之前和王胜合作的情谊当成一回事,该动手的时候果断动手。 也正因为如此,梅儿才会觉得王胜应该意外,才会这么问。 意外什么? 王胜也笑了出来,国与国之间,难道还有真心实意的合作吗? 无非就是利益一致的时候合作,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果断的捅刀子,仅此而已。 可这也太没有人情味了。 梅儿其实在生意场上这么多年,加上自身的经历,已经能看穿许多事情,但就是觉得有些不开心。 人情味。 王胜笑得越发的厉害了,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例子当头,我们和他们之前的合作本来就不是对等的。 他们觉得那是给我们面子,是恩赐给我们机会,哪里有过平等的合作概念。 该动手毫不犹豫的动手,这样的人才倒也是有决断。 他们对我们动手,你还夸他们。 梅儿气鼓鼓的鼓着双甲,很不服气的说道。 如果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人家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和手段。 王胜耐着性子给梅儿解释道,不过,用到我们头上,那我们当然不爽了。 你也别不开心,你看我们和苏伯伯这边合作,前几天天子不也打算琢磨着让我们背黑锅吗? 其实说到底,还是那句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可我这辈子都不会对你用这种手段的。 梅儿很不开心,抓着王胜的手表明心计,再大的利益也不会。 人和人不一样。 王胜抓住了梅儿送过来的小手,笑着安慰道,有些人信奉的就是这些,可我更愿意相信人和人之间还是有感情的。 但国家之间,真的是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也要小心皇家。 梅儿小心翼翼的问了一句。 这次王胜直接无声的开始点头,看到梅儿的目光,又是不忍,开口道,所以有些时候我宁可相信没什么野心的老军官。 当然,皇家要是慢慢的学会了和我们平等的合作,继续维持大家的合作也不是不行。 看他们够不够聪明吧。 那凯旋博这边怎么办? 梅儿点了点头,主动的岔开话题。 他们把人送到了哪里? 王胜问道,凯旋博肯定不可能自己出动,什么人动手的,现在什么状况,把这些都弄清楚。 动手的原因王胜已经不问了。 正如王胜所言,无外乎就是利益。 凯旋公出了一大笔买地的费用,加上千绝地营地的投入,肯定是已经有些入不敷出了。 这时候润资房强大的盈利能力,谁看着不眼红。 凯旋博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一点都不奇怪。 对于凯旋公的人布置许多天悄无声息的带走了王胜的人,这已经算是有了一些特种作战的雏形。 王胜忽然间有了一种要较量较量的心思,看看他这个经过地球上严酷训练的特种战士,对上元魂世界的这些高手,到底是谁厉害。 把这些打听清楚。 王胜满脸的兴奋,我亲自出手,会会这批动手的人。 第715章回敬,上。 凯旋公原先算是个隐士宗门,但和那些彻底隐士的宗门不同,还有弟子在各处活动,勉强算各半隐士宗门。 天子推行分封诸侯大礼仪之后,凯旋公看着几大家族建国封侯也坐不住了,和其他几家隐士宗门一起,同样也占据了自己的地盘建国封侯。 相对那些老牌的大家族来说,凯旋公的高手惊而不多,但这已经足够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诸侯国称霸一方了。 润资房的那些村民们,现在就被集中带到了凯旋国的一个大庄园当中。 为了避开京城的高手追踪,一开始走得很小心,咒服夜行,速度也慢。 直到出了京城才算是快起来。 可在路过别家诸侯国的时候,大家也得小心翼翼的过境。 一旦消息传开来被人知道这批人就是润资房的工匠,想也不用想就知道路上经过的这些诸侯国会采取什么措施。 基于润资房的可不是凯旋公一家,可以说,除了钱生源和润资房是一个老板之外,只要是经商做生意的就没有不想打润资房主义的。 各大诸侯国哪个不是眼红的垂涎欲滴? 只是有些能忍住而已。 因为要绕着千绝地走,所以耗费了比平常多十几天的时间,这批工匠才算是安然的到了凯旋国。 到了这里,就算是安全了。 人算是安顿好了,可别的麻烦又来了。 京城后来发生的事情也陆续地传到了凯旋国,总体的意思就是,除非有润资房的核心配方,否则的话,这三百多个村民,恐怕按照他们知道的东西,也就是只能生产润资房最低档的那种面向普通大众的利润最低的化妆品。 高利润高价值的那些,生产不出来。 这下凯旋公的一批人就尴尬了。 原以为只要掌握了所有生产流程上的关键人员,那些生产的产品就能够全部都生产出来,谁能想到在原材料上润资房还防着一手呢? 为了这次行动,光是凯旋国收买内奸一路上安排时速安然过境,这方面能看得到的金币支出就超过了十万,这还没算上那么多高手出动带来的无形损耗。 大几十万金币扔下去,就带来这么一个结果。 行动的策划人直接就傻了。 早知道这样,何必非要下这个手。 如此的结果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按照之前各国对于宝庆与唐盐唐生意下手的经验,只要控制了生产的庄子,控制了掌握工艺的关键人手,这基本上东西就到手了。 可谁知道同一批人弄出来的东西,居然多了一个原材料的控制。 要是简单的只是切断了原材料的来源,那也好办,以国家的力量,总能找到原材料的提供商。 可问题是,现在大家连关键的几种原材料都不知道是什么,这怎么办? 只能说妹儿他们这个团队吃一欠掌一致,多了防备多了心眼,可凯旋宫的人能说什么? 怪人家把东西藏得太好不让自己顺利偷盗吗? 一群人面面相去,前后半年时间的安插布置收买全做了无用工不说,这三百人怎么安置? 虽然说凯旋国一个诸侯国,安置三百多人区区小事,随便一个小例就能办好。 问题是,这三百人安排来做什么? 重地还是继续做一些低价的化妆品。 这次参与行动的高手,和这三百多村民都在这个山庄之中休息。 一路上提心吊胆的,回到了安全的地方,自然需要休整一番。 没人知道距离这里十里之外的小山顶上,正有人拿着狙击枪的瞄准镜观察着整个山庄的情形。 虽然王胜在润资房的山庄出世后就去了老军灌钱后耗费了十几天的时间,可是,比起凯旋宫的人带着那些村民绕路,王胜直接穿过千绝地,却只是比凯旋宫的人迟了两天就赶到了这边。 瞄准镜也只能在白天使用,王胜已经通过瞄准镜大概确定了山庄里的护卫高手的分布,就在树里之外的山林中休息,等待着日落之后。 半夜两三点钟是人们最疲倦的时刻,也是突袭的最好的时机。 王胜现在已经有些兴奋了,来到这个世界这么多年,这算是第一次大规模的进行特种作战,目标还是一个山庄差不多上百个高手。 以前不是没有过,但通常目标只有一个人,王胜根本就不过瘾。 入夜,王胜摸着黑靠近了山庄。 在这个至少有一大半人有夜盲症的圆魂世界里,哪怕王胜没有强化的势力在黑夜中也是佼佼者,能当狙击手,势力差可能吗? 经过了球牛变的时候二次强化,王胜的眼睛能够在黑夜中看到朦胧的灵气团,同时听力和嗅觉完全能够准确地判断出一个人的位置。 咔嚓,山庄外的一个护卫脖子被王胜从背后轻松地扭断,王胜扶着他的身体,将他小心地放倒在墙角。 没有破皮见血,所以不会有血腥味。 扑,一根王胜自制的吹箭,箭头上抹着千绝地里那种黑豆钉小蜘蛛的毒液,无声无息地扎进了几十步之外那个靠着柱子坐着的护卫的脖子。 瞬间麻痹的效果让他连声音都发不出来,身体直接就软在那边。王胜轻松地摸过去捏碎了他的喉咙。 外面巡夜的人本来就不多,修位也不高,十几个人,轻轻松松地就被王胜挨个的解决。 没有一个人有机会发出声音,也没有一个人流出过大滩的鲜血,最多的也就是一个走路的家伙被王胜从背后一锥子扎进了心脏。 同样是强烈麻痹的毒液,被王胜从背后捂住了嘴巴,没有一丝的声响。 这个山庄是在凯旋国国都附近,并不是什么多隐秘的庄子,护卫本来就不够严格。 如果那三百多村民能够完整地生产,或许会是两样,可他们只能生产最低级的化妆品,那也就完全没有如林大敌一样的防护必要。 没有人知道山庄外面已经空空荡荡没有一个活人,这会大家睡得正死。 勤奋的高手在修行中,也势必会降低一些警惕性,自己的地盘内,有必要这么防范吗? 第716章 回敬,下 酸泥变的时候,距顶上的金色花纹强化带给王胜的,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隐匿自己的一切气息。 灵须老道面对面闭上眼睛都无法察觉王胜的气息,这个山庄里最强的高手如果还能隔着几百米发现王胜,那一定是神仙了。 村民们没什么必要对付,不过是一群被人挟持的可怜人。 就算有个把的内奸,王胜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一一分别,反正凯旋宫的人死得差不多,那些心里有鬼的人自然会活得寝食难安。 有不少勤快的高手,这个时间点了还在修行。隐秘门派的弟子,能在八大家族的夹缝中硬生生抠出来几个诸侯国,也是有底气的。 可惜,他们这次动了王胜的蛋糕,再聪慧辛苦的弟子,也注定不会有好结果。 不是王胜试杀,而是王胜要杀鸡害猴,用凯旋宫这只鸡,来害一害另外一群胆大的猴子。 尽管京城里先后已经算是两批人栽在王胜的手上了,但是那只是京城里的人不敢伸手了,各大诸侯国的人可从来没有人把天子放在眼里过。 也就是这次大礼仪,为了风绝建国,给了天子那么一点点好脸色,至于天子宝的产业,那还不是谁看上了就谁拿。 要不是这次润资房的产业链比较封闭,这次凯旋宫可就要大发一票了。 就算是这一次没成功,但谁都明白,这次不过是凯旋宫失手了而已,没有抓到脉络,用不了多久,凯旋宫肯定会想办法深挖润资房的产业链条,把供货和那几种关键材料拿在手中的。 当然,他们现在是不知道有三种关键材料是老军官在操持,所以想得很好,这批高手至少会有一半休息一番之后返回京城,继续没能完成的事情。 王胜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今天凯旋宫七上门王胜没什么表示,明天说不定就是史家甘家秋家,被王胜坑了那么多次,反过来坑王胜一次,太正常了吧。 所以,王胜的虎牙匕首在这个被王胜捂住口鼻的熟睡中的凯旋宫弟子的颈动脉上切过去的时候,王胜没有一点不忍,动作娴熟,一如在地球上抹掉恐怖分子的咽喉一般。 没人能发现王胜的气息,再高的高手也不可能。 至于脚步声什么的,熟睡中的人肯定是感觉不到的,王胜收敛了杀气,外面还有自己人在巡逻,谁会在意那几乎无法察觉的脚步声。 不是每个人都有王胜这样的耳朵,就算听到也以为是巡逻的。 喷出的鲜血直接被王胜手急眼快的用被子捂上。 虎牙匕首上王胜也涂抹了黑豆丁蜘蛛的毒液,擦破皮基本上就意味着无法动弹了。 被王胜袭击的人只能在睡梦中惊恐的感受着自己的生命力一点一点的流逝,却什么都做不了。 熟睡中的人好办,麻烦的是那些正在修行的高手。 这些人普遍都是五重镜以上的,想要完全不惊动是不可能的。 不过,这些人毕竟只是少数,只有二十几个,而且王胜已经记住了每一个人的具体位置,听到了他们的呼吸心跳,对王胜来说,这就足够了。 啪,重拘弩的弓弦声响起的时候。 所有还在修行的弟子就已经被惊动了。 反应不错,全都飞速的中断了修行跳起身来,各自占据了隐蔽的角落,随时准备出手反击。 一直在关注着所有人动静的王胜心中暗暗点了点头。 凯旋弩能在诸侯林立的情形之下死死的站住这片地盘,不是没有道理的,看这批弟子的反应就知道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山庄之中最强的那个高手,八重镜的一个长辈,已经在第一声弓弦响起的时候,瞬间殒命。 重拘弩的弩箭射出的速度是音速的三倍以上,众人听到响声的时候,王胜精心定制的弩箭就已经射穿了那个高手的身体。 为了保证威力,王胜用的是爆裂箭。 那些凯旋弩高手听到的第一声是弓弦声,第二声,就是爆炸声了。 正在修行的八重镜的高手,连点反击的动作都没有,就直接粉身碎骨。爆炸的威力之大,直接把高手所在的房间都炸成了废墟。 有两个凯旋弓高手听到爆炸声马上冲了出来,迎接他们的不是巡逻的弟子,而是先后两只无声无息的重箭。 两个七重镜的高手,还不值得使用爆裂箭,金刚重箭就足够了。 两只重箭前后相距十几秒,第一个冲出来的殒命之后,第二个也马上找了一个隐蔽的角落,可这没用,第二只箭依旧还是准确的找到了他的脑袋,射穿了他藏身的柱子之后又射穿了他的脑袋。 剩下的凯旋弓高手听到惨叫声又冲出去两个,不断的叫骂中,期待敌人现身和他们面对面的大战一场。 可惜,结果依旧,王胜根本就没有露出半点刑迹,直接用重鸡弩击杀。 剩下的,也全都在同伴的惨叫声之后明白来了强敌,没有马上冲出去,各自放出灵气,疯狂的查探着周围的动静。 不是他们不想冲出去集合众人的力量对抗强敌,根本的原因还是夜盲症。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夜盲症,可这现场也实在是太诡异了一些。 对方杀上门来,竟然没有动静,就连弓弦声也想在不同的地方,让他们想找到对手都不可能。 可王胜却不管这些人的想法,一个挨一个的用重鸡弩点名。 每个人只能听到弓弦声不停的响起,惨叫声不停的响起,却根本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 特别是熟悉的惨叫声是比自己还厉害的同门弟子的时候,这让他们还如何敢随意现身动手。 一片漆黑中,王胜轻松的将最后一个凯旋弓的高手击杀。 保险起见,沿着山庄走了一圈,各种感觉开到了极限,在没有发现有高手存在之后,这才施施然的离开了山庄。 前后的时间算起来,还没有超过一个小时。 天亮之后,那些战战兢兢的村民才敢出门看看动静,看到那么多的死人,全都是心胆剧烈。 没有人看守,这些村民也知道麻烦大了,几个领头的人商量了一番,趁着没人发现,赶紧收拾了一些山庄的细软,匆匆的逃离。 直到两天之后,这个山庄的情形才被凯旋弓轮值的弟子发现。消息一报上去,凯旋弓高层顿时间哗然。 第717章机会 上 山庄里的人都是做什么的,没有人比凯旋弓的高层更清楚了。 可现在,一百多人横尸在山庄里,而从京城带回来的那些村民却都已经消失无踪,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凯旋弓的高手马上赶到了山庄,开始调查那些弟子的死因。 很快,凯旋弓就得到了准确的结论。 十几个是在巡逻的时候被人杀死的,无声无息,没有引起山庄里面的注意,因为还有一批人是在熟睡之中被杀死的。 如果惊动了里面,这些人肯定是睡不住的。 剩下的人看起来像是有了防备,可是每一个人都没能逃脱。 有四个弟子想要逃跑,但都没能逃出山庄的范围。 那些有防备的,基本上都是中了暗器。 如果大家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箭毙命,包括那个修为最高的八重镜的弟子,也是如此。 不过那个弟子直接被炸成了碎片,尸体都已经拼不全了,只能从一些碎片上勉强认出来。 这样的情形,众人想来想去,最后只能和一个人对上,那就是长盛侯王胜。 因为就在半年多之前,代家的大长老就是被人用一支重剑在极里之外一箭射死的,那种爆裂箭的威力,和这个八重镜弟子死的痕迹非常的吻合。 如果是王胜的话,那么一切就能对上了。 为什么王胜会把山庄里的人一网打尽,为什么那些村民会失踪,起因什么的根本就不用再调查,凯旋宫高层一清二楚。 直到这时候凯旋博才意识到了后怕,要是王胜也冲着自己给来这么一下,会是什么后果? 不过幸亏只是在国都王宫之中,而且王宫不像代家那么显眼见在半山上,周围也没有什么制高点,否则自己说不定睡梦中就会被爆了头。 当天凯旋博就再也不敢随随便便的露面,生怕成为了王胜狙击的靶子。 别说凯旋博,就算是凯旋国的那些臣子,也都一个个如临大敌,轻易不敢出门。 如果非得出门不可,那驾驶,恐怕把防护大阵随时开着都不够看。 那种无言的恐惧,把凯旋宫上下都搅得鸡犬不宁。 任谁被一个拥有数理之外取人性命的武器随时威胁着,也都不会比凯旋宫的高层要好多少。 凯旋博现在已经快要疯了,早知道事情这么棘手,王胜的报复心这么重,他吃饱了撑的去搞王胜的产业呀。 有这时间和精力,多开几个盐厂多种一些甘蔗大量出货不行吗? 这下好了,不但没捞着好处,死了一百多个高手不说,自己的性命也受到了威胁。 虽说凯旋博已经进入了传奇境界,没到巅峰,可是传奇境界中期的水准是跑不掉的,比修为,王胜也肯定不是对手。 问题是,王胜手里有一只重居弩啊。 代加大长老的修为同样也是传奇境界中期,那又如何? 还不是被几里之外一箭抱头? 难道自己的脑袋就比代加大长老更硬? 有心想要埋怨当时出这个主意的人,问题是当时自己也被润资房的利润迷昏了头,也是点了头的,凯旋博虽然不算什么枭雄,但也不会在这种自己点过头的事情上追究别人的罪过。 可这担惊受怕草木皆兵风生鹤唳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从国都中挖出王胜?不是没有办法,可这也需要时间啊。 谁让凯旋博为了建设国都,把周围一些边缘地区的人都迁到了国都,很多人自己都没认识权林里,更别说挖出陌生人了。 早知道这样,就不去搞王胜了呀。 不光是凯旋博一个人在后悔,凯旋公高层基本上全都在后悔。 这才损失了一百多个高手,就让凯旋公心疼得不得了,个个还担惊受怕的。 可王胜在千绝地还有绝对优势啊。 他要是为此把凯旋公在千绝地的人手一网打尽,那才是灭顶之灾呀。 怎么办?搞了人家一家伙,现在被人搞回来了,可能还要搞自己个更大的,而且还是自己承担不起的损失,怎么办? 去给人说好话赔偿。 凯旋公现在穷得快要当裤子了,不然怎么会打润资房的主意? 这时候去巴巴的上门给人低头赔偿,凯旋博的面子还要不要了。 只怪当时因为在京城地界,不敢做得太过分,否则把那些接触过的人全部干掉,哪里会被人追着找上门来。 左右都不是,一群凯旋公高层级的一个个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心里头说不后悔那是假的,当时怎么就昏了头,觉得润资房好搞呢? 王胜是那种吃了亏吞肚子里的人吗? 休家不过在通兴城找了个棋子多说了几句怪话,就不得不掏出来两亿金币风口,休家都低头,凯旋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比休家都厉害了,敢骑在长盛猴头上作威作福了。 这时候终于有人想到,凯旋公在吴忧城还有一位弟子,貌似能和王胜说上话。 是个女弟子,具体叫什么都已经忘记了,修为也不高,但王胜第一次和凯旋公合作进迁绝地就是那个女弟子迁的线。 说不得,只能通过这个女弟子,看看能不能和王胜联络一下,低个头,把这事接过。 至于怎么赔偿的问题,凯旋公现在也是头疼不已。 不过既然王胜已经杀了一百多个弟子,再大的火气也该消散了吧。 先接触一下,如果长盛猴有什么不过分的要求,就直接答应,总之,千万不能让王胜再把火烧到千绝地里面的弟子身上,否则凯旋公上下能哭死。 悔之莫及啊。 可一国之主,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干吧。 问题是外面有一只重鞠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对准自己,做事也得先保命吧。 不是没想过找人干掉王胜? 可麻烦的是时间上来不及啊。 再怎么操作,也得等到先把眼前的难关度过再说,否则的话,国伯被王胜杀死,凯旋公就算是干掉王胜又能如何。 无忧城的强威姐已经接到了国主的紧急传书,让她代表凯旋公,去向长盛猴表达凯旋公的歉意。 突然的命令,让强威姐莫名其妙,无忧城肯定找不到王胜,只能硬着头皮去找阿七。 第718章机会,下。 凯旋公上下一筹莫展的时候,王胜却早已经离开了凯旋国的国都,重新进入了千绝地之中。 针对润资房的行动,肯定是凯旋伯点头的,这点无庸置疑。 不过王胜已经并不打算自己直接出手干掉凯旋伯了。 天子那边不是早就说好,要找一个小诸侯国瓜分吗? 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目标吗? 何必非要王胜动手背上一个杀死国君的锅? 让几大诸侯国动手不是挺好。 王胜在千绝地往京城赶的时候,消息已经传开。 凯旋公在这方面的封锁手法十分的拙劣,三百多个逃散的村民基本上就没怎么疯狂追杀,消息传开是不可避免的。 一百多个高手一个晚上尽数允命,而且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人动的手。 这怎么可能?听到消息的各方高手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 当然这只是最开始传回去的消息,等到第二批消息传回去,众人就已经有些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第一个动京城润滋房的居然是凯旋公,人家这是找上门报复了。 不少诸侯国都是心中暗爽,不管怎样,一个潜在的敌人实力被削弱,那是大好事啊。 紧接着收到的消息就让人心惊胆战了。 一晚上干掉一百多个高手,其中还有一个八重镜高手的居然很可能只有王胜一个人。 这就让人毛骨悚然了,一个晚上时间,一百多个高手可不是躺着任人宰割呀,一对一百多,怎么可能。 最后的消息是十分确凿,就是王胜一个人干的。 这下,各方全都傻了眼。 一个人。 长盛侯王胜。 貌似王胜最强也就是六七重镜的修为吧。 不是开玩笑。 消息传到了京城,天子是第一个开怀大笑的。 王胜这个小子,果然是一点亏都吃不得,连对上他这个堂堂天子都是如此,别说其他人了。 凯旋宫那些小崽子惹谁不好,非要惹王胜,难道忘记了邱家都老老实实认栽赔了两亿金币吗? 强威姐在无忧城上门,王胜肯定不在,找到了阿七,很尴尬的向阿七解释这是个误会。 阿七也是满脑子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问强威姐,强威姐也不知道,只说是上面让她过来解释一下,两人大眼瞪小眼,都是莫名其妙。 没两天的时间,消息就传到了无忧城。 这下强威姐直接嗡一声头都大了,这怎么解释? 上门不被阿七给赶出来就已经是人家给面子了,解释。 连王胜的面都见不到,怎么解释? 可不解释还不行,强威姐只能硬着头皮上门。 这次还没见到阿七,就被几个护卫拦了下来。 任凭强威姐怎么陪小心,都不让强威姐进门了。 强威姐无奈,只能返回,把消息送回了凯旋宫。 心里面早就不知道骂了那般脑子里有江湖的家伙几百遍,这种事情也做得出来。 凯旋宫上下每天心急如焚而又草木皆兵的时候,忽然京城那边传来了好消息,长盛侯王胜已经回到了京城的侯府之中。 这下凯旋宫的高层总算是稍稍的松了口气,不用再担心什么时候突然被王胜一箭爆头了。 可忽然之间不用担心了,众人又奇怪起来。 王胜这就撤了。 杀了百十个动手的高手,就这么撤了。 这也太简单了吧。 凯旋宫本能的感觉到了威胁,恐怕王胜撤离,这是要有更大的行动了。 马上,派出本门的执法弟子,不计代价杀死王胜。 凯旋宫国君臣再次议事的时候,凯旋宫也没和众人商量,直接发出了这个命令,他不死,我们以后恐怕睡觉都要睁着眼了。 你们相信他只会杀几个动手的人,不追究到我们头上吗? 别忘了当年代价的大长老是怎么死的。 有几个众臣本来想说点什么的,可是看到凯旋宫认真的表情,仔细琢磨了琢磨,忽然发现凯旋宫说得很对,王胜貌似还从来没有轻易的放过一个做主的人,王胜不死。 死的可就是他们了。 之前是找不到王胜的行踪,不敢轻举妄动,现在王胜既然回到了京城,那执法弟子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出手了。 这次凯旋博铁了心,打算要置王胜于死地了。 王胜这边才刚回到侯府,还没来得及和媚儿见面,天子那边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让人送信,明天邀他们过对门做客。 估计天子也是好奇,想知道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一早,王胜如约带着媚儿到了对门。 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官府已经完美地进行了抄家灭族的大业,清点出账策,然后送到了长盛侯府。 媚儿这几天一直就在忙碌清点这些东西。 拜见了苏伯伯,媚儿兴致勃勃地直奔后援找苏伯母去了。 他这次可是带着秘密任务的,要孝敬干妈一大堆抄家抄来的好东西,大概占了总数的一半。 不过这消息可不能让苏伯伯知道,谁让他关键时刻不站在王胜这一边的。 还是天子和周管事在,王胜和两人喝酒,然后简单地把这次在凯旋国做的事情说了一遍。 不过,具体怎么杀人的,王胜没说,只告诉了他们结果。 这是个机会。 王胜说完这些,也不理会天子有些郁闷的表情,静字地说道,上次不是想找个小诸侯国瓜分吗? 这不就是现成的一个? 理由呢? 天子顿时间兴奋起来,睁大了眼睛问道。 这全天下人都能看得出来,润资房和皇家有关吧? 王胜直接很不爽地瞥了一眼天子道,多好的名义。 不敬天子。 再拿出两个公爵的爵位,这种又得名又得利的事情,还怕没有大诸侯动心。 天子都下旨不许男子进润资房了,和天子没关系说出去都没人信啊。 天子摸着胡子,开始琢磨起得失来。 理由倒是有那么点意思,可毕竟还是不够那么伟光正,毕竟听起来像是天子的私事,说出来很有点说不出口。 我最近就待在京城不动了。 王胜看着天子琢磨,继续开口道,如果你是凯玄伯,你会不会被我杀了这么多人,随时可能还会威胁千绝帝里面的弟子性命而轻易放过我。 天子的目光随着王胜的这句话,也亮了起来。 第719章给天子画大饼,上。 如果他们不动手呢? 天子兴奋了一会,然后又皱起了眉头,邱家被你讹诈了两亿金币,不也是老老实实的什么都没动吗? 你傻呀。 王胜直接冲着天子毫不客气的骂道,他们不动手,你不会动手。 天子呵呵笑了两声,不再言语。 旁边周管事的目光已经看向了别的地方,好像刚刚王胜说的话他一句没听到一样。 对了。 天子又想起一桩事情,如果他们吞并了一家诸侯,得了大好处之后,几家大诸侯吞并上瘾,实力越来越强,怎么办? 打来打去肯定会削弱实力的。 王胜不信天子没想到这些,白了他一眼说道,至少再打下来吞掉十年二十年之内,各方诸侯最多只是地盘大了,人口多,可实力未必会提升。 这一点天子其实早就考虑过了,他也是这个结论。 问题是,十年二十年之后呢? 这么长时间,足够那些诸侯消化掉新地盘,顺便培养出下一代子民了,到时候皇家如果没有更大提升的话,恐怕生存空间会被越挤越小。 分疯啊! 王胜不假思索的说道,直接给那些大诸侯公爵们几个侯爵的爵位,让他们自己赏给自己的儿子或者有公之臣。 你给了爵位,人家肯定要感念天子吧? 有了爵位,那些诸侯不想办法给人家点封地。 妙啊! 天子一拍大腿,叫了一声好。 自己都给爵位了,那些家伙多多少少也得意思意思给点封地吧。 况且,又不是天子越过他们给别人爵位,而是给他们几个空白的圣旨让他们自己填,上面就预留着封地的空白,不填不行。 你可以给,也可以不给,反正我天子的诚意摆在这里了。 你要是不给,说不定自己的儿子都反对。 给儿子也行,给有公之臣也行,只要一给封地,这个口子开了,别说只是几个诸侯国,给天大的地盘,也会逐渐的分割割裂,越来越小。 真以为家族内部就没有不同的声音。 天子对王胜随口说出来的主意赞不绝口,连着和王胜喝了好几杯,显得兴奋不已。 你也别动不动就拿出来,总得要有个由头。 王胜劝了一句,反正借着这次瓜分凯玄国暗示一下,只要给你好处的,就封公爵,本来已经是公爵的,就给几个小伯爵子爵的,不要一下给的太高,慢慢来,把握住节奏。 天子连连点头,如果他连这个都做不到,那怎么可能做天子这么久? 一顿饭吃得没开眼笑,就差要唱小曲了。 对了,你把我的一对琴师坑了不说,现在那些人据说又要拉一批人进你猴府,你打算做什么? 说起唱去,天子就想到了自己给王胜的那一对御用琴师,顺口问了出来。 我就不信你不知道。 王胜继续顶了天子一句,把天子顶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才开口道,他们没和你说,我弄了个乐队。 原先不是全的吗?弄那么多人做什么? 天子纯粹就是好奇,他当然知道王胜是弄了个乐队,如果不是乐队,全都是高手的话,天子还能这么平静的和王胜说话。 全新的乐队,全新的乐曲,需要很多人。 王胜不怎么给天子详细解释,一句话带过,你也应该听到过风声,他们弹奏的曲子不错,等到这批人几个月之后练习出来,到狱前给你专场演奏一次。 有两件新乐器,等人练熟了,也一起给你送过去。 那感情好,我等着。 天子终于露出了笑脸,王胜难得送天子点好东西,全新的乐器他早就听说了,一直没见王胜有什么动静,现在王胜居然提出要送他,自然让天子开心不已。 说起来,上次的事情,是我欠考虑了。天子乐了一会,和王胜喝了几杯之后,很诚恳的冲着王胜道歉道,做事使唤人习惯了,没考虑你的感受,这杯酒算我赔罪,我先干了。 说完,天子拿着酒杯一扬脖子一饮而尽。 周管事在听到天子道歉的时候就已经整个的呆了,他在皇宫里听到过天子和皇后说过这些,可从来没想到天子竟然能当着王胜的面直接道歉呢。 王胜显然也是猝不及防的,不过天子的这幅做派都做出来了,王胜还是要好歹小小的给点面子的,也陪着天子喝了一杯。 看你这个老头还不错,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天子给面子,还肯拉下莲子认错,态度很不错了,王胜也不介意让他小小的开心一把,妹儿现在正在孝敬他干妈呢,这次抄家来的好处,容易变现的,都孝敬了。 天子顿时间露出了笑容,自己心中也不由得有些汗颜。 他现在是发现了,王胜真的不是对外摆出来一种可以商量的架势,分明就是这样的性格。 什么事情,大家摆在桌面上讨论解决,只要不过分,基本上都能得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真要撕下力道,恐怕就是邱家凯旋宫这样的下场。 你估计,这次瓜分凯旋宫,皇家能得到多大的好处。 天子心情好了,有些大事情和王胜商量起来也没有了顾忌,更不怕泄露机密。 你们想得到什么好处? 王胜没有回答,而是冲着天子问道。 最好是能得到一块地盘,然后就进和周围的这些诸侯国置换,与京城接壤,扩大京城的地盘。 天子很认真地回答道,你一开始的时候说的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性大吗? 王胜问道。 最多只有五成。 天子很老实地回答道,和几位众臣分析过几次,可能性不高。 那些诸侯是不愿意看到皇家是大的。 这很正常,强势的天子对诸侯来说是制约,谁也不愿意看到。 最好就是维持现状,继续把天子当作傀儡天子,自己做诸侯国的土皇帝。 先这么要,不行就退而求其次,要钱,要金币,要财货。 王胜想了想回答道,相信这些他们一定不会吝啬。 你可以借着这些才是,慢慢把京城打造成经济文化中心。 第720章给天子画大饼,下。 经济文化中心 天子突然听到这个陌生的词汇,忍不住瞪大了眼睛,怎么说? 什么叫经济文化中心? 简单说吧,就是不管哪里的人,一想到要赚钱,首先想到的就是京城,任何大商号,总店想着的就是开道京城。 什么好东西,只要去京城就能买到,这就是经济中心。 王胜一时也不好解释这么大的概念,只能用最简单的话语描述道。 听着王胜的描述,天子眼前却已经仿佛出现了一片盛景,京城之地车水马龙人们摩肩擦肿,各处的货物川流不息,简直就是天堂一般啊。 真的到了那个地步,京城可以说就是金山银海一般啊。光靠税收,就能让皇家培养一批中心的高手,中心的军队,到时候。 那文化中心呢?天子又问道。 经济中心就已经能够看到这样的好处了,那文化中心岂不是更让人心动?天子可不是文盲,明白文化能影响人到什么地步。 论修行,皇家虽然也有不少功法,可也不可能拿出来公开吧。 所以,除了修行之外,让人只要一想到做学问,就想到京城,就要来京城,这就勉强能有个文化中心的雏行了。 王胜依旧还是言简意该的说道。 雏行?天子想了想,那完整一点的呢?就是要文化说出啊。 王胜不假思索的回答道,这个文化,可不光光只是做学问,吃的喝的玩的,哪怕听客区,也都是京城里流行的。 要让整个王国的人都意识到,不管是哪个诸侯国的人,他们嘴里吃的身上穿的,都是京城里流行的,那就是最好的。 让人们一想到京城就心生向往,哪怕没什么事情,也想要到京城里闲逛一番,看看京城里什么流行,好学着点。 天子一边听着王胜的话,一边有些将信将疑的问道,这可能吗?能做到当然是最好的,问题是,这个难度也太大了吧。 想想润资房,想想钱生源。 王胜不动声色的指贬道,你不会以为只有京城的人才会买吧? 一说起这两个生意,天子立刻就明白了王胜的意思,以及王胜怎样做到。 现在的润资房和钱生源,可不就是王胜说的这种状况吗? 全天下的贵妇名媛,哪个不想要润资房的贵宾卡? 哪个不想每天待在润资房的美容院里面接受服务? 就算是来不了,又有哪个不想着得到一套润资房的最顶级的化妆品? 据说现在各诸侯国都已经把润资房的顶级化妆品套装当成是奖励后非的赏赐了。 钱生源就更不用说了。 元魂世界,只要想要修行的,就必须要识字,否则连修行功法都读不出来,修行个屁啊。 一心修行的人很多,可现在很多修行高手已经发现,用钱生源的文具写写书法什么的,对于自己修心养性有着极大的好处,更能让自己专心致志的修行。 对自己修行有利的东西,谁会不在乎。 这可不光是阵法的原因,书法本身就是做得住的人才能够坚持的,做不住的也把这个当成是对本心的磨练。 哪怕实在练习不下去,拿着几个厌太阵纸什么的每天把玩也是一种静心的手段。 普通的东西,怎么可能让这些高手看得上眼? 那自然钱生源的极品就供不应求了。 现在钱生源的孤品早已经不是商品,而是身份的象征了。 如果京城真的能变成王胜口中的这个经济文化中心,那带来的可不仅仅只是金钱上的好处,只是天子一时之间竟然想不出来该怎么形容。 认同感,或者影响力。 王胜帮天子总结出了他想说却没说出来的话,让天下的子民都以京城的流行为风向,以京城的文化为导向,自然而然的就增强了对京城对天子对皇室对朝廷的认同感。 自然,天子皇室和朝廷的影响力就会慢慢的进行渗透,一两代之后,恐怕这种渗透就会让诸侯们寝食难安了。 当然,一两代之后还有没有大诸侯国,那就很难说了。 天子虽然已经想过这对自己对皇室有很大的好处,可从来没想到这个王胜刚刚说出来的认同感竟然有这么大的作用。 一时之间,几乎无法接受这个概念,陷入了沉思之中,差点就呆了。 周管事也是满脸的骇意,在他们这些一直觉得修为高就是一切的人眼中,从来没想过还有这种兵不认血就能够夺取天下的办法。 幸亏天子刚刚态度诚恳,认识到错误直接冲着王胜道歉,否则王胜这番话要是冲着哪个大诸侯国的国主说的话,那皇家还有活路吗? 幸亏王胜不是敌人哪。 要真的是敌人的话,对上这样妖孽一般的家伙,哪怕周管事已经是传奇巅峰了,可现在却发现,恐怕自己真要动手,面对面他也未必就有把握拿下王胜。 这种感觉是突然之间才有的,也是周管事的一种独特的预知能力。 周管事自己很清楚,这是因为王胜真的是把他惊到了。 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据说是蛮子出身的小家伙,都不用动手,只是聊天就把自己惊到这种地步。 天子总算是从那种无法形容的亢奋中清醒过来了。 王胜说的再好,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现在还在天上飘呢。 想实现,依旧还是得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的走。 可只要有了方向,那就不愁没有一路走过去的机会了。 皇家的复兴,天子简直已经可以预期了。 冷静下来之后,天子忽然之间又想到了另外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可以说是事关生死的问题。 如果京城真的做到了那个地步,那些眼红的诸侯会不会集中起来,将京城洗劫,然后把皇室赶尽杀绝,将京城之地瓜分呢? 天子担忧的问道。 既然现在大家能从瓜分诸侯国当中获得好处,到时候瓜分京城的好处更大的时候,还会有人忍住不动手吗?换成天子自己,恐怕也得动心了吧。 第721章 执法弟子 上 说起来,这个问题其实是老生常谈了。 当初天子问如何防范邪天子令诸侯的时候就问过这样的问题。 还是那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 王胜很是没好气的给了天子一句,如果一二十年下来,拿着这么多钱还养不出一批能保住京城的高手,那你也活该被人邪天子令诸侯。 天子知道自己问了个蠢问题,自己拿起酒杯喝了一杯掩饰自己的尴尬。 当然,你还可以借助很多的力量。 王胜白了他一眼,然后提醒道,利用好了,也是一大批保护自己的力量。 哪些? 天子一惊神,急忙问道,哪些力量? 真到了那个时候,那些伤号肯定是不乐意看到自家伤号被洗劫的。 王胜看着天子着急的目光,常探道,这些伤号肯定有为数不少的护卫,你那些忠心臣子们肯定也不少看家护院的,到时候,你懂的。 天子吻了一声,算是明白了王胜说的这些力量是哪些了。 当然,还有更强的,就看你懂不懂怎么拉拢了。 王胜紧接着又提醒了一句。 更强的? 天子现在最迫切的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有更强的力量怎么可能不关注。 这时候王胜却不说了,只是给了天子一句,你自己慢慢琢磨吧,琢磨出来,自己想办法。 琢磨不出来,那也就不用琢磨了。 天子的心情顿时间直对谷底,看王胜的表情,他是不会说了。 让自己琢磨,京城里难道还有一只更强悍的力量? 如果有的话,自己岂不是天天日日都生活在危险之中。 一时之间,天子也想不出来有哪一股强悍的力量值得自己拉拢,空自着急。 旁边的周管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只能咳嗽了两声,然后目光冲着天子示意,让他看王胜自己。 这股强悍的力量是王胜。 天子一阵疑惑。 王胜厉害是厉害,不过只有一个人而已,而且说实话,他们现在的交情,也谈不上什么拉拢不拉拢的,肯定不是王胜。 难道是王胜侯府中的那些护卫? 一想起王胜侯府中的那些护卫,天子忽然之间想起了王胜现在的后台。 京交道门老军官,那些护卫肯定是老军官的,除了那里,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强悍高手。 老军官,天子顿时间明白了周管事的示意。 那的确是让所有诸侯国都不敢轻举妄动的强大力量,如果天子能把老军官拉拢过来,哪怕不用老军官投效,只是让老军官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偏向,自己的京城就能稳如泰山啊。 怎么拉拢? 王胜就是老军官的,直接拉拢王胜还不够吗? 天子摇了摇头,显然这不够现实,可是这么一会功夫,天子真的是想不出来有什么可以拉拢老军官的方法。 别胡思乱想了。 王胜当然看到了周管事的动作,也明白天子现在想什么,马上开口警告道:"别随便打老军官的主意,那后果你们承受不起。 不是老军官。 天子马上明白,王胜说的不是老军官,那王胜说的是那些强悍的势力,天子再次陷入了沉思。 周管事也同样在思索,除了老军官,难道还有一个强大的势力在京城之中? 猛然间,天子扶至心灵,脑子里一闪,想到了一个可能——玲珑阁。 这次王胜没有再说什么,没肯定也没否定,但天子从他说出口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这次是猜对了。 玲珑阁有强大的财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玲珑阁其实是有强大的武力的,别的不敢说,每天待在王胜侯府中的那批大宗师,随便拿出来一个,现在最差也是八重镜巅峰的高手。 这么多的数量,要说他们不是强悍的力量,还有谁敢说自己强悍? 王胜不提供方法,天子也不强迫了。 王胜可以说和那些宗师大宗师是朋友,他肯定不会提供方法让天子算计自己的朋友的。 所以,天子要想办法拉拢,还不能让王胜觉得不爽,这方面就需要天子和他的智囊们头疼了。 我弄了个乐队你也知道。 王胜呼的换了个话题道,现在还缺一个表演的场所,需要新造一个,要不,你暂住一个。 忽然之间王胜管天子要钱要好处,让天子有些十分的不习惯。 从来都是王胜拿出来大好处,仅有的一次也是天子为了配合王胜拿出了两百六十万金币买那把御用宝剑,这回突然伸手,这是要玩什么。 你们这些人,高高在上,一直以来看那些乐师歌姬都只当是奴仆,幽灵,什么时候把他们当成人看过。 王胜没把天子当天子,当着他的面鄙视道,想听去了,就把他们叫到面前演奏一番,不想听了,就让他们离开。 照之急来挥之急去。 我不一样,我当他们是艺术家。 王胜接着说道,记得我说过的文化中心吗? 我要建造一个大剧院,灯光音响效果最好的大剧院,不再是你什么时候想听就听,而是他们什么时候想演,你们才有机会听。 那些诸侯贵人也都一样,想听最好的音乐,来京城,来这个大剧院。 天子一直静静的听着,似乎他已经从王胜刚刚的话语中,听出了一些提示。 奴仆,幽灵,艺术家,原来如此。 给,你想要在哪里盖你的大剧院? 这个剧院皇家包了。 想明白这些之后,天子二话不说直接拍板,就叫皇家大剧院,我亲自提词,如何? 行。 爽快。 王胜还有什么不乐意的? 天子肯摆出来这个态度,就表明他已经开始接受自己之前提出来的那个经济文化中心的计划,也打算开始践行,这是好事。 这个大剧院,算是王胜送给于大师和这批琴师们的礼物,相信当他们看到一个专门用于演奏表演的皇家大剧院的时候,一定会很开心。 你那些大学是什么的,也该好好吹捧一番了。 王胜转眼又提示道,李悦李悦,大礼仪推行了,该推行了了吧。 第722章 指法弟子,下。 推行李悦的事情有的是天子的那帮智囊和京城中的学者想办法,根本就不用王胜多做什么,他们有的是手段。 到时那个皇家大剧院,王胜琢磨了一下,想要做到现代的那种效果,说不定还需要动用水泥这个大杀器。 不过现在没必要说,先和于大师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有替代品再说。 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某些妖兽,强大到让人无法想象,加上阵法的帮助,很有可能用传统的方法达到现代的效果。 况且王胜又不需要建造多大,能有一两百个座位就顶天了。 对了,那个皇家大剧院,能建造多高? 王胜多嘴的问了一句。 要是只能建造低矮的大平层的话,那就没什么意思了,说不得还得往下挖,以便达到那种音效的效果。 这问题先问清楚,免得又触犯了皇家的规矩,僭越什么的。 你想造多高? 天子反问道。 大概要六七丈七八丈的样子。 王胜想了想,也没说的太夸张,直接说了个六七丈七八丈的数字。 地球上故宫太和殿的高度就已经超过了二十六米,地球上能做到,这里肯定可以做到的。 回去让他们琢磨一下,回头给你答复。 天子一挣,倒是没想到王胜要建造这么高,没有立刻答复。 王胜也知道这些讲究礼仪的家伙规矩多多,天子的回答并不意外,马上得到肯定的答复那才是后患无穷。 基本上到了这个地步,正是也就说的差不多,王胜和天子开始撤闲篇,天南地北的聊起天来。 期间天子对王胜说的新的乐队和乐曲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没办法,身为一个傀儡天子几十年,也不用修行什么打打杀杀的功夫,除了每天和朝臣们学习文采以及和后妃们吃喝玩乐之外,就剩下音乐的享受了。 天子甚至拍着胸脯保证,自己绝对是一个欣赏音乐的大家。 等到新乐队练习完成,一定要让她第一个欣赏。 而且天子保证,绝对会如王胜一般,给这些艺术家们足够的尊重。 妹儿和皇后在后院分享自己的小秘密,终于两人都一脸笑容的走了出来。 妹儿甚至还调皮的冲着天子做了个鬼脸,很不满意的哼了一声,耍了小性子,这才和王胜一起离开。 让天子和皇后看着哭笑不得。 妹儿他们,目送着妹儿和王胜离开,只剩下天子皇后和周管事的时候,皇后才冲着天子说起来,不过皇后刚刚开了个头,就被天子打断了。 他们分了你一半。 天子笑问道。 对。 皇后笑着点头道,不过,妹儿说了,都是给我的,没有你的份。 谁让你那个时候不主动一点帮长盛侯说话的。 所以,就便宜我了。 这可是妹儿原话,你以后可不能抢我女儿给我的东西。 天子夫妻俩哈哈大笑,连带着周管事也是满脸的笑容,开心至极。 回到侯府,王胜直接给了妹儿一个任务,准备建筑材料,特别是可以担当梁柱的巨木,至少要两三百根,只等天子这边有了答案,这边马上就能启动。 妹儿兴冲冲的去准备了,王胜还从来没有说过要建造房子,既然说了,那一定是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建筑,妹儿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吩咐完妹儿,王胜就转到了那一群大宗师这边。 这些大宗师这些天在于大师的要求之下,又制作了几架钢琴,材料选用最好的,其中一架是给王胜制作的。 原先侯府里和于大师的那一架,都被于大师搬走练习去了。 当然,越是做得多,众人的经验就越丰富,后面的钢琴音色也会越来越好,品质也会越来越高,对此王胜倒是不介意。 反正王胜放在侯府里一架大三角钢琴也是摆设,王胜自己可不会弹。 听到王胜要建造一个大的剧院,音乐厅,众人都不知道怎么做。 后来还是得王胜画了个图样出来,大概的讲了一下,众人才明白王胜要的是什么模样。 既然这里面还有声音什么的,恐怕还得把于老头叫过来一起商量。 鲁大师想了想说道:"另外,我们几个做一些小建还可以,真要做这么大的建筑,还得找一个老家伙。 擅长石雕的鲁大师可未必擅长建筑,王胜很清楚这一点。 同样,铁老等人也是一样。 鲁大师说的这个老家伙,是一个曾经建造过皇宫,另外近期还给一个诸侯国建造过王宫的老将人,在建筑上,他完全可以称之为大宗师。 王胜对这种有着资深手艺的大师是来者不惧,多多一善,马上和鲁大师一起去请人。 好在这位刘大师现在也正好在京郊居住,来回只要用一天的时间。 长盛侯亲自出马,而且由鲁大师铁老等人做陪,要做的事情还是刘大师最热衷的建造一栋前五谷人的宏大建筑,刘大师二话不说,直接点头,跟着王胜回到了长盛侯府之中。 于大师也停下了手中的练习,空出时间来专门和王胜刘大师一起研究。 王胜要求连剧院的墙壁都要吸音的材料,不会因为声音的反射而导致听不清楚,加上还要让观众区的人得到最好的声音享受,这就需要于大师和刘大师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研究。 当然,材料肯定要先选好,王胜要求的地方大,还需要先建造一个模型,再建造一个等大的轮廓用来试验,不小的工程。 不过天子已经发话,这部分皇家包了,王胜乐得用最好的材料,反正天子和皇后才刚刚大发一笔,不能便宜了他们。 就在王胜和诸位大师聚在一起研究的时候,凯旋宫的执法弟子已经赶到了京城,开始琢磨如何针对长盛侯府发动攻击。 执法弟子是原先凯旋宫执法堂的人,专门针对犯错的弟子进行惩罚的,全都是高手,这一次为了对付王胜,凯旋宫足派出了六个执法堂的弟子,其中还有执法堂的堂主,六个人当中最差的一个也是传奇境界初期的高手。 六个传奇境界,凯旋宫这一次也是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王胜置于死地。 第723章大宗师不仅是大宗师,上 长盛侯府很独特,一条街上只有门对门的两座府邸,占地很大,加上一些后门偏门侧门什么的,导致需要防守的地方很多。 为而之前带过来的护卫,加上老军官的弟子,以及后来招聘的护卫,总数已经超过了六百名。 不过,前生缘和润资房就分别用了至少两百个,留在侯府中的,也就是两百个左右的数量。 这个数量的护卫,还要轮流值班,每天正常巡逻和看护的护卫,也就七八十个。 这么点护卫,想要把长盛侯府守护的风雨不透,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然,一般的高手,也根本就不可能突破这么多高手的护卫圈子,突进侯府之中。 而经历过世尊血刀冲击,经历过几次针对王胜的设计都无功而反对手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基本上已经没有人敢轻易再设计侯府了。 要知道,这里可是京城,在京城里动手,不但是针对王胜,还是针对皇家,另外还要加上一个老军官。 等闲的势力,如果不想要全面开战的话,没有谁会愿意同时招惹这么多难缠无比的对手。 可现在凯旋宫却已经被逼到了角落,再也无法后退了。 如果不趁着王胜在京城的时候把王胜结果掉,那么凯旋宫在千诀地里的布置将会荡然无存。 这个损失凯旋宫承受不起,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杀掉王胜。 不知道王胜为什么没有直接冲进千诀地把凯旋宫的人干掉,也许是因为大家都在选址期间,所以王胜也无法在整个千诀地当中准确地找到凯旋宫的人。 正因为如此,王胜是非死不可,不能在王胜得到了凯旋宫在千诀地营地位置之后再动手,越早杀掉王胜越好,哪怕因此而损失了这么多的执法弟子也在所不惜。 大白天明火执杖地冲进侯府,那是自杀。 执法弟子再厉害,也不可能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形之下冲进侯府。 王胜手上可是有数理之外就能一件射杀传奇境界高手的凶悍武器,一旦被王胜提前发现,那基本上就意味着死亡了。 面对王胜,只能有一击毙命的机会,否则一定会死人。 凯旋宫的这几个执法弟子,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花了大价钱,才从某个一直关注着王胜下落的地下消息前刻的口中知道了王胜的行踪。 据说每天白天王胜并不是待在侯府之中,而是在一个距离侯府不远的大院当中。 大院子里经常会响起各种乐器弹奏的声音。 除了一大批琴师之外,还有十几个天工房的老工匠,整天在那边听候王胜使唤,不知道在忙碌什么。 好机会。 只要没有那几十个护卫,光是一批琴师和工匠,根本无法阻挡凯旋宫执法弟子杀人的行动。 不过,谨慎起见,执法堂主亲自带着两个弟子,远远的监视了那个大院一整天。 果然如那个消息前客所言,王胜上午的时候赶过来,一直在大院当中,傍晚的时候又离开,期间竟然只带了六个护卫。 六个护卫的修为,平均都是七重镜的,这也意味着,这六个护卫根本就无法阻挡凯旋宫执法弟子的一轮攻击。 更让执法堂主觉得幸运的是,那六个护卫只是在路上护持,一到了那个大院,就只是守住门口,前后门各两个,里面也就只剩下两个了。 如果突然发动的话,根本不用直接面对六个护卫,甚至能确定王胜精确位置的话,一个护卫都不用理会,直接击杀王胜,然后大家就可以从容的撤离。 完美的计划,只要能够执行到位,一个弟子都不用损失,就可以彻底的将凯旋宫面临的威胁扼杀在强宝之中。 六个执法弟子之中,有一个听觉十分的厉害,追踪犯错弟子的时候,几乎是无往而不利,隔着几十丈都能够听到同等级高手的奔跑的声音。 这个弟子,也是能够准确定位王胜位置的一个依仗。 王胜进了那个大院已经有小半天,一群乐师吹拉弹唱得好不辛苦,期间还夹杂着王胜和另一个老头的点评。 每弹奏一段,王胜和另一个老头就毫不客气的冲着那些乐师指点半天,声音之大,那个耳力好的执法弟子还在另一个院子里都能听得到。 自然,他会完整的复述王胜的话语,以便让执法堂主来分辨是不是有陷阱。 堂主就是堂主,很是能沉的住气。 他不光会问王胜说了什么,还会问那个老头说了什么,秦师如何回答。 甚至还会问那几个护卫在说什么,十分的详细。 头天晚上,执法堂的几个弟子就借着夜色把这个大院的结构摸清楚了。 这会通过这个执法弟子,很轻易的就标注出来每个护卫的所在,王胜和那些乐师的位置。 一直等到中午,有人送上饭菜,王胜等人吃过之后,不再指点那些乐师,而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和另一批人研究大剧院的问题。 反正按照外面这个执法弟子的附属,基本上众人都可以确定,王胜是和一群老工匠在研究如何造一个大号的建筑,这个建筑是为了那些乐师们演奏用的,要最好的声音效果,还要坚固,还要足够大能容纳至少二百人。 他们在研究用什么材料,要造多高合适,墙上用什么材料吸音,地上用什么材料吸音,舞台应该怎么布置,观众座位应该怎么排布。 反正从头到尾听下来,完全就是在十分专业的制造一座大剧院,没有任何的异常。 从那些说话声中,那个执法弟子已经听出来,一共有六十多个乐师,还有十五六个老工匠。 乐师们在大院的一边的院子里,要么各自练习,要么合起来练习。 而这些老工匠们在这头的一个院子里,似乎还摆弄着一个大的木头模型。 王胜的护卫前门两个,后门两个,中间的大堂两个,反倒是王胜身边,一个护卫都没有。 要么是一群乐师,要么是一群老工匠。 这种情形之下,执法堂主终于选定了时刻,准备动手。 第724章大宗师不仅是大宗师,下。 一切都在按照执法堂主的计划进行着。 头一天观察,并在几十丈之外监听,确定了院子的结构和人员组成。 确定了里面的人全都是真的乐师和工匠,并不是什么埋伏。 确定了王胜每天会定时的到这边来,貌似想要组织一次全新的乐曲表演。 秦师那边人太多,六十多个乐师,人多杂乱,如果趁着在乐师那边攻击的话,说不定无法攻击到正主就会被王胜借机开溜或者反击。 最好的攻击时机,是在王胜和那十五六个老工匠一起研究如何造剧院的时候。 人少,干扰也少。 最好的时机,其实就是大家商量累了然后喝水休息的那一刻。 京城大院的高墙挡不住六个传奇境界的高手,六个人分成三个方向冲进去,全部冲着王胜致命一击,然后飞速离开,这就是最简单的计划。 想想也让人激动,连神威玉的世尊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六个凯旋公执法堂弟子却在京城一击得手,就在一群老工匠的惊骇欲绝的目光中,就在王胜的六个护卫冲过来却已经来不及的悲愤欲绝目光中,六个高手飞身离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何等的震撼,何等的潇洒。 而让所有诸侯国头痛的心腹大患长盛侯王胜,瞬间变成了没有性命的尸体,京城皇家震惊,京交老军官震惊,却无法找到刺客的踪影,没有一丝痕迹残留,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谁能怀疑到凯旋公头上? 就算是怀疑到凯旋公头上又能如何? 只要凯旋公打死不承认,谁还能逼迫凯旋公承认吗? 是做了几百年傀儡的天子? 还是一心宏道的老军官? 这个世界如此之现实,谁会为了一个已经死去的长盛侯和一个诸侯国过不去? 相信真到了那个时候,京城之中那些皇族绝不会是跳出来寻找凶手,第一件事就是先瓜分王胜的产业,润资房和钱生源肯定被肢解,大家你争我多大打出手,这才是京城内的正常表现。 老军官从前朝开始就那么不运不火,只要不直接招惹到老军官头上,还从来没见过老军官如何的。 王胜已经死了,唯一个死人,老军官能改变上千年来的做派。 逃跑的路线已经规划好,两个人直冲闹事,制造混乱,然后借着混乱的人群脱身。 两个人冲进早已经安排好的民宅,从两天前挖好的密道赶到另一处民宅潇洒离开,还有两个人擅长隐匿气息,则是脱离追兵视线之后改办成官兵的模样,大摇大摆的离开。 卖消息的那个地下消息前客已经被灭口,尸首也已经被切碎喂了狗,没人能追查到谁从他这里买了消息,买了什么消息。 行动的时候,润资房会被一拨人冲击,那是早年凯旋公在京城里安排的死事,没人知道他们的身份和出身。 他们冲击润资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引得京城骚乱,牵制各方的注意力。 润资房一动,皇宫肯定也会戒备,京城必然会调动高手。 那个时候,高手众多,谁又能从那么多高手当中分辨出是哪几个杀了王胜? 在执法堂主演中,最难的地方就是时机要配合得刚刚好,不过这点已经从那个卖消息的前客口中得知,王胜做事很有规律性,哪怕是休息的时间,也不会相差半住相。 生活规律是好事,可惜,被人利用的时候就是致命的弱点。 一切都已经准备停档,凯旋公的六个执法弟子,再次检查了退路,再次检查了身上的武器和装备。 六个人分成了三组,只等着发动的那一刻到来。 简直好像在配合凯旋公执法堂主的计划一般,王胜很准时的离开了侯府,来到这个大院之中,例行的开始指点那些乐师们演奏。 执法堂主和那个听力好的弟子一起,一直在聆听着弟子的转述。 王胜和那些人说了什么,是不是有什么异常,有没有发现自己异行的行踪,都要小心的判断着。 一旦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执法堂主马上就会下令离开,放弃行动。 从上午开始听下来,王胜一点都没有表现出发现众人的情形。 很正常的指点着一杆乐师,说的还是昨天的曲子,有夸奖进步的,有责骂不长进的,总之,一切都很正常。 总算是吃过了午饭,王胜和十六个老工匠开始研究剧场的建造。 今天比昨天更具体了,梁柱用什么材料,墙壁用什么材料,舞台怎么摆设乐器,如何借助阵法来扩音让整个剧场的人都能听到,一切的一切。 都让人觉得没有任何异常。 休息的时间到了,众人开始停下来喝茶休息。 就是这个时刻,执法堂主猛的发出了攻击的指令。 嗖嗖嗖,六道身影从三个方向上,几乎是不分前后的跳上了院墙。 六个执法弟子都看到了院子里坐在中间的王胜以及周围坐着的十六个老工匠,看到了王胜面前那个精致无比的一眼看上去就很漂亮的建筑模型,同时也看到了所有人惊讶无比的目光。 六个身影化为六支利剑,也不管那些老工匠们,冲着中间正要起身的王胜飞扑而去。 人还在空中,至少已经有三十多件暗器向着王胜那边笼罩了过去。 每个人的眼中,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王胜下一刻都会变成死人。 六个传奇高手的暗器反射,区区六七重镜的王胜,就算是加上最强的防护一也无济于事。 至于说防护阵法,更是笑话,连阵时恐怕都没机会拿出来。 下一刻,漫天的暗器呼得从众人的眼中消失,如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消失得干干净净。 还没等六个执法弟子反应过来,每个人的眼前就多了一种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得起的工具。 要么是锤子,要么是凿子,有小小的刻刀,也有一根黑乎乎的铁齿,上面还有刻度,最夸张的是一块铁针,而最细的则是一根几乎看不清的细线。 更可怕的是,这些攻击过来的工具,数量还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执法堂主瞬间便陷入了绝望之中,因为他在这一刻,终于发现,他们之前从来没放在眼里的一群老工匠,居然每一个的修为都不比他们这群执法弟子低。 第725章 灭国之史 上 凯旋宫的六个执法弟子全灭。 更可怕的是,他们不是全部都殒命,而是至少有三个留下了性命被生擒,其中就包括那个执法堂主在内。 从一开始,王胜就知道凯旋宫的人会动手。 因为阿七从吴忧城那边送回了强威姐给他的紧急消息,凯旋宫原先在吴忧城的一个高层无意间酒后透露,凯旋宫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杀死王胜, 同时让吴忧城的这个高层尽快进迁绝地和凯旋宫的队伍联络上,注意防备王胜可能的反扑。 强威姐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只是琢磨了很短的时间,就马上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王胜这一边。 飞快地通知了阿七,甚至为此差点和门口不让他进门的护卫打起来。 阿七及时出现阻止了战斗,然后把消息飞快地通过训鸟传输送到了京城。 王胜从天子家里回去的时候,就接到了阿七发过来的侍警的消息。 接下来的一切,都是一个局。 地下消息前刻本来就是皇家的一个密探,为了引这些家伙入购,皇家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这个微不足道的棋子。 六个人的行踪,早已经被沈老太监盯得死死的。 执法堂主这两天的跟踪和监听,以为他们能够轻易地听到王胜,却不料王胜比那个耳利好的弟子听力还要强悍上数倍,他们的谈话计划一个字没有落下,全部都被王胜听在耳中。 十几个大宗师早就和王胜配合默契,大家一边研究着大剧院的建造,一边等着这边的行动开始。 这些家伙太急躁了,以至于忽略了很多的东西。 他们并没有真正见识过大宗师,只以为是和那些普通乐师一样,是稍微有点修为的初学者而已,彻底的无视了十六个最差八重镜巅峰,最强传奇境界巅峰的恐怖高手。 毕竟看不到人,只听声音,那些大宗师也没有释放气息,根本就无法判断修为。 一出手,这六个家伙就直接变成了悲剧。 甚至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就已经干净利落的全部躺下。 三个变成了尸体,三个被生禽。 侯爷高明。 一声音策策的声音从门口响起,却是神老太监慢慢的笑着从那边走了过来。 面对皇家的三大供奉之一,那些大宗师却没有什么好脸色。 这家伙表现得太阴沉了,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地上的执法堂主已经绝望了,如果说是落在王胜手里,也许他还能求着王胜给个痛快。 可要是落在这个老太监手里,他已经可以想象到自己的结局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说不定死亡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赶紧的,带走带走,把这地方收拾干净。 王胜也是一脸的不耐烦,这老太监动手的时候不说帮忙,摘桃子倒是熟人,要不是之前还算是有点交情,王胜其实也不愿意和皇家供奉打交道。 几个皇家高手飞快的上前,将已经被擒住的三个人和另外的三具尸首飞快的抬走。 马上又进来十几个一看就是干活的小太监,飞快的把这边的东西收拾了一遍,飞速的消失。 神老太监冲着王胜行礼告退,还不忘记帮王胜带上院子的门。 从始至终,就没有惊动多少人,连王圣面前那个精致的大剧院的模型都没有丝毫的损坏。 天子忽然秘密召集八大诸侯国在京城的代表,各方不知道缘由,但还是给面子的进了皇宫意识。 有个诸侯国对阵无礼,你们哪一家或者几家愿意替阵出气? 天子表现的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冲着八大诸侯国的代表问道。 几个诸侯国的代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不约而同的笑了出来。 这个傀儡天子,还真的以为自己是天子,想要命令各大家族吗? 谁帮震出气,震赏赐国主国公爵位? 天子见大家的态度,也有些气急败坏的冲着各方代表大声道。 抱歉,毕上已然是公爵,这次立功的机会,还是让给其他各位吧。 宋国的代表二话不说,站起身来,也不管天子的脸面,转身就走。 天子的脸色变得煞白,这些人简直就是无视天子的权威。 可天子却只能隐忍,他对这些诸侯完全没有约束的能力。 紧接着,代家甘家使家邱家的代表也是站起身来,冲着天子笑了笑,连话都没说一句,静自离开。 在场的只剩下三家的代表,唐家、夏家、冯家,三个人年纪都不小,都很沉得住气。 见天子气得说不出话来,唐家那个长老笑着冲天子问道,天子受了什么委屈,还请到来,不管行不行,也先让我们知道知道事情原委。 至少还有三家留下,而且实力都不算小,这就让天子的计划有了成功的把握。 天子示意一下,李总管站出来,把京城发生的事情有选择的说了出来。 凯旋国派人袭击润资房,长盛侯一怒杀了凯旋国一百多高手,然后凯旋国竟然不顾京城是天子所在,派人袭杀长盛侯。 一方面袭击天子的产业,另一方面袭击京城的侯爵,而且全都是在京城之内肆无忌惮,让皇家颜面尽失。 离开的几家都是年轻力壮的代表,根本没把这个天子放在眼里。 而留下的三家却是三个老城持重的老人,至少不会在表面上完全无视天子。 唐家长老布急不缓地问道,那天子想让我们如何帮天子出气呢? 天子不说话,只是满脸的怒涩,李总管在旁边替天子开了口,凯旋国藐视天子,精诚寻衅,有人正有物证,当灭国。 凯旋公大部分高手在千绝地,国内镇守的高手很少,诸位几方发动的话,定能一举消灭凯旋国。 灭了凯旋国,三位的国主封公爵,凯旋国的地盘,自然是并入各位的国土。 天子红着眼接着李总管的话说道。 三个老狐狸互相看了看,都看到了对方眼中心动的意思。 还是唐家的长老陈的住气,再次问道,不知道天子您,想要什么? 果然是老奸巨华,天子面对三个老狐狸,也不隐瞒自己的贪婪,我要凯旋国地盘上今后十年三分之一的产出,折合财货金币,一次性给我。 第726章 灭国之史 下 天子当然不可能什么都不要,这点三家代表心里都有数。 本来以为天子会狮子大开口,要一块地盘置换什么的,没想到居然只是要财货金币。 如果天子真的想要地盘置换,那么三家诸侯代表恐怕会毫不犹豫的立刻把天子的这点心思打压下去。 想要扩充地盘,想都别想。 不管是哪家诸侯,也不会容忍天子这般的野心。 不过,既然只是要财货金币,那就不一样了。 虽然凯旋国十年三分之一的产出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可三家随便凑凑,也能给凑出这么一笔金币。 但相应的,三国却是能够瓜分凯旋国的地盘,哪怕一家只能分三分之一,那也是方圆数百里的一大块国土啊。 更何况,除了实实在在的地盘人口之外,还有公爵的爵位,同时还有为天子讨逆的大义名分,有天子日后会承认的出兵理由,这好事要是错过了,三位国侯会杀了他们三个。 刚刚起身就走的那几家代表,等他们回去之后知道错过了这么大的好事,不知道会后悔成什么模样,那几个嚣张跋扈的家伙,都不用天子收拾他们,自家的家主就能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后悔。 可惜,唐家下家冯家三家只有唐家一家是和凯旋国紧邻的,其余两家都没有比邻,地盘到手之后却也是个麻烦。 要么就是下家冯家各自拥有一块和原本的地盘不接壤的飞地,要么就是和几个接壤的国家置换。 但不管怎么处置,大把的好处是一定的。 现在大家就要权衡一下,灭掉凯旋国的可能性以及可能会带来的损失了。 按照各方对凯旋宫的了解,凯旋宫的高手差不多的数量也有概念,除去千决地里面建设营地的,加上王胜杀掉的,这次执法弟子损失的,基本上三家能够估算出还在凯旋国驻守的高手数量。 这个数量,对唐家下家和冯家三家来说,并不是什么有威胁的数字,三家联合,绝对是碾压性的,灭掉凯旋宫不在话下。 唯一要琢磨的,可能就是如何行动才能不被凯旋宫的人有漏网之鱼,以及行动之中和行动之后不被其他几家人趁火打劫把自己辛苦打下来的地盘抢占吧。 既然要做了,自然要做得彻底,不能再有什么首尾。 这可是灭国之战,非同小可。 灭掉凯旋宫,那些人口地盘如何消化,都是问题,需要提前考虑清楚的。 陛下能不能出一份命令我等出兵的圣旨?唐家的这个长老老成持重,再次问道。 可以。 天子二话不说直接点头,限制只有卿等三家,其他诸侯国出兵,当属起信,可以联合攻之。 另外,灭国之后,凯旋宫的属地如何分配,如果各位能提前定下来,也可以写在圣旨之中。 在这方面,天子可以说是无条件的配合。 要明义给明义,要圣旨给圣旨,绝不含糊,只为自己的出气。 当然,这是对外的说辞,真正的理由其实大家都清楚,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利益。 但在朝堂之上,岂能言曲曲之力,自然是以大义名分,小之以礼动之以情灭之以利,堂堂正正,毫不含糊。 另外,此事之中长盛侯损失惨重。 天子在给自己要好处的同时,不忘记给王胜多要一些好处,也不能让长盛侯平白损失,事成之后,也需要给长盛侯一些补偿。 三家代表同时点头,给天子的大头都给了,再给王胜一些不算什么。 而且以他们对王胜的理解,王胜并不是贪心之人,只要不对他耍什么心眼,很好说话。 这事情里面既然也有王胜参与,自然少不了给王胜的好处。 陈等告退 在唐家那位长老的带头之下,三位代表冲着天子失礼告退,毕恭毕敬的样子很是让天子满意,陈等这就通知国主,五日之后再向陛下禀报结果。 这么大的事情,就算是三个在京城的代表点头同意,也得要和各自的国主通缉,况且,这么大的事情,三家肯定要联合行动,具体如何行动,都要有个章程,不可能短时间内定下来的。 天子很开心的送走了三家的代表,目送他们走远,再也看不到了,才冲着李总管说道,有利益的时候,就是陛下臣等告退,没有利益的时候,站起来转身就走,是不是很有意思? 相信以后这种有利益的事情会越来越多,称臣之人也会越来越多。 李总管陪着笑冲着天子恭喜道,奴婢先恭喜陛下,一统天下指日可期。 天子脸上带着笑容,很是欢喜的接受了李总管的这份恭喜。 唐家下家和冯家的三位代表却不像是天子这么淡定,出了皇城之后,二话不说,马上到了唐家的一个大院中商谈了许久,然后各自飞快的送信给自家的国主。 三家国主接到消息,大吃一惊,欣喜若狂之计,也不管接到消息已经是傍晚,马上召集各自众臣商讨。 各方能很快确定,凯旋国的确是做出了这些事情,有人正有物证,抵赖不得。 天子肯定不高兴这是正常的,借助众人之力给自己出手,完事之后只要财获不要地盘人口,这条件绝对能让大家接受。 大家商讨的不是要不要帮天子这个忙,而是如何帮,三家怎么协调,地盘怎么分配。 这边才商量着,那边已经先吩咐各自家族的高手整个待旦,一旦有了决定马上出发。 这可不仅仅只是攻击凯旋国国都那么简单,京城,吴忧城,千决地里面,以及各国都要同时出手清理,恶求一击毙命,不能再给凯旋公任何的东山再起的机会。 到时候,凭空多一块疆土,放在国家大义上,这可是开疆拓土的绝世之功,绝对能够载入史册的那种啊。 有名有力,有大义名分,成功之后好处多多,可能的损失和得到的相比,简直可以说微不足道。 这种事情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干了! 第727章 灭国 上 三家再开心之余,也不免会笑话其他五家的那几个代表,年轻气盛,连话都不打算听完就不给天子念子,这下好了,天大的好处连边都没有沾上,真不知道那几家怎么会让这么几个棒锤来充当和天子的联络人。 也幸亏他们五家都是这种态度,否则这天大的好处怎么可能就落在三家的头上呢? 不知道这次的灭国之战完成之后,那五家怎么惩处这几个愣头青? 各方开始调兵前将,分派高手,磨刀霍霍,只等三家商量妥当,就会大举出动。 不过,在此之前,三家还是为了保险,特意再次拜访天子,来要天子答应的圣旨诏书。 天子似乎早已精等不及,听到要诏书,二话不说,李总管那边就拿出了空白的圣旨,现场给三位代表写好,先让三方看过没有问题之后,当着三位代表的面,腾抄了三份,全都盖上了代表天子的印象。 然后分别给了三家的代表。 圣旨上写的内容,和天子之前答应的没有半点区别,就是把天子要的好处具体化。 十年三分之一的收益,天子要了十亿金币,一年一亿。 以方圆千里的凯旋国的地盘,一年全算下来收益肯定是超过三亿的,天子只要其中的一亿,也算是给足了三方的面子,可以说大家都是皆大欢喜的局面。 另外,天子当场又让准备了九份诏书,一加三份。 一份是分封三家国主国公爵位的诏书,另外的两份一份是分封一个伯爵,一份是分封一个子爵。 这两份诏书上名字和封地都是空白,就等着三家国主自己填写,都盖上了天子印习。 灭掉凯旋国,金币送来的时候,就是这几份诏书给各位的时候。 天子很大方的让三方的代表都看过诏书,现场封存,然后给出了承诺,正是天子,金口预言,诏书在此,只等各位来拿了。 到了这个地步,三家还有什么可说的? 要明义给明义,要理由给理由,只是让三方出手,得手之后好处多多,三家还不出死力。 请陛下等着臣等的好消息,微臣告退。 三个人再次毕恭毕敬地冲着天子失礼之后,恭恭敬敬地后退着退出了朝堂,然后飞速地联络各自家主,准备开战。 凯旋公派出执法弟子之后,就一直在等着消息。 王胜在京城之中那勉强算是半个地头蛇,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当年据说神威玉的士尊出手都没能得手,凯旋公也没指望着六个执法弟子一出手就能得到好消息,所以等得也很耐心。 连着七八天都没有京城那边的消息,之前安排在京城的人手传回来的消息,使京城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的大动静。 特别是他们一直注意的王胜和长胜侯府,平静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凯旋公主也只当是执法弟子们在寻找机会,并没有想过其他。 执法唐主亲自带队,这批弟子的忠诚度是绝对可靠的,绝不会有人背叛。 所以这么风平浪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机会不好找,还需要更多的耐心。 唐家下家和冯家却已经调集了超过三千的高手,为了避免消息走漏,不走其他国家的地盘,下家冯家的高手直接从千绝地当中穿行,潜伏到了凯旋国的附近。 下家这边也已经迷得调兵前将,在国境线上埋伏,只等约定的时辰一到,就会大举兴兵指导凯旋国国都。 三家之前也是有一番的争抢,毕竟凯旋国的一国之地,瓜分也不可能那么均匀,这就需要三家各自争取。 不过这都是小事,重要的是先把凯旋国拿在手中再说,别因为争执而耽误了时间,让凯旋国有了防备,到时候可就偷鸡不成十把米了。 约定的时间一到,三方的高手如同潮水一般的涌入了凯旋国。 同时,三方联合代表开始向其他诸侯国联媚送上国书,告知其他各国这次三方出动的前因后果,以及警告各方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将会被三国联合攻击。 国书之中还有天子诏书的踏印本,表明三国出手是经过天子点头,侍奉了天子的圣命讨逆,堂堂正正的讨逆之师。 言下之意,谁敢不服,谁就是大逆不道,眼前就有粒子摆在眼前,大逆不道的后果就是各方群起而攻之。 如果说没有凯旋国当作粒子的话,说不定为了人口地盘,其他各国特别是紧邻凯旋国的干国绝对会出手抢夺的。 可是,有了这个县城的粒子摆在这边,那就不一样了。 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凯旋国,不想成为大逆不道的下一个被讨伐瓜分的国家,那就只能老老实实的看着流口水。 三家的国书当中也写得明白,当日天子召集各方代表商谈的就是此事,但五家诸侯国的代表提前离席不予理会,表明是自己放弃了这次的机会。 也别怪天子会后子薄比,人家给过机会,还剩意全权的和各方商量,是你们自己的代表没把天子看在眼里,所以没机会也别找后仗,先找自己派出的代表问话再说。 要知道,当时天子一开口可就是说自己受了委屈,谁帮忙谁封公爵的。 宋家第一个离开,然后是另外四家,没人强迫,更没人算计,自己走了就别怪没给机会。 上次大家默契的灭掉那个有造化单单方的隐秘宗门,十几家份,好处也是让人满嘴流油啊。 可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隐秘宗门,还没有建国,根本比不上这次。 灭国之战哪! 而且还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灭国之战,灭掉凯旋宫之后更是可以把凯旋宫的地盘名正言顺的收入囊中,其中有形的无形的好处有多少,足以让八大诸侯国都动心不已啊。 这样的机会,本来是已经摆在了八大诸侯国的最边上,只等大家下嘴咬一口就能吃到嘴里啊。 居然是因为自家派出的代表根本没把天子放在眼里,人家才说了个开头就不屑一顾的离开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没轮到机会的五大诸侯国国主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马上把京城里的那个草包召回来,先换一个老城池重的过去。 第728章 灭国 下 五个国主的反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连情绪都是一模一样的。 看完国书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 当然,这愤怒是针对自家派出去的那个草包的,接下来才是对三国的愤怒。 不是大家都不把天子放在眼中的吗? 怎么我们的人出去了,你们的人就留下了? 说好的共进退哪里去了? 当然,这愤怒也只能在自己的王公之中表达,哪怕在愤怒,接到这三封国书之后,五国就知道,现在想要插手凯旋公,已经没有机会了。 唐国下国和冯国这是有着天子的诏书,明正言顺的霸占地盘,自己要是出手,明不正言不顺,恐怕还得要承担被三国围攻的后果,不值得。 但凯旋国的这件事也让各方看到了机会。 原来大家不是没有机会再次拓展地盘,只要有机会,给某个不顺眼的家伙扣上一个不敬天子的罪名,就可以明正言顺的瓜分对方,这是好事啊。 赶不上凯旋国,大家可以慢慢等下一个机会。 先看看凯旋国这次怎么处置,能不能让大家得到好处,真的要是能让三国满意了,那么大家联合起来找下一个倒霉蛋就是。 宋国这边反应最快,马上给出了反应。 三国要不要帮忙。 宋国可以帮忙,不要地盘,不要人口,就当三国雇佣己方的高手,按照吴忧城的价码给金币就行。 高手要多少有多少,如何? 高手越多,当然灭国之战就越有机会。 而且这是宋国很正式地用国书沟通的,不可能赖仗,三国当然乐意了。 于是,宋国的五百名高手很快地赶到了凯旋宫,加入了斩杀凯旋宫高手,尽快瓦解凯旋宫的过程中。 当然,这些高手肯定有三国高手陪同,战斗之后的战利品大家可以在不过分的情形之下随便挑一些,但最大头的好处肯定还是三国包办。 宋国这一带头,其他四个国家哪里还不知道怎么办? 既然已经赶不上瓜分凯旋国的大头了,那稍微的吃点汤水也不过分吧。 于是大家都是有样学样,按照宋国的意思和三国一沟通,三国欣然点头,各方的高手立刻如狼似虎地冲进了凯旋国。 十天之内,五国差不多又冲进凯旋国两千多名接近三千的高手,全都是五重镜以上的。 这么多的高手,简直可以说是如破竹,一路上披荆斩棘披波斩浪的,没几天的时间就杀到了凯旋国的国都。 本来在三国的高手围攻之下,凯旋宫就已经岌岌可危,根本无法支撑了。 现在再加上五国的高手,直接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凯旋宫聚集在国都的高手连三天都没有坚持下来,就尽数被消灭。 死的死将的将,连一个逃掉的都没有。 凯旋宫的公主身为国主,被围困在国都之中,立战之后,在几个高手的围攻之下身亡。 这次是灭国之战,怎么可能还容许一个国主活着留后患? 别说国主,就连国主的整个后宫,只要是男子的,全部都被斩杀殆尽。 不过,凯旋宫的拼死反击,各方也不是没有伤亡,从开始进攻以来,各方差不多杀死了凯旋宫上下至少两千多人。 各方加起来也有上百名高手的伤亡,但也仅此而已。 毕竟各大诸侯国方占据着绝对的数量优势,同时高手的质量也比凯旋宫要高出许多,一比二十的伤亡比,绝对可以说是辉煌的大胜。 凯旋国的军队基本上都是三重镜以下的修士组成,在各国高手的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只要将领队的将军军官们干掉,几个高手就能控制几千人,根本就没有他们出手的机会。 这些相对普通的军队士组也算是识趣,并没有多么激烈的反抗,规规矩矩的看着那些高手们战斗,他们只是陪客。 毕竟凯旋国成立也不过才几年的时间,凯旋宫以前作为隐士宗们并没有如何的经营世俗的世界,这些士族们还没有对凯旋国有多少的归属感,谁厉害就跟谁被。 一战之下,前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方圆千里的凯旋国就整个的被各国的高手拿下。 然后三国的高手先控制各地的官府,慢慢的恢复秩序,搜刮府库,处理俘虏。 至于五国的雇佣兵高手们,则不情不愿的先离开,等着三国之后交付报酬和抚恤。 至此,除了凯旋公在千绝地里面的那批建设营地的高手,凯旋公再没有什么残余的力量,偌大的地盘也彻底的被三国控制。 三国已经和其他五国说好,千绝地里的那批高手,可以交给五国处置。 他们乐意杀就杀,乐意收服就收服,总不能五国出了力什么都没拿到。 甚至于连凯旋国的那个营地,都可以交给五国处置,至于他们怎么瓜分,怎么压服那些高手,那就是五国自己的事情。 这边在战斗期间,五国的那些京城的代表也已经被急匆匆的召回。 回到各自国都,迎接他们的就是一通臭骂。 不光是国主,连带整个家族的长老会,众臣,全都是毫不客气的一通狂骂。 第一次灭国之战瓜分凯旋国,偌大的好处,就因为他们几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而丢掉了大好的机会。 别说家族高层,就连他们自己的父母,也是狂怒不已。 好不容易才给他们谋求了一个好位置,只要他们尽心尽力,做好京城天子和国主之间的传话筒,就是大公一件。 谁知道他们竟然会如此的愚蠢,愚蠢到了如此不可救药的地步。 那是天子,哪怕是作戏,你也稍微带点尊重吧。 居然天子恳求的时候当场站起来就走,谁给你们的狗胆。 五个代表早在路上接到消息的时候就傻了,谁知道他们当时牛气哄哄的不把天子看在眼中竟然还有这样的后果。 可家族召唤他们又不敢不回去,只能硬着头皮回去,准备迎接家族的雷霆之怒。 倒霉但如何处置的没人关心,凯旋国被灭,凯旋公主被杀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天子几乎是一整天都是满脸的笑容,哪怕是李总管等人,也从来没见过天子如此的开心。 第七百二十九章分赃大会,上 表面上看,凯旋国是因为对天子不敬,所以才被三国举着为天子讨逆的大义灭国瓜分,天子在其中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 就算是有,也只是三国感念天子委屈,特意从凯旋国的国库中搜刮出来的一点点金币补偿。 可是从天子的角度来看,这却是战国纷飞的开始。 从凯旋国被灭被瓜分的这一天开始,所有的大诸侯国都将会处心积虑的将目光盯到那些小诸侯国的身上,找一个由头将他们瓜分吞并。 而每一个小诸侯国,将从此食不下咽咽不能为,防着这一切的发生。 平衡被打破,带来的必然是乱战。 但让天子更开心的是,不管大家怎么打,都要举着一个天子的名义,只要天子的地盘不扩散,各方的目光就不会盯到天子这边来。 可大家打来打去,为了举着天子的名义,就必然会给天子一定的上贡以便换取天子的支持或者不作声,天子的实力会日益增强,诸侯却将在互相乱战中消耗自己的力量。 当然,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举着天子的名义,所以天子在民间的声望将会前所未有的高。 如果大家打得激烈的话,今天这里属于贾国,明天属于义国,后天属于秉国,打来打去,连民众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一国,最后大家就会只有一个概念,自己是天子的子民。 真到了那个时候,天子只要等时机合适,朕必一呼,天下一统只日可待。 这也是为什么天子一直开心的原因。 从这一次灭国之战的结果看,对普通民众的伤害不大,对于普通军队的伤害也不大,主要还是高手之间的战斗,决定性的战役还是发生在凯旋宫的国都和王宫。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天子反倒是盼望这样的灭国之战越多越好,各大家族的人死得越多越好。 之前不给天子面子的五国代表,被各自诸侯国召了回去,取代他们的是五个年纪偏大老城持重的,面见天子的时候十分的恭敬。 天子很清楚他们在内心之中依旧还是看不起自己的,可只要在表面上能做到公顺,这就已经是智得飞跃了。 现在天子就等着三国答应的金币上门,来换取自己早就准备好的公爵诏书,同时还有伯爵和子爵的封赏。 等三国拿到这些,才是自己把自己强大的国家拆分的开始。 一开始只是小一点的伯爵和子爵,等到慢慢的那些大诸侯国的功臣们想要侯爵的时候,就有的乐子看了。 天子也没有忘记眼前的形势是怎么来的,可以说从分封诸侯的大礼仪开始一直到现在促进灭国之战,全都是王胜的功劳。 现在天子也学乖了,不但没忘记帮王胜从三国这里要好处,以后也牢牢记得,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他都会果断的站在王胜这边,免得再让王胜有任何的不满。 王胜能够让天子凌驾众人之上,同样也能轻而易举的将天子拉下神坛。 这一点,天子毫不怀疑。 老李,长盛侯最近在忙什么? 心情好了,天子想起来问王胜最近的行踪。 之前新忧灭国之战,哪里顾得上关注眼皮子底下的事情? 侯爷在润资房的对面买了一大快递,正在拆房子,说是打算在那边建造一个大剧院。 李总管飞快地回答道,看到天子的脸色好心情好,又补充了一句,用的是陛下的名义,花费的也是仙殿父的金币,说是完成后从陛下润资房的分红中扣除。 这是天子答应过的,皇家大剧院的建造天子包了,自然这些花费是天子出。 天子点了点头,没说什么,至少没表现出不满意来。 马上就有十亿金币进账,还在乎区区一座剧院的花费。 侯爷买地的费用,相比普通的地价要高了差不多五成。 天子既然没有不高兴,李总管就多说了一些,据侯爷说,多出来的这些是给那些卖地人的补偿,补偿他们卖了房子卖了地一段时间找不到地方住的损失。 用的是陛下的名义,所以京城里的人听说之后,人人都在夸陛下仁义。 王胜做事果然是让人放心,随便的一个小举动,就能给自己邀买民心。 以后长盛侯做事,只要不是打算造反,随便他做什么。 天子马上开口发话,命令一出,连李总管都吓了一跳,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恩宠啊。 不过李总管可没有傻到和天子唱对台戏,飞快地答应了一声,然后跟着天子慢慢地往后宫去,找皇后分享快乐去了。 王胜这段时间和十几位大宗师特别是刘大师研究了很长时间大剧院的样式。 这么大的建筑,众人一开始都没有什么概念,哪怕刘大师也心里没底。 后来还是王胜不得已之下,提出了两个建议的方案让大家选择。 地球上王胜见过的中式格局的大剧院,一个是陕西大剧院,一个是敦煌大剧院,都是传统的中式飞檐电脊,方方正正的形式。 不过敦煌大剧院相对简单,而陕西大剧院多功能厅比较复杂一些而已。 刘大师和两位木工大师根据王胜的草图,先用木头制作了两个缩小的建筑模型,把两个大剧院的外观都做了出来,然后众人才围绕着两个建筑模型开始研究。 于大师和易甘乐师们也被请到了现场,对于两个剧院模型,众人都十分的满意,完全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魏尔也看过,同样也是选择困难症,无法割舍哪一个。 到了最后,还是王胜拍板,根据建造的难度,王胜选择了敦煌大剧院,一座方方正正的建筑,结构简单,功能也算是单一,不用分多个厅,建造难度相对也低一些。 选择了外观,刘大师就先结合于大师和几位阵法师一起研究音效。 王胜以为很麻烦的还需要研究音波传递混响什么的,被于大师和几位阵法师轻松的解决,无论在哪个位置,都能够保证听众听到最好的音效。 直到这个完成后才是结构上的设计,和王胜在地球上的过程完全不同。 王胜也只能按照刘大师的步骤,算是入乡随俗。 第730章分赃大会,下 正常的过程,肯定是先进行结构设计,能满足结构稳定安全的前提下,再进行功能设计。 不过,《圆魂世界》有着强悍的令人发指的妖兽材料,也有着各种多变的阵法,结构反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完全可以先进行功能设计。 建造就不用王胜多操心了,有图样,有模型,有先妻已经按照模型排布好的梁柱设计,刘大师和那些大宗师们就可以一手包办了。 王胜唯一要做的就是拿出足够的金币,剩下的自然有人操办。 倒是于大师这边又有了不少的要求。 那些御用琴师们拉来了不少相熟的琴师,于大师也通过自己的关系拉过来一批,还有两个对各种乐器都有一定涉猎的用于培养来做指挥的年轻人,一个乐队立刻变成了六十多人。 都是相对来说平均水平都很高的琴师,最差的也就是比一开始那些御用琴师稍微差那么一点,经过于大师和王胜的轮番指点,短短的半个多月,每一个琴师的水平都提升得很快。 按照王胜的要求,每一种乐器都有几个人,像是一些二胡什么的拉弦乐器更是有七八个,在于大师的指挥下,同时演奏起来,于大师立刻感受到了和每一种乐器只有一个琴师的时候那种不同。 音色果然不再那么单薄,而是多了很多的混响,多了许多的厚实。 现在,于大师看着大剧院也开始了建造,忍不住开始向王胜要起曲子来。 特别是当他知道大剧院建造好之后,第一场演出是给天子和皇后娘娘演出,演出效果的好坏关系到天子是不是会把乐师琴师当作艺术家来看待,就更是慎重的不能再慎重。 这个世界的古曲名曲,于大师也改编了几首,但更多的还是要王胜先拿几首全新的曲子出来。 改编方面,于大师还是有些生疏,比不得弹奏,只能要王胜出手了。 王胜也知道于大师的心情,仔细琢磨了一番,将赛马,春江花月夜,蝶脸三首曲子拿了出来。 一首二胡,一首鼓争琵琶合奏,一首钢琴曲,但都是可以和乐队配合的曲目。 加上之前的梁柱清新普善咒琵琶与石面埋伏这就是七首曲目,于大师也改编了五首,总共十二首曲目,完全可以撑得起一场演出了。 不是王胜不想拿出来更多的钢琴曲什么的,实在是王胜耳熟能详的曲子全都是国外的,中国风很少,王胜担心拿出来于大师等人能不能接受。 就算是于大师这种喜欢音乐的能接受,那些观众听众能不能接受? 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等大家熟悉了钢琴的音色之后再说。 另外,二胡胡琴什么的来代替提琴还是有些别扭,王胜索性给于大师把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什么的都画了出来,如何演奏也描述了出来,但具体的弦应该怎么调,怎么演奏,还是让于大师自己来摸索吧。 大号小号也是一样,样子画出来,自己琢磨吧。 被于大师邀请来的有另一个不住在京城的制造乐器的高手,接到于大师训鸟传书之后急匆匆赶过来,看到钢琴,听到钢琴的音色音域之后惊为天人。 现在王胜又拿出了三种提琴和各种大小号,两个老头直接就痴迷在其中了。 可以想象,有很长一段时间,于大师和那批大宗师都有的事情做了。 王胜只要时不时的过去欣赏音乐就行。 建造这个大剧院,就算有留大师主事,也需要调动一批普通的工匠和一些木工尼瓦工的宗师来帮忙。 对此,天子大手一挥,需要什么就用什么,一律放行。 相对瓜分凯旋国的大事来说,王胜这里弄个大剧院算是个什么事? 小的不能再小了。 灭国之战的速度很快,前后半个月的时间,差不多相当于正常人步行的速度从凯旋国边境赶到国都的时间。 期间经历了前后几场大战,最惨烈的就是凯旋国国都一战,凯旋公主航恨收场。 战争结束得很快,但这并不是结束。 接下来的分赃才是大头,也是三家炒得最厉害的地方。 唐家借着接壤凯旋国的地利,当仁不让的要把靠近唐国那边的一大片土地划入囊中,下国和逢国也不甘人后,和唐国展开了艰苦的谈判。 按照土地贫瘠程度,人口分布,产出多少,怎么也要给自家多争取一点利益。 虽然在战前就已经有一些分配的原则,但这么大的国土,怎么可能分配得那么均匀,你多点我少点很正常。 另外,还有其他五国雇佣军的费用,雇佣费抚恤金,都需要三国支付。 还好,三国在面对其他五国的时候一致对外,先从凯旋国的府库中把五国的费用结清,然后把五国的高手全都赶出了凯旋国。 不,现在已经不叫凯旋国,而是唐国下国和逢国的地盘。 凯旋国真正的财富除了国土人口和各种能够搜刮的财物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凯旋公的传承。 功法、丹方、秘法、阵法,这些凯旋公当作至宝的宗门传承典籍,因为建国的缘故,全部都搬到了凯旋国都的王宫之中。 先祖数百年上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心血,谁舍得毁掉。 所以这批传承典籍本来是让几个高手带着离开凯旋国隐姓埋名传下去的,结果底细被三国挖掘道,这几个高手谁都没能逃出去,所有的典籍被三国一锅端。 这方面大家也吵得厉害,谁都想要。 最后三国达成了协议,所有凯旋公的典籍复制三分,每加一份,谁也不多谁也不少。 接下来国土人口什么的也开始在争吵中划分出来。 这么大的国土,根本就不可能平均分的。 后来吵出了结果,谁多拿了谁就要多付天子和长盛侯的那部分,最终在抄吵嚷嚷快一个月之后,三家分出了结果,争吵的时间比战争的时间还长。 唐国轻松的扩大了国土,下国逢国各自得到了一块非地,但处理方式上两国却有不同。 第731章给王胜的补偿,上 三国都知道现在天子手里给每个国家准备了三份诏书,一份是分封国主为公爵的,一份是分封某个人为伯爵,一个是分封某个人为子爵。 除了第一份之外,其他两份的名字都是空白,封帝也是空白。 不过,虽然是空白的,但是有限制,就是这两个名字必须是各自诸侯国内的人,封帝也必须是诸侯国自己的地盘。 可以由国主来决定这两份诏书要不要发下去以及发给谁。 下国打算在这块非地上成立一个蜀国,国主由下国某个长老担任,分封为伯爵,这块非地就是封帝。 至于另一个子爵怎么处理,没人知道。 逢国却打算用这块非地,和旁边接壤的使国置换一块能与逢国连接的土地。 但具体要如何置换,怎么分派,这就是要平国和使国互相谈判了。 各自处理土地的方法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三国张开血盆大口将凯旋国织解。 不管如何,看得见的好处是已经结结实实的进了三国的附中。 然后就是给天子和王胜的报酬。 天子的好说,早已经在诏书上明码标价,总共十亿金币,可以用财货底账,也可以用金币献结。 这还说什么,三国按照各自商谈好的比例,开始掏出这笔金币。 不掏不行,今天如果三国敢在这上面捣鬼,明天天子就会和其他五国说三国对天子不敬,凯旋国的前车之鉴不远,五国现在对三国虎视眈眈,三国无论哪一个都不想步入凯旋国后尘。 倒是在给王胜的补偿上,众人都有点犯难。 给王胜什么呢? 也折算金币。 可谁都知道,王胜是真心不缺金币。 给他金币实在是有些没诚意。 王胜这次可是让众人能放心动手的引子,而且日后千决地里面的事情还要王胜的点头,不能让王胜觉得不爽。 可是给别的东西,众人又有些不甘心,特别是凯旋宫的传承,那都是要留给后辈的好东西,怎么可能轻易泄露给王胜。 倒是有人提出来一个想法让大家参考,给了众人方向。 参考的方向,其实还是在吴忧城。 强威姐是吴忧城的杀手大厅专门服务王胜的人员,同时强威姐也是凯旋宫在吴忧城布置的棋子,前几次凯旋宫和王胜的合作,就是强威姐促成的。 这次凯旋宫针对王胜的产业,被王胜反击,强威姐稍微权衡了一下,就果断的投入到了王胜这边,毫不犹豫的将凯旋宫派出了执法弟子的事情通知了王胜。 对凯旋宫来说,强威姐这是不折不扣的背叛之举,但对王胜来说,这就是人情,这就是恩情。 所以,凯旋国这里一出事,王胜就通知吴忧城那边把强威姐带到了王胜的府中保护了起来。 强威姐帮王胜做事,王胜就一定会保住他性命无忧。 无忧城那边的当然有各国的眼线,看到这情形之后,也不再继续追杀强威姐。 反正强威姐只有一个人,修位还不怎么高,不足以成为三国的威胁,还可以乐得卖王胜一个人情,何乐而不为。 不过,这倒是给了下国的高层一个提示。 要知道,从各方知道王胜这个人一直到现在,几年的时间里,也就只有下国成功的把阿七这个女杀手塞到了王胜的身边。 另外的一个例外则是宝庆于堂的女掌柜妹儿,严格算起来的话,能让王胜主动发话收留的女人,似乎就只有强威姐一个。 强威姐的年纪也不是很大,三十岁出头,徐娘半老,正是成熟绽放的年龄。 而且强威姐的相貌并不差,终上之姿,可是因为平常在杀手大厅服务,面对形形色色的各方人等,也养出了一种泼辣圆滑的形式方式,颇有一番别样风情。 莫非王胜其实并不是特别喜欢类似阿七这样的不懂风情的厨儿,而是喜欢强威姐这样成熟风情的淑女。 不管了,只要王胜喜欢就行,管他什么风格。 反正这次灭掉凯旋国之后,凯旋公的女弟子也抓获了不少,还有凯旋国国主的后宫,那些高层的家眷,一个个都是百里挑衣的美女。 年纪有大有小,有成熟的有鲜嫩的,几乎囊括了各种可能。 留着这些女子也是祸患,杀了未免有些太过可惜。 本来三国是打算做一笔人口买卖的,毕竟这些女子都是有一定修为甚至其中不乏高手的,卖出去给别人当护卫也是一笔大收入。 既然给王胜的补偿有些为难,为什么不把这些人送过去呢? 只要王胜喜欢其中的一两个,三国可就赚大了。 下国的代表接到国主这边的建议,马上和唐国逢国的代表商量了起来。 唐国逢国这边一听,这有什么不行的? 不就是一些女人吗? 反正本来就是要换金币的,与其最后给金币,还不如把这批女子送到王胜这边。 正如下国所言,王胜只要看上其中一两个,就得记着三国的人情不适。 三方简直是一拍即合,马上把事情定了下来。 为防夜长梦多,马上派人动身,把这批总数差不多有六百多的女子押送过去,连同给天子的金币一起,送到京城。 这下,天子得到了他想要的金币,王胜得到了一批女高手,三国得到了瓜分凯旋国的绝大多数利益,就连其他五国,也多少喝了点汤汤水水,雇佣高手的费用也是小赚一笔,整体看起来皆大欢喜的局面。 消息传到京城,传到了天子的耳中。 接到消息,天子是又喜又怒。 喜的是大笔金币道手不说,也为日后诸侯战国埋下了种子。 怒的是唐国下国逢国想干什么? 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要干什么? 天子简直是怒不可乐,正在和皇后分享快乐呢,忽然听到这种消息,顿时间发了火,送这么多女子来想干什么? 和媚儿争宠吗? 还有吴忧城的那个强威是怎么回事? 已经有一个长腿女杀手了,还要来一个强威,为什么没人给杀了她? 陛下不必戒怀。 和天子相比,皇后娘娘却淡定了许多,他们就算给长圣侯身边塞一万个女人,难道有哪个能争得过媚儿吗? 第732章给王胜的补偿,下。 暴怒的天子只有在皇后娘娘面前才能快速的平静下来,李总管送消息过来的时候早就知道这一点,所以是趁着皇后娘娘在的时候才禀报的。 果然天子很快的平息了怒火,狂喝了两杯酒之后,才问皇后娘娘道,那个浑小子还没有动过媚儿,要是被别人趁虚而入,媚儿怎么办? 陛下,媚儿难道不漂亮吗? 皇后娘娘笑着问道。 媚儿当然漂亮。 天子毫不迟疑的说道,花蓉月貌,天下少有。 那媚儿难道没有魅力? 皇后娘娘又问道。 怎么可能? 天子飞快的回答道,媚儿可是,天生媚骨,这世上除了你,还有谁能比媚儿更有魅力? 媚儿这般天天和长圣侯耳鬓思磨,长圣侯都能忍住不动媚儿分毫。 皇后娘娘笑着反问道,莫非陛下以为,随便一个什么女子,就能让长圣侯动心吗? 可那个小子不是还在无忧城养了个小的吗? 前几天还送进去一个徐娘伴老的墙威。 天子不爽的一点就是这个,谁知道这小子会不会对媚儿使乱中气。 陛下,无忧城李影子送回来的消息你忘了。 皇后娘娘提醒道,李总管,影子是不是说过,以她用宫廷密法观察的结果,那个长腿女杀手还是处子。 娘娘问话,李总管不敢怠慢,急忙躬身说道,回娘娘,有这回事。 皇后的目光看向了天子,什么也不说,似乎在等着他放心的样子。 也许真的像是那几家猜测的,说不定这小子就喜欢年纪大成熟一点的呢。 天子也知道自己是有些着急了,不过还是嘴硬的说了一句,然后自己也觉得这话实在是经不起推敲,忍不住也笑了出来。 天子一笑,李总管的心顿时间放回了肚子里。 算了,你还是有空多和媚儿聊聊,多交给媚儿点手段。 天子坐回了皇后娘娘身边,让她把那个混小子牢牢的拴住,谁也抢不走。 这个又不由媚儿。 娘娘也笑了起来,她的身体,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承受的。 王圣这家伙也是个笨蛋。 天子忍不住又埋怨起来,朕都已经把守敬心法送给她这么长时间了,难道还没有修行出个模样来? 陛下,你当时修行守敬心法的时候用了多少年? 皇后娘娘又笑了起来,长圣侯才拿到不到三个月,她能修行到什么地步? 你要是担心,还是担心一下这些凯旋宫的女弟子什么的到了长圣侯府上,会不会伺机刺杀长圣侯和媚儿报仇吧? 皇后娘娘担心的并非没有道理。 这批女高手,全都是出身凯旋宫的。 有女弟子,有凯旋宫主的后宫,高层的家眷,可以说,每一个都和凯旋宫渊源颇深。 凯旋宫被灭,一夜之间他们从高高在上的人上人成了女奴隶,能平静地接受才怪。 虽然凯旋宫是被唐国下国逢国三家直接灭国的,但真正的根源其实还是因为凯旋宫洞了王胜和天子的润姿房。 真要追究起来,这是死仇啊。 让他们安安心心地听王胜的指挥安排,想想也不可能。 三国虽然算是头其所好的送了美女过来,未必就没有给王胜送一大堆麻烦过来的意图。 如果王胜和媚儿处理不好的话,恐怕这些女高手就是一个天大的麻烦。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天子得到了消息,王胜这边没多久也同样得到了消息,王胜直接就猛了。 王胜相信,三国送过来的一定是美女。 可是,王胜要那么多美女做什么? 梦中女孩的面还没有见到,身边还有媚儿,吴忧城有阿妻,宋国有宋燕,京城侯府中不知道有多少美女愿意伺候王胜,还要那么多美女而且还是有仇的美女做什么? 要不要我先接收下来,然后慢慢出手。 媚儿看到王胜这个状态,心里十分的满意,上前帮忙出主意,美女护卫,还都是高手,有的是地方有人要。 润姿房缺人吗? 王胜琢磨了一下,然后冲着媚儿问道。 缺。 说起润姿房,媚儿马上露出了苦脸,润姿房现在的生意强度,不是一般的缺人。 女性高手本来就少,润姿房还知许女性进入,媚儿差不多把自己的贴身护卫都要送到润姿房了。 就这还不够,每天发愁。 那这批人来了,仔细甄别一番,能用的,就送到润姿房去。 王胜想了想安排道,不能用的,再想办法,不行就按照你说的出手。 王胜其实很不喜欢这种把女子当作货物的感觉,可是,这个现实的世界就是这么的操弹,王胜一个人不能改变什么,也不想改变什么,有些规则,就只能适应,而不是硬生生的改变。 至于说什么革命,拜托,王胜来道这个世界可不是为了解放广大劳苦大众的。 就怕他们表面上温顺,不知道什么时候给随便来一下,伤到随便哪个都无法承受。 媚儿依旧还是苦笑。 润姿房是缺人,可是要把这些美女仇人安顿进去,干惊受怕的恐怕不止媚儿一个。 就算是出手了,这些女高手如何保证对新主人的忠诚? 王胜很不了解的问道,难道有人买回去,就不怕这些高手随时给自己致命一击? 有那么几种控制方法? 媚儿似乎对此很熟悉,飞快的回答道,要么药物控制,要么废掉修为,不想死的话,总归是要听话的。 废掉修为太可惜了。 王胜摇摇头问道,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有。 媚儿飞快的回答道,要了他,做他的男人,如果他事后没翻脸把你剁了的话,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媚儿大眼睛低溜溜一转,很是俏皮的说道,要不,侯爷你把他们全收了。 说不定他们就会都乖乖的听话了。 我又不是牲口。 王胜直接拉下了脸,明知道媚儿是在开玩笑,但王胜并不觉得这个玩笑有意思。 他现在琢磨的是,如何能够不浪费这批女高手,而又不会引起他们的复仇举动。 第733章 玉宝斋新生意 上 恐怕,这个事情还得落到强威姐的头上。 王胜琢磨了好一会,总算是找出来一个可以沟通双方的桥梁,原先的凯旋宫的弟子,强威姐。 给吴忧城那边送信,让强威姐马上来京城。 王胜冲着媚儿吩咐了一句。 现在吴忧城阿七和媚儿似乎有专用的通讯训鸟,让媚儿安排最快。 媚儿答应了一声,飞快的去安排。 这是正事,不是媚儿争风吃醋的时刻。 三国那边从凯旋宫把人送过来恐怕就要走大半个月的时间,王胜还有足够的时间等强威姐赶过来一起商量对策。 各方的忙乱,王胜自己反倒是总算清闲了下来,可以考虑自己修行地功法以及下一集要完成龙生九子的哪一遍了。 已经完成了吃稳变,饕贴变,避泻变,腹泻变,酸泥变,球牛变,说起来,王胜现在妥妥的七重净修为。 守境心法王胜已经开始修行,战斗一时小人正在推演道藏心法和守境心法同时修行的方案,而且已经到了末期,眼看着王胜就可以修行了,王胜也十分的期待。 就在王胜等待功法推演完成,等待强威姐从吴忧城赶到京城的时候,最近一直没什么动静的玉宝斋有了反应,吕温侯和灵儿一起来到了京城,到王胜的府上拜访。 难得吕温侯来一趟京城,王胜吩咐王管是用最隆重的态度来欢迎两位贵宾,并拉着妹儿一起接待吕温侯和灵儿两人。 光是这么一个小事,就让妹儿开心了好几天。 上次在通兴城的时候,王胜就答应过吕温侯可以和玉宝斋合作一项生意,当时玉宝斋上下一枚想好为由,将合作推后,这次,吕温侯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吕冬主想好要做什么生意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胜才冲着吕温侯问道。 还是你这里的东西好吃啊? 吕温侯一边夸赞着,一边点头道,想好了。 怎么,打算做饭店吗? 听吕温侯一直在夸奖王胜家里的厨子好,饭菜好,王胜还以为他真的对厨艺感兴趣,忍不住笑问道。 不是,不过沾点边。 吕温侯笑道,韭菜韭菜,现在有美味的菜肴了,似乎还没有极品的好酒,到底有些不相衬,侯爷有没有什么办法。 玉宝斋竟然想做酒的生意,王胜忍不住对吕温侯和他的智囊团刮目相看了。 不能不说,吕温侯是真的找了一个生财的好路子。 以王胜在这个世界品尝到的所谓的最好的可以给天子喝的极品美酒的滋味,王胜可以随随便便的弄出抄他们八条街的美酒出来。 酒这种东西,真的要是做起生意来,那简直就是暴力。 这个世界可没有缺乏粮食的担忧,多的是粮食可以酿酒。 哪怕比照现在极品好酒的价格,做酒都是稳赚不赔的生意,更别说王胜有把握做出比京城的好酒好数倍的美酒出来,到时候,那价格还不飞上天。 想好了。 王胜稳妥起见,还是笑着问了一句。 早就想好了。 回答的是吕温侯的心头肉灵儿大小姐,她对王胜一直都不服气,当然不是修为尚不服气,而是见识尚不服气,现在依旧如此,我翻遍了所有的有关酿酒的记载,再没有比现在这种酒更好的方法,你难道还能造出比这更好的酒? 王胜招待吕温侯的,就是京城里最好的美酒,号称十里香。 不过在王胜看来,这十里香实在是有些名不副实。 一来度数不够大,喝起来稍显清淡,二来酒水当中还有一些细微的沉淀,酒液浑浊,卖相不够佳。 放在地球上,有人敢卖这种质量的酒,要么自己改名叫度数大典的牢骚,要么就别卖。 真要有人敢当酒卖出去,绝对会被顾客暴打并大骂黑心商家的。 想好了就合作。 王胜笑着应对灵儿大小姐的不客气,那自信满满的笑容,让灵儿大小姐忍不住咬着牙发小脾气。 不过,你们不怕赚到了金币,然后被各诸侯国以官营的名义抢走。 王胜呼得多嘴问了一句。 吕温侯顿时间笑了。 王胜敢问这个问题,就表明他有足够的信心把这门生意做到和盐堂生意差不多,否则怎么可能让各诸侯国动心呢? 没有大利益,谁会乐意招惹一个玉宝斋或者宝庆于堂这样的庞然大物。 别看各国把宝庆于堂的盐堂生意瓜分,但各国并非没有付出代价的。 有那么一段时间,各地物价飙飞,差一点就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了。 最后还是各国退了一小步,给了宝庆于堂一些回报,并答应宝庆于堂的生意永久降低5%的税款,这才算是平息了那次争端。 宝庆于堂固然是伤筋动骨,但各国吞下盐堂生意,也是至少用了半年的时间才重新经营起来。 期间各国高层都有人遇刺受伤甚至死亡,吴忧成和神威玉的杀手不知道赚了多少金币。 自然,宝庆于堂也没有少死人,最后双方总算是达成了协议。 玉宝斋王胜不知道底细,但王胜相信,绝不会比宝庆于堂的底蕴要差。 盐堂是关系民生的货品,官营也说得过去。 吕温侯微笑着回答道,可这酒绝不是民生必需品,想要官营,未免太不讲理了吧。 要讲理他们能把盐堂官营? 王胜也笑了出来。 这也算是对吕温侯的一个考验,如果他无法保住自己的生意。 那王胜何必要拿出来给别人赚钱? 不讲理有不讲理的办法。 吕温侯依旧还是满脸的笑容,这几年,玉宝斋也培养出来几个传奇巅峰的高手。 这恐怕不够。 王胜直接摇头,各家以后的高手恐怕会更多。 玉宝斋一家的高手,拼不过人家的数量。 所以我打算和吕游城主一起做这个生意。 吕温侯终究还是把自己的终极保险说了出来,就是不知道侯爷你是不是愿意也稍稍的让出一些分子,我们三方合力,如果再有人想要官营,恐怕都要仔细考虑考虑了吧。 第734章玉宝斋新生意 吓 吴游城别的东西不多,但是杀手却是从来不缺的。 当年灵须老道这样的都隐姓埋名做过吴游城的红牌杀手,可以说,吴游城拥有的隐形力量,哪怕是各大诸侯国也是不敢轻易小觑的。 和吴游城主一起做这个生意,那当然没有问题。 谁敢打吴游城主的主意,估计最后结果也和这次凯旋宫打王胜产业的主意差不多。 有着足够强大的后盾。 别说是赚钱的生意,就是直接抢金子,都没人会有半个不字。 王胜一边点头的同时,一边也在暗暗琢磨,玲珑格收全天下十分之一的金币各国却没有丝毫不满,难道真的是因为掌握了核心技术吗? 我们之间的分子应该怎么算? 既然答应了和吴游城主一起做生意,王胜也要问清楚,到底三方要如何分配股份? 侯爷你用你的酿酒技术入股,占三成。 城主提供保护,占三成。 吕温侯早已经想过这个问题,马上回答道,玉宝斋负责原料供应,生产,运输,销售等等所有杂事,占四成,如何? 我没有问题。 只要城主没有意见,就按照这个办。 王胜对于自己只占了三成并不觉得吃亏什么的,玉宝斋多拿一成也没什么问题。 说到底,自己只是说几句话的事情,真正干活的还是玉宝斋。 回头我就亲自去和城主商谈。 吕温侯露出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答应了下来,如果城主不满意,我会让出一部分玉宝斋的分子。 这就是吕温侯和城主商谈的事情了,王胜可以不用关心。 反正这争议王胜也并不打算自己做,能有三分之一的收入已经很满意了。 有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一下。 达成了协议,双方都很开心,气氛也越发的融洽起来。 借着这个场合,王胜也顺势问了吕温侯一句。 请讲。 吕温侯任何时候都是那种保持着很从容很优雅礼仪的样子,伸手做了个请的动作,然后就等着聆听。 王胜也没把吕温侯当成需要如何防范的人,直接把这次三国将要送给自己数百名美女高手的事情说了出来,然后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最后才问道,这么多高手,我该如何处置? 留下的话,如何让他们心甘情愿而不是蓄意报复? 问题一问出口,吕温侯这边脸色没变。 正打算说些什么呢,那边灵儿却已经忍不住,直接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如果换成是个别的任何吕温侯的下属,吕温侯肯定现在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出声斥责。 王胜问的是自己,自己还没有开口,自己的下属竟然笑场,这还了得。 可如果是灵儿的话,那就百无禁忌,灵儿想怎么样都行。 似乎感觉自己终于在某一点上压过了王胜一头,灵儿大小姐得意非凡,靠在吕温侯旁边,昂着头开心的如同一只骄傲的孔雀。 灵儿的得意让媚儿很是有些不满,忍不住心中冷哼了一声。 两个女人的目光撞上,立刻感觉到有一股无形的火焰在蔓延。 王胜和吕温侯却好像没有感受到这火焰一般,两人依旧还是平静的喝酒。 吕温侯甚至还宠溺的提醒了一句,灵儿知道一点,那就和侯爷说说。 你以为凯旋宫原来就真的有那么多女高手吗? 灵儿有了可以奚落王胜的机会,马上毫不客气的冲着王胜说道,你不是说你这边还有一个凯旋宫的女弟子吗,你可以问问她是不是这样? 其实一句话就让王胜和媚儿不那么发愁了。 数百个美女高手,如果以前不都是凯旋宫的,是凯旋宫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逼迫或者利诱加入凯旋宫的,那王胜何必还担心这些美女高手会为了凯旋宫而向王胜报复呢? 毕竟凯旋宫以前只是一个隐世宗门,怎么可能有这么庞大的人口,这些高手,说不定都只是因为在凯旋国的范围之内,所以才不得不加入的。 就像王胜,如果这时候京城被攻陷皇室被灭,王胜会因为自己身在京城而替天子报仇吗? 这样一来,就可以刨除很大一部分的数量剩下的就是凯旋国国主的后宫和一些重臣的家眷。 不过大家谁都清楚,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一定要做得足够彻底的,比如斩草除根。 既然连凯旋国都灭了,那么三国肯定不可能留下国主最宠信的后宫家力或者那些最忠心的家人,等着他们找机会报复吗? 众臣这边也是一样,最亲的肯定都已经被斩杀干净,剩下的这些都是不怎么重要的,说是家眷,说不得都只是一些可怜的迫于那些家伙的势力而屈从的小妾婢女什么的。 只要抓住这几个关键点,那么用这些美女高手完全不是问题。 这下,润资房人手不足的窘境也会改善许多,魅尔也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 王胜刚来这个世界没多长时间,所以不是特别的了解。 魅尔在宝庆于堂倒是接触过不少商场上的事情,但宝庆于堂真正的核心力量他也没资格染指,更没机会知道。 特别是在这方面,十分的欠缺。 两人都不清楚,反倒是弄了一个尴尬。 多谢指点。 王胜很是诚恳的冲着吕温侯和灵儿拱手道谢,这更让灵儿觉得开心,不可一世的,小脸差点要扭到天上去了。 接下来的气氛就越发的轻松,再说起的基本上就是酿酒方面的内容了。 王胜既然答应了要合作,也表现出了自己的诚意,马上让吕温侯安排,先把全天下树的上号的美酒都拿一批过来,顺带的连各自酿酒的原料以及酿酒酵母都弄一些过来,王胜要从中选出来一批最合适的,用来进行酿造。 至于怎么弄,肯定是玉宝斋负责。 宁酒房的如果实在弄不到,王胜也不介意,至少那些乡村酒寺什么的,小酒房的总能买到。 王胜要寻找的是地球上类似的,不是找一模一样的。 此外,王胜需要几个高超的木工宗师,几个酿酒大师,还有几个阵法高手。 虽然王胜认识好几个这样的大师,可玉宝斋如果不想要酿造技术外泄的话,这些就只能找玉宝斋的自己人。 第735章 凯旋宫的财路 上 吕温侯带着灵儿离开,去做准备工作去了。 搜集天下美酒对于玉宝斋来说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他们本来就有遍布天下的分号,每一个分号稍微注意一下本地的情形就足够了。 等待强威姐到来的日子,等待那批美女高手到来的日子,王胜终于迎来了战斗意识小人推演道藏心法完成的时刻。 这可不是简单的将盗藏心法优化,而是将盗藏心法和手镜心法同时修行的推演,经过64个战斗意识小人的精心计算,按照最不会互相干扰的俏学路线,按照灵气调用的最大效能计算出的最佳的修行方式。 64个战斗意识小人有那么一刻,使忽然之间聚拢在一起变成了一体的。 就在这个时刻,王胜脑海中多了一篇完整的盗藏心法和手镜心法同时运转的俏学路线。 里面包含了许多的内容,平常如何调动灵气,如何强化自身,战斗的时候如何从各个俏学输出灵气,如何发挥最大的效能,甚至将太极阴阳气旋和盗藏心法都结合在了一起,十分的完整。 王胜二话不说,吩咐了王管是一句自己要闭关今天,然后一个人待在练功房,开始修行起来。 不能不说,战斗意识小人完全是以王胜现在的状况为基础量身打造推演的,和王胜的身体条件契合的一塌糊涂。 从一开始,王胜就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地方,一路按照给出的方法一个俏学一个俏学的功课就行。 当然,没有特别困难的地方,也没有特别简单的地方,中等偏上的难度,恰好能够让王胜努力的达到,可想要轻松办到却也不可能。 光是按照全新的行宫路线改进灵气行进路线,王胜就用了足足三天的时间,才算是第一次成功的将灵气完整的按照行宫路线完成了一次。 一鼓作气,趁热打铁,王胜控制着灵气再次在体内俏学中熟悉了两遍之后,这才暂时先停下来稍事休息。 修行也是劳逸结合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 强行推动只会损耗自己的根基,得不偿失。 简单的放松之后,王胜吃喝完毕,才服用了一颗魅儿专门找的李子云大宗师特别定制的温补的氧气单,回到房间里美美的睡了一觉。 接下来整整一天王胜没有想着新功法的事情,而是继续自己平常的器械练习,然后在游泳池里打了几遍太极拳,兴之所致,还在游泳池中练习了一番各种泳滋和潜水。 又过了一天,王胜这次继续修行道藏心法。 有了之前成功运行三遍的基础,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运行一遍王胜称之为一个周天,前几个周天王胜依旧还是熟悉行功路线,每一个周天都比上一个周天要耗时更短,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熟悉之后,时间会越来越短,然后稳定在一个固定的速度上。 熟悉行功路线是基础,接下来是把太极阴阳气旋和盗藏心法结合起来。 灵气每到一个俏学,王胜的俏学都会将灵气吸纳进入阴阳气旋中加速旋转压缩凝炼提纯吸收。 每一个俏学都会如此的处理,以至于当一个周天下来的时候,从外界吸收的一口足够二重镜高手吐纳半天的灵气,会被压缩凝炼差不多上千倍,只剩下那么一点点,大部分又会一散,剩下的则分散储存在每一个俏学之中,缓慢的提升自己的修为。 接下来又是周而复始的循环。 等到王胜能够完整的进行周天循环之后,王胜再次停了下来。 别看这只是简单的一个突破,可已经又耗费了王胜三天三夜的时间。 到此,王胜已经算是可以按照全新的道藏手静心法来修行了。 以后也不用专门闭关来进行,只要每天修行,慢慢的习惯,渐渐的把这种功法路线当作身体记忆的本能,到时候就不用王胜如何控制,自然而然的就会运行了。 这个时间,恐怕至少要持续两个月的时间。 这样也好,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在京城把凯旋宫的美女高手都安排妥当,把玉宝斋的酿酒方法也解决,然后就可以尽千决的看看了。 侯府中平静的等着强威姐和那些美女高手赶到京城的时候,王胜再次接到了天子的串门邀请。 依旧还是老规矩,累儿去后院和皇后娘娘聊天,王胜在中堂陪天子。 一见到周管事,周管事都来不及通报天子,就盯着王胜的面孔好一会,上上下下的看着,似乎百思不得其解。 好一会之后,周管事才露出了笑容,冲着王胜拱手道,恭喜侯爷修为大尽。 托福托福。 王胜笑吟吟的回礼,心中却也不免付匪,这么明显吗? 这才刚刚能进行还不算熟悉的周天循环,变化有这么大? 一眼就能看出来。 周管事看出来王胜的修为变化,天子自然也就知道了。 天子见到王胜的第一句话,就是勉励,好好修行守境心法,尽快提升一个境界,到时候就可以和媚儿成亲了。 王胜差点想要质问天子,你一个堂堂天子不关心天下大事,关心我和媚儿能不能成亲算怎么回事? 总算是知道有些话不能太刺激天子,忍住没说。 我就说,守境心法肯定适合你修行。 天子好像说起这个来好像有点没完,依旧围绕着这个话题,你看,这才几个月的时间,你就已经修行的有模有样了。 硬着头皮和天子应付了好一会关于守境心法和媚儿的关系之后,天子才慢慢的转向了正题,唐国下国和冯国给你的那些美女,你打算怎么处置? 先催促着王胜和媚儿成亲,现在又说起来这堆美女的处置,王胜又不是傻子,当然明白天子的意思。 这是怕王胜因为媚儿的天生媚骨不能太亲近导致遗情别恋,受不了那些美女的勾引把媚儿抛弃。 王胜当然不会这么干。 不过天子是不是有些太热情了? 媚儿不过是皇后娘娘收的一女,这么着急干什么? 皇后是天生媚骨,媚儿也是天生媚骨。 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故事? 说不得这次去了千绝地,少不得绕到吴忧城问问影子老太监,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媚儿和皇后到底有没有关系? 第736章 凯旋宫的财录 下 去问影子是以后的事情,现在王胜还得回答天子的问题。 还好,最开始的时候比较头疼,后来和吕温侯会面之后,王胜基本上就有了处理的办法。 当着天子王胜也没什么隐瞒,把和媚儿商量好的安置这些美女的方法说了出来,也把灵儿大小姐提示的那些说了出来。 这么处置的话,大体上倒还不错。 天子微微地点了点头,然后笑着说道,不过你可能有点想当然了。 莫非这些美女高手中还真有那些想要复仇的? 王胜一愣,想当然了。 天子这是知道了些什么吗? 复仇? 天子也被王胜说的这个词汇吓了一跳,然后反应过来之后,又笑了出来,那倒是不至于。 来的这批美女高手虽然有些特殊,但还不至于想要冲你们下手什么的。 唐国下国逢国他们不是傻子,给你一批又一心的人,不怕你反过来教训他们吗? 天子的眼光比灵儿大小姐更是高出一筹,面都没见,就知道三国那边打的什么主意。 以他们三国的出发点来说,除非是这些美女当中有能一击必杀的超级高手,见面就把王胜干掉,从此一了百了,同时也表明他们从此再也不会想要从王胜这边得到任何关于千绝地的帮助。 否则的话,怎么可能给安排让王胜不爽的人过来? 哪怕是战俘,是俘虏,三国也绝对是要仔细甄别甚至各种威逼利诱让那些美女点头同意,才给送过来的。 不然的话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 没有那么傻的,送礼还送出埋怨。 王胜和妹儿自己纯粹是自己吓唬自己,担心了半天,找了好多天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还把蔷薇解拉上了,想不到在天子这里就是这么简单,根本就不用担心他们担心的那个理由。 那这些高手有什么不对吗? 王胜当然记得天子才刚刚说过的王胜有些想当然了的评价,急忙问道。 这可是王胜难得的几次分析错误,信息不对等和眼界不对等造成的。 天子同样没见到这些美女高手,但不见面天子也能判断出三国的想法,这就是差距。 这差距,王胜认同,也很虚心的在学习,他可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从地球来就能一路碾压这个世界的所有高手。 能护弩的时候护弩,大部分时间王胜还是需要努力学习融入的。 你想让这些所谓的女高手帮你干活? 看家护院。 天子一开始还故作高深,慢慢悠悠的摆足了架子,这才开口道,你觉得那些能上战场厮杀的高手,会不会那么容易被生擒? 会不会愿意被当作礼物一样的送到这里送到那里? 呃! 王胜听着天子的话,当即愣在了原地。 好一会之后,王胜似乎才一时过来,然后半带着点恍然大悟的表情问道,你是说,他们号称是送了一群女高手过来,其实根本就只是送了一堆美女过来。 高手什么的,根本就是个幌子。 你说呢? 天子难得有机会反过来指点王胜,以前都是从王胜这里得到解决办法,这次可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爽透了,指点王胜看着王胜如同傻小子一样被自己纠正简直是太过瘾了。 我靠! 王胜忍不住骂了出来,这他妈的叫什么事情? 不过呢,说高手也可以勉强说是高手。 天子高深莫测的接着道,我也没见过这批女子,但我可以肯定,她们每一个拿出来,恐怕都不会低于五重镜,甚至更高,七重镜八重镜的也不会少,你说是不是高手? 七八重镜的,那当然是高手了。 这要还不是高手,那还有什么是高手? 可既然都是这种境界的高手了,怎么可能会认同自己被当作礼物一样的送来送去? 守镜心法如何? 天子忽然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 很不错。 王胜不假思索的回答道,后来觉得这个还不足以形容守镜心法的好,马上又补充了一句,绝世功法。 没错,绝世功法。 天子很认同王胜的这个说法,他自己也非常的在意,听到王胜的话很开心,但他马上接着问道,那如果我把守镜心法修行到八重镜,我算不算一个高手? 王胜刚想要回答,呼得意识到直接的回答恐怕会让天子很没面子,所以只是张了张口,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但突然之间停下来的表现和脸上表现出来的迟疑,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瞬间,王胜明白了天子的意思。 修为境界有,七重镜八重镜的也有,但他们修行的并不是战斗地功法,而是其他某些辅助性地功法,所以,只是名义上的高手。 那就是说,我不但不能用他们看家护院,还得找一批高手来保护他们。 想明白之后,王胜呼的意识到了另一个问题。 你说呢? 天子又是高深莫测的反问了一句,脸上的笑容要多得意有多得意。 王胜忽然之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一开始本来以为能缓解润资房人手不足的状况的,结果担心这些人会复仇,后来灵儿大小姐提醒了一句,让王胜和妹儿不那么担心了。 可到了天子这里才发现,原来非但这些人解决不了人手不足的状况,反过来恐怕还需要更多的人手。 凯旋公这些年能屹立不到,能随随便便拿出来几千万上亿的金币,靠的不是自己有多少强悍的高手,也不是有什么厉害的单要单方。 天子看着王胜苦闷的样子,开心了好一会,这才慢慢悠悠的说道,而是因为他们一直有一项很赚钱的生意。 王胜不是傻子,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就想到了答案,贩卖人口。 贩卖这些美女? 对。 天子点头道,他们凯旋公有一批专门给女子修行地功法,修行之后,能让女子的身形相貌变得十分的漂亮,而且能给男人带来巨大的享受,所以这项生意一直是日进斗金。 他们难道不觉得伤天害理吗? 王胜不是极恶如仇的人,但听到这个,依旧还是愤怒无比。 第737章 尹唐堂主 上 伤天害理 那倒是不至于。 出乎意料的是,天子并没有这样认为,反倒是稍稍考虑了一下之后,才很确定的说,至少我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强迫之类的做法。 那些女子都是他们从各地搜集的孤儿,据说每一次带走孤儿的时候还会到当地衙门去报备。 去衙门报备? 王胜当场就愣住了。 不是什么逼梁未娼,而是从小收养的孤儿,而且还没有什么逼迫的做法,难道那些女子都是自愿的? 对。 看到王胜有些不相信又看过来征询的目光,天子很肯定的点了点头道,不然你以为凭什么能卖到那么贵? 能撑起一个隐世宗门数百年? 哎,王胜看着天子似乎觉得这理所应当的样子,忍不住心中暗暗的叹了一口气。 自愿的,从小收养孤儿可以说是善举,但只要从小进行洗脑的教育,让他们自愿的为宗门献身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王胜不信天子不知道这样的手法,否则这么多忠心耿耿的内侍是从哪里来的? 但王胜也绝不会相信,凯旋功能圣母到一心为了孤儿谋求幸福生活。 这世上哪来那么多的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 天子似乎从王胜的脸上看出了一些端倪,慢慢悠悠的开口道,至少你要相信,他们帮那些可怜的孤女找到了一个不愁吃穿的金主,让他们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自己也获得了让宗门发展的金币,总比他们卖身为奴卫币要强许多,说不定都没机会长大成人。 这一点王胜同意,他只是一开始听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有些心理上转不过弯来而已,并不是已经圣母到了自己要为这些人出头。 不说远的,王胜府中那么多的下人,可不就是从查超的七皇子和几个众臣府中接收的吗?这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世界。 等到天子又一次叮嘱王胜不能被美色所迷的时候,王胜已经彻底明白天子的意思了。 说起来,天子根本就没有担心过这些送过来的所谓的美女高手会给王胜和媚儿带来什么安全上的麻烦,他唯一担心的就是王胜被三国送过来的美女迷住,冷落了媚儿。 天子对媚儿简直就不是一般的上心,这里面要是没有什么猫腻,王胜绝不相信。 但王胜也相信,媚儿也不清楚他们有什么关系,否则以媚儿对王胜的依赖,早就说了。 苏伯母有没有和你说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回到侯府,王胜忍不住冲着媚儿问道。 有。 媚儿刚刚回答了这句话,笑脸立刻就变红了。 苏伯母给她说的那些,全都是怎么让男人开心怎么勾住男人心的技巧,这怎么好意思和王胜说? 王胜没有继续追问,他已经明白了,天子夫妇俩这次的会面,完全就是怕王胜中美人计。 王胜其实真的很想对天子夫妇俩说一声,你们想多了。 就在王胜继续待在侯府中修行了三天到藏手进心法之后,吴忧城的人终于到了。 原本王胜只是让强威姐来的,但为了保护她,阿七还派了几个护卫,顺便给王胜带了些在吴忧城买到的极品丹药,一起给王胜送到了京城。 阿七并没有来,她依旧还是待在吴忧城,有时候还会尽谦决的去看看。 现在吴忧城那边大家都已经默认阿七是王胜的小妾,所以对她也很客气,玉宝斋的营地时刻免费冲她开放,这段时间,阿七应该已经把千绝地外围摸得差不多。 强威姐赶到京城的时候,王胜亲自在侯府门口迎接的。 强威姐坐在一辆大车里,但还没到府门,王胜的眉头就皱了起来,车子里并不是只有强威姐一个人,还有一个气息异常细微的高手在。 听声音,文卫道,杭自觉一起招呼,王胜瞬间准确地判断出了对方的位置和姿势,一旦有什么异动,王胜马上就能发动。 旁边的护卫倒是没有什么异常,应该是知道这种情况。 王胜也不动声色,热情地和车子里下来的强威姐打过招呼之后,一行人才连人带车进了侯府大院。 侯爷好厉害的灵气探查。 等进了侯府,车子里才传出来一声听起来十分清亮又带着一种奇特韵味的铜音,随后,车帘一掀开,一只仙仙束手先搭上了门边,随后一道纤细的身影才从车门现身。 强威姐上前一步,将这个一眼看过去身材十分成熟却带着一张娃娃脸的女子从车子上扶了下来。 只是简单的几个动作,却已经将王胜能想象到的符合一切女性美好而又诱惑的特征全都对上了。 身材,相貌,语气,动作,以及那种站在那边楚楚可怜却又无时无刻不散发着一种独特吸引力的气质,要是一个普通的男子,恐怕根本就经不起这样的极端诱惑。 这才一见面就如此,王胜相信,真要是多相处一段时间,估计等闲的男子肯定会迷倒在对方的石榴裙下。 旁边的妹儿眼中已经冒出了火。 这个强威姐怎么回事? 带个美人来砸场子吗? 总算是以主人身份自居,并没有当场发作出来。 王胜征询的目光看向了强威姐,她相信,强威姐不会无缘无故的带着这么一个游物来到自己府上的。 强威姐扶着女子站定,这才冲着王胜抱歉的说道,侯爷恕罪。 凯玄公出事,家师也无处可去,恳请侯爷收留。 家师? 强威姐今年看起来三十岁出头,那她的师父至少也得五十左右吧。 人在哪里? 这位便是家师。 强威姐看王胜和妹儿一脸懵懂的样子,急忙扶着那位美貌的女子介绍道,凯玄公隐堂堂主。 老身淡台瑶,见过侯爷。 一口魅惑娃婉音的女子等强威姐介绍完,也跟着开口,冲着王胜躬身失礼。 王胜和妹儿直接傻在了原地,不是被这位弹台瑶的容貌举止震住的,而是被她一开口的那句自称老身给震住了。 这么一个鲜嫩的大美女,看起来和妹儿年岁差不多的模样,居然自称老身。 第七百三十八章 隐堂堂主 下 如果不是看到人,没有听到声音,那个时候弹台瑶自称老身,王胜和妹儿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 强威姐的师父,怎么也得上五十岁,称呼个老身毫不为过。 可是,眼看着面前的弹台瑶连强威姐的年纪都不到,居然就来了这么一句老气横丘的话语,实在是违和。 特别是开口的时候那一口魅惑娃婉音,简直让人抓狂。 强威姐和弹台瑶可能是见过不少次这样的场面了,看着王胜和妹儿的脸色,全都是无嘴窃笑,让反应过来的王胜和妹儿感觉好没面子。 家师今年已经六十有五了。 等到笑过之后,强威姐才带着笑意解释道,只是家师一直注眼有数,你们可不要太惊讶。 听到强威姐的解释,妹儿已经双眼大睁,完全顾不得其他,直接冲上去,甜甜的称呼起前辈来。 这岂只是注眼有数啊。 简直就是青春永驻,妹儿这个做化妆品做美容生意的,同时无比在乎自己相貌的女子,怎么可能还做得住。 六十五岁都能保持着这样的身形体态以及容貌,王胜看着也是叹为观止。 和这位一比,地球上那些各种打玻尿酸肉毒杆菌什么的,简直弱爆了。 看着师父被妹儿纠缠着请教,强威姐微微笑了笑,冲着王胜这边再次微微的失礼,多谢侯爷收留。 我们之间,就不用说这些了吧。 王胜笑了笑摆摆手。 和强威姐第一次见面是王胜刚去吴忧城办理杀手牌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是老相识,后面的合作也好,强威姐为王胜服务也好,都交流很多,熟人,真不必要说这些。 不一样。 强威姐脸上带着笑,眼眶却有些微微发红,凯旋公那边刚出事,落井下石的就来了。 要不是侯爷收留,恐怕我和家师都要不测。 你再开玩笑吧。 强威姐说的王胜收留这是事实,但要说王胜不收留两人就会不得,那也太夸张了吧。 王胜略带惊讶的反问道,但台前辈如此强悍的修为,敢打他老人家主义,那不是活腻了。 不说别的,但台咬给王胜的感觉。 分明就是一个强悍到无以复加的传奇境界强者,不知道到了传奇巅峰没有,但传奇中期肯定是有的。 一个传奇中期的高手,还是这么个大美女,有人敢乱打主意。 强威姐已经睁大了双眼,看着王胜如同看着一个怪物一般。 旁边的但台咬也已经停下了和媚儿交流,同样也是满脸不可思议的看着王胜。 媚儿应该也是从皇后口中知道了一些,现在她也是满脸的惊讶。 侯爷,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我们凯旋宫一些独特地功法? 现场寂静了那么两秒钟,强威姐才带着笑意反问王胜道。 略有耳闻。 王胜很老实地点头承认道。 家师和我修行的就是这种功法。 强威姐非常认真的在这种功法四个字上重读了一下,好像在提醒王胜什么。 只是助言修行美容帝功法吗? 王胜的目光转向了弹台咬那边,看着她一脸无辜的样子,耳朵微微动了动,感觉着弹台咬那边呼吸和心跳的声音,那完全不是普通稍微强健一些的女子应有的表现,更不可能是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的表现。 杭自觉再次无声地出口,下一刻,王胜就越发地确认,众人所有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全都是错觉。 弹台咬根本就是一个强悍的高手,绝不是一个只能靠着男人恩宠的弱女子。 前辈修为高强,晚辈佩服。 王胜冲着弹台柔微微汗手失礼,说出了这番话。 弹台咬的面孔慢慢地收起了惊讶,恢复了正常,然后又慢慢地带上了一丝笑意,侯爷果然是目光如炬,老身佩服。 这话一出,就连强微姐都吓了一跳,不可思议地看着弹台咬,无法置信地叫道,师父。 侯爷有没有安静的所在? 弹台咬没有马上解释,开口冲着王胜道。 失礼了。 王胜赶忙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这边请。 王胜和妹儿陪着强微姐和弹台咬来到了用来招待女客的那堂,送上茶水,平退左右之后,王胜才冲着两女道,这边安静,没那么多耳朵,前辈有话请吩咐。 爱。 但台咬叹了一口气,看了看强微姐,又看了看王胜和妹儿,这才开口道,其实我也是今年才发现这一点的。 凯旋宫的那种专门给女子修行的独特功法,的确能够带来助眼美容修行的效果,但对于战斗并没有多少注意,只是能让女子越来越青春,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吸引人,当然,最基本的强身健体还是能做到的。 修行这功法之后,不敢说别的,身体的柔韧性和平衡性能够达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只要是个男人接触过就离不开。 这也让凯旋宫隐堂放出去的女子简直成了强手获,在凯旋宫的支持下,隐堂弟子可以自己挑选合适的伴侣,一切都是自愿,这也是天子也觉得凯旋宫并不是那么伤天害理的愿意。 不过,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从这种功法开始修行一直到八重镜,修行的女子基本上是没有多少强悍战斗力的。 但一旦功法修行到了九重镜,达到了传奇境界,那修行的女子会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变成拥有极其强悍战斗力的恐怖美女战士。 当然,外表不会变差,反而会越发的魅惑众生。 以前修行这种功法的女弟子,从来没有能够进入传奇境界的,所以从里到外所有人都觉得那种功法只是给女人美容助颜帝功法,没有一个人会把修行这种功法的人当成是战士,更不会有人提防,直到王胜看到了弹台窑之后,第一个发现了弹台窑有着恐怖的战斗力。 你还没有到这个境界,自然不会明白。 但台窑这句是冲着强威姐说的,我达到这个境界也才几个月,见面之后还没来得及和你说起过。 虽然是冲着强威姐解释,却也侧面向王胜和妹儿表明了强威姐也不知情,不是有意欺骗王胜的。 第739章 求庇护的理由 上 其实,公主派出了执法弟子的事情,也是师父告诉我的。 到了这个时候,强威姐和王胜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把实话说了出来。 王胜点点头,这才正常。 上次吴忧城那边送信过来说强威姐从一个酒醉的高层口中知道的消息,本身就有点匪夷所思。 凯旋国国主和仲臣这边做出的决定,还是暗杀京城长盛侯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还要大张旗鼓的驯鸟传书通知凯旋公在吴忧城的主事。 前辈,您这个隐堂堂主,在凯旋国是什么官位? 王胜好奇的问了一句。 没有官位。 但台瑶似乎有些很不满意的说道,只是宗门长老会其中的一员,但因为我是女子,又没有什么实力,只能是有事的时候通知一声,连商量都免了,还不如以前在凯旋宫的时候。 这个可以理解。 凯旋宫的时候,隐堂是宗门重要的收入来源,自然是地位高说话管用。 建国封侯之后,有了土地有了人口有了产出,千里方圆的地盘,加上数百万上千万的人口,收入可比隐堂卖出几个女子赚的那点盈头小力高得多得多,自然也就不受重视了。 其实从侯爷拟杀了那个山庄的上百高手,却没有进一步对千绝地里面的弟子出手,那时候老申就知道,凯旋国危险了。 但台瑶伶老成精,再加上他可是隐堂堂主,平日里就是指点那些女弟子们如何勾住男人心的。 王胜现在想什么,他几乎瞬间就猜到了,所以马上跳出来表明心计,老申自问没有对不起凯旋公,也没有对不起本堂弟子,并不想无缘无故的跟着他们送死。 所以,直接去了吴忧城找了强威。 是个聪明人,王胜心中暗暗点头。 能从一点点蛛丝马迹上就看出来危险征兆,这女子可比凯旋国主和他们那些长老们要聪明的太多了。 代加动了王胜,千绝地里面的高手一个没留的被铲除。 还要连带上一个代加的大长老。 凭什么凯旋公动了王胜的产业,就只是动手的那些人被杀,做决定的难道都要放过? 从这个角度仔细一琢磨的话,就能看出来端倪。 那是极其危险的时刻,可笑凯旋公主和那些众臣们,还以为王胜是怕了他们,死得不冤。 之前请强威姐来京城,是为了安置那些即将要送过来的美女高手们,不过现在有了一个强威姐的师傅,隐堂堂主,似乎事情就容易了许多。 其实这次厚颜跟着强威来侯府,老身是有事向求。 但抬摇解释了那么多,不等王胜开口,主动把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 前辈请讲。 王胜急忙客气道,强威姐以前在无忧城对我诸多照顾,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的。 言下之意,却是卖强威姐几分面子。 卫尔也眨巴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面前的这位不老妖姬,等着他说出来意。 说起来有些丢人。 但抬摇似乎有些说不出口,愁愁了两下,才开口道,老身厚颜,是来请侯爷收留老身和强威的。 好啊好啊。 不等王胜答应,卫尔在旁边已经忙不迭的点头答应下来,以后就住在侯府,想住多久住多久。 求之不得。 原来是这个要求,王胜还当是什么呢,二话不说也点头答应道,前辈和强威姐能来帮我,三生有幸啊。 王胜让阿七把强威姐接到自己的府上,其实就是有照顾的意思,不能让强威姐因为凯旋宫的缘故被牵连,毕竟是帮过自己的人,王胜可不是那种不义之人。 多一个弹台窑,完全没有问题,别说她还通过强威姐提醒了自己要小心凯旋宫的执法弟子,但是强威姐的师父这个头衔,就足够王胜给予足够的尊重了。 更别说,这个不老妖姬美女还是一个九重镜中期的恐怖高手。 魅儿在一旁也是盲不迭的点头。 求收留那是人家客气,堂堂九重镜中期的高手,到哪里不能活得好好的。 能来就是给王胜面子,给自己面子,当然一定要招待好。 何况,这位老美女修行地功法,绝对是让魅儿垂涎三尺的呀。 看着魅儿一副剪道宝的模样,王胜忍不住微微摇头。 这女子,见到人家铸言有数立刻就变成了无脑粉丝,也不想想,人家一个九重镜中期的高手,凭什么要来你一个六七重镜的后辈这里来寻求庇护。 多谢侯爷,多谢夫人。 但抬瑶很优雅地起身道谢,谢身这香有礼了。 却是不动声色地把老身的称呼改成了谢身。 一说道谢谢夫人,魅儿更是开心得不知道东南西北。 根本没在意但抬瑶的自称,王胜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这么一个不老有物以后住在自己府上,天天对着自己自称妾身,想想都是天大的麻烦啊。 以但抬瑶的修为,哪里都能过得很好,为什么一定要来自己府上? 王胜忍不住心中泛起了嘀咕,恐怕以后在侯府中睡觉都要多睁开一只眼了。 侯爷,以你的眼光看看,如果妾身和侯爷要是对上了,谁胜谁负? 但抬瑶仿佛是一台心理分析仪,目光一扫一个准,几乎看穿王胜在想什么。 这边王胜才在疑惑,那边弹台瑶就笑着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是切磋,我肯定比不过前辈。 王胜一正,随后看了看弹台瑶,认认真真的回答道,要是生死相搏,恐怕前辈不会幸免。 回答完这个问题,王胜呼的明白了为什么弹台瑶堂堂传奇境界的高手,要来侯府寻求庇护了。 前几十年的时间,弹台瑶修行的就是这些助言心法,战斗地功法不是没有修行,但因为两种功法的排斥,战斗功法最多只能修行到四重境就不能再有提升。 几十年的时间弹台瑶都是在凯旋宫当中养尊处优,别说战斗,估计连仲活都没干过几次,这样的一个娇滴滴的大小姐,突然之间凯旋宫覆灭,她不找个靠山,还真不可能活得有多自在。 第740章 求庇护的理由 当然,一切都只是暂时的。拥有传奇境界的实力,只要适应上那么一两年,完全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传奇境界高手,活得自由自在。 问题是,六十多年已经习惯了在凯旋宫的庇护下安静的生活,哪怕凯旋宫封侯建国把弹台瑶排挤到了一个闲置的位置上,弹台瑶都没有反抗而是选择了隐忍。 固然和之前弹台瑶没有获得传奇境界的力量有关,但和她求安稳的性格也是分不开的。 凯旋宫已经被灭国瓜分,那么弹台瑶还想要过着安稳平静富足的生活,恐怕就只能再找一个有着足够的实力和财力的高手来站在自己背后。 弹台瑶是漂亮,身材也好,气质也足够吸引人,问题是,她已经六十有五了。 知道她底细的人,要么就是为了贪图个新鲜品尝一下她的肉体,要么就是别有用心,不可能会对她推心致富,并且放心地接受她。 所以,选来选去,各大诸侯肯定不可能,天子这边更加不可能。 那些大商家倒是符合她的条件,问题是,哪个精明的商人会单纯因为她的美色而接纳她? 肯定诸多利用。 想来想去,恐怕也就只有王胜这个新贵,最符合她的要求,也最可能接纳她了。 懂了。 王胜冲着弹台瑶笑道,前辈尽管在侯府住下,和强威姐一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把这里当成家就好。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简单,弹台瑶冲着王胜点头笑了笑,转向了强威姐这边,强威,侯爷大访,你也别遮遮掩掩了。 强威姐答应了一声,然后就在王胜和媚儿疑惑的眼神中,冲着媚儿道,请夫人帮我准备个洗脸和化妆的房间。 王胜莫名其妙的看着媚儿带着弹台瑶和强威姐一起到了后面的房间当中,大惑不解。 不过女人清洗和化妆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过去,这是常识性的礼节,王胜也没有犯这种大逆不道的错误,坐着静静的等着。 啊!怎么会这样? 太神奇了! 用这个,这个好看,这个颜色好看,穿这个。 媚儿的声音即便隔着几个房间,王胜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三个女子在后面房间当中打水洗脸梳头化妆换衣服,王胜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过程中,不时地夹杂着媚儿的声音,一开始惊讶,后来的惊叹,再后来给建议,听起来十分开心。 足足有半个时辰的时间,王胜才听到三人慢慢走出来的声音。 这么长时间,王胜手边的茶水都换了三壶了。 听到已经到了门口的脚步声,王胜抬起头,然后猛地睁大了双眼。 三个人,媚儿和蛋抬肴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还是刚刚出去的模样。 可是,一直是一个中年大姐的强威姐,却已经变成了一个娇媚无双几乎要熟透的女人,看年纪,最多只是花信年华。 眼睛还是强威姐的眼睛,鼻子也没什么变化,嘴巴也同样,但是脸颊却瘦了许多。 之前是一个略带点胖和皱纹的圆盘脸,现在却变成了标准的鹅蛋脸。 想来之前肯定是用什么一容的东西填充的,脸上的皱纹也消失不见,光滑异常。 强威姐在媚儿的指点下化了点淡妆,换了一身素雅的衣裙,不再是风尘仆仆的样子,发型也变了一个样,不再是之前在无忧城的时候那种随便一碗的发型,十分配现在的脸型。 不光是脸上头上的变化,就连强威姐的腰身好像都细了许多,盈盈一卧。 胸前的饱满,虽然赶不上媚儿,却也十分的伟岸。 走起路来,再也不是无忧城里的那个杀手大厅的市井泼辣女子,而是一个经受过良好教育的淑女大小姐。 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强威姐就从一个中年之心大姐,变成了一个年龄至少减了十几年的花信少妇。 地球上的时候王胜就从一些视频网站上见过这种大变活人的神奇的化妆术,没想到在元魂世界中,竟然就在王胜的面前活生生的上演了。 也难怪,强威姐是弹台瑶的弟子,又怎么可能是那种不修蝙蝠的市井女子。 这不过是她在无忧城的一个伪装而已,太正常了。 强威姐真漂亮。 王胜由衷地赞叹道。 赞王看到了媚儿和弹台瑶的表情,马上接着赞道,媚儿和弹台前辈也是天下无双,我有眼福了。 两个大小美人立刻脸上也带上了笑容,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 不用再叫前辈,叫我弹台姐就行。 弹台瑶人老可心不老,一听王胜还在叫前辈,马上出声纠正。 弹台姐。 王胜从善如流,马上改口。 对王胜来说,可没有那么对死板教条的君臣师徒伦理什么的,怎么叫都行。 强威姐这么漂亮,怎么忍心在无忧城蓬头垢面那么多年。 王胜请三个美女再次坐下,才好奇的问道,换成是媚儿,肯定打死也不愿意那个样子的。 媚儿在一旁不停的点头,完全同意王胜的意见。 爱。 苦了强威十几年。 弹台瑶长叹了一声,才冲着王胜解释道,其实强威都是因为我的命令,才在无忧城一呆就是那么多年,也算是给我们师徒留下的一条后路吧。 现在也果然用上了。 二十年前,弹台瑶就已经察觉到了凯旋宫上下的一股不安分的气氛在蔓延,那个时候凯旋宫还是一个隐世宗门,可公主和几个长老似乎已经有了更大的野心。 意识到不对,弹台瑶就开始慢慢的安排自己的后路。 强威姐就是在弹台瑶的安排下到了无忧城,一待就是十几年,从当年一个十几岁装成熟的小丫头变成了混迹市井中的强威姐。 弹台瑶也不隐瞒,她当年找的后路就是无忧城主。 一旦凯旋宫出事,弹台瑶就打算马上投到无忧城主的门下。 不过,王胜几年前横空出事,越来越厉害,名声越来越大,发展得也越来越强,这才让弹台瑶觉得有了更好的选择。 之所以选择王胜,其实和妹儿也有关系。 王胜帮助妹儿的经过,强威姐很清楚,这也让弹台瑶意识到,王胜相对来说更有人情味,和这样的人合作,会更加的舒服。 第741章 人送到了,上 送上门的两个大美女,其中一个还和王胜有交情,本来王胜就是打算照顾她的。 多了一个师傅,这是多大个事情吗? 对王胜来说,偌大的侯府偌大的产业多养一个伪传奇境界的高手完全没有问题,何况这个高手一段时间适应之后,会成为真正的传奇高手。 光凭这个,王胜就可以不计报酬的供养弹台瑶。 对了,侯爷,出发之前,城主府的老管家让我把这个给你带来。 说到这里,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强威姐和弹台瑶的归属。 强威姐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一般,从自己的那戒当中拿出来一个东西,递到了王胜面前。 王胜接过来,一个红色的金属牌。 造型和之前王胜拿到的那块青色的牌子一模一样,连后面的字都一样,不用问,这是专门给王胜打造的。 代加大长老,代加那么多高手,加上凯旋宫上百名高手,按照分数计算,已经超过了红牌杀手的分数。 强威姐现在似乎又变成了那个杀手大厅的专属服务专员,只是变得越发的年轻漂亮而已,盈盈的冲着王胜笑着介绍道,所以,侯爷你现在已经是无忧城的红牌杀手之一了。 这个世上,几乎每一个大家族大宗门的内部高手,都在无忧城有赏格。 就连王胜自己,也一样有赏格,只是没有人动手而已。 但既然动了手,人死了,那么分数就会计算到杀人的人身上。 王胜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分数一路飙升,飞快地进入到了红牌杀手的行列之中。 算起来,侯爷应该是最快冲到红牌杀手的人了。 强威姐很是郑重的冲着王胜笑道,这是城主府的老管家说的,说是一点都不夸张。 别人杀人都是一个一个的杀,可王胜不同,一群一群的杀,分数能长得不快吗? 这下王胜可以到灵须老道士面前显办了,师弟咱也是红牌杀手了,不会让师兄专美于钱。 也就是说,以后我要是出手,架码也不一样了。 王胜笑着问道。 对。 强威姐很会凑去,普通的架码不算个几倍,侯爷你都可以不用理会。 说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了出来,气氛说不出的融洽。 就是王胜不一小心就会看到三个美女笑得花枝乱颤的美景,得不停地用林字诀让自己静下心来才行。 说起来,妾身见过这么多高手,没有一个知道妾身有传奇境界的。 旁边弹台窑也适时的开了口,依旧还是一种震惊的语气,可没想到,还没见到侯爷,只是在车子里,就被侯爷看穿了底细。 侯爷,你的那一门灵气探查的手段可真是乐得呀。 想学? 王胜笑了笑说道,这是老军官的一门绝学,如果你愿意加入老军官,而且和你修行地功法不排斥的话,完全可以学。 暂时还是算了。 弹台窑很聪明,知道事隔而止,马上摇头道,等我先把身上的力量适应了再说吧。 王胜点点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一般都不会太贪婪,看来弹台窑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相处的人。 侯爷,这么着急的把我从吴忧城叫到京城,是有什么麻烦吗? 大家说笑着好一会,强威姐才问起了王胜把她召集到京城的用意。 是这样的。 王胜也不隐瞒,把强威姐叫来就是让她帮自己解决问题的。 很快,王胜就把三国送了自己六百多个美女高手的事情和强威姐说了出来。 有六百多人。 强威姐还没说什么,但台窑已经惊呼出声,脸上一阵开心,又一阵焦急,但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 强威姐也是十分的惊讶。 要说凯旋国被灭一个都跑不出来,他们一点都不意外。 那几个家伙有了实力不足以匹配的野心。 灭亡是早晚的事情。 但还能有六百多个美女高手,这就让人惊讶得很了。 等人来了,我先见一见,然后再说。 强威姐没有直接拍胸脯给王胜保证,而是很谨慎的表示要先见一见人才能决定怎么做。 王胜表示理解,要是强威姐什么都不管只管点头答应,王胜反而要担忧了。 要知道强威姐十几年的时间都在无忧城里,和宗门里的人相熟的应该不多,看情况再说才正常。 强威姐和弹台瑶在,王胜也不怕那么多的凯旋宫的女人出什么幺蛾子,现在府中没什么大事,大家只管先住下来慢慢等着人送到就行。 左右不过就是等几天的时间,不着急。 魅儿很热情的招呼强威姐和弹台瑶住下,热情的招待,热情的打探着弹台瑶那种青春永驻地功法,简直变成了一个见到了偶像的小粉丝。 侯府之中的环境经过先后差不多快一年的改造,王胜和媚儿不计代价的金币扔进去,现在侯府简直就是一个修行宝地,灵气充沛,环境优雅,更别说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是极品,用句不客气地说,在侯府中生活修行上一天,顶外面十天。 凯旋宫也曾经阔过,可是和王胜的侯府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强威姐和弹台瑶以为长盛侯府最多也就和吴忧城的府邸差不多,和凯旋宫的公主居所差不多,现在住进了侯府才发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光是在侯府的环境上,媚儿已经先后砸进去了两亿金币。 说句不客气的话,皇宫的整体造价,也未必能和长盛侯府现在相提并论。 别说王胜妹儿以及强威姐和弹台瑶吃的用的东西,连那些护卫下人,每天的消耗都能让一些号称大富之家的人惭愧致死。 更让两女惊讶的是,侯府的护卫不必说,连下人们的修行都十分的努力,有空闲的时间都会练习击下。 惊讶之余,强威姐也未免好奇,冲着给自己分派的侍女一问,才知道长盛侯府中还有一个奇怪的家规。 所有落入奴籍的下人,只要能修行到四重径的修为,侯府就会给他解除奴籍,变成良人。 侯府会聘用他继续工作,但不再是奴隶。 这个规定,让所有的侯府下人都是不停的努力修行。 第742章 人送到了 下 可以说,长盛侯府中,除了媚儿带来的那批人以及后来老军官支持的护卫之外,其他人全都是从七皇子和当年的四位重臣家里被超眉贬入奴籍的。 要是别的高门大户,这些人基本上就意味着终生无望,一辈子是奴隶,生死不能由自己做主,婚配更不用说。 甚至于生下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奴籍,也就是所谓的家生子,生生世世世主家的奴隶。 但王胜毕竟是从地球上来的,接受这些人,但不表示就一定要依照这个世界的规则生活。 况且,那些人从此没有了希望,也未必就会对侯府尽心尽力。 王胜给了他们一个脱离奴籍的希望,也激起了他们对生活的渴望,特别是王胜还在侯府之中提供了如此优厚的修行环境。 只要不是元魂扎道不入流的那种,全都在努力的修行。 整个侯府给人的气象,就是一种生生不息,活力无限的感觉。 这种气氛影响的不只是那些奴隶们,就连天子派到王胜身边的那些眼线,都被有意无意的影响。 有些事情是一定要汇报的,但是那些可汇报可不汇报的事情,基本上大家都默契的谁也不提。 特别是第一个变成了良人的王管氏,拿到自己的良民身份之后,当天就在侯府当中哭了一天。 第二天就精神百倍的将侯府之中的大事小情都经营得越发的上心。 魏儿也会做人,在王胜的暗示下,魏儿给王管氏在不远的地方置办了一处房产,还给王管氏找了一个带着孩子生活的寡妇做老婆,王管氏是嫣人,注定无后,但寡妇带来的孩子却改姓了王,算是继承王管氏的香火。 只这一件事,就让王管氏直接把自己的命卖给王胜了。 以前王胜从法场下把王管氏救下,可以说是救命之恩加上皇权的威慑,让王管氏为了自己的性命老实的管理侯府。 可现在,王管氏是自己把王胜当成了自己要一辈子效忠的主人,哪怕成了良人,心中也始终认为自己是侯府的奴仆。 另外有几个侍女和奴仆也马上就要达到标准,魏儿夫人也已经特别关照过他们,只等他们修行一到,就会给他们安排几个小管氏的职位。 众人正摩拳擦正的努力的提升着自己,只等着放粮那一天的到来。 强威姐的侍女就很羡慕王管氏,她以前没机会,现在却已经在侯府中修行到了三重镜。 相信再有几年的时间,她就能和王管氏一样成为良人,成为侯府雇佣的一个小管氏,而不是奴级的下人。 在侯府的华贵客房中,强威姐和淡台窑安睡了一夜,第二天,才在魏儿的陪同下参观了一下侯府。 自然,两女也看到了王胜那些与众不同的练功房当中的器械和那个巨大的游泳池。 参观到这边的时候,王胜正在游泳。 护卫们当然不会拦住魅儿夫人和两位贵客,于是三女看到的就是王胜只穿着一条紧身的短裤赤着上身在游泳池中来回驰骋,运动之时,身上的肌肉线条不停地变化着,让魅儿看得眼睛都拔不出来。 只是魅儿的话,王胜当然无所谓,肯定继续。 不过既然有强威姐和弹台瑶两位客人在,王胜就不能那么失礼,游到永池的那头之后,飞快地上岸,几个侍女擦干净,换了一身干爽的服装,这才到了三女面前。 侯爷这修行方法倒是别致。 弹台瑶笑着言道,和我们修行的永春功法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永春功法就是凯旋宫那套助演美容帝功法,魅儿昨天套了好久的话,才套出来这个功法的名字而已。 不过这名字一听就让女子喜欢,永春永春,岂不是永保青春? 适量运动本就是健身美容的良方。 王胜笑了笑道,修行之道,殊途同归,道理是共通的。 但台瑶目光中亮光一闪,倒是没想到王胜会说出这番话来。 看着波光淋淋的游泳池的水面,呼得开口道,妾身也想借侯爷这些器械练习练习,不知侯爷可否允准。 随时过来就行。 王胜笑道,这是多大个事情。 只当自己开了个健身房,然后有漂亮妹子过来要用用器械,难道自己还会拒绝? 这些东西可以美容助演。 魅儿也来了兴趣,马上跟着道,我也要。 有魅儿这个调皮鬼,王胜还能说什么? 看着魅儿兴冲冲的冲到了王胜用来负重练习的负重服那边伸手想要拉起来,负重服却是一动不动的样子,王胜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眼看着魅儿撅起嘴巴冲着自己表示不满,王胜只能冲着三女道,这些器械需要重新设计一下,我去找几位大宗师做几个适合的。 王胜这些器械,全都是需要基敦的力量才能使用的,三个娇滴滴的美女怎么可能? 说不得王胜也只能找铁佬她们,先打造一套地球上的健身房的器械让她们使用起来。 现在看起来,三女能进行的唯一的运动就是单双杠和游泳了。 天气炎热,你们可以试试游泳。 王胜好心的建议道。 目光扫过了三女飘逸的衣裙,想象着三女完美的身体,忍不住又开口道,你们这些衣裙也不适合,等安顿好了三国送来的人,我给你们设计几件运动和游泳的服装。 听到王胜的话,但台瑶和强威姐还没什么感觉,可媚儿已经露出了惊喜的目光。 王胜说要亲自设计几件运动和游泳的服装,那一定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好东西。 说不得润滋房又可以大规模的扩充了。 在众人安静的等待中,三国押送礼品的队伍终于赶到了京城。 一到京城,队伍就分成了两队,一队押运着大量的车子和箱子直奔皇城,另一队,则是带着一大群披着披风带着投杀的女子浩浩荡荡的直奔长盛侯府。 媚儿早已经在侯府不远的地方一处刚刚被查抄送给侯府的一座王爷府中清理出了足够的地方,人一到,就全都送到了这座王府之中安顿下来。 王胜没有出面,媚儿和强威姐以及弹台瑶一起,连妹去见这批三国送过来的美女高手们。 第743章 长盛侯府足够大,也能放得下那么多的美女高手,但媚儿还是坚持要把他们先放到外面那个已经归属王胜的王府之中。 说到底,这些女子到底值得不值得信任,还需要媚儿来判断。 王府也足够大,安排六百多个美女高手绰绰有余。 之前已经腾出来足够的防射,也配了足够的奴仆,只等着接收人了。 三国各自派了一位代表过来面见王胜,冲王胜说了不少的好话。 王胜也感谢了三国为自己出气,并感谢了三国送来的礼物,宾主都是满脸笑容一团和气。 媚儿和梁女是当天下午过去的,但直到第二天晚上,媚儿和梁女才再次回到了侯府之中。 回来的时候,媚儿的脸上满都是笑容,看起来十分的开心。 至少有一小半人弹台姐姐认识,都肯听弹台姐姐的话。 媚儿开心就是因为这个。 本来弹台瑶有着助言心法已经让媚儿快要巴结了,现在三国送来的女子有二百多人都认识弹台瑶,都肯听话,自然是让媚儿喜出望外了。 他们以前都是我的弟子。 弹台瑶紧跟着叹了口气,脸上没有媚儿那般的欢喜,反倒是一片的悲哀,差不多都是凯旋国封侯建国之后,离开尹堂的弟子。 强威姐的脸上也不好看,王胜一眼就能明白他们两个为什么会这么悲哀。 我以为他们和以前那些弟子一样,是自己出去找了一个好人家,给凯旋公换回来一笔收入,也给自己找了一个好归宿。 但台瑶低着头,难过得几乎都要哭出来了,没想到,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凯旋国,而是被公主和长老们当作了私宠。 分封建国之后,凯旋国的收入大增,自然不需要用这些女子来换取金币。 每个人能拿回来的几十万金币对于凯旋国来说根本就不再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凯旋公的公主和长老们马上就看上了这些自家宗门培养出来的绝色美女,一个个的瓜分。 从国主到众臣,每一家都有。 王胜见过不少人性的丑恶,在战争的背景下,人吃人的事情都发生过,不足为奇。 可是,当宗门富贵之后,这些人不是给自己的弟子安排更好的生活,反倒是自己霸占了他们,只能说,这些家伙全都是禽兽。 凯旋公不愁金币,那他们吃饱了称的去谋夺润资房。 王胜想不明白这点,很是有些气愤的问道。 他们缺金币,但他们已经不想把这些霸占的弟子送出去了。 但台瑶冷笑道,真以为我这些弟子是任人拿捏的不成。 只要他们沾上了,还想要摆脱。 早就欲罢不能了。 再给他们几年的时间,凯旋公国主的后宫和那些重臣的家里要再有别的女人,我跟你姓。 这么说,润资房其实并不是凯旋国主想要动的,对吧? 王胜已经从但台瑶的口中听出了他的意思。 那些家伙霸占了隐堂的弟子,但隐堂的弟子却十分出色,把这些家伙迷得不知道东南西北,被牵着鼻子走,然后派人袭击了润资房。 只是有几个弟子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说自己喜欢润资房的化妆品而已。 但台瑶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把其中的经过说了出来,他们自己要讨美人欢心,怪得谁来。 这天下,还有女子不喜欢润资房的化妆品的吗? 说的也是。 王胜点头道,自己作死,怪得谁来? 没人逼他们送死,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怨不得别人。 你不觉得他们是红颜祸水吗? 但台瑶很意外,原以为王胜会迁怒这些女弟子,没想到却说出这番话来。 什么红颜祸水? 王胜冷笑一声,自己没有担当,做错了事情却把根源推到女子身上,算是什么英雄好汉。 凯旋公以前好大的名声。 不过如此。 尽管但台瑶自己就是以前凯旋公的人,可听到王胜的这句话,却没有一点的怨恨和不满,脸上只是那种被理解的感激,眼角甚至渗出了泪滴。 就是。 为而接过王胜的话头,自己做错了事情就自己认,把过错推到几个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的女子身上算怎么回事。 哎,都是可怜人。 王胜也长叹了一声,冲着魅儿问道,都安顿好了。 既然来了,就别让他们吃苦。 安顿好了。 魅儿飞快的点着头,那些姐姐们路上吃了不少苦,押送的那些家伙连顿饱饭都没给他们吃,一个劲的赶路,一个个都累坏饿坏了。 狼吞虎咽的吃喝了一番,这会已经安排睡觉了。 王胜点点头,表明知道了,然后又问道,有一小半人是弹台姐的弟子,那另外一大半呢? 另外的那一大半是原本凯旋国范围内的散修,凯旋国封侯建国之后,大肆搜刮高手,把他们强征到了军中。 魅儿没回答,回答的是强威姐。 说完这些,强威姐也是一声叹息,那些家伙做别的不行,挑选美女倒是极有眼光,把这些最漂亮的都充实到了王公后宫和众臣的家里,祸害了不少人。 那就是说,这些其实都是有战斗力的高手。 王胜已经不想关心凯旋国高层这些狗屁倒造的事情,只是捡自己最关心的部分问道。 对。 强威姐点头道,不过,那些家伙致死都不敢相信,三国的高手攻打过来的时候,这些女高手一个都没有出手,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斩杀。 估计他们到死都闭不上眼睛。 恩,作恶多端,死不瞑目,该。 王胜随口给了那些家伙一句这样的评价,然后问道,这些高手现在怎么样了? 三国这边也不好处置,杀了暴殿天物,放了又怕有祸患,所以把包袱扔给你了。 强威姐说起来也是恨恨不已,怕他们路上反抗,一路上都是绑着送过来的,吃了不少苦。 有些伤势都没有恢复,夫人已经安排御医给智商了。 他们底子很好,用不了几天就会恢复。 第744章总有人,下。 京城和路上的人们只看到了那些队伍里女子都是身上披着披风,脸上戴着面纱,谁又能知道,在披风下面,这些女子都是被绑着呢。 从凯旋国大胆方方的一路赶过来,半个多月的时间,这些女子被绑着,可是没少吃苦头。 吃喝被限制不说,恐怕有很多地方都不方便。 也幸亏王胜没有第一时间过去,否则的话,过去看到的肯定不是美女,而是全身臭烘烘的一群邋遢女人。 半个月不洗涮不化妆,身上再有些味道,再漂亮的女人也会变成叫花子模样。 被陌生男人看到自己这样狼狈的模样,不管是不是美女,那些女人也会恨死那个男人的。 王胜不过去,让三女过去,才是给他们留足了面子。 有一群高手也挺好,要是六百多个全都是那种迷死人不偿命的妖精,王胜恐怕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远远的发送到别处。 凯旋国的灭亡,这些女子处心积虑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能把凯旋宫高层上下全部都迷住的女子,那是什么概念? 这样挺好,这群狐狸精有强威解师徒能够镇压住,那些美女高手根本就没有为凯旋宫的那些家伙们复仇的心思,凯旋国他们肯定回不去了,王胜有把握能把这些人安排好。 晚上休息了一夜,转头三女再次去了那个王府大院之中。 六百多个美女,身上带伤的,路上受了风寒的,一个个的都要嘘寒问暖的照顾道。 这是王胜说的,尽可能的给他们一种家的感觉。 光是让那些女子休整,就足足耗费了五天的时间,总算是都恢复了精神。 就算是伤得再厉害的,在侯府强大的丹药支持下,也稳定住了伤势,快速的恢复起来。 最重要的是,蓬头垢面十几二十天的女子们,也总算是有了梳洗打扮的心思,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能见人了。 王胜是在第七天的时候,才到了那个王府中的。 就在王府那个最大的中堂前,王胜见到了所有的女子。 六百多人,把那个广阔的大院挤占得满满当当的。 王胜这是第一次有美女如云的感觉。 各种风格各种气质的美女,环肥艳兽,莺莺艳艳的站了一院子。 娇声细语虽然声音低,但王胜现在什么耳朵,说句不客气的,众女当中哪怕有一个人多呼吸了一口气,王胜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个王府当中,之前安排的全都是女性。 护卫是女性,伺候的全都是侍女,没有奴仆,奴仆只在外院干一些粗活,完全听里面的侍女们指挥。 可以说,这几天之内,这些女高手们就只见过女子,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子。 当然,这样的安排让这些可怜的女子们心里好受了一些。 毕竟远隔数千里离开了家乡来到了陌生的京城,一路上还遭遇了那般非人的折磨,好容易到了目的地,那般的丑态要是被那些可恶的臭男人看到了,岂不是要羞愤欲死。 还好,众女在这边见到了但台瑶和强威姐,立刻心定了许多。 为而也忙着招呼,一点都没有嫌弃,众女才慢慢的安定下来。 把大家集中到一起,就是为了让他们见一见明动天下的长盛侯王胜,也是他们日后的主人。 众女并不知道自己以后的命运如何,各自怀着忐忑的心思,集中到了院子当中。 看到高大的王胜出现,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还忐忑不安的众女好像忽然之间被什么和煦的风吹过,心中的紧张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没人知道,王胜只是一个小小的林子爵,就让大家都镇定了许多。 我就是王胜。 王胜站在了一个椅子上,高高的能看到所有人,也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自己。 刚说完这句,就在王胜不远处的人群中,呼得传出一声利喝,肥子受死。 两道红色的倩影如同魅影一般从人群中两个方向飞出,奇奇地冲着王胜扑了过去。 两女的手上,各自拿着一柄短剑,满脸的杀气,仿佛和王胜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也不知道他们的短剑是藏在哪里的,居然经历了半个多月的绑复行军,还有六七天的休养居然都没被人发现,也算是藏得极深了。 两个红衣女子站着的位置,一个距离王胜不过十步,另一个稍微远一点,差不多十五六步的样子,虽然同时发动,却并不是同时到达。 变身走夜,所有的女子都惊呆了,没等众人反应过来,距离近的这个女子就已经冲到了王胜的身边。 王胜却仿佛早已经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脸上没有丝毫的惊讶,甚至站在椅子上都没打算下来,就等着两女扑上来。 一伸手,王胜已经准确的抓住了第一个女子刺过来的短剑。 精妙的太极手法之下,轻轻一抹就避过了短剑的锋芒,顺势捏住了剑身。 手腕一抖,带动了短剑的极具抖动,女子人在空中,剑上传来的距离让她根本就无法再握住短剑,手不由自主的松开了剑柄。 捏着剑身,王胜横过短剑,在空中的红衣女子肩膀上轻轻一按,手臂抖动肩,已经将这个红衣女子弹向了地上。 女子刚一落地,肩膀上呼得又是一股无形的力道传来,身体立刻身不由己的倒地。 周围的几个同样是凯旋国过来的女高手健壮,二话不说,上前就将那个红衣女子按住。 绝不能让她再起身伤到侯爷。 另一个女子这个时候才刚刚飞扑到弹台窑的面前。 没办法,弹台窑正好站在这个方位上,想要攻击王胜,就一定要经过弹台窑。 面对这样的情形,弹台窑也只是轻轻的长叹一声,一伸手就将红衣女子的肩膀抓住,只是微微一用力,第二个红衣女子就被掀翻在地。 力道之大,落地的时候女子手中的短剑就已经脱手飞出不知道飞向了什么地方。 同样也是几个女高手过来,将这个女子飞速的控制住。 女子飞出去的短剑,也被那个方向的一个女高手接住,慢慢的走到王胜的面前,剑剑冲着自己,剑柄伸向王胜,送了出去。 直到这个时候,第二个红衣女子才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弹台窑。 弹台窑不是隐堂堂主吗? 怎么可能一只手就让自己无法承受? 第745章 投名状 上 震惊的可不止是第二个红衣女子一个人,看到了那一幕的几乎所有人都在惊讶。 在场的女子当中,几乎每一个都和凯旋宫有关,一小半的人都是修行这种功法的,剩下的平日里都接触过修行咏春心法的人,况且一路上众人接触下来,哪里会不知道咏春心法是中什么样地功法。 正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咏春心法,所以才会那么多人惊讶。 要知道,刚刚第二个红衣女子,至少也是七重镜的修为,虽然才进入七重镜没多长时间,可也是结结实实的战斗升级上来的。 但台窑是大家都知道的尹堂堂主,专修咏春心法的,怎么可能一只手就把一个七重镜高手给拿下。 不过显然这个时刻并不是追根问底的好时机,众人在惊讶之余,也都看向了王胜。 看看长盛侯王胜会如何的处置这两个女子。 两个红衣女子都已经被抓到了一处,两人激烈的挣扎扭动着,可是在旁边每个人几个差不多同等修为的女子的控制下,两女除了扭动之外,没办法做出任何的其他动作。 冤有头,债有主。 王胜走到了两女的前面,也根本不防备周围的那些女高手,只是冲着两女说道,你们找我,是不是找错人了? 狗贼! 除了你还有谁? 两女似乎已经明白已无性理,破口大骂着。 我能理解。 王胜点了点头,反倒是很温和的说道,你们自己被人霸占,可是总觉得一夜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四海深,你们肯定是夫君被人杀了,所以要杀我报仇。 不过,我倒想问一句,我好好的做生意,凭什么就有人平白无故的打上门来要抢抢,还不许我反抗了? 你坐拥金山,自己守不住,怪得谁来? 两个红衣女子已经不再挣扎,其中一个冲着王胜宁笑道,要怪只能怪你自己无能。 说的有道理呀。 王胜不紧不慢的冲着对方反问道,可是我守住了,所以你们这些没抢到的人就得死,这道理也没错吧? 两个红衣女子顿时间语色。 其实王胜的第一个问题,真要辩论起来,凯旋国上下就没道理。 可两女硬是要胡搅蛮缠的掰扯弱肉强食的道理,那王胜也用同样的道理回敬,对方还真没那么好的口才,能把王胜说得哑口无言,反倒是自己没话说了。 你们当中,还有没有类似想法的? 王胜提高了声调,冲着在场的所有女子喊道,有的话,站出来,我以侯爷的身份保证,绝不为难你们。 六百多个女子,没有一个站出来的。 大家都几乎有着相同的经历,又有几个人会真的觉得自己应该为死去的那个强迫霸占自己的男人报仇血恨的。 也只有这两个脑子进了水的才会如此。 你以为我们都是傻子? 第二个红衣女子脸上戴上了凝笑,你永远也不知道谁还会对你怀恨在心,总有一天会有人娶你性命。 你们两个连为你们自己活的勇气都没有,我可怜你们。 王胜的声音毫不留情的钻进了对方的耳朵以及心中,你被人胁迫,被人强奸,被人虐待,可你自己不敢反抗不说,居然还顺从了那个欺凌你的男人,他死了你不开心,反倒还要为他报仇血恨。 你注定就是被人死了都踩在脚下带进坟墓的奴婢。 你们这样的人,简直就是耻辱。 看看你们身边的姐妹们,她们可曾有一刻放弃过反抗。 王胜丝毫不掩饰自己鄙视的目光和声音,哪怕打不过,也会在暗中努力的挣扎,努力的反抗着,等待机会。 你们把自己和他们相比,你们也配。 一番话说的周围的众女都红了眼眶,她们这些年被胁迫被强奸受了多少的苦,总算是有一个人明明白白的说了出来,有人能理解。 至于那两个红衣女子,哪里还敢和王胜对视? 除了双眼中依旧还有仇恨的目光之外,却是再也不敢抬头,周围众女的目光就让她们两个简直无地自容。 我说过不为难你们,就不为难你们。 王胜摇头道,两个已经没有灵魂的曲窍而已,送他们出府,让他们爱上哪上哪去。 说完,王胜自己走回到了中堂的椅子上坐好,静静地等待着众女把人送走。 但抬摇很是有些意外地看着王胜,又低头看了看两个被控制着的红衣女子,冲着强威使了个眼色。 强威立刻会议,上前几步走到了第一个红衣女子面前,慢慢地蹲下来,冲着她说道,侯爷大度,放你出府。 不过,我告诉你,你出了这个府邸,就只有一个结果。 唐下冯三国的人会把你再次抓起来,没有了侯爷的庇护,你只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扑哧,一声轻响,红衣女子的脸上顿时间露出一股痛苦加上不可思议的表情,呆呆地看着强威。 强威却丝毫不为所动,只是把手中原本属于红衣女子的短剑用力插得深了一些,同时口中道,你辜负了我们这么多姐妹这些年的苦难,既然你心中放不下你那个已经死去的夫君,那我就亲自送你去见她,也免得你再出去受苦。 说完,强威猛地抽出了短剑,红衣女子的鲜血立刻飙射了强威一身。 但强威没有半点的躲闪,只是紧紧盯着红衣女子的双眼,直到她不甘心的目光慢慢地涣散。 整个过程,那几个按着红衣女子的女高手都没有放松一下,似乎大家都是同样的心情。 但抬摇也慢慢地走到了第二个红衣女子面前,站在原地,低头高高地俯视着那个女子,冷冷地摇了摇头,你都听到了。 放心的上路吧。 啪,但抬摇一掌重重地拍在了那个红衣女子的脑门上。 红衣女子连丝毫的挣扎都没有,身体就软软地垂了下去。 看着这一幕,王胜不动声色,但媚儿的眼中却多了许多的笑意。 但抬摇和强威姐两个这样的举动,就仿佛两张头名状一样,把她们和王胜牢牢地拴在了一起,这才让媚儿越发地放心。 第746章 投名状 下 侯爷,能不能先请侯爷你先回避一下,妾身和姐妹们商量商量。 处置了两个对王胜出手的红衣女子,但抬摇很是有些抱歉地冲着王胜请求道。 王胜二话不说,起身冲着但抬摇和强威姐笑了笑,和媚儿一起转身离开了中堂,只留下一院子的美女高手们和两具尸体。 初次见面并不是很愉快的见面,动了手,死了人,反正不那么痛快。 王胜倒还无所谓,媚儿却已经有点要诈了。 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明明是侯爷给了他们活命的机会,他们居然恩将仇报。 两人是直接回了侯府的,距离不远,走路就到了。 可媚儿却是有点气坏了,暴怒无比,差一点就要下令把王府院子里所有女子都抓起来言行拷问了。 这也值得生气。 王胜却比媚儿看得开,从地球上到这个元魂世界里,没有哪个人是被所有人都喜欢的,王胜自己更不可能。 王胜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从来没有抱着人人爱我的想法,就算是奴隶当中,也未必就没有痛恨自己的,更别说凯旋国过来的人了。 凯旋国整个都因为王胜而灭国了,人家还不能恨他。 然后伺机报仇。 六百多人当中,王胜以为至少会有十个人会对自己有杀心的,不过到了现场,王胜敏锐的感知也只是发现了两个,这已经很让王胜意外了。 在王府院子里,王胜是真的没打算杀那两个女子的。 根本没必要,正如强威姐所说,只要把她们赶出去,三国的人自然知道该怎么做,他们两个的结局,绝对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但台瑶和强威姐的表现也让王胜很意外,果断的杀了两女,来博取王胜和妹儿的好感,同时也算是镇住了那些女子。 就是不知道接下来她们谈什么,能谈成什么结果。 强威姐王胜没有多期待,但弹台瑶,貌似是一个能给自己带来惊喜的人。 这一等,就又是一天的时间。 王胜安心的修行练功睡觉,直到第二天的上午,才再次见到了弹台瑶和强威姐。 依旧还是妹儿和王胜一起,弹台瑶和强威姐昨天一整天加上一夜都在和那些女子在一起,不知道谈了些什么。 王胜出于考验弹台瑶和强威姐能力的目的,并没有去窃听她们到底谈了什么,现在就等着弹台瑶和强威姐给自己一个答案。 侯爷,问你个问题可以吗? 弹台瑶一开口并没有马上介绍现在的情况如何,而是冲着王胜问道,侯府的那个规矩,还算数吗? 哪个规矩? 王胜不解的问道。 府中的奴仆下人,如果修为达到了四重境,就可以放粮,以粮人的身份离开。 弹台瑶很平静的问道,可以继续和侯府以雇佣关系合作,也可以随时离开。 算数。 王胜毫不犹豫的点头。 这规矩是王胜自己定的,当然算数。 妹儿却直接瞪起了美丽的大眼睛质问道,这是想干什么? 还没进侯府,就想要离开吗? 没想到弹台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个,难道是他们根本就不想待在这里吗? 送过来的这批美女都是高手,不管战斗力如何,按照修为境界计算的话,每个人的修为都远超过了四重境的境界。 也就是说,这些人只要一进了侯府,按照侯府的规矩,他们就应该被放粮,然后成为粮人,随意离开。 要是侯爷还认账的话,那按照侯爷的规矩,他们的确是可以放粮了。 但台瑶笑着冲着王胜说道,侯爷,这样的话,也要认那条规矩吗? 认。 王胜再次肯定的回答道。 旁边妹儿已经着急的要跳脚,但被王胜抓住小手轻轻握了握,妹儿立刻老实了下来,靠在王胜旁边,再也不说话。 我就知道侯爷大气。 但台瑶笑着冲王胜竖起了大拇指,所以,昨天我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侯府的这条规矩,让他们自己选择。 妹儿差点就要再次跳起来。 让那些女人自己选择,拜托,他们是别人送给王胜的礼物好不好。 哪个主家还没仔细的看看自己的礼物,礼物就不是自己的了。 换谁谁能接受? 他们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马上借机要侯府放粮。 王胜却再次压下了妹儿,慢慢悠悠的说道。 妹儿被王胜拉住,王胜的手上又传来一阵温暖,让他愤怒的心情立刻平静了下来。 仔细的听着王胜的话,心里琢磨着。 王胜说完,呼得有些好奇的问道,他们不会突然集体犯傻,这么好的机会不把握吧? 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听着王胜这个比喻,但台瑶立刻捂着小嘴笑了起来。 强威姐也是哑然失笑。 还好,三国那边送给你的都是聪明人,所以,大家一致决定,请侯爷依照侯府的规矩,给他们放粮。 但台瑶笑完之后,很认真地冲着王胜说道。 好说。 王胜点点头,马上吩咐妹儿道,今天就派人和衙门那边打招呼,让他们派些稳妥的人到府上,把放粮的文书做好。 妹儿尽管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但王胜的吩咐妹儿是一定会听的,站起身来,拉着强威姐就去操办,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王胜现在如日中天,别说叫衙门里派几个人到府上办事,就算是直接叫他们的主官亲自办,他们也不敢有半个不字。 当然,但台瑶和强威姐却明白,这是王胜很维护他们的做法,知道那些女子长相漂亮,带到衙门肯定也是麻烦,特意照顾他们面子的。 侯爷真是好气魄。 但台瑶再次冲着王胜竖起了大拇指。 不服不行,六百多个大美女,按照道理来说都是王胜的奴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种,结果王胜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的就放凉,光是这份心胸气度,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另外,也再次侧面说明,王胜一直没有打他们的歪主意,绝不是一个好色之人。 说出来有些不好意思。 但台瑶嘴里说着不好意思,可还是说出了口,放凉之后,大家还是想和侯爷你继续合作。 第747章 美女高手的条件 上 合作 王胜失声笑了出来,好吧,什么方式的合作。 但台瑶也被王胜的这一声笑弄了个大红脸,合作的提议其实是他提出来的,但也是那些美女们没办法之下的必然选择。 唯一的区别,就是以前是王胜的奴隶,现在是以合作者的身份脱币在王胜的侯府而已。 让那些美女放粮没问题,王胜也不喜欢奴隶。 可问题是,这些美女成了平民,然后呢? 他们还能返回凯旋国吗? 凯旋国都没了。 一旦他们回到原来熟悉的地方,毫无疑问会被现在的唐国下国和逢国再次抓起来,要么又一次给王胜送过来,依旧还是礼物的身份。 要么就是被直接霸占,身份上和之前在凯旋国毫无区别。 这世上,难道好色的只有凯旋国的王公重臣吗? 哪个地方的男人不一样? 也就是在王胜这里,王胜表现的不是那么冲动而已。 可王胜的身边并不缺少女人,妹儿夫人是一个,据说在无忧城还养了一个小的。 与其再次成为别的男人的禁卵,依旧还是以前的那种他们不愿意的生活,那么又何必要离开侯府呢? 王胜把大家全部放凉,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比那些以前见过的臭男人可好多了。 没有选择的情形之下,再和王胜说合作,显然这是王胜失效的理由。 王胜也深知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所以大方的将他们放凉,可他们终究还是得要看王胜的脸色形式。 你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或者给我一个机会。 但台瑶不掩饰自己想要照顾自己的那些女弟子的心思,让我和我的那些弟子们能平静的生活。 这点王胜相信,但台瑶的性格不是那种有野心的人,这一点和宋烟差了十万八千里。 看宋烟现在,暗中控制着宋国,分明就是实际上的宋国公,为高权重,把宋国经营的蒸蒸日上,远不是但台瑶可比的。 但台瑶似乎只想要一些平静的生活,如果不是有这些女弟子千类,王胜完全可以给她,不需要任何的代价,只因为她是强威姐的师傅。 可现在要加上那两百多个女弟子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王胜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养着二百多个这样美女。 我能有什么好处? 王胜丝毫没有因为但台瑶的娇若漂亮而心软,也没有因为那么多娇滴滴的美女而万乎所以,而是很冷静的问道,另外,除了你的那些弟子,剩下的那些女子怎么办? 大家都是一起来的,所以他们都愿意和我们一起共进退。 但台瑶先回到了王胜的后一个问题,其实大家的遭遇都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只是修行地功法不同而已,真的要出去了,又能有什么区别? 一说起那些女子的未来,但台瑶就是一阵的悲戏,脸上身上自然而然的散发出一股我见犹怜的气息,让人恨不能赶紧柔声安慰,生怕大点声音就会唐突了家人一般。 但那种楚楚可怜的气质又不会让人有些玩的心思,端的是能刺激男人那种保护欲望的极品。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那个问题。 可惜,但台瑶的招数在王胜面前几乎没有什么用处,王胜只是笑了笑,又煞风景地问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我能有什么好处? 但台瑶抬起头来,脸上的笑意盈盈,似乎很满意王胜的表现一般,哪里还有什么幽艳婉转的哀怨? 凯旋公的殷堂堂主,果然名不虚传。 只要你点头,我们所有人都愿意成为你的女人。 但台瑶一点都不脸红地说出了这句话,我们会给你打造一个众乡国,你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保证让你有这人世间最大的享受。 听起来是我占了大便宜。 王胜脸上堆满了笑容,乐得快要找不着北了,你确定你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我确定。 但台瑶很认真地点点头回答道。 包括你在内。 王胜的脸上又多了一丝玩味的笑容,看着但台瑶问道。 这,但台瑶犹豫起来,脸上浮现出挣扎不已的神色,好一会之后,终于做出了决定,咬牙回答道,包括我在内。 说完这句话,似乎已经抽掉了但台瑶体内的最后一丝力气,整个人都伪顿在地。 那种哀怨和愿意为了弟子牺牲的决绝合在一起,散发出一股惊人的魅力。 只要王胜伸手,他就愿意投进王胜的怀中。 但台姐,你好像忘记了一件事情。 王胜的声音平静地响起,如果我不放量他们,他们同样是我的,我一样还是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们拿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来换我本来就会做的庇护,是不是多此一举呀? 不一样。 但台瑶很认真地摇头道,身为奴隶的感觉,和平等地和你合作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至少能让我们保留着我们仅有的尊严。 如果是奴隶,你只能得到我们的身子,其他的什么都得不到。 但台姐,在你心目中,我是不是一个好色之徒? 王胜笑吟吟地再次问出口。 王胜是好色之徒吗? 但台瑶当然摇头。 怎么可能? 别看妹儿就在王胜身边千肯万肯,可以但台瑶的眼力,依旧还能看出妹儿依旧还是处子之身。 妹儿这样千娇百妹的美女,要是换一个好色之徒,怎么可能还会留着妹儿的完毕? 如果说妹儿是因为天生妹骨的缘故王胜不碰的话,千绝地理的那个阿妻,大家都说是王胜的女人,可但台瑶是亲眼见过阿妻并一起生活过几天的,分明也是个厨子。 好色之徒王胜身边的女子都是完毕。 这怎么可能? 如果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愿意用乾坤倒转的方法,增强侯爷的修为呢? 但台瑶看王胜并不为之所动,再次拿出了他早已经想好的另一个杀手锏,劝说王胜道,侯爷不但可以抱得美人归,还能增加修行,一举两得,如何? 第748章 美女高手的条件 下 乾坤倒转的法子,其实就是颂烟和王胜行周公之礼时给王胜施展的那种增加王胜修行速度地功法,这种功法各大家族都有,凯旋公自然也不例外。 但台瑶和一些女子也是下了血本,宁可损害自己修为的根本,也要和王胜达成这样的协议。 王胜甚至不知道但台瑶到底为了什么。 这么说吧,但台姐。 王胜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我个人觉得,上床这件事,并不是只要对方漂亮就可以的。 没有感情的话,不过就是个谢欲的工具。 我不希望看清你们,也同样不希望你们自己看清自己,做谴自己,明白吗? 王胜说得这么清楚,但台瑶怎么可能不明白? 一方面,但台瑶很感谢王胜最后这句不希望你们自己看清自己,做谴自己。 换个别的人,听到这个条件,早就急吼吼的同意并迫不及待的想要成就好事了。 也只有王胜,才会和他说这些,哪怕是凯旋公的高层都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语。 另一方面,但台瑶就有些苦笑了,这样的条件王胜都不点头,看来也只能拿出更符合王胜心意的条件了。 可从心底来说,但台瑶现在宁愿拿出比这个条件更苛刻的合作条件,来回报王胜的这番心意,只是因为王胜从来没有用那种普通人的目光来看待他们,做谴他们。 那么,帮你打造另一个隐秘的巢穴呢? 但台瑶这次是真的很开心,哪怕王胜逼迫他说出了最后的底牌,狡兔三窟,我们帮你打造另一个别人根本意想不到的根据地,如何? 狡兔三窟,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这是王胜在地球上训练的时候早就悲熟记烂了的东西。 选择狙击阵地,也不可能只选择一个。 选择逃跑路线计划,也不可能只准备一个。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的狡兔三窟。 你们人都在这里,别人一眼就能看穿,还说什么狡兔三窟? 王胜忍不住笑了出来,冲着弹台瑶问道。 别人眼中,自然这里是猴爷你养的一群美丽的花瓶。 弹台瑶也笑了起来,可如果这些花瓶每一个都能在短期内达到切身这样的修为境界呢? 王胜的目光陡然的锐利起来。 弹台瑶的战斗力虽然暂时还不行,但他的修为境界哪怕是王胜也是望尘莫及的。 九重境中期,传奇境界的高手,如果这里的每一个女子都成为这样的高手,那么所有看清这里的人都将会为他们短浅的目光付出后悔终生的代价。 那么多的传奇高手,怎么可能不被人看出来? 王胜摇了摇头,但台瑶估计也是想得太简单了,传奇高手那是普通人。 京城里不用多,突然之间有那么十几个传奇高手聚集在一起,皇家绝对会紧张得睡不着觉。 这也是为什么王胜召集了十几位大宗师,但他们身边总有一些天子安插的棋子伺候的原因,就是给天子看,让天子放心的。 侯爷你修行的这种老军灌地功法,能一眼看穿切身修为的,老军灌有多少人修行成功? 但台瑶忽然问了王胜一个别的问题。 事情牵涉到老军灌,但又和但台瑶的修为有关,倒也不算是但台瑶故意的打探老军灌的虚实。 对此王胜倒没有警觉到什么疑神疑鬼的地步,仔细的想了想,很认真的回答道,加上我,应该不超过十个人,其中九个都是老军灌最核心的高手。 灵虚老道肯定是修行的差不多,清晨清灵他们应该也有了一定的境界,大关主也是一个高手,其他的都是清自辈的老道士,就这王胜敢肯定的也只有灵虚老道一个能修行到杭自觉的境界,其他的王胜都不敢肯定。 这么说也是给但台瑶的一个小小的警告,免得他以为自己的伪装就没人能看透,大义施荆周。 皇家的人呢? 但台瑶又问了一句。 王胜想了想,摇了摇头。 皇家的人应该是没发现的,否则但台瑶进城,肯定会有人紧盯的,大家都当他是凯旋宫的隐堂堂主,都知道他修行的是助言功法,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 要说担心,天子更担心的是王胜中了美人计,而不是身边多了一个传奇境界的高手。 两个问题,王胜也明白过来但台瑶的意思。 既然出了老军官的一些高手之外连皇家功能都看不出来,那么谁又能想到王胜在眼皮子底下养着六百多个传奇境界高手呢? 那些不是尹堂弟子的女子,也能提升修为。 王胜有些不敢相信的问道。 只要他们改学咏春心法。 但台瑶飞快的回答道,改学了咏春心法,原先的修为境界不变,但战斗力会下降,等达到了切身这个境界之后,以前的战斗经验依旧还能发挥,说不定比切身还要厉害。 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但台姐你这样的境界。 王胜终于有些动心,如果京城里多一批这样的生力军的话,自己以后如果有什么闪失,妹儿的安全也能够保证。 就是不知道打造一批这样的高手需要多长时间。 看侯爷你愿意投入有多大,以及看他们自己的资质和元魂等级。 但台摇脸上终于浮现出了笑容,飞快地冲着王胜回答道,如果侯爷愿意大投入,那么唯一的限制就是他们元魂的品级了,他们每一个都愿意改学咏春心法的。 不过侯爷你放心,这批高手的元魂品级都不低,最差的也有八星级,凯旋宫的那些臭男人是把他们当作贴身侍卫培养的,资质都是上家。 八星元魂的这些姐妹,还是继续修行元先帝功法,暂时充当我们的护卫。 这样外面人看着也不会奇怪,有美女,有护卫,他们只当是侯爷养的一批禁卵而已。 我需要付出什么?王胜点了点头,开始认真地考虑和弹台窑他们的合作。 首先,我们需要侯爷你的信任。 弹台窑二话不说,马上开始说出自己的条件。 第749章 永春心法 上 信任 这要求,王胜直接就苦笑了起来。 信任是一句话的事情吗? 要真是一句话的事情反倒是好办了。 可惜,王胜做不出这种嘴上说着好听的,心里却始终防备的事情。 虽然我很想对你说,我完全的信任你们。 王胜说话的时候也一直是苦笑着,可我也不想骗你,但台姐,信任不是一句话能建立的,那是需要大家在长时间的相处之中才能慢慢了解慢慢认同,如果我现在说信任你们,那一定是骗你们的。 你要真的是马上说信任我们,我们也肯定马上告诉你我们信任你的。 但台瑶并没有因为王胜没有马上给出答复而恼怒,反而笑着开了一个玩笑。 王胜看得出来,刚刚的那个条件,其实又是但台瑶的一个小小的试探。 从但台瑶来到侯府之后,大大小小的试探已经有很多次了,王胜都不知道但台瑶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是从哪里来的。 也许是因为之前的经历让他很难毫无保留的相信一个人,不管做什么,都会做出各种试探的举动来确认对方的合作是不是真心。 也就是王胜,看在强威姐的面子上并不在意这点小小的试探,换个天子那样的,早就把他就地正法了。 我可以试着去信任你们,但你们也必须要拿出值得我信任的行动。 王胜想了想,还是给了但台瑶一个算是解决办法的方法。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迅速拉近你和他们的关系。 但台瑶很是一本正经的提出了建议。 王胜有些大惑不解,又有点感兴趣的看着但台瑶。 但台瑶捂着小嘴笑道,其实他们每一个都不介意你宠幸的。 相信我,他们会用你最喜欢的方式来取悦你,这样是不是熟悉得很快。 听着这个主意,王胜直接摇起头来。 但台瑶这是有多希望自己去祸害他的那些女弟子啊。 看到王胜的目光一直看着自己,但台瑶呼得挺了挺胸口,将自己胸前的伪案越发的突出,笑吟吟的问道,侯爷是不是想让妾身侍寝。 但台姐还是说说你们还有什么条件吧。 王胜忍不住叹息,不动声色的错开了这个话题。 第二个条件其实也很简单。 但台瑶依旧还是笑着,如同鲜花绽放一样的胶炎上满是让人心动的表情,让我们信任你。 我需要做什么? 王胜心中苦笑着,但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问出这个问题。 你说呢? 但台瑶的脸上,又是一阵让人眼热心动的表情,带着反问和白眼,却是异常的吸引人。 信任是相互的,也是合作的基础。 王胜百思不得其解,也只能硬着头皮说道,并不是说我宠幸了谁,就会真的马上信任谁,也并不意味着他会马上信任我。 这一点,相信经历了凯旋宫的事情之后,你们一定比我的感触更深。 凯旋宫的高层霸占了那些女弟子,显然是沉溺极深,每天都会宠幸的。 可是这并不妨碍这些女弟子处心积虑的用各种心思将那些高层送入死地。 你是不是嫌弃他们都是残花败柳? 但台瑶这一刻忽然的有些失落,双眼都有些泛红,如同那些女弟子的经历感同身受一般,死死的看着王胜,等着王胜回答。 王胜知道,这个问题要是回答不好,之前所说的一切都是白说。 可王胜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首先,我不会歧视任何人。 王胜十分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特别是他们明显是受害人的情况下,我只会痛恨那些残害他们的人。 对他们本身,我不会有任何的歧视,同时,也不会有同情。 王胜来自地球,作为一个特战军人,面对类似的受害者的时候,王胜从来都觉得是国家政府没有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从不会歧视被害者。 另外,现代地球上的某些观念,让王胜完全可以接受这些女子已经不是完毕的现状,王胜从来都不是纳藤魔的偏执狂。 真的要喜欢一个人,并不会因为有没有那层魔的存在而改变。 为什么? 听到王胜说不歧视的时候,但台瑶能感觉到王胜的认真,那是发自心底的,不会是假话。 可当王胜说他也不会同情的时候,但台瑶就忍不住有些不满了,脱口问了出来。 事实上,他们值得我钦佩,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 王胜盯着弹台瑶的双眼,很正式地说道,他们即便在身处那种逆境中,没有自暴自弃,没有放弃,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改变,反击,自我解救,这是让我钦佩他们的原因之一。 换成是我,也不会比他们做得更好。 王胜完全是发自真心的,他是真的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同情那些一直在默默抗争的女子,哪怕最后的结果是另一批更强势的人将他们当作礼物送给了自己,可即便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也还是通过弹台瑶和自己谈条件,也算是在始终如一的抗争着,想要改变自己的现状。 从未失去斗志,时刻在努力的人是值得钦佩的,而不是廉价的同情。 王胜很完整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达了出来,然后等着弹台瑶的反应。 弹台瑶从小到大,从一个普通的凯玄公弟子成为尹堂堂主又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步,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让他觉得每一句话都说中自己心坎的感觉。 那是一种被理解,被尊重,被当成人看待的温暖,让他这个六十五岁的不老妖姬,都有那么一刻想要不顾廉耻的扑在王胜的怀中痛哭一场的冲动。 如果他们只是想要感谢你呢? 弹台瑶强忍住那种冲动,冲着王胜问道,用乾坤倒转的方法感谢你一次,可以吗? 想着弹台瑶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想要让自己和众女上床,并让众女给自己施展乾坤倒转的方法,王胜脑海中呼得灵光一闪,永春心法并不是修行到了九重镜就能和弹台姐你一样拥有传奇境界的实力,对吧? 第七百五十章 永春心法 下 王胜这个问题一出口,弹台瑶的表情立刻就变了。 看着王胜,如同看着一个怪物一般,毫不掩饰那种震惊的表情。 看到这个表情,王胜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永春心法,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可以修行到传奇境界实力的。 地球上王胜看过古龙的小说,知道什么叫做嫁衣神功。 在元魂世界里,王胜也经受过颂烟的乾坤倒转的手法,知道这方面很多的东西。 道理上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初次修行的时候无法完全的掌控,用乾坤倒转的手法将自己的修为转送出去之后,重新修行,因为有过一次修行的经历,在修行就可以完美的控制自己的灵气功法,使得修行效果达到最强。 宋烟使用乾坤倒转的手法,可能会是损失自己的一部分修为,浪费一部分时间而已。 但王胜相信,永春心法一定没有这么简单,很有可能,会是将整个的修为全都废掉重新来过。 不然无法解释一种最开始完全没有攻击力地功法突然之间就拥有了强悍的战斗力,说不通。 只能说,一定有别的原因,这原因一定和弹台瑶不遗余力的想要让王胜接纳这批女子让他们给王胜施展乾坤倒转手法有关。 这么一问,王胜几乎就已经可以肯定了。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侯爷。 被王胜一口叫破,虽然并没有说到最直接的根子上,但弹台瑶已经是佩服万分了,没错,其中还要加上一个自觉自愿的乾坤倒转的手法才行,不过具体要做到什么地步,就是我摸索出来的秘传了。 秘传肯定是不会轻易是人的,但能说出这个来,已经算是弹台瑶给王胜最大的面子了。 之所以弹台瑶瑶不遗余力的把自己的弟子推到王胜床上,还不惜让王胜抱得美人归的同时能够获得修行增幅的效果,就是因为这个。 为了让自己和自己的弟子们能够有一席之地,为了日后不再被人当作是货物一样想拿就拿,想扔就扔,想送人就送人,为了他们日后不再没了新鲜感之后被人抛弃,就必须要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实力。 可是,这种修行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做到的。 至少在弹台瑶的经历中,这需要耗费海量的资源。 别的不说,光是使用乾坤倒转手法之后,女子根基受损,需要无数的大补制药才能在数个月甚至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慢慢的补回来。 光是这个阶段的消耗,金币,药材,人脉,势力,缺宜不可,这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 金币不用说,没有金币,拿什么买补品。 药材也不是平白无故就能有的。 没有强大的人脉和势力,能够调动强悍的炼丹师给众人炼制补药,怎么可能短时间内恢复。 没有强大势力的保护,叫一群本来就没战斗力还根基损毁的美貌女子怎么可能平安的生活撑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光。 从弹台窑本人身上计算,光是她修补根基这段时间的消耗,折算成金币就超过了百万。 这可是一个人,凯旋公以前聘出一个女弟子,最绝色的也不过才百万金币而已。 她们自己的价值甚至都比不上消耗的金币。 这要是没有一个财大气粗实力强悍的金主在背后支持,怎么可能实现弹台窑的梦想? 怎么可能让这么多女子拥有自保之力? 六百多个女子,就算是去掉那些元魂品级不够高的女护卫,算下来也有差不多四百个左右的女子能够修行这种咏春心法。 四百多人前期平均一百万金币,这就是四亿多的金币。 如果算上后期的修行以及这么长时间的生活,没有五亿金币打底,想都不要想。 元魂世界当中有钱人很多,有钱的势力也很多,可能轻易拿出来五亿金币的却没多少,须值可数。 就算是有这样的大富豪,可谁会为了和自己无牵无挂无缘无故的人拿出来五亿金币? 为什么弹台窑要处心积虑的让王胜宠幸那些女子? 还不是图得王胜和那些女子有了事实上的夫妻关系之后,加上接受了这些女子乾坤倒转的手法,心甘情愿的拿出这部分金币吗? 说到底,一切都是因为金币。 当然,也可以说,一切都是为了提升实力,可最后还是不得不归结到金币上。 但不能不说,但台窑考虑的也有道理。 这些女子既然要和王胜合作,那么乾坤倒转的手法就不能对别的任何一个男人使用,否则的话,让王胜怎么想? 就算王胜豁达,王胜的手下王胜的朋友,特别是妹儿会怎么想?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这些女子都变成王胜的女人,从此以后只对王胜忠诚,才能换来这样的机会。 当然,经历过凯旋宫的那些事情之后,这些女子也早已经不再天真的憧憬什么一生一世的爱情之类的浪漫,只要她们一直对王胜忠诚,王胜也能提供她们最奢华最平静的生活,一直到老。 但台窑从承认永春心法有奥妙之后,后面的这些想法考虑,就全部都毫不保留的对王胜说了出来,说完之后,静静的坐在对面,等着王胜的决断。 你们倒是真敢想。 王胜听完之后,同样也是一脸的惊讶,然后就是苦笑。 牵涉到五亿金币的交易,确实为了四百多个传奇境界高手,但台窑不动心思则已,移动心思居然是这么大的手笔,让王胜都不由的刮目相看。 金币王胜不缺,或者说王胜有的是办法来赚取金币。 为了四百多个传奇境界的高手,五亿金币值得不值得。 如果问妹儿,妹儿肯定斩钉截铁的回答值得。 那是四百多个传奇境界高手啊。 现在最强悍的诸侯国宋国,全国搜刮一下,传奇境界能不能超过五十个。 王胜陷入了思索之中,权衡着这样的合作对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助力。 毕竟他们既算是日后会变成传奇境界高手,可那也必是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的事情了。 这样的交易,到底值不值? 第七百五十一章亮九,上。 弹台姐,我考虑一下。 王胜冲着弹台瑶说道,麻烦你转告各位姐妹我的意思。 弹台瑶也知道,现在不可能马上得到王胜的反馈,略有些失望的点了点头答应道,放心,你是我这些年来见过的唯一的一个没有同情我们却依旧还让我们觉得开心的人,哪怕没有其他的关系,我们也不可能再找到一个更能让我们放心的人了。 麻烦弹台姐你也好好研究一下,除了乾坤道转的方法,有没有别的办法。 王胜很受用,但依旧还是很周到的叮嘱道,还是那句话,修行之道,殊途同归,未必就没有别的法子。 我也喜欢美女,但我并不希望本可以干净的合作关系,变成一种肉体上的维系,如果我真的答应你们那么做了,那我和凯旋公那些人又有什么区别? 王胜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但台瑶只能长叹一声,无话可说。 正如王胜所言,真的要王胜贪图他们给的修行增幅的效果,贪图他们的肉体,那王胜和凯旋公那些高层又能有多少区别呢? 对那些女弟子来说,无非就是从虎学里出来,然后又进了狼窝。 我会找一种更合适的方式大家一起合作。 王胜看到但台瑶有些失落的样子,想了想那些可怜女子的遭遇,心中还是稍稍的一软,放心,我一定能找到一种方法的。 不过是区区五亿金币而已,相信我。 区区五亿金币而已。 要是换成别的随便谁敢在但台瑶面前说这种话,但台瑶绝对一个大二瓜子抽得他找不着北。 可这话却是王胜亲口当面对他说的,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王胜现在天下最大的名声,除了是千绝地的掌控者之外,最著名的就是他善财童子的名声了。 和王胜有关的生意,随便说出来哪一个,一年要是赚不到几亿金币,都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招呼。 众女士几年时间需要五亿金币以上,对王胜来说,不过就是再找一门一年能赚几亿金币的生意而已,真的是太简单了。 听到了王胜的这话,但台瑶顿时间也不再担忧什么了,马上欢快的跳起来,冲着王胜嚷了一句,我马上把好消息告诉他们。 夺门而出,出了门可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又回头冲着王胜道,我会去找别的办法,你等着。 六十五岁的老人了,居然还和一个孩子一般,王胜看着但台瑶的动作,实在是佩服他的年轻心态。 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让他有现在的童颜吧。 为而已经和强威姐一起去王府那边去办放粮的手续,但台瑶现在也奔奔跳跳的去告诉他们好消息,侯府中就剩下王胜一个。 王胜也没想过要马上找到处置的办法,还是一边修行一边琢磨吧。 练习了一番气泻,游了一会泳,王胜才开始继续修行到葬首竞心法。 这几天这门心法的效果已经慢慢开始显现,王胜已经把行攻路线变成了一种记忆本能,几乎已经不需要王胜再刻意控制了。 修行的速度让王胜有些瞠目结舌,本来就是两种功法的柔和,王胜的俏学术又远超过任何一种的需要,这也导致灵气的积累凝炼提纯的速度简直是酸泥变时候的两倍。 相信随着圆魂变化的越多,王胜的修行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相对这种正统的修行方法,王胜其实并不喜欢通过牺牲别人来成全自己的那种乾坤倒转的方法。 送烟给王胜使用的时候,王胜其实是不知情的,不知不觉中招也没办法。 可现在,有四百多个女子要给自己使用这种手段,王胜从自己的心理上就无法接受。 尽管那么多女子用乾坤倒转的方法其实也是他们修行的需要,可王胜依旧还是过不了自己的心理观。 王胜绝不认可那种用肉体来换取今后一切的行为,如果王胜点了头,那王胜算什么? 包养了四百多个情人。 还是用高额的代价调了四百多次。 要么是被四百多个女子当成是鸭子。 王胜很佩服那些始终没有停止抗争的女子,不管结果如何,至少她们是在努力的抗争。 所以,王胜也不想用这种猥琐下流的方法来帮助她们,这不是王胜想要的结果,相信也不是她们想要的结果。 金帝好说,生意也好办,唯一的麻烦就是但台姐能不能找到一种替代乾坤倒转的方法。 反正目的是废掉一部分或者全部的修为,王胜相信,一定能有替代的方法存在的。 想到这里,王胜的心情豁然开朗。 他不介意和那些女子一起在合作一门生意,这样双方都能心安理得。 那些女子用她们的劳动换取她们的报酬达到同样的目的,王胜同样也可以不用背负心理上的负担。 数一数自己身上的事情,建造大剧院让于大师等人演出这是一桩,和玉宝斋合作酿酒这又是一桩,算上安置这些女子的一桩,以及进千绝地核心看看史家甘家的挖掘绝世藏针的进展一桩,总体而言就是这四件。 当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修行。 现在王胜已经掌握了道藏守静心法,自然修行之下,王胜也可以考虑下一个元魂变化了。 剩下的变化不多,闭暗,朝风,雅字,功夫,焦徒,各有特点,但王胜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下一个变化选择焦徒便最合适。 无他,焦徒的特性是洗水,而王胜如果想要尽千绝地核心,恐怕终究是绕不开整个冰雪世界融化后形成的一个巨大湖泊的。 到时候,焦徒的这种洗水的特性就会帮王胜的大忙。 虽然吃稳同样洗水,但两者肯定是不同的,至少对王胜来说,一定有帮助。 既然是和水有关,王胜马上想起了和玉宝斋的合作。 二话不说,马上吩咐了王管事,叫人通知吕温侯,满天下找酒找教母找各种酿酒原料的同时,别忘记把全天下的水也搜集一份过来。 这要求,简直就是顺手就能办成的事情,而且绝对和酿酒有关,相信吕温侯一定会给王胜办得很周到。 第七百五十二章酿酒,下。 这边才通知了吕温侯,第二天,吕温侯就上门了。 当然,依旧还是带着自己的心肝宝贝灵儿大小姐。 灵儿还在和官府的人给那些女子半访粮的文书,并不在府中。 灵儿大小姐没有见到妹儿,自然好奇地问起来。 要知道,只要王胜在侯府,妹儿肯定会陪在王胜身边的,今天居然不在,稀奇。 王胜也就随意地把自己放凉了那一群美女高手的事情提了一嘴。 只是说把她们放凉,没有多说什么。 你想要干什么? 灵儿大小姐顿时间来了兴趣,几百个美女高手美女奴隶说放凉就放凉,这么大的手笔。 莫非王胜不喜欢美女? 还是妹儿吃醋了? 反正只要是看到王胜倒霉的事情,灵儿大小姐是肯定开心的,马上也余地问道,是不是惹妹儿姐姐不开心了? 只是想让她们更好的给我效命而已。 王胜白了灵儿大小姐一眼,说了一个不是解释的解释。 哼! 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灵儿马上就明白,这是王胜在施恩,让那些美女高手感恩之下更死心塌地的给王胜效命,顿时间撅起嘴来,一句地图炮。 没错,都不是好东西。 王胜很自然的接下话茬,重重的点头,然后转向吕温侯,吕兄,你家灵儿说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胡说! 灵儿顿时间大急,她可以说任何人不是好东西,却从来没想过自家公子也被包括在内,马上分辨起来。 着急的小模样惹得王胜和吕温侯哈哈大笑。 被两个无良的家伙取笑,其中还有自家公子,发作不得,媚儿气呼呼地站起身来,嚷着要去看媚儿姐姐。 王胜笑着直接让王管事带灵儿去不远的王府那边,也许都是女子,他们会有更多共同话题。 接下来王胜和吕温侯才开始说正事。 这段日子,玉宝斋虽然没有搜刮遍天下,但至少全天下的美酒玉宝斋也基本都有备着那么一批,已经尽数送到了京城之中。 今日吕温侯就是过来送这批酒样的。 两人说话间,吕温侯带着的下人和王府的下人已经把一车又一车的酒坛子搬到了侯府的庭院之中,每一个酒坛子都是黄泥风口,外面更是糊了厚厚一层。 可即便如此,一股一股的酒香依旧还是透过酒坛子沁了出来,偌大的庭院中,一阵一阵混合的酒香。 每一种都送了一坛过来,都有记号,都有详细的记录,哪里出产的,用什么酿造的。 吕温侯指着那数百坛子美酒,冲着王胜说道,只等王兄挑选了。 王胜也不客气,本来这就是他要求的事情。 凭空酿酒王胜还没这个本事,但是把一种或者几种美酒提升一下品质还是能做到的。 挑选美酒还能用什么方法? 一看二文三品尝。 王胜索性让侯府的厨子做了一些下酒菜,然后和吕温侯一起挨个的品尝起这批美酒来。 侯府的护卫挨个的打开酒坛,每一种都倒出来少许,先强行的为一些给一批早已经准备好的猫狗之类的小动物,喝下一会没什么问题的,才能送到王胜和吕温侯的酒桌上。 王胜愿意相信吕温侯不会有这个时候谋害自己的心思,但护卫们可不这么认为。 所以他们检查得很严格,王胜也不会多说什么。 至于吕温侯,更加不会有别的想法,换成是他,估计也是同样的做法。 就是刚刚说的步骤,拿过酒碗,两人一起观察,然后试闻味道,最后入口品尝。 两人的身边,各有一个负责给两人准备漱口清水的侍女,伺候着两人品酒然后漱口。 一边品尝,两人一边点评,旁边不远处就有两个写字速度快的,飞快的将两人说的话语记录下来。 这个先挑出来。 遇到有味道合适的,王胜就会让人单独记录下来,作为初次检验的成果。 吕温侯有喜欢的,也会先挑选出来。 不过,两人挑选的结果是分别记录的,免得混淆。 哪怕一种酒只品尝一口,可是从开坛到检验再到送到两人口中,剑赏点评下来,也要耗费半课的时间,几百种酒,两人就算是一整天都没干别的,也只不过是品尝了一百种左右。 剩下的,还需要有几天的时间才能挑选出来。 值得庆幸的是,第一天王胜就从中大概的挑选出来七八种,吕温侯更多,挑出来十几种,相信整个挑完的时候,能够几十种初选通过的还需要精选。 对于王胜的挑剔,吕温侯实在是有些佩服了。 有些酒在吕温侯口中,已经是不可多得的美酒了,结果王胜只是摇头,连留下的意思都没有,还是吕温侯自己出口留下来。 真不知道王胜对酒的要求有多高,这等的美酒他居然连点头的意思都没有。 殊不知,王胜在地球上品尝过的美酒,比起元魂世界这些还没有形成工业化体系只是用最古老的酿酒方法酿造出来的上加美酒,不知道美味了多少倍。 能让他留下的,不过是有那么一丝味道和某些王胜喝过的酒类似,看看能不能酿造精六出更好的而已。 两人在这上面的鉴赏等级,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这也不能怪吕温侯,用地球上一个时髦现代的词汇来形容,吕温侯在这上面,有着无可救药的时代局限性。 连着几天都是做这件事情,后面几天的时候,魏儿在王府那边已经忙完,马上赶回了侯府之中,和灵儿一起,取代了那两个帮忙准备数口水的侍女,伺候两人品酒。 总算是初步挑选出了数十种美酒,玉宝斋也准备好了酿酒的场所,就等进一步精选然后酿造了。 这时候,王胜却先停了下来,然后召集了几位木工和铁匠的大宗师,开始打造自己需要的器具。 玉宝斋准备的几个阵法大家,也开始按照王胜的要求准备阵法,大家开始忙乱起来。 但台姐和她们说了你的意思。 魏儿和王胜总算有了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趁着这个时间,魏儿向王胜汇报了王府那边的情形,大家对你都很感激。 第753章 魏儿的神秘举动 上 你没看到那天但台姐回去的时候,说侯爷你不同情他们。 魏儿会声会色的给王胜讲述着她在那边看到的情形。 一开始,那些姐妹们很愤怒,觉得侯爷你冷血无情。 魏儿现在是笑着说的,可那会的时候差点就翻了脸,不少姐妹觉得你和凯旋宫那些人也没什么两样,全都是一秋之河。 不知不觉中,魏儿已经称呼那些女子不是她们,而是姐妹们了。 连魏儿自己都没感觉到这个变化,可见这几天下来她和那些美女高手们相处得如何。 后来但台姐解释了你为什么不同情她们的时候。 魏儿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种骄傲自豪和感动的东西,把自己的娇躯王胜的身上靠了靠,感受着王胜身体上的力量和温暖,才接着说道,整个王府的姐妹们全部都哭惨了。 那几个衙门的人上门的时候,看到全都是痛哭的姐妹们,一个个都吓傻了。 想起来当时的情形,魏儿就觉得那些衙门的人说不出的好笑,以为是她们没办好或者是办得慢了惹的那些姐妹们哭泣,差点就当着妾身的面跪下来求情。 后来总算是知道和她们无关,看她们那种劫后余生的样子可真有意思。 姐妹们哭了一整天,灵儿过去都急了,以为你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说是要回来教训你。 魏儿抱着王胜的胳膊笑着道,总算是被我和弹台姐强威姐拉住了,知道了原因之后,灵儿也哭了好长时间。 你不觉得,灵儿回来之后,对你态度好了不少吗? 王胜倒是没怎么注意,那会正和吕温侯喝酒瓶酒呢? 每天都把吕温侯惯得醉醺醺的,灵儿几乎每天离开的时候都是怒目而视,哪里有态度好。 这倒也不能怪王胜,本来王胜早说过要自己挑选美酒,可吕温侯也要插一脚。 怪得谁来? 虽然只是一种酒喝一口,最多两口,多品味一下,但问题酒的种类太多了,每天一百种,还是杂酒,加起来怕不有好几斤之多。 王胜又好舌头一口就足够,吕温侯至少得三口五口,累积下来,吕温侯不醉才怪。 王胜自己有九字真言,兵自觉者自觉前自觉即管其下,那些进入王胜体内的酒气会被瞬间化解掉慢慢排出体外。 吕温侯可没这本事,都是靠自己身体硬抗,哪里有不醉的道理。 灵儿一看自家公子被王胜惯得醉意朦胧,哪里还能对王胜有半点好脸色。 王胜看不出来灵儿有好态度也实属正常。 侯爷你都不用再做更多,光是那番话,就让那些姐妹们死心塌地了。 灵儿很骄傲自己身边依靠的男人能得到那么多姐妹的崇拜,虽然放凉的文书都做了,可每个姐妹其实都已经把自己当成是侯府的人了。 生是侯府的人,死是侯府的鬼,以后就算你想赶都赶不走。 灵儿异常的开心。 当然开心的不仅仅是王胜能被众多的姐妹认可接纳和效忠,更让他开心的是王胜并没有趁火打劫。 没有规于那些姐妹们漂亮的脸蛋和身子,哪怕是后来蛋台姐许下了那么多的好处,对王胜修为能提升许多,王胜都没有答应。 这可比王胜给妹儿在做天大的事情都管用,女儿家的心思,简直不可以常理肚之。 唯一麻烦的是王胜现在的修为还不足,否则妹儿一定会主动地投怀送抱。 都是可怜人,能给他们一个安定的生活,力所能及的话,还是尽量帮忙。 王胜叹了口气,心中也是十分的无奈。 要是在地球上,那么多出类拔萃的美女,哪一个不是女神一般的地位,被无数人追捧。 怎么可能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也幸亏他们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不断的抗争。 要是那些随波逐流,觉得一辈子就这样将就了的人,王胜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 你自己都认命了,难道还要别人来吃力不讨好的帮忙? 凭什么? 大剧院在有条不紊的建造中,天子早就给了答复,想建造多高就建造多高。 反正王胜说了,最高也就是七八丈而已,不超过十丈,随便建造。 不过天子说十丈,谁也没想着要超过,后来请示到王胜这里,王胜直接给定了九丈九,皇家大剧院嘛,当然要有皇家的气势。 刘大师果然不愧是刘大师,高达十丈的建筑,所有的梁柱除了木头之外就是强大妖兽的骸骨,愣是设计的时候就没打算用一颗钉子,全都是用笋卯结构支撑。 关于这点王胜还特意请教过,这里面可要做数百人,还有各种设施,全木质骨质结构,能否承重。 而且还要考虑防火以及各种安全方面的考虑,能否承受。 里面的疏散口如何分布,男女卫生间的布置,大厅,座位等等,和安全相关的东西。 如果有大人物,如何防范刺杀等等,全都提了出来。 王胜的顾虑让刘大师对王胜刮目相看。 刘大师原以为王胜就算是在懂,也不过就是懂得外观设计,那里的东西不会懂太多,事实上也是如此,内部结构王胜完全表现的就是个外行。 可是王胜的这几个问题一出,刘大师直接冲王胜竖起了大拇指。 哪怕王胜不是建筑行业的内行人,光是王胜能考虑到这些问题,那就是大人物当中少有的内行了。 针对王胜的顾虑,刘大师一一的给王胜解释起来。 承重如何解决,放火防水如何解决,装饰如何进行,一点都没有因为王胜不懂的结构设计而小觑。 精湛的技艺加上这个世界强悍的材料,同时还有阵法的辅助,让王胜的担忧不复存在。 刘大师的结构设计,不但能够解决王胜的担忧,还有很大的余量,足够应付各种突发的事故。 用的金属器具很少,铁老等人自然就闲了下来。 听到王胜的召唤,铁老二话不说马上带着几个老伙计赶了过来,给王胜干活就是有这种随时见识到新东西的惊喜,每个大宗师都不想放过。 就在王胜刚要和铁老等人说起酿酒器具的时候,媚儿忽然开了口,侯爷,你还答应我们要打造一套美容健身的器具呢? 第七百五十四章 媚儿的神秘举动 下 王胜的确是答应过媚儿和蛋台瑶强威姐她们要给她们打造一套健身器具的,这个好说,画出图样来,一起打造便是。 对铁老等人来说,不管是酿酒器具还是健身器材,基本上都没什么难度可言。 铁老等人在乎的不是王胜要打造的东西有多么高的难度,而是喜欢王胜在制作各种东西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各种精巧的思维,这可比单纯的罪求高难度要有意思多了。 到了铁老等人这个地步,宁生有了,大宗师的身份也让他们不再是最底层的工匠,力也有了,一件作品差点的几万金币,好点的几十万数百万金币都不是什么稀奇事。 宁力双收已经是肯定的事情,那么他们的追求就只剩下能打造更多的巧夺天工的好作品。 而王胜,每每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让他们扩宽现在的记忆的道路。 加上王胜对于任何一位宗师大宗师,都有着足够的尊敬,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侯爷他们是工匠而看清任何一个人,和这样的人合作,谁不乐意。 好,一起打造。 为儿的要求,那是优先级比天子还高的,王胜怎么可能会拒绝? 要是说起什么文章诗词,王胜肯定是摇头的,但要说起健身器械,王胜在地球上军营中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用在这些器械练习上的,那些器械的结构早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每种器械是锻炼哪个肌肉群,王胜一清二楚。 如果王胜在地球上退伍了,做一个优秀的健身教练都不用培训的。 之前王胜锻炼只用负重符合一些简单的单双杠和杠铃什么的,那是因为王胜的肉身力量太大了。 健身器材的那点砝码的重量,对王胜来说不值一审。 不过既然是给妹儿和蛋台姐她们设计,那就完全可以使用了。 最多在砝码上多几个可调节的阵法,就能满足从最弱的姐妹到最强的女战士的需求。 况且,这种器械训练大部分只是肌肉训练,对于美女们来说,过多的而肌肉肯定影响美感。 冲几量练出点马甲线和腹肌就行了,再狠就有点过了,王胜可不希望自己以后府中的美女都是金刚芭比。 每画出一个器械,铁老就会先仔细的辨识图样,然后把各部分零部件分解,交给一群徒弟和小宗师们打造。 好,该上阵法的上阵法,该用特殊材料的用特殊材料,三两天就能完成一个。 健身器材的打造又不难,大部分用生铁或者熟缸就能胜刃,最多外面包点软木的防滑把手俯首什么的。 唯一的难点在以前恐怕就是光滑的滑杆,现在有了简易的车床也完全不是问题,打造出一根圆杆然后打磨就是,简单的很。 倒是砝码上的阵法让人不好确定,最后王胜直接找了侯府中的几个擅长力量型的女护卫,按照她们的最大力量增加了二百斤荡座砝码重量的上限,下限自然是普通人的砝码重量,五公斤一组,外加几个一公斤的可以外挂的小砝码,基本上就涵盖了所有美女的锻炼需求。 当王胜把每一种器械的图样画出来的时候,之前提的器械就已经制作完毕,效率极高。 很快,王胜就打造了一整套从椭圆机到肌肉训练再到各种动作的器械,连带的各种垫子和防护都打造了出来。 随后,王胜也顾不得马上叫媚儿使用,立刻投入到了建造酿酒器具之中。 说起来,最重要的酿酒器具对王胜来说其实就是分流器。 圆魂世界的酿酒方法,依旧是最古老的发酵然后榨出酒液的原始方法,并没有经过二次蒸馏和分流,这也导致有时候酒液会比较浑浊,颜色博杂不堪,度数不够高等缺点。 之前王胜品尝的美酒中,王胜选择的几种味道,是以地球上王胜喝惯的几种酒作为参考的。 一种是五粮液,一种是二锅头,还有一种王胜自己比较偏好的粉酒,最后的一种淡酒王胜选的就是啤酒滋味的。 基本上只要涵盖了这四种,差不多王胜喜欢的就全了。 没有选择果酒,没有葡萄酒,完全是因为王胜地球上对这些酒有些境界不敏。 和战友们平常喝酒,要么啤酒,要么就是二锅头。 粉酒是王胜个人的喜好,与别的无关。 而每次王胜独自执行任务成功归来,军中领导和王胜一起喝的庆功酒就是五粮液。 白酒都需要精六然后重新发酵,啤酒王胜也了解过做法,四种酒,足够预保斋一桶天下酒业了。 当然,果酒葡萄酒什么的,还是要给别人留出一条生路来的。 这世界要说唯一一点比地球上好的,就是阵法这个东西。 别的不敢说,至少最近王胜打造的这些,一个改变重量,一个能持续稳定温度,就是两种最大的用途。 打造好了分流气,王胜和吕温侯再次聚了两天,然后从初选出的几十种美酒之中,精心选出了四种符合王胜要求的。 王胜开始从源头上指点吕温侯的酿酒师们开始从头酿造。 这四种酒的酿造法子已经被吕温侯买下,王胜只是改良。 王胜要的是那几种独特的酒区酵母,酿造的原料,王胜分别指定了五粮液的五种粮食,二锅头和粉酒的高粱,啤酒的大麦,按照各自的方法,开始从头酿造。 王胜打造的各种器具和分流气,也开始逐渐的搬到了玉宝斋的酿酒作坊之中。 随时准备出了酒夜之后使用。 妹儿这几天忽然间变得神神秘秘,每天往王府当中跑,不知道在忙什么,连她让王胜打造的健身器械都顾不上打问使用的方法。 王胜虽然好奇,但妹儿似乎并没有要说的意思,很让王胜纳闷。 至于弹台姐和强威姐,从那次王胜和弹台姐谈过之后,两女基本上一直就住在王府之中,同样也是神神秘秘,不知道做什么。 有几次王胜看到妹儿想问来着,可是看妹儿满脸通红的好像羞怯不堪的样子,就忍不住有些怜惜,也不追问,反正妹儿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坏心思,更不会害自己,随她做什么。 可当王管事戚戚戚爱爱的跟王胜汇报说妹儿小姐居然往王府中请了不少青楼头牌之后,王胜就有点坐不住了。 这是要干什么? 第755章 面红耳赤 上 不光是王胜坐不住了,连天子都坐不住了,直接派了周管事来请王胜,马上到对门坐坐,连提前通知都免了。 你这是打算要干什么? 天子见到王胜就美好脸色,仿佛是火爆的丈人见到了风流的女婿一般的痛恨,你不但请了那么多的青楼头牌进了王府,还让妹儿出面找皇后要了几个宫中指点房室的老宫女,这是打算要干什么? 想要宠幸那几百个女子吗? 王胜很平静,坐在那边十分平静的拿起茶杯,慢慢悠悠的品茶,等着天子的怒火发泄。 等到天子愤怒的骂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你没在王府? 这是天子反应过来之后的第一个问题。 多新鲜啊。 王胜直接给了天子一个大大的白眼,我要是在王府,老周能在侯府里找到我。 我能现在有闲情意志坐在这里听你喷口水。 这下天子有点不好意思了。 本来他以为王胜请了那么多的青楼头牌,结果王胜根本就没去王府,也就是说和那些什么头牌什么老宫女都没见过面,自己就不问青红皂白的上来就大骂一通,这有点过了。 忽然间天子才后怕起来,王胜可不是那么好相遇的人,别人动了动他的产业王胜就直接谋划把人家给灭国了。 自己居然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王胜叫过来痛骂,王胜当时要翻脸的话,恐怕自己都危险了。 身为天子,连这点镇静氧气的功夫都没有。 王胜一个劲的摇头,看着天子如同看着一个傻瓜一般,特别是还是在修行守境心法有成的情形之下,我现在十分怀疑,你到底有没有天塌不惊的气度。 天子骚了个大红脸,被王胜一通反过来数落,却是什么话都回不过去。 周管事在不远处的门口,眼观鼻鼻观心,如高到入定一般,分明已经达到了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极其高深的修为。 这满天下,哪怕是那些大诸侯的国主,见了天子也得稍微顾忌点脸面。 上次那几个使者十分的无礼,也不过就是站起来就走而已。 从天子懂事上位以来,除了王胜,就再没有一个人敢这么当面指着他的鼻子骂。 偏偏天子还就吃这套,一边喝茶,一边掩饰自己的尴尬。 看着王胜消气了,这才陪着笑问道,那你知道不知道,为而他们这是要做什么? 王胜摇摇头,我最近在帮玉宝斋打造酿酒器具,哪里顾得上管这许多? 天子想想这几天接到的长盛侯的消息,分明是一直在侯府中和一群大宗师待在一起。 事实上,那个王府王胜只去过一次,后来就再没去。 天子自己也是昏了头了,一听到消息,被皇后娘娘一催,心火上头,这才过来质问王胜的。 现在想想,真的如王胜所言,气度上差了许多。 两人大眼瞪小眼,都不明白媚儿弄了十几个青楼头牌和教授姓氏的老公女去王府做什么? 难道是让那些青楼头牌教授一下那些美女高手们伺候男人的本事,然后用来取悦王胜? 想到这里,天子看着王胜的目光又是有些不对。 不管王胜知情不知情,反正最后是王胜得了好处,那就是王胜最大的错处。 算了,我去看看吧。 王胜也呆得无趣,直接站起身来,和天子打了声招呼,自顾自的离开。 走到门口的时候,王胜忽然问周管事,老周尔利怎么样? 周管事看了看天子,木然的回答道,尚可。 王胜也不在意,直接一摆头,那走吧,一起去听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再次看了一眼天子,天子微微的汗手,周管事也转身,跟着王胜一起离开。 侯爷,以后面见天子,还是稍稍的尊重一些为好。 等到已经出了大街上,周围无人的时候,周管事才和王胜并排一起,语气有些恳切的建议道。 你不懂,老周。 王胜直接笑了出来,周管事的确是忠于天子,不愧是最让天子信任的皇家老供奉之一,时时处处想着念着天子的脸面。 周管事被王胜这句不懂给弄糊涂了。 他已经是活了快百岁的老怪物了,还有什么人情势力没看透的? 天子从小到大就在各种花言巧语各种恭维中长大,适当的听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感受一些不一样的态度,也能让他有点新鲜感。 王胜笑着解释道,你没看他乐此不疲的吗? 天子乐此不疲的被王胜训斥。 周管事真的想吐王胜一脸。 难道在王胜眼中,天子就是一个期待别人不给好脸的受虐狂吗?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天子何必为几个诸侯国代表的不给脸面发怒生气呢? 不带恶意的训斥,和目中无人的比试,那是两回事。 王胜就知道老太监容不得天子受一点委屈,说不得也得把话说清楚,免得三个老太监没事找自己背后教训一番,就像家里人有时候为你好训斥一顿,和外面那种完全不一样吧。 听着王胜的话,周管事忽然觉得,似乎隐约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道理。 不然的话,为什么天子从来没把王胜的无礼放在心上面在口中,反倒是几个诸侯国代表的行径让天子念念不忘,每每愤怒无比呢? 想想也对,连天子都没有说什么,自己又何必跳出来做无用功呢? 周管事冲王胜说了一声,受教。 然后再不在这个问题上多说什么? 王府距离并不远,两人走了没多长时间就走到了附近。 不过王胜并没有马上和周管事一起进王府,而是在百米之外找了个合适的不惊动里面人的地方,探听着里面的动静。 周管事修为高超,传奇境界巅峰,加上在皇宫当中的一些秘法,让他能够在这个距离上听到里面隐约发出来的声音。 只是,再厉害的修为加成,也没有王胜求牛变强化过的变态而厉厉害。 在这里周管事只能隐约听到一些,可王胜却能听得清清楚楚。 一阵隐约的呻吟声传到了王胜的耳中,王胜顿时间一愣,这是在做什么? 第756章 面红耳赤,下 声音很轻,很淡,断断续续,却又透着一股石骨销魂,仿佛两个正在欢乐中的女子,口中不自觉的哼出的那种低音浅唱。 旁边周管事的脸色变得十分的怪异,带着一股无法形容的表情看向了王胜,同时目光中还有一丝的责备。 不是媚儿。 王胜直接摇头,目光看着那个方向,仿佛实现能够穿透墙壁,看到那边的情形一般。 好一会之后,王胜才接着说道,也不是王府中人,里面的那些女子我都见过,记得她们的声音和味道。 不是她们。 这话一出,周管事的脸色顿时间变得有些惊骇了。 她站在这里,只能听到里面的声音,当然也能听得出不是媚儿小姐的声音,可要让她如王胜这般,记住每个人的声音和味道,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了。 还好,王胜早就说过,自己强化的是感官,所以耳聪目明鼻子灵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能感受到的比周管事多一点,不足为奇。 周管事也只是略微的惊骇了一下,就习以为常了。 真的要和一个在千绝地能提前一礼之外感知到妖兽的变态比感知,那不是自己找不痛快吗? 反正只要不是媚儿小姐,里面不管是什么人在做什么都无所谓。 只是,王胜居然能忍受本该是自己女人的地方玩这种事情,果然不是一般人。 别想那么多,全都是女子。 王胜看周管事猥琐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一个百岁老太监摆出这种表情当真是让人倒胃口,只能出声解释道,应该是媚儿找的那些青楼头牌。 全都是女子。 周管事也是哭笑不得,紧接着问了一句,全都是女子这是玩什么。 问完这个问题,周管事才意识到,自己问了一个蠢问题,马上呵呵善笑了一声,不动声色的把话题岔开。 原来如此。 周管事已经完全明白过来了,媚儿为什么要找几个老公女和青楼头牌了。 肯定是媚儿不想让王胜宠幸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但是这么多女子总要安置,而且全都是美女,一个个又是专门诱惑男人的,所以特意找了这些老公女和青楼头牌让他们玩一玩同性之间的禁忌游戏,让这些女子也有个慰藉。 这样一来,只要媚儿给这些女子提供一些优厚的生活,再加上让她们自我安慰,如此就不用再去纠缠王胜。 恩,想法不错,也按照这样做了。 可惜,媚儿小姐还是低估了人心险恶,真以为只要这么做就能把这些不安分的女子稳住了吗? 还是太幼稚,以及把长盛侯爷看得有点太重,这样约束侯爷,说不定会把侯爷推到别的女子怀里啊。 正确的做法,不应该是稳固自己的大腹的位置,主动给侯爷找几个衬心如意却又和自己一条心的美女故宠吗? 没关系,只要媚儿小姐有这份心,后面的事情完全可以让皇后娘娘帮忙,必要的时候处理掉几个不安分的家伙,一切都好说。 想到这里,周管事的心立刻放松了下来。 相信回去和天子皇后一说媚儿的这种幼稚做派,也能驳他们一笑。 里面的声音已经越来越急促,女子的声音也越发的销魂,终于在一阵如气如素的高亢吟唱之后,里面的声音静了下来。 听着这声音,天生旁边还站着一个老太监,实在是太让人尴尬了。 里面的人很多,似乎有不少人就在娇吟的两个女子身边,应该是众女在观摩两个青楼女子的表演,王胜完全可以想象到里面那个香艳的场面。 为什么这么做,王胜也瞬间想明白了,这就是淡台瑶正在想各种办法来替代乾坤道转的法子。 至于为什么非要这种香艳的手法,王胜基本上也可以理解了。 永春心法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使助眼美容,使青春永住的效果。 可是,王胜从地球上学到的知识告诉王胜,养颜美容,很大程度上除了外力之外,内在因素也相当的重要。 优渥的生活,开朗的心情,每天要是愁容满面为了一日三餐奔走,住个什么颜美个什么容。 足够的养分滋养,花费时间保养,适当的运动,健康的身体,这些都缺一不可。 还有一桩,特别是女子,那就是内分泌要平衡。 所谓毒阴不长孤阳不生,如果没有阴阳协调,如何能够保持内分泌的平衡? 女子也需要性爱滋养,也需要满足欲望,只有当这些满足之后,才能够达到完美的内分泌平衡。 长久没有性爱滋养的女子,又有几个能容光焕发。 这也是为什么但抬摇一定要那些女子和自己欢好的原因,一方面这是修行必要的步骤, 另一方面,这本身就是修行的过程。 王胜拒绝了众女的好意,也相当于赌上了众女修行的路途。 但抬摇此举,应该就是寻找替代的方法。 男女性爱能够解决性欲,女女同性之间又何尝不可以? 实在不行,就得一个人自己解决了。 想明白这点,王胜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正如王胜所说,修行之道,殊途同归,终究还是有解决方法的,不是吗? 转身看向周管事,老供奉也是一脸神秘笑意看着王胜,两人同时相视一笑,仿佛都明白了对方在想什么。 走吧,没必要进去看了。 王胜冲着周管事说了一声,然后转身就走。 周管事同样也觉得没有要进去的必要,背着手,慢慢的跟着王胜一起往侯府方向夺去。 侯爷,皇宫密库之中,还是有几种双修功法的。 周管事仿佛在强压着自己的笑意,冲着王胜慢慢吞吞的说道,要不要老奴回去之后帮侯爷爷找几种看看。 好啊。 王胜仿佛完全不在意的说道,摆给东西还怕我不要。 放心,有多少来多少,就算是不练,学习观摩一下也好啊。 算了,还是让天子定夺吧。 周管事顿时间语色,黑黑一笑之后回答道,真可惜,没进去看看,否则一定很好看。 第757章熟悉的味道,上。 不知道周管事怎么和天子皇后说的,反正之后两人就再没有因为这件事找过王胜。 王胜也得以安静的把自己要做的器具做完。 为而这个丫头片子,居然也在那群观摩的人群之中。 真不知道你一个黄花大闺女,看了那么香艳的场景后会如何,回来之后一定要好好地教训一番才行。 等到王胜把所有的健身器材和酿酒器具都打造好的时候,玉宝斋那边已经按照王胜的方法酿造了十几天的时间,按道理说,头到酒夜应该已经出了。 一如王胜所料,当王胜赶到玉宝斋的酿酒房的时候,已经闻到了熟悉的酒精味道。 见到王胜,酿酒房的管事急忙把王胜迎进来,同时派人去通知吕温侯。 说实话,管事还是略微有些失望的。 按照王胜说的方法酿造出来的酒,并没有比他们之前酿造出来的更好多少,充其量也就是换了原料之后,滋味略微有一点点变化而已,根本没有什么质的提升。 要不是王胜名声在外,从来没有一次失手,说不定酿酒房的管事就要和王胜当场说道说道了。 吕温侯也很快的赶了过来,随行的自然少不了灵儿这个小尾巴。 当然,一群高手护卫很规矩的待在酒房外面等着。 把闲杂人等清场,只留下你最信任的。 王胜没多说什么,和吕温侯打过招呼之后,马上叮嘱了一声。 看来吕温侯早有准备,点了点头,连开口都没有,只是看了看酒房的管事,管事立刻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同时心中也对自己没有对王胜有什么不客气感到庆幸不已。 留下的人都很兴奋,这可是要看到传说中的高人指点的酿酒秘迹了,只要能掌握,这位主的名声,一年不赚几亿金币那就是丢人啊。 侯府的护卫一直守护着的那几辆封闭着的车厢打开,分流气就那么堂而皇之的摆到了众人面前。 一通折腾之后,镇法师和酿酒师按照王胜的吩咐把已经出酒的酒糟盛放到了分流气的大锅之内,开始分流。 再半个小时之后,酒房内的众人闻着那浓厚的酒香,一个个如同封了一般看着分流气的几个不同的低管口潺潺留下的细小的酒液,简直要疯了。 除了王胜,还没有人闻到过如此强烈的酒香,看着那已经接到的透明的酒液,玉宝斋从吕温侯往下,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要发了。 头到酒头不要喝。 王胜叮嘱了一句,看到众人一阵不可思议的目光,也不解释,想喝也行,但不要和后面的混到一起。 早有酿酒师忍不住,听到王胜这么说,立刻把头到酒头拿了起来,陶醉的闻着那凛冽的酒香,如同闻到了玉叶穷浆。 这枚纯美甘烈的酒不喝。 他们是酿酒师,才不管那许多,几个人分了分,各自把酒头倒入了口中。 以前的酒对于这些酿酒师来说,酒如同水一般,什么时候他们喝水还用小杯? 一大口倒进去才是正理,这次的酒头也一样,闻着香,又能多醉人。 四个人都是同样的动作,但至少有两个一口下去直接就喷了出来,然后异常猛烈的咳嗽起来。 这哪里还是酒,分明就是烈焰,直接倒进嘴里,还不把嘴巴都烧坏了。 另外两个人倒是忍住了,可一口吞下,一道火线直接从喉咙口冲进了胸腹之中,整个人如同从内而外的燃烧一般,几乎是瞬间,众人就看到两个人的皮肤变成了红色。 两个酿酒师捂着自己的喉咙,想咳嗽都咳嗽不出来,另外两个却是咳嗽的死去活来,这幅场景直接吓坏了吕温侯他们。 怎么,这酒居然有毒不能喝吗? 这些目光王胜都看在眼中,在众人惊惧交加的目光中,王胜拿起一个酒碗,从后面的酒叶中稍稍的咬了一些,然后喝了那么一小口。 砸把砸把嘴唇,王胜微微的点了点头,二锅头是有那么点滋味了。 可惜,新酒,还是有些火气,只要把这些酒叶封存,二次发酵上半年的时间,基本上就可以往外卖了。 这种烈酒,喝的时候稍微慢一点。王胜只点着吕温侯,让他也一小口喝下去。 一口就让吕温侯感觉到了与众不同的滋味,第一次喝烈酒,哪怕只是小小的一口,也让吕温侯瞬间说不出话来,只是伸出大拇指冲着王胜晃了晃,然后又尝了一口。 四个酿酒师总算是缓过劲了,感受到了二锅头这种干裂的滋味,一个个迫不及待的学着王胜的样子,小口的喝了一口,顿时间领略到了那种烈酒的美味。 后面这些才勉强算得上醇厚,前面的酒头,喝了明天有你们好受的。 王胜摇了摇头,给这四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提醒了一句。 其他人等吕温侯点了头,立刻争先恐后的冲上前,开始品尝王胜说的这种与众不同的美酒。 连灵儿都不例外,不过只是喝了一口,灵儿就不停的吐着舌头小手扇着喊辣,小脸红透,盯着王胜十分的不满。 接下来自然是欣喜若狂的玉宝斋众人一边详细的记录着王胜说过的每一句话,一边按照王胜吩咐的将五粮液和焚酒的酒液精溜了出来。 王胜一一品尝过之后,都是微微摇头,火气太冲,还需要再放上几年。 新酒都有这样的问题,不足为奇。 如果你们能弄出一套美酒陈化的阵法来,那你们就算大赚了。 王胜今天过来只是教授玉宝斋酿酒方法的,并不是量产,所以也特意提醒道,否则,想赚钱那就只能等几年之后了。 最少也得半年一年吧。 放心,这点时间,玉宝斋还等得起。 吕温侯直接笑着回应道,一边却是叮嘱灵儿,马上找最好的阵法师研究。 不是还有一种酒吗? 灵儿心中记下,口中却是不服气的看着王胜问道,那种也能叫酒吗? 那么淡,那么难喝,怎么可能有人喜欢? 第七百五十八章熟悉的味道,下。 剩下的一种,自然是啤酒了。 啤酒的味道和白酒完全不同,在这个世界上也并不怎么流行,很多人不喜欢那种味道。 特别是那种酒实在是不登大雅之堂,按照玉宝斋搜集的记录,本来就是在一处矿山附近的农家搜集的。 平常都是一些粗鲁不堪的矿工在喝,哪怕是镇子里的小地主都不想沾染。 要不是玉宝斋下的命令是把只要叫酒的东西都搜集一批过来,那些负责搜集的人根本就不会看那些酒一眼。 另有一点就是,那些淡酒黄登登的,到的时候还容易起泡沫,看着就如同一碗尿一般,要不是王胜和吕温侯都喝过,灵儿才不会碰这种低贱的东西。 就因为和王胜一起品酒,喝过这种淡酒之后,灵儿回去还特别让吕温侯竖了好多次口才准上床休息,否则根本就不理会吕温侯。 王胜才不会和灵儿大小姐一般见识,啤酒这东西,就适合在烧烤摊上一边大块朵一一边搬上半箱对瓶吹,娇滴滴的大小姐哪里能享受这种乐趣。 幸亏玉宝斋满天下搜集各种美酒,这种原始的啤酒才被找出来,否则王胜都没机会喝到。 酿造方法王胜倒是知道,可啤酒花哪里去找? 总算是幸运,玉宝斋给找到了。 这也侧面说明了,一个人想要单打独斗真的是很艰难,只要有钱有势力,想找什么东西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王胜最开始两颗造化丹悬赏一年之久,可在京城后来吃一百多颗,不也就是说句话,旁人就给送上门了吗? 端着新打出的啤酒,王胜旁若无人的喝了一口,尝了尝滋味。 嗯,有点地球上的味道了,唯一缺乏的恐怕就是气体不足,另外的话,就是还不够冰爽,没有那种一口下去透心凉的感觉。 有没有修行兵属性的高手? 帮忙给兵阵一下。 王胜在吕温侯这边那时一点都不客气,张口就要。 偌大的御宝斋,当然有修行兵属性的高手,现场的护卫之中就有。 在王胜的指点下,那个高手将新出的啤酒冰镇到了四五度左右的样子。 弄点烤肉串来,弄到这里现烤。 既然有了冰皮,那还不赶紧享受一下冰皮鹿肉串的滋味。 吩咐完,想了想,王胜又补充了一句,顺便弄个火锅过来,连肉一起。 连满天下找各种美酒都能办到,弄个区区烤肉串现烤和火锅有什么难的? 没用多长时间,烤肉和火锅就已经送到了酒房这边。 灵儿满脸嫌弃的看着王胜兴高采烈的亲自上手烧烤着肉串,实在想不明白,这种马尿一般的东西,怎么会有人喜欢喝? 吕温侯虽然时时刻刻都是那种风雅公子的做派,可是并不妨碍他看着王胜亲自动手眼中放光的等着。 能让王胜这么期待的连等别人烧烤都来不及的滋味,难道不值得他也尝试一下吗? 至于说喝这种啤酒没面子,那不过是灵儿的想法而已。 连王胜贵为长盛侯都能喝,吕温侯有什么不能喝的? 一排三十多串烤肉被王胜烤烤了出来,用的还是无忧城的香料,特别是那种小辣椒粉,更是撒遍,肉串几乎都成了红色。 坐在桌边,王胜一只手拿着十几串肉串,另一只手拿着啤酒碗,撸一口串,喝一大口冰霜的啤酒,那种氛围,瞬间让王胜回到了地球上的种下业。 熟悉的感觉,差点让王胜流出眼泪来。 看着王胜大快朵頤的样子,吕温侯看着自己手里被王胜塞过来的十几串肉串,再看看旁边泛着小泡沫的黄色啤酒,一咬牙,学着王胜的样子,放开了之前的矜持礼节,大口的撸起串来。 如果只是撸串的话,还不足以让吕温侯感觉有什么爽快,可当第一口冰啤酒入口,混合着烤肉的香味,并瞬间把烤肉的油脂凝结成一团的时刻,那种冰霜,简直是让人快乐到了骨子里。 灵儿目瞪口呆的看着如同王胜一般放浪行骸的自家公子,完全无法想象一向温文尔雅的公子居然会如同那些市井的粗汉一般做出这样的动作。 吃着粗比不堪的食物,喝着粗比不堪的啤酒,怎么可能竟然还有一种享受的表情? 火锅也不错,试试。 王胜看着吕温侯以一种不比他慢的速度干掉了十几串烤肉,王胜自己也懒得继续烤,马上转向了火锅。 热腾腾的熟肉从锅里捞出来,蘸上调料送入口中,趁着热度嘶嘶哈哈咀嚼中,一口冰啤酒,简直把所有的肉香都逼了出来。 热腾腾的酿酒房中吃着热腾腾的火锅,还有比一口冰啤酒下肚更让人舒爽的事情吗? 就这样了。 王胜指着啤酒说道,想办法往里面打点气,其他的差不多就该卖了。 这东西和白酒不一样,放久了也未必好。 好东西。 吕温侯依旧还在火锅里捞着东西吃,这一刻堂堂玉宝斋的东主如同一个没吃过没喝过东西的饿死鬼一般,让灵儿看着自己都感觉羞愧。 具体怎么卖,你们自己想办法。 王胜今天的任务到此已经差不多,后面的事情也就不需要王胜再出什么力气了,这法子怎么保密,你们也自己看着办,没事我就先回去了。 对了,啤酒多送点到侯府。 吕温侯嘴里正一口啤酒配着火锅,闻颜头也不抬得冲着王胜挥了挥手,自顾自的狼吞虎咽着。 等到王胜和护卫们都走得看不见影子了,吕温侯才恢复了之前的贵公子做派,冲着自己的手下笑道,尝尝看,很有意思的滋味,以后可以想法子开个饭店卖酒了。 转头吕温侯看到了一脸嫌弃的灵儿,忍不住劝道,灵儿,要不要试试看。 很不错的味道。 灵儿看着这会正学着王胜和吕温侯大吃大喝的几个护卫,忍不住一阵摇头,打死灵儿也不会喝这种东西。 不过,看着几个人脸上的那种陶醉表情,以及手下毫不犹豫的争抢的动作,灵儿也明白,能让自家公子都觉得不错的东西,那一定会大卖。 那个家伙还真是有点本事,这下,玉宝斋恐怕又会多一桩大转特转的买卖了。 第759章点水成金,上 马上催一下,让那些搜集水的人速度快点。 吕温侯看到了全新的白酒和啤酒当中蕴含着的巨大商机,马上名人催促起来。 谁都知道,酿酒离不开好水,好水才能成就好酒。 王胜已经把酿酒方法和器具都给出来了,只是在京城的水质下就有这样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如果真的是用了全天下最适合的好水,那出来的酒该是怎样的极品? 商人眼中,只要看到了利益,那效率比什么官府宗派都要快上百倍。 之前玉宝斋的人也是有些半信半疑,可现在实打实的尝到了滋味,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京城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忽然之间就多了一种普通人的时尚。 最开始是从建造皇家大剧院的工地那边兴起的。 当忙碌了一天的工匠们,在润资房安排的晚餐当中发现了新花样。 烤肉配上啤酒,简直就是无上的美味,又解乏又美味,干力气活的工匠们只吃了一顿之后,就喜欢上了这种搭配。 润资房当真是良心商家,建造大剧院,每天的饭时都是换着花样给工匠们供应,餐餐馆饱,炖炖有肉。 今天是烤肉,明天是炖肉,排着花样来。 不过啤酒就只有晚上有,白天不允许喝酒上工。 但自从有了啤酒之后,每天晚上润资房送过来的这种叫啤酒的酒就供不应求。 每个人在吃饭的时候,都抱着一个大杯子装着满满的一扎啤酒,三五人六七人举起来小酌畅饮。 当真是痛快。 对了,扎这个概念还是润资房这边传出来的,就是那么一个可以装二斤的大杯子,号称一扎。 这种酒口淡又凉爽,让人喝得舒服,晚上回去还能睡个好觉。 不过,每人每天只有一扎显然不够尽兴,一打问才知道,这是玉宝斋的新品,据说是玉宝斋和侯爷的关系好,特别送到侯府的。 侯爷也爽力,马上安排到了工地上让大家享受。 有那些喝得不够尽兴地赶去了玉宝斋一问价格,才发现这啤酒的价格真的是亲民,那么一扎啤酒不过才十几个铜币,一个银币能买七八扎,绝对能喝得痛痛快快的。 于是,随着大剧院的工地引发,然后到了天工房玲珑阁这边,晚餐喝啤酒烤肉简直成了标配。 就算是不烤肉,吃一些别的菜肴,配上啤酒也别有味道。 想要豪爽可以大口大口的狂饮,想要风雅可以小口小口的品鉴,简直就是平民百姓的极佳享受啊。 这般的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的时间,京城那些大街小巷的范四九四基本上就全都从玉宝斋这边买进了大桶大桶的啤酒,人们也不用非得赶到玉宝斋,随便哪个小店都能享受到这种新颖的滋味。 甚至于到了后来,玉宝斋直接推出了小瓶的啤酒,大概一瓶半扎的量,瓷瓶密封装着,喜欢的人可以家里搬那么几箱或者几瓶,随时享用。 瓷瓶不要打碎,还可以退回给玉宝斋,折上几个铜壁,这可比跑到外面去更舒服。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啤酒就风靡了京城。 然后从京城开始,往各个诸侯国扩散。 正好玉宝斋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号,推广起来毫不费力,十分轻松的就将货扑到了各地。 整个王国,开始风靡起这种廉价的啤酒,推广之快,范围之广,喝酒的人之多,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美酒这种东西可不是人人能够喝得起的,现在玉宝斋一推出啤酒,可以说是直接满足了社会中下层的需求,爆发开来的供求关系,能让吕温侯和灵儿笑得合不拢嘴。 玉宝斋的酿酒房这一个月来简直是痛并快乐着,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几十个庄子什么也不干,全都在全素的酿造啤酒。 可即便如此,生产出来的啤酒产多少被拉走多少,各地的分号还不停的叫着货不够,需要更多。 负责酿酒的管事每天着急的就是怎么组织原料,怎么扩大生产,怎么运输,半个月下来受了有足足十斤。 前半个月不算,算是推广期,可这后半个月预保斋光是在啤酒一项上的销售额,平均每天就超过了十万金币。 这还是每天都供不应求的情形之下,要是所有的需求都满足,这个数字能再增加几倍。 月底的数字一出来,汇总到吕温侯这边,灵儿看到之后,就直接再也不说什么了。 少爷,还是你有眼光,一开始长盛侯让你准备原料的时候你就大量的开始准备,囤积到了各处。 灵儿也不能不佩服吕温侯的眼光,在夸奖少爷这方面上,灵儿做的可是毫无阻碍,顺口就来,反正不是夸王胜就行。 也多亏了啤酒的酿造方法简单,而且时间短,没那么复杂的工艺。 吕温侯笑了笑,十分满意这个数字。 这还是刚推广了半个多月,就算是这个数字只翻两倍,一年下来,也是七八千万金币的收益,王胜这点金手的名字,名不虚传啊。 一个最便宜的啤酒都能卖出这么个收益,可想而知王胜喜欢的那几种五粮液,焚酒和二锅头能卖出个什么价格? 要知道这三种酒,分开不同度数之后,可是囊括了男男女女高中低档的所有用户群,加上啤酒,相当于把天下的喝酒之人全都考虑进去了呀。 现在玉宝斋唯一要担心的,不是这啤酒能赚多少,而是一旦这些酒推出之后,玉宝斋该如何面对周围同行们的压力? 断人财禄如杀人父母,真的到了那个时候,玉宝斋一家能顶得住吗? 灵儿现在就很担心这个问题,看少爷高兴,灵儿也顺势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这可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是那些玉宝斋有经验的大掌柜们的一致想法。 当然能顶得住。 吕温侯笑着将灵儿涌入了怀中,抚摸着他嫩滑的笑脸,开心地回答道,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长盛侯了。 他说,答案其实就在这次啤酒的买卖中,并不是那么难解决的事情。 第七百六十章 点水成金 下 灵儿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还是把求助的目光投到了吕温侯的脸上。 灵儿的长相是博文强计,随时给吕温侯提供他想知道的资料,并不是在这种长远的谋略上。 我们的啤酒,并不是只有我们玉宝斋一家卖的。 吕温侯提醒了一句,然后笑着等着灵儿自己领悟。 啤酒的确不是只有玉宝斋一家卖的。 如果到玉宝斋单买,当然可以买到,成统的和瓶装的都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但有的距离玉宝斋远的人,也可以就近在某些饭四九四当中买到,十分的方便。 难道白酒也采用这样的法子? 灵儿想了想,呼的明白了一点点,兴奋的问道,是不是我们适当的把好处都分润出去一点,自然就有人帮我们承受压力了。 我家灵儿就是聪明。 吕温侯大笑着夸赞道,夸完,抱着灵儿,狠狠的在他的小脸上香了一下,脱口而出道,真香。 是润滋房的哪一款香水? 少爷。 灵儿娇称一声,整个头都羞红的埋在吕温侯的怀里抬不起来了。 灵儿是真的说对了,吕温侯当时想要问问王胜解决办法的时候,也是有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的。 可这个问题对王胜来说,完全就不是问题,随随便便就能化解的。 说到底,之所以有压力,不就是因为断了别人的财路吗? 那就给更多的人财路,大家不就可以一起承担压力了吗? 这个世界,即便是到了玉宝斋的这个规模,也依旧还是逃脱不了那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只不过大商号的规模比较大,是家族作坊式而已。 就比如当年的宝庆鱼塘,盐塘产业都是自己操办,除了原材料需要采购之外,基本上从生产到运输到销售,都是宝庆鱼塘一家解决。 玉宝斋也是一样,之前的蛇药是玉宝斋包园了的,后来的营地也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经营方式。 现在的酿酒还是这样的话,那赚的越多,自然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地球上哪里有一家企业能把什么都生产的事情? 韩国最牛的三星,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何况是这个世界的玉宝斋。 王胜直接就出主意,把利润让出去一部分,自己只掌握住核心的技术,赚自己能赚的这部分。 剩下的,全部都分润出去。 当时吕温侯就有些不解,就算是想分润,也得有个方案,不能随随便便就把自家的酿酒妙法都交出去吧。 那到时候还如何赚钱? 你傻呀? 刚和你说了自己掌握核心的技术。 王胜气不打一处来,这些家伙就是这么不开窍,说不得王胜也只能多指点几句。 玉宝斋以后,只负责酿酒。 王胜飞快的冲着吕温侯说道,酒桶,酒瓶子这些,全都从外面买,这个容易吧? 吕温侯点点头,这很容易,有钱还怕买不到东西。 但随即马上明白过来,这不就如同买那些粮食原料一样吗? 把不用自己费心的全都外包出去,自己这边只抓着核心的酿酒技术,不光是把好处给分出去一些,连带自己还省了不少的事情。 如果什么都要玉宝斋一家做的话,很多都得从头来过,比如烧制瓷瓶,比如打造木桶。 费时费力,效率还不高,可现在玉宝斋只要在全国各地定制一模一样的东西,自有专门的作坊源源不断的给提供货品,又快又好,人家做的还专业。 以后卖酒呢,也不要都放在玉宝斋一家卖。 王胜继续指点着,玉宝斋自己定一个零售的价格,自己也按照这个价格零售。 但是还要制定一个批发的价格,只要其他的商家来买,都按照这个批发的价格给他们,当然也要统一零售价,这样大家都有赚头。 这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买卖行为,玉宝斋也有不少的东西就是从别的地方批发买过来再卖的。 只是一些小店没有玉宝斋的这种规模,所以无法和玉宝斋竞争而已。 可啤酒这种东西,大量扑获靠玉宝斋肯定也是力不从心的,分给这些小店之后,马上就成燎原之势的散开。 之所以啤酒能够在短时间内风靡全国,就是因为王胜的这个主意。 光靠玉宝斋,恐怕得推广到明年也达不到这个效果。 啤酒可以这样做,那些白酒当然同样可以这样做。 甚至所有的酒,玉宝斋都可以批发给同行,宝庆于堂想要,没问题,按照批发价格走就行。 保证绝对有赚。 等所有的大商号都卖玉宝斋的酒的时候,还能有什么压力能把玉宝斋压垮。 当时吕温侯就差点无体投地。 王胜这些建议,简直颠覆了这个世界的商业模式,吕温侯如获之宝,就差把王胜当成财神爷给供起来了。 啤酒销售上只是小事牛刀,可那种疯狂的架势,让玉宝斋上下都目瞪口呆。 大家现在只等着白酒出来的时候,会变成怎样的横扫一切。 据说吴忧城主在听到啤酒第一个月的销量之后,也是惊讶不已。 现在吴忧城里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喝以前那些酸涩的所谓美酒,全都改成了啤酒。 为此,吴忧城主特别支援了几个超强的阵法师,就为帮玉宝斋找到加速白酒陈化的阵法,以便能够早日出酒。 随着啤酒的销售传开的,依旧还是王胜点金手的名声。 之前王胜要和玉宝斋合作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玉宝斋也没有隐瞒,宣传的后期还特意点出,这就是长盛侯和玉宝斋合作的美酒,这还只是第一种,还有几种更加绝世的美酒在酿造之中。 就算是不知道啤酒真正的销量,但各个势力的人也可以大概的估算出来。 一算不要紧,吓一跳。 十几个铜板一扎的廉价货,居然能这么赚钱? 这还只是啤酒,要是传说中那几种绝世美酒出来的话,那玉宝斋一年能赚多少? 当真是应了那个点金手的传说,每年没个几亿金币的收入,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这一刻,不知道有多少人疯了一般的想着各种办法,看看怎么能和王胜搭上线合作一把。 这天下有许多人和王胜有仇,可没有一个人和金币有仇啊。 第761章 住进美女窝,上 啤酒从京城开始风行天下,最开心的除了玉宝斋和无忧城主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天子。 这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京城的流行影响到全天下的实力吗? 王胜那次不是已经和天子说过了,要把京城打造成文化和经济中心吗? 啤酒畅销,简直就是完美的经济中心的体现啊。 天子简直开心的要跳起来了。 这才是啤酒,据说还是王胜和玉宝斋合作当中最简单最便宜的一种酒,还有几种绝世美酒,等着酿造好就会一一面试,到时候,只要王胜在京城,玉宝斋会把东西放到别的地方推广吗? 尽管美酒这桩生意给了玉宝斋让天子有些心疼,这要是王胜和皇家合作的,那该多好。 可是,天子现在眼光也开始放得长远,开始看向了更高的高度。 王胜早就答应过要和玉宝斋合作一桩生意的,就算不是美酒,也有可能是其他,一样还是能赚得盆满钵满的生意。 现在天子已经不满足于一两桩生意的陪传,更在乎的是布局天下。 别人都在关注玉宝斋的极品美酒什么时候出来,可天子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皇家大剧院的落成了。 他已经从眼线的口中知道于大师他们那个乐队演奏的乐曲有多精彩,迫不及待的想要让所有诸侯国的目光都盯到京城的艺术氛围上来。 为了加快建造的速度,天子甚至特意加派了皇家的工匠去帮忙,眼看着这才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皇家大剧院的整体结构和外观就已经全都起来了,只剩下内部装修。 细时磅礴简约大方的皇家大剧院,吸引了不知道多少人的目光。 京城里的百姓,自从整体结构起来之后,就有不少人成群结队的前来参观,哪怕进不去里面,甚至连工地也进不去,可这并不妨碍大家各种不停的猜测。 这可是长盛侯设计建造的,据说是一个大剧院。 可什么样的剧院能有这么大? 怕不是能做上几百上千人一起看戏吧? 何等壮观? 王胜接到消息的时候也是吓了一跳,不到两个月整体结构和外观就完成了。 地球上就算是有现代化的大型机械,还得加上现代化的水泥钢筋混凝土什么的,恐怕才能做到吧? 可去看一圈之后,王胜也不得不服。 大宗师就是大宗师,除了普通的建造方法,阵法的应用简直让王胜目瞪口呆。 照这个速度,恐怕最多两个半月,内部装饰也会完工,站在现场,王胜除了竖大拇指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举动。 刘大师和一批大宗师们得意万分,哪怕天子那边的嘉奖什么的,似乎也比不上长盛侯爷这一根大拇指的夸赞。 那是懂行之人从专业角度的认可,这可比一万个不懂行的人一万句的夸赞都要来得让人舒心。 剧院这边速度这么快,王胜反倒开始担心于大师那边,乐队是不是准备的足够完美。 要知道,这可是这个世界第一次以这样的传统乐器交响乐团的方式开一场演奏会,那些乐师能不能快速的适应并且排练出曲子来,于大师的指挥能不能掌控全局,这些都是未知数。 当然,更大的未知数是这个世界上的观众们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音乐。 这一点,王胜不敢肯定,于大师同样也不敢肯定。 这些曲子感觉还不够。 王胜去找于大师的时候,于大师也是第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以前于大师从没把天下人看在眼里,因为他觉得,这满天下没几个人值得自己重视。 事实上他也正是这么做的,以至于一直一个人住在京郊的山脚,生平好友也就那么几个而已。 直到遇到了王胜,忽然发现,原来音乐的世界里还有这么多好东西。 除了那些新奇的乐器乐曲之外,王胜更给了于大师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目标,那就是让音乐不再是取高贺寡的尴尬,而变成让全天下人雅俗共赏的娱乐。 这不光是因为王胜,还因为有天子的参与。 天子甚至又一次还特意派了大内李总管过来,承诺于大师,如果演出成功的话,乐队所有成员都将不再是琴师戏子,以后只会有一个统一的称呼,艺术家。 王胜可以奋土万户猴,于大师也可以,可乐队当中的其他人,也能做到这么淡定吗? 在他们反过来的影响之下,于大师也前所未有的认真。 他不在乎什么天子,不在乎什么地位,但是他在乎好乐器好乐曲能不能被人认可欣赏。 虽然王胜之前已经给了不少曲子,梁柱清新普善咒赛马琵琶与石面埋伏春江花月夜叠练,还要加上于大师自己改编的五首曲子,但于大师不得不承认的是,他还是感觉有些单薄,至少曲子里面缠绵的很多,赛马这样激昂的也有,可是缺少一首振奋人心慷慨激昂的曲子。 好吧。 王胜面对于大师的请求,也只能答应,我再谱一区。 不过,于大师,你建议给第一批并不是天子和皇家贵咒的女子们演出吗? 我不建议给任何人演出。 于大师直接给了王胜一个无比比式的回答,只要他能安安静静的听我从头到尾演奏一遍,不会中途打断,更不会大放厥词。 但是,如果能听明白我演奏的曲子里面包含的意思,如你这般,随便他什么身份都可以。 拿着王胜给谱好的皇飞红版的将军令的曲谱,于大师不用乐器演奏,直接看着五线谱,手上如同本能一般的打着拍子,看样子已经将指挥的职能印到了骨子里。 闭着眼睛将曲谱从头到尾的过了一遍,于大师满意的连连点头,好。 好。 这就是我要的曲子。 这就是我要的曲子。 然后就没王胜什么事情了,于大师转身就投入到了新乐曲的练习之中,再也不理会王胜。 王胜很理解于大师的这种痴迷状态,也不以为意,想想自己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去王府那边,也许是时候去看看蛋台姐她们现在是什么状态了。 第762章 住进美女窝 下 要去王府,也不能说去就去,怎么也得提前打个招呼。 否则要是遇上她们又在观摩青楼头牌什么的,那岂不是要尴尬死?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美女这种人,绝不会希望任何人看到她们横头垢面的一面的。 之前被押解那是没办法,现在住在王府当中,东家又是润资房的大东家,要还是不化妆就见人的话,那怎么对得起这么优渥的条件? 如果王胜貌貌实实的闯过去,看到一大群素颜没有打扮的美女,说不定从此会成为美女们的仇家。 王胜可不干这种傻事,反正派个侍女过去通知一生并不是多大的事情。 即便如此,王胜依旧还是静静的等了一个时辰之后才动身。 要给美女们留出足够的时间梳洗打扮。 果不其然,当王胜慢慢吞吞的夺到了王府门口的时候,进门就看到了几个荣光焕发的美女护卫。 一身英姿洒爽的护卫服,脸上画着淡淡的妆容,身上还有淡淡的香味,一看到王胜,就是满脸的笑容屈膝行礼,甜甜的娇声,见过侯爷。 很漂亮。 王胜伸手屈服,让四个美女护卫起身,顺便的夸了一句。 听到王胜的夸赞,四女更是笑得如同绽放的鲜花一般,四双美目盯着王胜简直都不想要挪开了。 但台姐她们呢? 王胜笑着问了一句。 领队的那个美女脸一红,急忙指了指中堂的方向回答道,但台姐和强威姐都在课堂里等着侯爷。 妹儿不在。 王胜有些奇怪,妹儿不是一直和她们在一起吗? 居然不在。 妹夫人今日一早就被一个自称苏伯母的人派人来接走了,说是商谈润滋房的事情。 领队的美女娇声回答道。 王胜点了点头。 皇后把妹儿叫走谈润滋房的事情,天经地义的事情。 人家是润滋房的另一个大股东,太正常了。 不过王胜更愿意相信,皇后肯定是叫受妹儿一些后宫故宠的手法,几百个随时愿意伺候王胜的女子在身边,皇后要是不着急才怪。 直奔中堂。 然后王胜就看到了穿戴的异常正式的淡台瑶和强威姐。 很奇怪,这么大的客厅当中竟然只有她们两个,那些女子居然一个都没出来。 辛苦你们了,淡台姐,强威姐。 在王府课堂之中,王胜当仁不让的直接做了主位,然后冲着一左一右坐着的两女道。 淡台姐直接摆摆手道,借身不辛苦,强威辛苦才对。 王胜闻言马上转向了强威姐这边,结果强威姐一看到王胜的目光,忽然之间就红了脸,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了。 强威姐几天不见怎么生分了这许多。 王胜笑着取笑道,莫不是嫌我招待不周。 你也知道生分啊。 强威姐还没说话,淡台姐已经大大啦啦的抢过话头来,你把我们一扔到这里就是一个多月,不闻不问,哪里还记得我们姐妹的死活。 满口的忧怨,却好像是把王胜当成了始乱中气的负心汉一般。 王胜早知道淡台姐这个不老妖鸡肯定是花样多多,要顺着她的这种心思玩,自己绝对被玩死,所以毫不在意,哈哈笑了几声,直接反问道,我都来这么久了,怎么也没人送杯茶上来。 哼。 看王胜不接招,淡台姐也没办法,只能冷哼一声,冲着后面叫了一声,妹妹们,给侯爷上茶。 后面几个声音奇奇的答应了一声,然后一阵相逢,三个美丽的少女端着三个茶盘走到了前面,给三人每人上了一杯茶。 送到王胜面前的女子,还冲着王胜嬌声笑了几声,声音清脆活泼,王胜完全能够听出其中的那种开心和自在。 淡台姐好手段 等三个美丽的少女用最优雅的身段返回了后面之后,王胜才冲着淡台姐瞧起了大拇指,看起来姐妹们都很开心。 不是切身的手段好。 淡台瑶罕见的摇了摇头,很认真的看着王胜道,让他们真正开心的不是我,也不是强威,更不是妹夫人,而是侯爷你。 说完,一双妙目神情的看着王胜,眼中毫不掩饰的放射出一阵阵的情意。 这话题怎么接? 本来只是话语的话,王胜还能有许多话交谈,可淡台瑶这么一看王胜,王胜哪里还能说得出话来? 淡台姐,能好好说话不? 王胜很清楚,淡台瑶既然能够容颜不老,肯定以前是有一位心上人陪着她一直到老的,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变故才让淡台姐不得不找后路,一定是那个心上人发生了意外。 如果王胜把淡台姐的这个态度当真的话,绝对被淡台姐玩死。 好好说话。 可以啊。 淡台瑶咬脸上一板,然后正色问道,那侯爷你把我们姐妹们往这里一扔,一个多月不闻不问,对得起我们姐妹吗? 对得起强威吗? 强威姐的脸色更红了。 王胜直接弄了个杖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又和强威姐有什么关系了? 不过,王胜绝不会和淡台瑶针锋相对,和几百个女子对着干,王胜可没这个口才。 这不是来了吗? 王胜也只能打着哈哈赔不是。 之前那种状况,王胜怎么来? 来了撞破他们修行,那不是自己找不痛快。 那侯爷这次过来是打算待多久? 淡台瑶仿佛一直在逼迫王胜,让王胜忽然有一种斗智斗勇的感觉。 刚问完,不等王胜回答,淡台姐就直接自己回答了,不会只是坐一会就走,让我们姐妹们眼巴巴的失望吧? 那倒是不至于。 王胜也好奇淡台姐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笑着回答道,要是你们不觉得别扭的话,我过来住几天也行。 真的。 淡台姐还没怎么说话,强威姐那边就已经惊喜的问道。 真的。 王胜点了点头,越发的想要知道众女现在是什么状态,说起来,这里也应该是我的产业,来这里住,不就是住在家里吗? 有什么真的假的? 不过,强威姐也知道,我可是很挑食的,有没有好吃的。 第763章如何安置,上。 姐妹们当中可是有妙手神厨的。 强威姐顿时间大喜,眼睛直接亮了起来,脸红都不顾了,急忙回答道,就等你这个厨艺大宗师来品评了。 说完,站起身来,啪啪一拍手,冲着后面叫道,姐妹们,恭迎侯爷回府。 哗啦啦,从后面走出来一大群明艳的女子,在两边排列整齐,冲着王胜齐齐的屈膝万福,一群娇滴滴的声音齐刷刷的叫道,恭迎侯爷回府。 王胜早听道闻道感受到这些女子都在后面不远处,倒也不觉得奇怪。 但突然摆出来这个阵仗,也是让王胜有些好笑。 不过这时候正是开心的时候,王胜可不会煞风景,站起身来,摆出一副舔胸蝶度的大老爷们的做派笑道,还不带路。 是,侯爷。 众女齐齐的答应一声,然后拥促着王胜往后面走去。 一到了后堂,王胜才发现,自己一个月没来,这里已经被媚儿和弹台姐安排的整个变了样。 首先就是人手。 原先是里面配置的全都是侍女,但外院都有男高手护卫的。 可现在,只要王胜看到的地方,全都是女子,不管是护卫还是奴仆,全都是女性。 整个王府,已经直接变成了一个女儿国。 其次是环境。 王府是被抄眉的,原先的王爷生活的不错,但却没有王胜在长盛侯府的那种大手笔,把整个侯府都布置了聚灵阵。 现在王府却如同侯府一般,灵气充沛,从进门开始就是如此,王胜在侯府中已经习惯了,在这里竟然没感到半点的不一样。 想来是媚儿给安排的周到,特意都布置的一样的阵法,甚至连灵压都调整的一模一样。 然后是那些房舍院落的变化。 以前的王府是给王爷居住的,自然是全部以王爷为中心,可现在整个王府除了中堂前院和那个王爷的寝宫之外,其他的地方全都变得女性化。 各种的鲜艳花草,各种的女子喜欢的颜色,各种女子喜欢的装饰,毫不掩饰的在每一个地方体现出来。 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清香,甚至于王胜不用动用他超级的嗅觉,也能闻得到整个院子里的女儿香。 当然,变化最大的还是众女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 上次王胜见到众女的时候,还是刚刚押解到京城来不久,才恢复了没几天,有些人的伤势还没好,哪怕打扮得再光鲜亮丽,也依旧还是掩饰不住那种身体的损耗。 而且众女都担心自己的未来,强颜欢笑,几百个内心愁苦的女子,王胜站在那里就能感受到那种心如死灰的枯稿。 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一个女子都是容光焕发的模样。 那是一种发自心底的认同这里,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认真布置经营的幸福。 王胜一眼看过去,光是从每个小院每个角落每个房设的装饰上看得出,众女是如何的喜欢。 只有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心思布置自己的家园,从王胜把他们放凉,并且通过弹台窑说出了自己对众女的看法之后,众女就已经对京城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那种活力四射的感觉,才是真正让王胜感觉舒服的。 真好。 王胜看着众女排着队拥促着她一路走过来,发自心底的赞了一声,这才是我喜欢的美女们。 王胜的声音不高,但众女却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幸福的看着王胜。 真正发自心底的开心幸福的笑容是能够让人如沐春风的,绝不是那种强颜欢笑可以表现出来的。 晚上我就住在这里。 王胜冲着众女道,准备晚餐吧。 晚上我们一起庆祝。 庆祝什么? 侯爷。 但台窑站在一群美女中间笑着大声问道。 庆祝我们的新生活。 王胜一句话说完,众女马上就是一阵欢呼。 随后,强威姐一声号令,众女立刻忙碌了起来。 侯爷说要庆祝,大家也觉得应该庆祝,自然是全都开心的准备起来。 王胜坐在王府寝宫的院子里的石桌边上,一边纳凉,一边和弹台姐强威姐聊着天,但更多的时候,王胜的心神是在周围来来往往的众女身上。 远距离听得再多,也不如王胜面对面的观察更能确认这些女子的状态。 看到现在众女的样子,王胜的心也放下来许多。 之所以会顺着强威姐的话就是住在这里,并不是王胜想要和这些女子如何,而是给她们一个感觉,自己信任她们。 有些时候,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带给人很深刻的感觉,完全不需要多说什么。 能在众女的包围之下安然入睡,这本身就是极度信任的表现,这可比王胜说一万句信任更能让人信服。 但台姐,找到替代的方法了吗? 和两女闲聊了一会,问了问最近的生活,王胜才转入到正题上。 替代的方法,当然是指替代乾坤倒转的那种修行法门。 但台姐还没说话,强威姐听到这个问题忽然之间就又红了脸,羞不可耐的样子,冲着王胜告罪一声,找了个别缴的理由号称去帮忙,然后中间的兔子一般逃离了王胜面前。 这还是那个在无忧成杀手大厅里面面对那么对臭男人面不改色的泼辣的强威姐吗? 王胜大惑不解,不过总有理由,相信但台姐能给自己一个完美的解释。 暂时来说,有了点眉目,但还需要几个人修行之后验证。 但台瑶飞快地给出了答案。 王胜点了点头,没有追问细节,追问的话恐怕但台姐也会尴尬,只是换了个话题,但台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你想帮我什么忙? 但台姐娇笑着问道。 找到你施展乾坤倒转的那个男人,或者安顿好他,或者治好他。 王胜貌似很随意地说道,或者给你们安排到一起生活,总有很多办法的。 但台瑶的脸色慢慢地沉了下去,仿佛陷入了一种无言的悲哀之中,好一会之后才抬起头来,语气有些乌液地说道,多谢侯爷。 不过,不需要了。 他已经死了。 第764章如何安置? 下 抱歉 听到但台瑶的话,王胜直接冲着但台瑶道歉。 戳中了人家的伤心事,王胜也觉得不好意思。 没事。 但台瑶恢复的速度很快,刚刚只是真情流露了一下。 马上就恢复了正常,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王胜没有追问,但台瑶却好像忽然之间有了想要倾诉的欲望,冲着王胜说道,知道我是如何成为尹堂堂主的吗? 凯旋宫内部的事情,王胜还没有深入研究过,当下就直接摇头。 我的爱吕原先是凯旋宫的公主。 但台瑶端起茶杯,慢慢地瞎了一口道,上一任的。 十几年前因为一次意外,被一头传奇境界妖兽重伤,没多久就去世了。 原来是上一任凯旋公主的遗孀,那成为尹堂堂主就毫不意外了。 有这个身份在,现任的凯旋公主哪怕是做样子,也只能把弹台摇供着,否则就会被宗门的人戳几两股。 呼的,王胜又想到了一个可能,非常好奇地问道,那现任的凯旋公主为什么不是弹台姐你的儿子? 类似凯旋公这种隐世宗门,王胜才不会相信没有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除非是有意外,否则根本就不可能大权旁落。 儿子 但台摇呼的苦笑了一声,目光不知道看向了什么地方,悠悠地说道,我没有孩子。 看到王胜奇怪的目光看过来,但台摇也没卖关子,直接回答道,你以为,修行咏春心法就没有代价吗? 修行咏春心法不会有孩子。 王胜的脸色瞬间变了色,稍一琢磨之后马上点头道,我早该知道的。 生了孩子伤了元气,又怎么可能青春永住? 原来如此。 这样一来的话,但台摇不看好凯旋宫的做法就正常了,估计从自己丈夫死掉之后,但台摇就开始安排强威姐到吴忧城安排后路了。 因为这些美女不会有后四,所以即便进了哪个富豪的家庭,最多也只是自己多吸引丈夫一些,却不会夺走别的妻妾们的机会,相应的,也就减少了不少的敌意。 怪不得基本上都能听到凯旋门的尹堂弟子一般都是很融入家庭,原来如此。 王胜只是自己随口的一说,但台摇却已经惊讶的瞪大了眼睛,你还知道什么? 不少。 王胜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对方是美容养颜的大家,自己知道的那点东西还不够看,说出来也无所谓,要有优渥的生活条件,足够滋养的补品,心情愉快,不能每天愁苦,经常保养,男女性是还要和谐美满,如果有专情的对象更好,始终保持着少女心态,不要大喜大悲的伤情,最好不要受伤等等等等。 一开始但台摇还没怎么当回事,可当王胜说到后面的时候,但台摇已经有些震惊了,你怎么知道的?你看过咏春心法? 怎么可能? 王胜直接摇头。 不过但台姐的问题还是要回答的,这些都是养颜美容必要的条件。 别忘了我开的润姿房是做什么的,道理是一通百通的。 润姿房是做女人美容生意的,当然对这方面也是有功底,这一点王胜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但台摇也接受了。 既然侯爷你知道这么多,自然也能理解妾身姐妹们需要那么多金币的原因吧。 但台摇不想再说有关自己爱侣的事情,很聪明的马上把话题转到了众女修行需要巨额的金币上。 王胜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且不说那天价的补药,光是为了维持这么多女子衣食无忧万事不愁的生活,就需要一笔巨资,还要足够的保养,一般的人真养不起。 那你打算让我们姐妹们做什么? 但台摇提到了正事上,情绪也恢复了些俏皮,正好借机问问王胜对众女的安排。 不过,但台摇还是带着点开玩笑的语气补充了一句,要安排的让姐妹们满意才行啊。 你也知道,不满意的话心情就不舒畅,修行就会落下。 得空问问姐妹们想做什么? 王胜对此毫不在意,真的要安置王胜有一万种办法能把他们安排好,所以,王胜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让这些美女们自己提要求。 那我代表姐妹们提一个可以吗? 但台摇对此毫不意外。 这个世界上要说有一个人能满足他设想好的苛刻要求的话,那一定是王胜,除了王胜之外,不管是天子还是各个诸侯,都没办法做到。 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但台摇就看好王胜的原因之一。 你说,我尽量满足。 王胜并没有把话说死,还是等着听听但台摇的意思再说。 说起来我们有些过分了。 但台摇略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可我带着这些姐妹们从小到大,都没吃什么苦头,没受什么委屈,除了修行咏春心法,也没学到什么擅长的手艺,只会把自己修行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样的话,侯爷也能安排吗? 又要不吃苦头,又要不受委屈,又要心情愉快,还要漂漂亮亮,肯定也不可能干什么力气活,这样的行当有吗? 除了喜欢这些美女美色的,愿意花大价钱把众女养起来之外,想要靠着这个赚足至少五亿金币,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 这要求就算是给天子提出来,天子也不可能满足。 什么都不干,王胜也不要宠幸这些女子,还要耗费大价钱养着,凭什么? 可王胜偏偏就点头了 可以 王胜不但点头,而且还是毫不犹豫的点头,漂漂亮亮,心情好,不吃苦头不受委屈,没问题。 润脂肪就是做美容化妆品生意的,完全可以做到。 王胜答应的这么痛快,倒是让但台瑶更有些不好意思了,反而又有点吞吞吐吐的说道,侯爷,能不能不进妹夫人的润脂肪? 单独的做一摊子生意呢? 说完,但台瑶马上解释道。 不是对妹夫人有什么不满,只是,我们,忽然间有些说不下去,停在了这个词上。 不想仰仗妹儿的鼻息。 不想和妹儿的润脂肪混为一谈。 都有点,反正是说不出口了。 可以。 就在但台瑶觉得自己也有些过分的时候,王胜再次点头,丝毫不觉得为难。 第765章信任的泪水,上。 这样也可以。 但台瑶简直震惊了。 这样的要求,实在是他有些刁难了,可王胜居然就这么不打折扣的答应了。 凯旋宫为什么会建立尹堂? 还不是因为赚钱的产业不好找,凯旋宫没有强悍的资源,也只能用这种旁门左道的方式来给宗门赚取金币。 哪怕是在当年的凯旋宫当中,这些女弟子在平常也不是那么无忧无虑,总要充当很长时间的侍女什么的。 王胜居然就这么答应了。 答应得太过于爽快,以至于但台瑶居然有点不敢相信。 当然。 王胜点点头回答道,其实不是什么男士,你们这么漂亮,那就漂漂亮亮的赚钱,很容易的。 漂亮不赔是男人,怎么赚钱? 但台瑶听到王胜的再次肯定,心中一宽,王胜既然能这么答应,那一定是有把握了。 不过他还是想要问问清楚,也算是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漂亮本身就是一门生意啊。 王胜笑了笑,只点着但台瑶道,润姿房说白了,其实就是做漂亮这门生意啊。 你不会以为,只有化妆品才叫漂亮吧? 锻炼身材,合适的衣服,绰约的风姿,这些不都是生意? 要是,但台瑶听明白了一些,但还不是太懂,毕竟他不是做生意的料,这会忍不住激动起来,又有些念头盘旋在脑子里想说出来,却又欲言又止。 王胜看出了他的意思,明白他肯定自己都觉得有些得寸进尺,不好意思说出口。 王胜倒不在乎这些,做了个请的手势,让但台瑶尽管说出来。 但台瑶咬咬了咬牙,终于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要是姐妹们不想和别的臭男人碰面,只做女子的生意,可以吗? 生怕王胜觉得自己贪得无厌,说出这个要求,但台瑶又马上解释起来,修行的前妻,最好少见男子,免得分心打扰修行。 等到重新修行过了七重镜八重镜,基本上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这有什么不行的? 王胜依旧还是满脸的微笑答应着,先只做女子生意,完全没有问题。 事实上这些生意也就是先做女子才能做起来的。 但台瑶再也没话说了,他忽然之间发现,眼前的这个男人,在这方面简直就是无所不能的,让他有一种佩服的五体投地的感觉。 有时候真羡慕妹儿妹妹,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你都能帮他做到。 但台瑶也只能发出这样的感慨了。 相信我,如果你真的到了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时候,王胜笑着叹了一口气,那活着该有多没意思。 这些轮到但台瑶再次挣住了。 可他仔细琢磨王胜的话语的时候却又发现,这真的是至理名言。 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在这世上还有什么追求和希望? 那样的人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对了,侯爷,你这么长时间一直在京城里待着,难道就不想知道千绝地里发生了什么? 但台瑶也算是有点见识的,感慨之后,也心情十分的舒畅,毕竟是解决了自己最头疼的问题,忍不住也好奇起来,冲着王胜问道。 想啊。 王胜一点都不带犹豫的回答道。 那你怎么没进千绝地看看? 但台瑶不解的问道。 不能啊。 王胜苦笑着解释道,现在各方都在千绝地里面大兴土木,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耗费了多少物资。 我进千绝地,至少有一大半的人手还要防备我,一旦有什么其他的损失,这些未免就要全部都扣到我的头上,我干嘛要进去惹人厌? 可千绝地本来就是侯爷的封地,难道侯爷反倒是进不得了? 但台瑶有些不服气的问道。 不愿意招惹这个是非而已。 王胜笑道,里面现在一定有争斗,我一出现,谁也摸不准我到底是帮哪边,各方都会防备,这种没事拉仇恨的事情,我才不干。 等他们站住了脚,想进千绝地核心的时候,自然会来求我进千绝地。 现在嘛,还是老老实实在京城修行享受就好。 要是人人都是侯爷这种聪明人,这天下能少多少是非。 但台瑶也是长叹一声,再次感慨道。 管他们死活,做好自己。 王胜笑着安慰,指着前方偌大的花园道,记得这里也弄一个大游泳池,里面弄一个保温的阵法,让池水始终是温水。 姐妹们想要动了,就去游游泳,对身体有好处,也能养颜美容。 行,妾身马上让姐妹们去挖。 但台瑶飞快地答应道。 王胜的目光顿时间看了过来,好像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让外人动手。 以后这所王府里,只允许侯爷你一个男人进来。 但台瑶笑道,里面的所有事情,姐妹们都能自己做,不用外人插手。 没必要。 王胜瑶摇头,人不能问在一个地方,总要出去走走看看开开眼界才能开心快活。 姐妹们可以出去玩,但不会让一个男子进这里来。 但台瑶很坚持,有高手来去自如那是别人的事,但姐妹们绝不会主动让除侯爷之外的任何一个男子进来。 看来但台瑶已经有了安排,王胜也就不再坚持什么。 只是多提醒了一句,以后姐妹们出去的话,有人骚扰,就报我的名号。 在京城,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面子的。 但台瑶点头。 王胜在京城岂止是有那么一点点面子,分明是全是通天之辈。 光是因为王胜倒下的就有四个王爷,一个皇子,几十个重臣,那还是只动了王胜的产业,谁要是不长眼再敢打王胜女人的主意,那不是找死吗? 找死也不是这么找的。 不管王胜怎么和这些姐妹们相处,可在外面的人看来,这一整座王府当中六百多个美女,那就全都是王胜的女人了,王胜不承认都不行。 能在京城魂的有声有色的,不长眼的绝对不多,可以说,只要众女在外面说是王胜府上的,真没几个人敢打歪主意。 第766章信任的泪水 下 但台瑶已经离开了,他去忙碌王胜交代给他的事情,也是和众女有关的事情。 无他,就是一个新产业总得要有一个掌舵人,既然他们不想屈居妹儿之下,那么就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来操持这些事情。 王胜已经说过了,自己出本钱,出主意,众女出人工出力,五五分成。 这个待遇,已经和妹夫人的待遇相同了,众女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不过,做生意这种事情,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但台瑶也明白,所以,他要挑选一批这方面有天赋的,去跟着妹儿,跟着妹儿的掌柜们好好的去学习。 等到准备的人手都合适之后,这边的产业才能够正式开始。 当然,这段时间内,众女依旧还需要探索替代乾坤倒转的方法。 但台瑶说已经有了些眉目,还需要验证一番,验证也是需要时间的。 但台瑶去干活了,但王胜并不是就一个人待着了。 恰恰相反,现在至少有十个大小美女在王胜身边伺候着。 王胜半躺在躺椅上,一个美女在椅子后边坐着,给王胜洗头梳头按摩头部。 两边坐着两个美女,一人抱着王胜的一只手,再给王胜精细的修剪着指甲。 脚那边同样有两个美女,给王胜目足之后,同样再给王胜修剪脚指甲。 大腿两边也有两个美女,给王胜按摩着大腿小腿的肌肉。 除了这五位之外,在旁边还有两个美女随时伺候着,王胜想要喝东西的时候,就有人端着茶或者啤酒送到王胜口边,带着吸管,王胜只要一偏头就可以喝到。 要不是王胜拒绝,这两个美女能用自己的糖口先喝一口再给王胜度入口中。 这样的情景要是让外人看到,绝对会羡慕王胜艳浮无边。 当然,王胜也的确是艳浮无边,只要她点头,想要怎么样的享受都可以。 可惜,王胜并没有做出任何超过这些的举动,只是一边享受着众女的服务,一边和旁边坐着的强威姐聊天。 强威姐一开始不知道因为什么不好意思,但弹台姐离开之后,还是把她叫回来陪着王胜。 和强威姐聊天,主要也是王胜通过强威姐了解众女更多的情况。 比如,众女是否有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淑女,是否有精通女工的,有没有能歌上舞的,有没有会乐器的,是否有精通厨艺的,等等等等,王胜问的很多。 这方面,不光是强威姐在回答,围绕着王胜伺候的几个女子也都不时的插嘴,大家相处的时间长,比强威姐了解的更多一些。 一番交谈下来,王胜发现,这批女子还真的是多才多艺,几乎王胜能想到的人都有。 别人要是得到这批美女,肯定都是当作美色来用的,可王胜却是在心中暗暗的惊喜,捡到宝了。 凯旋宫的那些笨蛋们,居然只把这样的一批多才多艺的女子当作后宫禁鸾,当真是暴殲天物。 媚儿已经从皇后那边返回来,听到消息之后赶到了这边,看到的就是王胜正在享受几女的服务,一边还聊天。 让媚儿有些心跳的是,王胜正在让一个美女给自己刮胡子。 锋利的剃刀在王胜的脖子里一次次的掠过,媚儿自己看着都心惊肉跳。 可王胜躺在那边,却是一脸的享受,丝毫不带防备的样子。 你终于舍得过来了。 媚儿似乎也是很为众女抱不平一般,冲着王胜埋怨道。 忙着修行,也怕耽搁了姐妹们修行。 王胜笑着给媚儿解释了一句。 胡子已经刮得差不多,另一个美女正拿着一块热毛巾给王胜擦拭,这时候才能说出话来。 很舒服,谢谢你。 王胜笑着冲着给自己剃须的美女道谢。 借身的荣幸。 给王胜替须的女子却开心得如同中了六合彩头奖一般,说话都有些激动了。 信任是什么? 信任从来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比如王胜就这么毫无防备的坐在十几个美女环绕的地方,任何一个出手,恐怕王胜都会重伤。 比如王胜就让这个美女拿着锋利的剃刀在自己的脖子上脸上划过,丝毫不怕她会一刀结果了自己。 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众女感动的吗? 本来就是被当作礼物送到王胜这里的,众女一开始已经任命了的。 可王胜不但将他们放粮成为自由人,而且还如此的信任,将来会给他们置办一处可以媲美润资房的产业,即便是但还姐那么苛刻的要求,这个男人都没有打一点折扣。 在这些女子们前半生遇到的所有的男人当中,从来没有一个如王胜这般对待他们。 现在众女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为什么没有在妹儿之前认识这个男人。 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将会有多幸福。 在几百位美女的安排之下,王府晚上进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除了值班的护卫之外,所有人都参与,大家开心的又唱又跳,又吃又喝,一直闹腾到午夜,才慢慢的消停。 折腾到后来,众人也都累了,王胜和妹儿就在王府当中的寝宫中休息。 强威姐甚至安排了几十位美女在寝宫伺候,当然,只是随时等候插浅的那种。 寝宫之外,也有几十个美女护卫轮值守候。 这一夜,王胜睡得很安稳,一点没有因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周围一堆陌生的女人看护下而戒备,完全把众女当作了自己人,就那么呼呼大睡。 妹儿就睡在王胜的身边,枕着王胜的胳膊,睡得一样很香甜。 可伺候两人守卫两人的美女们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睡着,即便是躺在不远处随时等着吩咐的也只是躺着,睁着眼睛,默默的任由眼泪流淌。 至于守卫的那些美女护卫,更是一边流淌着泪水,一边警惕的盯着四周,哪怕任何的一丝风吹草动,都会小心的过去解释一番。 王胜给他们的,不仅仅是重新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更多的是给了他们尊严,给了他们自由,给了他们无与伦比的信任,可以说是给了他们一切。 在这一刻,王府当中的所有女子,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思,那就是发誓把自己这一生的所有,全部都奉献给这个给了他们一切的男人。 第七百六十七章大关注关心,上 连着好几天,王胜都好像乐不思蜀一般,一直住在王府之中。 京城里有多上人都在关注着王胜的动静。 正如王胜所说,只要是在千绝地里面想要置办产业的,都会牢牢的盯着王胜,生怕王胜再有什么进出千绝地的举动,让大家草木皆兵。 上次王胜单枪匹马的去报复凯旋宫,就把所有盯着王胜的人吓了一跳。 好在王胜进出只是路过,干掉那个庄园的人之后,就很快回到了京城,让所有人都是心情一松。 为什么唐国下国和冯国愿意用这六百多个极品美女来送给王胜讨好王胜? 难道三国的高层就不喜欢美女吗? 这不可能。 除了要交好王胜的缘故之外,最重要的也是想要通过这些美女把王胜牢牢的拴在京城。 可惜,王胜似乎不上钩,整整一个多月小两个月的时间,王胜竟然只进了王府一次,然后就再没有光顾过。 这让许多人都很失望。 也许唯一不失望的势力就是天子这边吧。 终于,那些等着王胜能和这些美女纠缠在一起的人们看到王胜再次进入了王府之中,居然一夜没有出来。 更惊喜的是,王胜不仅仅是一夜没有出来,而是连着好几天,就在王府之中,每天都能从远远的外面看到王府里面灯光一直要亮到后半夜,一直能听到丝竹之声。 有经验的人一看这驾驶就知道,这肯定是夜夜升歌的享受啊。 各方立刻放心了许多。 特别是隔那么一两天,王胜就会在王府门口出现一两次,让人能够看到他的确在王府之中,不可能凭空消失,这更加让大家开心。 每家都愿意看到一个沉溺在享受之中,能用美女收买的王胜,而不愿意看到一个即便动用高手也无法降服,在千诀地里面神出鬼没的王胜。 各方势力放心了,天子却开始着急了。 可王胜待在王府之中,那些美女护卫执拗的连一个男子都不让进去,太监都不行,天子想让人找王胜谈话都不行。 值得庆幸的是,妹儿并不是每天都待在王府之中,天子还能够通过妹儿了解到王胜的动向。 通过皇后的旁敲侧击,天子终于明白,王胜并不是在王府之中荒淫无度,而是在每天挑选其中有特殊才艺的人才,这才松了一口气。 王胜要真的被那些美女迷住的话,固然可以时时刻刻的待在京城给天子出谋划策,可这个人就算是废了。 天子放心了,但另外有人不放心了。 老军官的大官主,土生土长的超级地头蛇,在京郊听到了消息之后,等了几天,依旧没有听到更好的消息。 终于忍不住,亲自来找王胜。 当然,大官主可不是灵虚老道。 要是灵虚老道,肯定直接冲进王府之中,把王胜给滴流出来,然后再慢慢地叫神。 大官主可没这么鲁莽,就算是听到再多的传言,大官主也会自己主动地去探视一番,亲眼看一看再说。 在这个世界上,王胜第一个看不透修为的肯定是灵虚老道,第二个就是大官主了。 要说大官主实力强悍,可从来没见过大官主动手,大官主晋级灵气粹体的时间还不如王胜时间长,这可是王胜亲眼看到的。 要说大官主修为低,那就更荒谬了。 首先能震得住老军官大大小小的老道们,那就不是一般的手腕水平。 也许管理水平高修为不高,可等嫌老道们不能修行的九字真言,大官主修行的有模有样,不比清晨清灵这些传奇巅峰境界差。 不过具体大官主什么境界,王胜一直弄不清楚。 王府之中虽然有诸多的七级八级的美女高手护卫,有但抬摇这个九重镜的高手在,可是,在大官主小心地躲避下,没人能发现大官主的踪迹。 借助着黑暗,大官主很快就在那个隐秘的角落中看到了灯火通明处的王胜。 看到了王胜正在做的一切。 王胜并没有荒淫无度,也没有和这些美女们亲近泄系,一直坐在那边,冲着一个一个的女子在指点着什么。 看到这一幕,大官主的一颗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 王胜毕竟还是非常人,六百多个极品的美女,似乎也没能动摇消磨她的意志。 正在心未肩,却看到那边王胜啪啪啪拍了几次手,聚集在那边的众女一哄而散,各自离去。 然后,王胜站起身来,很是恭敬地冲着大官主这边拱手行礼。 被发现了。 大官主相当的意外,要知道,王府这么大,自己距离王胜那边还有差不多一百多米,王胜竟然这么远就能发现自己。 还是王胜在光明的地方大官主在黑暗的地方。 远远地看到王胜又做了个手势,却是指了各方向。 王胜已经往那个方向走去,大官主毫不迟疑,立刻飞身跟了过去。 一直倒出了王府,在王府附近的一个茶亭,借着月光,王胜停了下来,冲着后面大官主的方向再次拱手失礼,见过官主。 多谢官主。 你知道我来了。 大官主从黑暗中现身,走进了茶亭之中坐下,笑着问道,知道我来做什么? 官主肯定是怕我迷失,特意来点醒我。 王胜笑着回答道,多谢官主关心。 那你可猜错了。 大官主难得的开启玩笑来,本来我是打算送你几本老军灌蜜藏的双修功法的,现在看来,你似乎并不是很需要。 两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本来想在你心的府邸中喝杯茶的,结果你这么小气,连门都不让进。 大官主继续开着玩笑,脸上的笑意却是挡也挡不住。 这位俗家长老,当真是了不得,看来这几天的时间,已经把那几百名红粉收服,即便是大官主也是佩服不已。 但台姐,还不上茶。 王胜冲着黑暗中招呼了一声。 十几个灯笼瞬间亮起来,然后十几个美女挑着灯笼从那边轻轻停停的走了过来。 居中的正是端着茶盘的但台窑。 见过官主。 但台窑走到茶亭中,将茶水分别给两人奉上,这才冲着大官主失礼道,多谢官主体谅。 但台堂主不必多礼。 大官主很优雅的回礼。 双方都是第一次见面,却好像双方都互相知道对方的身份。 第768章 大官主关心,下。 当然,这一点丝毫不用奇怪。 但台窑知道大官主的身份,是因为王胜刚刚在王府中告诉他的。 当大官主刚一进王府的时候,王胜就已经发现了他,熟悉独特的灵力波动更容易让王胜确定一个人的身份。 知道大官主过来,王胜就吩咐了但台窑和众女,让他们准备接待贵客。 当然,大官主的身份王胜也点到了。 至于大官主知道但台窑,实在是太正常了。 但台窑到了吴忧城的时候,吴忧城的那几个护卫可都是老军官的弟子,一路赶到京城,路上都是老军官的弟子护送,在侯府之中同样是大量的老军官弟子护卫,知道但台窑的身份实在是太简单了。 如果是放在以前,凯旋宫的一个隐堂堂主,正式会面的时候也许还值得大官主亲自接见一下。 没错,是接见,两者的身份即便在那个时候也是不对等的。 而且那还得是在大官主心情好的时候。 至于现在,已经是王国王宗的凯旋宫隐堂堂主,在大官主眼中根本就是一个普通人了。 如果没有王胜这一层的关系,抛去传奇高手的身份,但台窑想要见到大官主,估计也只能老军官法会上人山人海中远远的看一眼。 可是,因为王胜的缘故,但台窑却可以在王府外面的一个茶亭当中见到这全天下几乎可以和天子的权势相媲美的大人物,心中早已经激动万分。 不说但台窑,连带王府中的众女其实都是同样激动的心情。 激动之余,就是深深的感激。 因为但台窑代表众女和王胜说过,他们不会主动邀请任何一个除了王胜之外的男子进入侯府。 大官主不请自来,众女修为不足无法发现那是另一回事。 可是,王胜就因为他们那么一个任性的要求,将老军官的大官主带到了王府之外的一个简陋的茶亭中,连王府的客厅都没有去。 之前王胜已经表现出了对众女足够的信任,可以说那是把自己性命交给众女的绝对信任。 现在,王胜给了他们就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尊重。 要知道,那可是王胜自己宗门的扛把子,天下道门的总领袖啊。 那已经给的不仅仅是面子,而是一切了。 但台窑很聪明,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到主人的身份上,就算是客人,也是那种懂得眼色的客人。 比如现在,带着众女拜见过大官主之后,但台窑就直接把自己和十几个美女当成了侍女,乖乖的站在周围,随时准备伺候大官主和王胜喝茶。 他们,长老你安置得很好。 大官主也不避讳,很自然而然的接受了这样的身份。 事实上,地位再高的人到了大官主面前,大官主都能以平常心看待,这是道门的底蕴,也是大官主自身的羞耻。 都是一群可敬可佩的正命之人,我很佩服他们。 即便是当着大官主的面,王胜也没有改变自己对于众女的看法。 遭遇不幸那是遭遇不幸,但在遭到了不幸之后,不认命,不顺从,而是想方设法的抗争,这样的人是值得敬佩的,不管抗争的结果是成是败,都值得王胜敬佩。 王胜看重的不是成败,而是他们有没有主动抗争的态度。 恩,那就好照顾好他们。 大官主点点头。 对于这种玉下之术,大官主可比王胜要炉火纯青许多,一句话就能既给王胜拉到忠诚,还能给自己拉到好感。 不看几句话的时间,周围的十几个美女已经热泪盈眶了吗? 这边的事情忙完之后,回老军官一趟。 大官主这次的主要目的是来看看王胜是不是真的迷失在女色中,发现真相之后就再也不担心,叮嘱了一句,喝了两口茶水,连夜离开。 一直到王胜的感官再也感受不到大官主的踪迹,王胜才转回了身形。 大官主亲自赶过来的这一趟,着实让王胜感恩。 堂堂到门领袖,能有几次机会亲自出马。 这也是王胜为什么对老军官越来越有归属感的原因。 走吧,回去吧。 但台瑶和十几个美女还提着灯笼在后着,王胜冲着众女笑了笑,吩咐了一声,众人集体返回了王府之中。 晚上王胜睡得很踏实,睡觉的时候,王胜已经刻意的关闭了自己的感官,除非在寝宫范围之内,王胜才会感受到动静。 否则的话,以王胜的敏锐感官,任何时候都别想睡个安稳觉了。 早上起来,王胜就发现气氛不对,寝宫门外有很多人。 气息和动静都是熟人,都是王府当中的众女,但大家都集中到这里是打算做什么。 在两个负责伺候的美女帮助下王胜穿好了衣裳,走到门口推开门,然后就看到了在寝宫前面的空地上密密麻麻跪着的众女。 寝宫当中的几个美女也没有例外,在王胜走到门口推开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随着外面的同伴一起,跪倒在地,额头挨着地面,前程无比。 一看到这个架势,王胜就知道是因为什么了。 还是昨天大观主来带来的后遗症,不过,对王胜来说却是天大的好事。 这些女子,已经毫无条件的归心了。 为了她们的任性要求,王胜连天下盗门领袖老军官的大观主都拒之门外了,这样的恩宠,还有什么能够报答? 跪着的不但有凯旋宫隐堂的美女,还有那些美女高手,除了那些轮值的护卫之外,一个不落的都跪在这边。 包括弹台瑶和强威姐,他们两个是跪在最前面的。 起来! 王胜低喝了一声,我把你们放凉,我答应了你们的各种要求,我努力挖掘你们各自的长处,不是为了让你们跪在我面前的。 你们辛苦隐忍这么久,终于等到了凯旋宫的父王,同样也不是为了跪在另一个人面前的。 站起来! 侯爷大恩,妾身等敏感五内。 但台瑶代替众女发声,侯爷,请受妾身等人一拜。 不等王胜再说什么,强威姐那边已经抢在前面开口,只此一次,以后妾身等人再不会跪任何人。 数百个美女,在王胜的面前和身后,跪着直起身来,然后冲着王胜重重的败下。 每个人的额头都发出了清晰的咚的一声,显示着他们的决心。 第769章 最难的一步 上 磕过一个头之后,众女就很乖巧的站了起来。 王胜瞬间察觉到,所有人的气质仿佛忽然之间就有了变化。 那种感觉很玄妙,就好像一开始大家都当自己是客人,忽然之间就成了主人一样,自然不作作。 至少王胜很喜欢这样的变化。 侯爷,你的头发还没有梳好。 强威姐站起身来,很自然的走到了王胜的面前,就如同妻子对丈夫说话一般,说完,静直的拉着王胜的胳膊,将她拉到寝宫的椅子上坐好。 旁边的另一个美女同样自然而然的走到了王胜背后,将王胜的头发挽起,丝毫不在意自己的胸口已经紧贴在王胜的肩膀上。 强威姐,你没必要这样的。 王胜很明白强威姐她们现在的心态,只能是苦笑着说道。 往前。 强威姐却没有理会王胜的苦笑,只是伸手将她脑袋往前稍微推了推,将王胜被自己的后背和椅子被夹住的头发取了出来。 王胜夜里的举动,加上大关主的配合,已经让王府当中所有的女子对王胜在没有什么试探或者二心,一个头磕下去之后,再起身,所有人都已经默认自己从身到心都属于王胜,再也不会离开。 既然都已经是王胜的,那么还有什么不自在不方便的? 别说只是梳头洗脸什么的,更亲近的事情,众女也会甘之如頤。 这也是王胜感觉到众人心态气质变化的根本原因。 不过,王胜感念众女的这些变化,也能欣然接受。 可强威姐和弹台窑不同,她们从一开始就不是别人送给自己的礼物,而是王胜在无忧城的朋友。 连她们两个都那般的败下去,王胜却是有点受之有愧。 妾身也是凯旋公尹堂弟子。 一边熟练的为王胜梳理着头发,强威姐一边用平常的口吻和王胜聊着天,姐妹们都在一起,我也不例外。 以后,除了师父之外,妾身姐妹们可就都交给侯爷你了。 真没必要。 王胜还是苦笑,头发被强威姐梳理不说,已经又有两女端着热水进来,泡上毛巾拧干,开始给王胜擦脸了。 前几天王胜就一直是住在王府里面,王胜起床后也一样有人服侍,可那时候总感觉隔着那么一层。 可现在,每个人都忽然之间就融合进来了,不管是梳头洗脸还是其他,都好像已经是身边多年的人,那般的轻松,不刻意,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样子。 师父现在可以彻底的放心了。 强威姐帮王胜把头发梳好,用丝带扎了一个漂亮的结,这才笑着道,从到了无忧城他就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总算可以睡着了。 这么担忧自己弟子的师父,算得上一个好师父,可惜,他在凯旋宫的时候并没有彻底的护住自己的弟子们,导致弟子们被自家的宗门高层祸害。 当然,以他当时的实力,也是无济于事,如果强行出头的话,恐怕弹台窑自己也逃不过去。 大家就因为昨天晚上的那件小事吗? 王胜的身体不再僵硬,也慢慢的适应了大家的转变。 没办法,刚刚众人的表现实在是太突然了,突然到王胜刚起床都来不及进入状况,强威姐拉着王胜的时候,王胜的身体都是僵的,直到此刻才慢慢转下来。 强威姐和身边的另外几个美女当然感受到了王胜身体的变化,脸上的笑容越发的灿烂。 那不是小事。 强威姐很认真地回答道,也许在侯爷你心目中那是小事,可在妾身姐妹们心中,那是天大的事情。 强威姐这边说着,旁边的几个美女都是忙不迭地点着头,赞同强威姐的看法。 哎,算了,不提了。 王胜摆了摆手,坐在椅子上,如同木偶一般,任由几个美女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褶皱都一点点的抹平。 一边顺着众女的指挥抬手,一边问道,你们就不怕所托飞人。 说不定我是先骗你们上钩,然后兽性大发,把你们全都霸占,比在凯旋国的时候还惨吗? 切身愿意。 王胜的问题一出口,就听到了几声带着笑意的齐刷刷的回答的声音。 王胜一阵白眼,然后周围却是一片银铃般欢快的笑声。 等到王胜被强威姐和一群女子把周身都是弄妥铁了,王胜才走出寝宫,后面自然有几个美女开始收拾房间。 王府当中似乎已经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众女该修行的修行,该执手的执手,该干活的干活,井井有条,丝毫不紊乱。 但王胜就是能够感觉到那种和前几天完全不同的自在感觉,众女已经都认可了王胜,王胜走到哪里,碰到的女子都会甜甜的娇笑失礼,氛围十分的舒服。 有很多事情王胜都想要找淡台瑶问问,现在却找不到人。 随便找了个美女一问,很快王胜就知道了淡台瑶的所在。 这位不老妖妖妓此刻正在王府的中堂那边等着王胜,似乎她已经猜到王胜会有很多的疑问。 远远的好像就已经知道王胜过来了,淡台瑶连茶水都准备好了,温度恰到好处。 淡台姐,我有些不太明白。 王胜毫不客气的一屁股坐在淡台瑶的对面,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大口,然后才问道,怎么一夜之间,大家就好像完全不一样了。 恭喜侯爷。 淡台姐肃手捏起茶壶,给王胜蓄了一杯,这才笑道,侯爷被这么多姐妹归心,天大的好事啊。 其实根本没必要这样啊。 王胜还是这样说,他是真的这样认为的,只要大家维持以前的样子,我们也一样可以很好的合作呀。 不一样。 淡台瑶飞快的摇头道,那完全是两回事。 王胜没说话,等着淡台瑶的进一步解释。 咏春心法很特殊。 淡台瑶也没有让王胜多等。 自己也小口喝了一口茶水之后,慢慢的开口道,其中最麻烦的一个步骤在于,修行咏春心法的女子,终其一生,只能对一个人钟情。 窃身之前一直才发愁这一步如何跳过,现在已经不用发愁了。 第七百七十章最难的一步,下。 在凯旋宫的时候,这些女子肯定不会轻易对那些霸占了她们玩弄了她们的凯旋宫高层钟情,真正钟情的估计已经跟着殉情了,被送到这里来的,除了那两个试图刺杀王胜的之外,已经再没有那种犯傻的女人。 但台瑶想得很好,如果当时王胜接受了所有的弟子,那么这些弟子只要对王胜钟情,顺理成章的进行乾坤倒转,后面的修炼也就一气呵成了。 可惜,王胜并不同意这个方案,但台瑶的想法就落了空。 这段时间正一直为这个最难的步骤发愁,想不到王胜不声不响的只是几个举动,就达到了但台瑶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效果。 但台姐,你也是女人,如果别人强迫让你一定要钟情于某个男人,你会乐意吗? 王胜听着但台瑶的介绍,一阵的无语,忍不住问道,想有的瓜不甜啊,你是哪里来的自信能让他们都钟情于我呀? 事实上,你一开始放凉所有人,大家就都已经对你有好感了。 但台瑶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他实在是太过于重视这些弟子,害怕他们再次颠沛流离,才会想着如何能够用最快的速度解决此事,反倒是忽略了这方面的内容。 当然,王胜直截了当的拒绝让但台瑶也明白他的法子不行,这才想方设法的寻找解决办法。 让但台瑶惊喜的是,王胜似乎在无意之中,就解决了他这个最头疼的问题。 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王胜苦笑了起来,我可以让姐妹们过上很好的生活,但我在感情上却给不了他们任何的承诺,这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 看着王胜苦笑着把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的好事往外推,但台瑶呼得有些觉得好笑。 等到王胜说完了,但台瑶才仔仔细细的打量起王胜。 说起来,王胜并不算是多帅气的人,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可以说十分的英武。 当然,王胜比起许多人看起来都要强壮,修长的四肢,匀称的比例,特别是身上脸上的线条,看起来十分的吸引人。 王胜绝不是那种情圣,更不是花花公子,从王胜之前的做派就可以看出来。 现在,但台瑶怎么看王胜怎么顺眼? 知道吗? 侯爷? 但台瑶终于笑着开了口,你越是这样,才会让姐妹们越发的沉溺在你的魅力中无法自拔。 难道非要我每天破口大骂,全脚相加才能让他们不再幻想吗? 王胜是真的有些发愁了。 金钱债好说,还钱加利息还就是,感情债要是欠下了,该怎么还? 迟了。 看着王胜一脸的黑气,但台瑶越发的笑了起来。 你现在就是用鞭子抽他们,他们的心思也不会再变化了。 王胜抚着自己的额头,一阵的无语。 看着但台瑶笑得那么开心,忍不住吐槽道,早知道就不该答应你那么多条件。 妾身现在已经很放心了。 但台瑶什么样的人没见过,面对王胜,轻松的回复道,不光是凯旋宫的隐堂弟子,连带那些女高手,也可以放心无忧的修行咏春心法了。 侯爷,如果不是妾身早已经心有所属,说不定也会折服在侯爷的魅力之下。 但台瑶很认真地冲着王胜说道,不过现在,妾身再也不用担心他们了。 有侯爷在,一定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但台姐要离开。 王胜从但台瑶的话语中听出了那么一点点分别的意思,急忙问道。 不会。 但台瑶直接摇头道,好容易找到了侯爷这么一个可以依靠的靠山和金主,我才没那么傻要离开。 看着王胜明显松了一口气的样子,但台瑶笑道,侯爷放心吧,最难的一关已经过了,妾身会帮助侯爷照顾好他们的。 在他们修为有成之前,妾身绝不会离开。 有但台瑶这句话,王胜的确是放心了许多。 六百多个美女的心全部都寄到王胜一个人身上,王胜三头六臂都照顾不过来呀。 王胜在地球上就声音一句话,叫女人心,还抵真。 连一个人的人心都猜不透,更何况是六百多个。 有但台瑶帮忙,王胜或许能够轻松不少。 侯爷放心吧。 看王胜的样子,但台瑶似乎就能猜到王胜在想什么,忍不住再次说了一句让王胜放心,今天早上那一跪,已经有五百多人归心, 终生都会全副身心的系在侯爷身上,侯爷永远不用担心姐妹们对侯爷有任何不利的心思和举动。 等到晚上轮值的那些护卫也会跪拜侯爷一次,把自己交给侯爷。 但台瑶认真的说道,侯爷不要拒绝,只此一次,他们从此不会跪拜任何人。 这是永春心法的功劳? 王胜疑惑的问道。 对。 但台瑶点头,言简意该的回答道。 不是说他们当中会有一部分人无法修行到九重镜,所以不能修行永春心法吗? 王胜好奇的问道。 之前但台瑶说过这话,所以有一部分美女高手是无法修行永春心法的。 这一个多月来,我也找到了可以让他们修行的方法。 但台瑶满脸的得意,十分骄傲的冲着王胜说道,并且卓有成效。 可以让他们修行永春心法的同时,并不影响现在的战斗力。 主要还是侯爷和妹夫人不遗余力的支持。 但台瑶接着解释道,光是这一个月当中为了试验用掉的东西价值就超过了五千万金币,也错非是侯爷,换个其他的势力,根本就不可能。 王胜之前还有些怀疑但台瑶这解决办法找得也太轻松了,现在才知道,原来一个月妹儿就砸进去五千万金币。 怪不得。 这么大的投入,总能够砸出来一些成果的。 侯爷晚上一定要接受他们跪拜一次。 但台瑶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也只有经过这一下,全新的永春心法才算是真正的入门。 相信侯爷已经能感觉到跪拜前和跪拜之后姐妹们的变化了吧。 王胜直接点头,变化太大了。 从明天起,姐妹们就可以都修行永春心法了。 但台瑶笑着,仿佛已经看见了未来,他们绝不会让侯爷你失望的。 第七百七十一章风乍起,上。 王胜总算是彻底放下了心,在王府中的女子全都归心之后,王胜终于可以愤出心思,去忙碌一些别的事情了。 首要的事情肯定还是修行,王胜也派了人去催玉宝斋的人找水,功夫便恐怕需要不少种类的水,有玉宝斋帮忙满世界搜集,速度比王胜自己去要快几百倍。 不过,大关主那天晚上特意叮嘱自己这边试了之后去趟老军冠,应该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否则大关主不会那样特别说明。 但既然大关主不是吩咐马上去,说明事情不是很急,王胜决定,一两天内等这边稳定一下就过去。 这两天妹儿似乎又忙碌了起来,有两三天没有到王府中了。 整个王府中,就是王胜和几百个美女,妹儿也真放心。 晚上睡觉之前,王胜还是被吓了一跳。 寝宫的被窝当中,竟然躺着两个只穿着薄纱的美女。 别说被窝里,连寝宫里负责照顾王胜的,也全都是这种半透明的打扮,直接让王胜看傻了。 众女却一点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就那么浅笑着走上前来,帮着王胜宽衣解带。 我给不了你们什么承诺。 王胜站在原地,如同木偶一般的任人摆布着,口中很是无奈的说道。 妾身们也不需要什么承诺。 帮着王胜将外衣脱下来的女子巧笑嫣然的回答道,姐妹们也没想要过什么,只想着能在侯爷身边而已。 我可能会做一些禽兽不如的事情。 王胜继续苦笑着说道。 需要妾身多叫几个姐妹来帮忙承欢吗? 旁边那个给王胜解开发带的女子却是毫不在意的笑着问道。 王胜摇摇头,只能将自己口中说的禽兽不如的意思和众女解释了一遍。 这一下,别说身边这几个,就连被窝里那两个也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谁能知道,侯爷口中的禽兽不如是这个意思呢? 亏得他们以为王胜是喜欢什么粗暴的调调呢,白白心中暗自担心了一会。 妾身姐妹只是帮侯爷暖被窝而已,侯爷不用多想。 被窝里的两个也说笑了起来,寝宫中一片欢乐的笑声。 连众女都不在乎,王胜有什么可在乎的。 脱得只剩内衣之后,王胜在被窝里两女的服饰下躺倒了中间。 两女并没有就此离开被窝,一左一右依旧躺到了王胜的身边,冰激玉夫就那么紧贴在王胜的身上,引得王胜一阵心动。 但也仅此而已。 王胜很快就守住了自己的心神,甚至不用临自觉,王胜也能克制住自己。 说到底,王胜是一个有底线的人,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没有感情的雨水交欢,王胜做不出来那种事情来。 身为一个坚毅的特种战士,王胜的意志从来都是钢铁一般。 两女在身边,当然能够感觉到王胜身体上的力量,也能感觉到王胜某个部位雄厚的本钱,可王胜真的能忍住不动他们的时候,两女才悚然动容。 这样的诱惑都能忍住不动,怪不得侯爷能做到那么多让人惊叹的事情,光是这个超强的意志力,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好在众女都已经心属王胜,哪怕王胜打骂他们也会甘之如頤,何况只是让他们躺在一起不动他们。 两女很是开心的靠着王胜,陪着王胜一起进入了梦乡。 平静的一夜之后,王胜起床,锻炼,早饭,一系列规律的事情做完之后,王胜第一次正式的离开了王府。 王府中的众女已经迫不及待的追问几个在王胜寝宫侍的美女发生了什么,当知道真实发生的情形之后,众女笑成一片。 随后,在王胜也根本不知道的情形之下,王府内的众女已经在玩笑中打赌,看谁能够让侯爷真正的宠幸一次。 几天没回侯府,进门就看到媚儿正在对一个老掌柜吩咐着什么。 见到王胜,媚儿立刻笑颜如花的迎了上来。 王胜也笑着和老掌柜打了招呼,这才和媚儿说了一声,等安顿好之后和我出城一趟,去老军馆。 媚儿办事非快,每小半个时辰,就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和王胜一起踏上了出城的路途。 一出了城,媚儿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兔子,连王胜也都被感染,好奇的问道,什么事情值得这么开心? 因为有个傻瓜总是做一些禽兽不如的事情,我当然开心了。 媚儿双眼看着王胜,眸子中带着笑意,说出了自己开心的根源。 这就在王府当中有眼线了。 王胜伸手刮了一下媚儿的小摇鼻,宠溺的说道,他们都是些遭遇了不幸的人,不要欺负他们。 我才没有欺负他们。 真正欺负他们的是侯爷你才对吧? 媚儿很不服气的反驳道,秦兽不如这样的事情也做得出来,还有比你更狠心的。 那好,改天回去我就去做秦兽。 王胜笑了笑,顺着媚儿的话说道。 不行。 媚儿想都不想的就脱口而出,然后看到了王胜带着爷于笑意的目光,忍不住娇称起来。 一路说笑着,王胜和媚儿赶到了老军馆。 来到老军馆,一起拜见了大关主,媚儿就很有眼色的去拜老军听经,他知道王胜肯定和大关主有话要说,才不会打扰王胜办正事。 那群丫头解决了。 大关主和王胜连妹往藏经楼那边走去,编走大关主还问了一句。 算是彻底解决了。 王胜笑着回答道,还要多谢关主那天配合,后面的事情好做了许多。 能让他们老实就行。 大关主当然知道当时王胜在施恩,所以那会毫不犹豫的配合,这会到了老军馆藏经楼了,大关主才问出了缘由,留下他们有用意。 但台姐改良了凯旋宫的咏春心法。 王胜面对大关主也不隐瞒,直接回答道,他本人已经是传奇境界的高手,全新的咏春心法可以让那些女子都成为隐蔽的高手。 日后一些亲近的人也需要他们保护。 听到弹台瑶已经是传奇境界高手,大关主直接瞪大了眼睛。 那个不老妖姬。 传奇境界? 怎么可能? 第772章 风乍起 下 关主可别被弹台姐的表面迷惑,她是真正的传奇高手。 王胜笑着继续说道,一只手就把一个八重镜的刺客擒下的。 我也是因为港官敏锐才偶然发现的,否则现在可能会是另一种情形。 如果没有弹台瑶的表现,王胜一样会接受这些女子,但她们的命运就是另一回事。 很大可能,王胜会把她们安排到前生缘之中,衣食无忧是一定的,但不会享有现在的那许多待遇。 甚至于王胜猜测但台瑶可能一开始也只是想找一个魂痴等死的养老之地而已,跟着强威姐到了侯府,王胜也肯定会给她安排好。 可惜,三国把那些女子送了过来,但台瑶也被王胜见面就看透了修为。 种种姻缘忌讳之下,才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情形。 不过这也是王胜最满意的一个结局。 那就怪不得了。 大关主当时可是见过弹台瑶的,实在没想到表现得柔柔弱弱的那个女子,竟然是一个传奇境界高手,当真是人不可貌乡。 这样也好,有了这些女子,等她们修行有成之后,媚儿等人的安全就能交付给她们了。 现在媚儿身边的那些护卫,有天子安插的,有媚儿自己原先带着的,还有一些老军官的,身份复杂,反倒是不如这些再没有了后路的女子更合适。 何况,全都是女子的话,也更容易贴身保护。 现在媚儿的贴身护卫是天子给的,王胜可不怎么彻底的放心。 现在大家合作自然是怎么说怎么好,一旦有朝一日自己和天子有了什么不同意见,说不得媚儿就是被人拿捏的棋子。 却是我小瞧天下英雄了。 大关主就这点好,懂得反思。 反思的同时,也为王胜的这一番安排叫好。 谁能知道一群娇滴滴的被送来当作玩物的女子,竟然能变成一个个强悍无匹的传奇境界高手。 还是连大关主的眼力都看不出来的强力高手。 这样的一只隐藏的力量,必要的时候就是保命的后路,甚至可能是进攻的主力,没人能看出他们的境界就意味着不会防备他们,传奇境界高手近身突然袭击毫无防备的任何人,结局如何想想都让人激动。 说话间,两人已经到了藏经楼。 就在王胜经常和灵须老道喝酒的那张桌子上,两人坐定,小道童奉上茶水,这才开始说正事。 关主那天深夜让我过来,是关中有什么大事吗? 王胜品了一口茶,这才问道。 也不算关中之事,而是和我道门有关。 大关主同样喝了一口,然后长吸一口气,慢慢的说道,前几日,天子派人来和我商量,愿意将道门奉为国教,奉我为国师,问我意下如何。 天子派人来和大关主商量把道门奉为国教。 大关主做国师。 王胜一听就皱起了眉头。 天子在搞什么? 自己已经警告过他别打老军官的主意,难道他把自己的话当耳旁风吗? 大关主刚问出口就看到了王胜皱眉头,顿时觉得有些意外。 不过,大关主的城府多深,一点也不着急,慢慢的等着王胜的反应。 关主的意思呢? 王胜并没有马上表达自己的态度,而是冲着大关主反问道。 从宏道的角度来说,是好事。 大关主也不隐瞒自己的态度,慢条斯理的回答道,这对于我道门的名声也是极大的宣扬。 只是,还有些东西没考虑明白,所以暂时还没有答复。 一说起国师来,王胜脑海中就会闪现出地球上中国历史上以及文艺作品中那些著名的道士来。 那些号称国师的家伙,哪一个不是反面人物? 哪一个不是最后落得悲惨的下场? 甚至会连累到道教。 将大关主奉为国师,这是哪个家伙想出来的整人办法? 灵虚师兄不在,那些轻自辈的长老们怎么说? 王胜依旧还是没有说自己的意思,再次问道。 各有争执。 大关主言简意该的回答道,同意和不同意的大概是五五开吧。 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 王胜问道。 我道门从未涉及过朝政,也与我道门清静无为的理念不合。 大关主还是回答的很简洁,因为原因本来就很简单。 如果成了国教国师,需要做什么? 王胜再次问道。 什么也不用做,还会有大笔的供奉。 大关主回答道,只需要在一些重大节日上主持一些祭祀。 以后道门会越发的光大,名声更盛。 如果天子和一些其他势力有了争执,甚至有了战争的时候,我道门我老军官该怎么办? 王胜又问,问题尖锐了许多,帮美一头。 大关主忽然之间就迟疑了,因为他已经发现了这个国教和国师的大坑,不是那么好跳的。 帮有礼的那头。 大关主的手停在茶杯上妈撒着,直逐的开口道。 哪个有礼? 谁平的这个礼? 王胜忽然笑了起来,如果是对方有礼呢? 你是天子风的国师,出了争执却要站到天子对面。 大关主已经不说话了。 真要按照道理来说,接受了天子的册封,就得帮天子办事。 难道真到时候动用老军官的力量帮天子打天下? 何况,还有一个王胜说的,谁有礼? 身为老军官的大关主,难道还不明白成王败寇的道理? 谁胜利谁有礼? 退一万步,朝廷政令出了问题,有人说国师妖道才是罪魁祸首,侵吞朝政大笔之初。 王胜接着问道,官主是打算和他们一起到什么地方平平礼吗? 大关主的额头上已经不自觉的出现了一些细微的汗珠,这些事情,他都没有仔细想过。 只是一开始觉得这是光大道门的好事,现在想想,到处是坑啊。 幸亏没有当场答应,而是要考虑考虑。 我曾经警告过天子,让他不要打老军官的主意。 王胜想了想,还是多透露了一些给大关主,关主你见到的人,当真是天子派来的吗? 看来这是有人要搞事啊。 大关主的目光开始锐利了起来,这一刻,他又变成了那个号令天下道门的大关主,主意都打到我老军官头上了,很好! 很好! 第773章 谋逆 上 在王胜眼中,朝政是朝政,宗教是宗教。 从地球历史上那些不得善终的国师们的下场王胜就能给出大关主正确的建议。 几个问题之后,大关主就彻底的改变了自己之前略有些动摇的主意。 心中对于王胜这个辈分最高的俗家长老,却是越来越佩服。 王胜看东西的眼光,当真是无人可及。 当然,大关主自己其实也是身在局中,不如王胜旁观者清。 特别是大关主这个人一辈子都以弘扬道门为己任,忽然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只看到了眼前的好处,却没有看到后面的陷阱。 心中做出了决定之后,大关主这段时间有些飘忽的心立刻就定了下来。 这时候,大关主才想起王胜刚刚话语中不小心透露过的一个小小的细节。 长老你曾经警告过天子。 大关主冲着王胜直接竖起了大拇指,这是我今日里听到过的最让人惊讶的话。 果然不愧是我老军官的长老。 别看天子现在示威,可是,随随便便去个人警告一下天子事实。 皇家三个供奉老怪物绝对能把那家伙撕成碎片。 要舞阳威到自己的地盘上去耍威风,在京城地面上,有几个人敢这么说。 不知道长老你警告天子的时候,皇家那三个老怪物在做什么? 大关主也是突然之间来了兴致,好奇的问道。 在旁边屏蔽声音,不让外面的人听到。 王胜也是实话实说,当时警告的时候,周管事的确就在身边。 王胜可以发誓,自己说的是实话,绝对不打半点折扣。 可是,听到这话的大关主,却已经直接看着王胜如同看着一个怪物。 哪怕是老军官的大关主,盗门领袖,也未必就有机会当着皇家三个供奉老怪物的面对天子发出警告的言语,王胜居然已经强悍到这种地步了吗? 还是说已经和天子亲近到这种地步了? 别琢磨了,我还指着他的鼻子骂过呢? 王胜看着大关主惊讶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忍不住撇了撇嘴,天子也是人。 后面这句天子也是人当中,王胜还夹杂了一些九字真言的林字诀,瞬间将大关主振醒。 大关主除了将自己的大拇指在王胜面前再晃了几次之后,就再也不说什么了。 大关主并没有陪着王胜太久,拿定主意之后,没多长时间就告罪离开。 没一会的功夫,刚刚奉茶的那个小道童居然抱着一个啤酒捅进了藏经楼,说是大关主请长老喝的。 这个大关主当真是个有趣的人,有原则,会来世,不拘泥于一些条条框框,王胜能和灵须老道打成一片,同样也能和大关主很亲近。 估计大关主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找到那个代表天子给他说相的家伙,仔细拷问一番,这着实实的问问他是代表哪方来传话的。 藏经楼当中,似乎除了小道童之外,就只剩下王胜一个人。 王胜也借着这个安静的地方,开始琢磨这件突然冒出来的事情。 天子不是蠢人,王胜当着面警告过他,如果他还要不顾王胜的警告去打老军贯主义的话,王胜绝不会善罢甘休。 和天子相处了这么久,王胜对这个人也算是有些了解,得罪王胜对他没什么好处,他绝不会轻易的跨过和王胜交恶的这条线的。 如果不是天子,那么就是另有其人。 什么人敢代表天子奉道门为国教? 奉大关主为国师? 在这京城之中,王胜想不出来还有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党敢如此的胆大妄为? 王胜开始梳理自己和天子结识以来的一切事情,同时也结合着近期发生的事情,仔细的分析着,希望能够找到一点点的蛛丝马迹。 要说最近最大的事情,应该就是凯旋国被唐国下国和逢国三国剿灭的事情。 但那是两个多月前的事情了,最近这一段时间京城可以说是风平浪静,没有半点的波澜。 等等。 王胜忽然之间意识到,最近京城是不是有些太过于安静了? 安静得有些过分了。 王胜在京城中两个多月在外人眼中几乎无所事事,竟然也没有人找上门来,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别的不说,史家甘家就甘心把他们两家的传奇巅峰高手扔在千绝地核心之内不闻不问。 尽管王胜知道,两家有办法知道里面的人的死活,但也仅此而已,其他消息根本传不出来,难道他们就不担心绝世藏真? 两家人就如此的合作的完美,一点都不互相防备。 那是绝不可能的。 可为什么他们两家竟然一家都没有来找王胜,要知道,那些人进了千绝地核心已经数个月的时间,不可能就那么放任自留吧? 各大诸侯国可能都在忙碌着瓜分凯旋国或者是建设千绝地营地的事情,无暇分心也能说得过来。 问题是,连天子本人都没有问过王胜哪怕一具千绝地的营地建造在什么地方合适,难道皇家并不打算建造千绝地里的营地吗? 有问题,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还是从天子要封国教和国师推断,什么人可以代表天子来发出邀请呢? 如果不是天子,那是什么人? 要知道,老军官可不是什么任由人能随意拿捏的主,要是那些家伙承诺了做不到,他们可承受不起那个后果。 天子不可能主动,就算是有人要推动这件事情,天子知道王胜和老军官的关系,不可能一句话都不问王胜的,何况王胜还提前警告过。 那唯一的解释,就是那些人并不是天子的人,打算这么做的也不是天子。 谁能代替天子承诺? 除了天子本人,似乎谁也不能。 可是,王胜在地球上却是看到过不少历史故事的人,哪怕在这个世界也一样有着鲜活的朝代更低的故事。 不想被老军官算账的话,就只能兑现承诺。 不是天子,还能兑现天子的承诺,还有什么可能? 王胜脸上已经露出了笑容,也知道了答案。 下一任天子,只要登基成为天子,他就能以天子的身份兑现天子的承诺。 第774章 谋逆 下 对王胜来说,谁做这个天子,谁做这个江山,其实和王胜没多大关系的。 只要是正常的皇位更迭,王胜才不会多管闲事。 但既然有人用一种非正常的方式来拉拢老军官拉拢大关主,那王胜就要琢磨琢磨这些家伙的目的是什么了? 要知道,王胜现在和天子是有合作关系的,虽然王胜的产业不是一般人能抢过去的,可现在和天子合作得好好的,突然要跳出来一个家伙强行上位,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说白了,同样也是利益。 王胜的利益难道就不是利益? 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奔走? 对方是在拉拢老军官,很显然是看中了老军官强大的底蕴和无数的高手,可是,就凭一个国教和国师的称号,就想要把老军官把到门绑上自己的战车,对方未免也想得太简单了吧。 大关主的确是有点当局折迷,可并没有失去理智,只要多给他那么几天的时间,他一样能反应过来。 是谁想要上位? 王胜也不胡思乱想,慢慢等着大关主的调查结果就行。 反正只要他们还想要拉拢老军官,幕后之人总免不了要现身的。 真以为藏头鹿尾的一个家伙随便派个毛毛虫来就能让老军官的大关主俯手铁耳。 不能不说的是,王胜出现在老军官,让很多人都有些措手不及。 原本以为王胜会沉溺在女色之中,六百多个美女,还不够王胜祸害的。 怎么就突然之间跑来老军官了呢? 大关主再次接见那个代表廖先生的时候,对方明显就紧张了不少。 和大关主客气着,还顺便问了一句长盛侯的来意。 长老来老军官,想找几种独特地功法修行。 早有准备的大关主很随意的抛出了这个答案。 独特地功法 美女 廖先生也很聪明,立刻就想到了双修功法。 原来如此,长盛侯也是个聪明人,知道淡淡而伐对身体不好,所以来老军官找这些独特地功法,倒也说得过去。 不知道上次天子提议的事情,关主考虑得如何了。 廖先生是个京城中不大不小的官,没什么来历,做官已经有十几年,一直效忠天子。 如果从这方面查的话,倒是只能查到天子身上。 之前大关主就是因为如此,才会深信不疑。 廖先生还是把真正的背后人说出来吧。 大关主叹了口气道,如果廖先生一直说是天子的话,那么频道就随廖先生直接去面见天子。 廖先生大惊,他怎么敢让大关主面见天子? 一见天子,岂不是所有的谋算都要大白于天下,那他们这批人还活不活了? 可看到大关主的面孔,廖先生也明白,自己之前打着天子招牌游说已经被人看穿了。 要是他继续坚持之前的说法,那不管后面的事情成不成,计划一败路,他就是第一个死的。 关主息怒,廖某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廖先生开始隐隐求饶,依旧还是不打算马上说出来。 怎么,莫非廖先生觉得,不知道什么人随随便便派个人过来,就可以指使老君惯了,是吗? 大关主端起茶杯,也不喝,就那么拿在手中,既如此,廖先生请便。 这是要端茶送客了。 廖先生满头大汗,却不敢伸手去擦,想解释点什么,偏偏面对大关主刚刚的问题他解释不出来,满脸的惶疾。 对了,廖先生回去可一定要好好僵养啊。 大关主很平淡的看了廖先生一眼,平静的将茶杯放下,否则一旦每天身体不好,突然暴毙,那可就不美了。 这可是老君惯大关主赤裸裸的威胁,廖先生就算是有天大的胆子,此刻也怂了。 得罪了老君惯的大关主,都不用老君惯的人动手,自然有人会把他一家老小的脑袋送到老君惯赔罪的。 可偏偏这一切只是因为他来做说客,却又不亮明自己为哪个人游说,这岂不是太冤。 当下廖先生也顾不得许多,赶忙冲着大关主道,关主息怒,实在是士官重大,没得到关主答复之前,不敢轻易泄露。 你也知道士官重大。 大关主冷笑一声,士官重大就想让我老君惯稀里糊涂的一头钻进死地。 廖先生此刻已经不敢坐着,直接跪在地上了,语气几乎要哭出来,关主息怒,这不是天子的意思,是大皇子的意思。 这么说,是大皇子想要做天子了。 大关主脸上不动声色的问道。 都没等廖先生回答,这分明是明摆着的事情,只管继续说道,可天子现在还好好的,大皇子凭什么就想做天子? 还派了你过来拉拢老君惯,藏头鹿尾部说,想用一个虚的名号就把我老君惯拉下水,就你等行尸这般的水准,也敢想天子之位。 到了这个地步,廖先生再也不敢隐瞒什么,竹筒盗豆子一般,把所有的计划都说了出来。 起因很简单,无非就是一个皇子四个王爷以及那么多的大员都被天子毫不留情的铲除,让一些并不怎么团结在天子周围的人起了一心,其中就包括一些皇室成员,大皇子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们觉得天子对待一个蛮子出身的王胜比对待皇室中的成员还要优厚,自然不免不平衡。 特别是这次因为润资房的事情,居然还大动纲戈,灭了凯旋国。 所以,有些人不免就感觉到了危机,于是才有了谋逆的心思。 至于老君惯,当然是除了皇族之外能镇压京城内一切力量的最强大的势力,少不得要拉拢一番。 可大皇子没有得到肯定答复之前,又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才有了现在的这个结果。 大官主挥了挥手,让人把那个廖先生带了下去控制起来。 一个人坐着的时候,也不由的苦笑起来。 自己竟然会为了一个这样的虚幻名声而烦恼了好几天,当真是不应该呀。 再次来到藏经楼,大官主把之前的事情说了一遍。 不是大皇子。 王胜很笃定的摇了摇头,应该只是个幌子,甚至派人来老君惯也是拖住关主,恐怕,现在皇城之内已经很热闹了。 第七百七十五章 皇城中 一 京城之地,除了皇家,就属老君惯了。 有些人在行事,不管结果如何,他们要的只是老君惯在他们行事期间不要干扰就行。 一个国教和国师的诱饵扔出来,不管成与不成,总归会让老君惯的人在内部商量几天,疼不出手来多管闲事。 有些事情,说起来困难,但做起来相当简单,几天时间也就足够了。 皇族的高手当中,除了三大供奉之外,还有没有更厉害的高手。 王胜冲着大官主问道。 这些事情王胜肯定不可能知道的比地头蛇大官主多,问他最合适。 三大供奉之前,上一代的供奉是七个人。 大官主想了想,然后回答道,但这七个老供奉高手,已经在数十年前,全都死在了皇城和千诀地之中。 那就是现在以三大供奉为首。 王胜再次确认了一遍。 据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样。 大官主回答的其实并不是很肯定,犹豫了一番之后,才又开口道,不过,十年前灵须老祖要离开老军官之前,曾经偶然感应到皇城之中突然闪现了一股高手气息,不过气息一闪而逝,等老祖过去查探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踪迹。 多高的高手? 王胜很认真的问道。 身为狙击手,就不能放过一丝的不对劲。 能被灵须老祖都认可的高手,皇城之中恐怕是绝无仅有吧。 据老祖说,恐怕突破传奇境界巅峰,就在那一线了。 大官主脸上也有了一些憧憬的神色,慢慢的说道。 十年前就是传奇巅峰,而且只差一线就能突破。 那现在是什么修为? 这样的高手在皇家? 王胜怎么从来没有听天子说过? 当然,天子不提才是对的,王胜不是他的什么人,怎么可能将如此的机密告知? 灵须老祖的感觉应该不会错,十年之前,灵须老祖早已经突破了那个限制,至少也是十重镜甚至十一重镜了,不可能感应错。 这个高手气息出现在皇城之中,不可能是路过的高手,现在就不知道这个高手到底是站在天子这边,还是站在谋逆的皇族这边了。 官主,借我几个亲自被高手,震一下釜底。 王胜面对大官主也没有客气,直接开口要高手。 好。 大官主二话不说直接点头。 老军官里高手众多,哪怕已经分出去一批在千诀地当中,可留在老巢的这些,就算再多几个绝世高手,也未必敢轻易的来骚扰。 反倒是王胜府上人口众多,需要保护。 老军官还是老军官,不用掺和那些世俗的事情。 王胜看着好像过了一个心魔之后又有精进的大官主,打心眼里替他高兴,世俗的这些事情,还是让我这个俗家长老来办吧。 那就辛苦长老了。 大官主很是有些云淡风轻地说道。 大官主自从过了国教和国师的这个名利官之后,是真的有了小境界提升,只是还没有引的灵气脆体而已,但身上的气质变化已经十分明显。 哪怕现在说的是皇位更迭这般的大事,大官主似乎也依旧十分的平淡,和之前一听到国教国师的诱惑就被迷惑完全不同。 恭喜官主! 王胜很愿意看到大官主这样的变化,冲着大官主恭喜道。 尽管可能因为大官主的原因耽搁了几天,但既然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变化,一切平静,那就说明还没有变,还有机会挽回。 多谢长老提醒。 大官主已正式地礼节回礼。 两人这番话越来越有一种打击风的感觉,但大家心中却明镜一般,这种感觉,很玄妙。 王胜带着妹儿再次回到了京城,这次是进了侯府。 随同王胜一起回来的,除了离开时候带的护卫,还多了几个白胡子的老道。 这些倒是直接被安置在了侯府之中住了下来,妹儿也留在了侯府,王胜却再次赶到了王府。 一看到王胜再次进了王府,那些美女们把王胜拥促着进去的时候,不少关注王胜行踪的人顿时间松了一口气。 王胜终究还是没能承受住美女的诱惑,沉迷了。 没看到其中几个居然是穿着半透明的薄纱钻进王胜怀中的吗? 少了这么一个可能的变数,各方的心思都沉了下来。 偌大的京城也再次平静下来,就如同王胜离开之前一样。 离开了一天一夜,不管是侯府中的人还是王府当中的美女,对王胜禀报的时候都是京城一切安好,完全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老百姓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商人们该怎么做生意就怎么做生意,官员们该怎么上朝就怎么上朝,一切和平时都没有什么变化。 真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王胜待在王府当中足不出户的这几天,除了第一天妹儿是被皇后叫走之外,其他的时候,皇后居然没有再叫妹儿过去。 还有一个传闻,说是天子召集了几位心腹重臣商量某件大事,那几个心腹重臣已经有三天三夜没有离开皇城了。 夜幕降临,寝宫之中,王胜依旧和前天一样,自己躺在中间,一左一右抱着一个火辣柔软的美女,静静的安睡着。 到了凌晨某一个点的时候,王胜呼的睁开了眼睛,轻轻的拍了拍两边的美女,自己坐了起来。 这一下,不但惊醒了两个陪着他暖被窝的美女,连几个寝宫中伺候的美女都醒了过来。 你们不要动。 王胜低声的吩咐着,自己却已经飞快的穿戴好了装备,收敛自己的气息,悄无声息的走出了寝宫。 寝宫中的众女,只是睁着眼睛看着王胜离开,却都听话的躺在床上,谁都没有动一下。 不过,众女的心中,却已经都多了一层担忧。 王胜大半夜的偷偷溜出去办事,怎么可能是小事? 就在寝宫外面的庭院中,有一个大池塘,连着外面的火水,也算是王府上的一景。 王胜悄无声息的走到池塘边上,冲着正在轮值惊讶的看着王胜的美女护卫们做了一个晋升的动作,坐在池塘边上,轻轻的滑进了池塘之中。 没有一丝声音发出,水面上只留下一圈圈无声的涟漪。 第七百七十六章 皇城中 二 美女护卫们也没有发出一丝的声音,静静的看着自家侯爷滑入水中。 知道自己帮不上忙,所以唯一能为王胜做的,就是让别人以为王胜一直就在王府之中。 池塘里连接的是火水,王胜动用行字绝配合元魂中的金色花纹,很轻易的将自己的一切气息都隐匿了起来。 水下,王胜的脚上出现了一双用特殊的瘦皮瘦骨制作的脚谱,全身都是用紧身的某种七重镜大鱼皮制作的潜水服,护目镜和硬质口罩本来就可以潜水使用的。 原本配置着高压压缩气囊的部位,现在连接着一根管子通到了王胜的脖子上带着的一个那借向坠之中。 氧气瓶其实技术含量并不高,王胜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已经让铁老秘密的打造了一批。 至于压缩空气也很容易,王胜现在的力量,足以用打气筒就能把空气压缩到三百个大气压,足够使用了。 这套潜水装备本来是王胜为千绝地核心准备的,现在却用在了这里。 进入水下,王胜就开始动用球牛扁带来的能力,哪怕是在黑夜之中的水下,王胜也能轻松地探查出水路来。 手中一番,一个类似水下推进器的东西就出现在王胜的手中。 这同样是王胜早已经打造好的,阵法师在上面制作了几个精巧的阵法,只要王胜输入灵气,就能够带动螺旋桨按照王胜需要的速度旋转,连声音和震动都被阵法屏蔽,不会传到外面。 无声无息的,王胜化作了一个这个世界的人们无法理解的水鬼,从王府的水道中出来,进入了京城的水网之中。 水网是王胜在第一次进京城的时候就观察好的一条退路。 京城周围巴水环绕,京城之内也是水网连通,没人能想到,还有人能在水下这般的行动自如。 要知道,就算是水性再好,本人元魂也是水下生物种类的,也未必就能在京城的水道中一路前行不被任何人发现。 从王府出来,王胜按照自己脑海当中的路线,第一站不是直奔皇城,而是去了侯府的对面,天子的那个大院中。 大院一样有活水,但进去的时候有粗大的铁栅栏挡着,不过这难不倒王胜。 特别定制的虎牙军刀的锯齿,加上王胜现在的力量,再加上一个只有不到一尺范围的掩盖声音的阵法,很轻松的就将水下部分切出一个能容王胜进出的大洞,沿着水道,轻而易举的潜入了大院之中。 院子里很安静,王胜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冒头的时候,没有惊动任何人。 只是,在这黑乎乎的夜色之下,王胜瞬间发现院子周围有阵法的波动。 杭自觉使出,没用二十分钟,王胜就已经进入到了阵法内部。 同时也在通过阵法的时候明白了阵法的用处。 这个阵法,能够将整个府邸的声音都封闭,即便里面打翻天,外面也不会听到任何的动静。 同时,阵法也是一个大防护阵法,普通的高手根本就无法进入。 怪不得回侯府的时候听到的就不对劲,里面没几个人,原来如此。 进了阵法之中,王胜马上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呼吸和心跳,也闻到了一个人熟悉的体香,甚至还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 皇后娘娘果然在这里,更神奇的是,她现在居然被限制了行动。 阵法之外有几十个人,但他们都是一些仆役下人,而且还是王胜熟悉的那些人,没什么威胁。 阵法里面,却有十几个,全都是七八重镜的样子。 看他们分布的位置,应该是在看守着里面的皇后。 只有皇后在,天子并不在。 这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至少王胜的猜测是没有错的,皇城之中肯定是出事了。 十几个七八重镜的高手,对隐藏在暗中还能够控制一些恐怖小生物的王胜来说,并不是多么难以解决的麻烦,特别是他们还身在这个防御大阵之中,连声音都被封锁传播出去,更不用担心惊动外面。 当王胜轻轻地敲响了皇后所在的寝殿的门的时候,里面三个人全都发出了一声惊呼。 推开门,王胜就看到了皇后娘娘和两个侍女惊慌的面孔。 皇后娘娘和两个侍女肯定是被服了什么药,禁制了修为,现在看起来只是三个普通的女子而已。 虽然没看到王胜的面孔,但看到王胜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护目镜和硬制口罩,皇后娘娘终于尝出了一口气,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只是这笑容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变成了皇级。 快,快去救天子。 皇后娘娘冲上前来,也不顾王胜满身都是水,拉着王胜的胳膊着急地说道,他现在皇城很危险,快去救他。 出了什么事? 现在什么情况? 王胜并没有马上动身,而是问起皇后娘娘来。 至少要知道皇城里的情形,才能针对性地做出安排。 说句不客气的,如果事情不可挽回,皇胜肯定是够意思带着皇后离开,给他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安置下来,而不是替天子冲锋陷阵。 二皇子和一个王叔,拉拢了一批大臣,以天子亲近你而疏远皇族的理由,得到了宗人府几位叔祖的支持,想要逼迫天子退位,将皇位让给二皇子。 皇后飞快地用最简单的话语描述出了现在发生的事情,我担心妹儿住在这里,被他们趁机困住,用来威胁天子。 三位老供奉出手也不行。 王胜再次问道。 宗人府请出了他们三个上一任的一个老供奉出手,一对三,能够压制住他们三个。 皇后飞快地回答道,那个老供奉侥幸没有死在千绝地,养伤养了几十年都没好,只有宗人府的大长老才能指挥得动。 皇室机密,大关主可能不清楚,但皇后一定知道。 这个老供奉,估计就是灵须老道发现的那个超级高手了。 天子现在如何? 王胜再次问道。 不过问出来就知道自己问了个蠢问题,皇后被囚禁在这里几天,怎么可能知道? 还活着? 没受伤? 让王胜惊讶的是,皇后竟然回答了出来,我们夫妻有一种独特的方法,能互相知道对方的身体状况。 但他现在肯定很危急了,快去皇城救他。 第777章 皇城中 3 皇城之中现在看起来一切正常,至少从外面人的眼中看来,一切正常,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别说是外面的普通人,就算是皇城外城的人看来,也是一切正常的。 天子召集了一批众臣在商量大事,已经有三天三夜了。 以前不是没有过,甚至时间更长,这次召集的有原本的几位宰相,还有几位王爷皇子,绝对是大事情,时间再长也不是什么问题。 外城之中,官员们正常的半岔。 说是上下朝,他们连觐见天子的资格都没有,只是在这边该做什么做什么而已,自有各部的大人们在掌控着京城各项的职能稳定的运行者。 这种稳定的秩序之下,没人知道皇城的内城之中,此刻正进行着一场如同天翻地覆的战争。 皇城内城肯定是防卫重重的,这点无庸置疑。 特别是一世以来,内城甚至打开了最强的那个防护阵法,将整个内城笼罩在其中。 一些普通的护卫,全都被赶出了内城,里面只留下最忠诚的两百多个高手,以及一些内士,除此之外,就是天子和那些宗士和重臣了。 内城之中定时的会从外城这边传出来一些正式的处理意见,都是通过正常的折子来往的。 这说明,天子他们即便在议事的时候,也不忘记关注着外面的民生,尽管只是阅或者知道了的评语,但如此的秦政,绝对是难得一见的秦政天子啊。 外面的人能从外面看到的,只是内城城门洞里看到的那一点,其他的,根本不知道具体的情形。 没有人知道,现在皇城的内城之中,其实是另一番光景。 就在天子平常和重臣们议事的大殿门口,现在却已经分成了精卫分明的两派。 天子和几个宰相以及一两个宗师待在大殿之中,而在大殿之外,却是另外的一批,以宗人府的几位叔祖为首,加上二皇子和另一批重臣。 内城的门口不远处,专门有人在按照天子和一些其他重臣的口吻,一份一份的批阅着奏折,以便外面的人短时间内察觉不到异常。 只是,奏折上很多都是阅或者知道了几个字的评语,根本就没有天子印喜。 内城当中的护卫,此刻早已经没剩下几个。 双方的博弈之下,二百多个护卫,活着的不到十个,其他的都已经沉湿在各处。 现在根本没人关注这些尸体怎么处理,所有的人都在大殿这边。 以大殿的门为界限,里面的是天子等人,外面的是几位皇室叔祖,互相对峙着。 陛下,实时误者为俊杰,只要你手照一份,将天子之位让给二皇子,你还是当朝太上皇。 以为皇室老人正隔着大殿的门冲着里面的人大声的喊着话。 少来这套。 天子的声音从大殿当中传了出来,你们这分明就是谋逆,想要朕答应,休想。 陛下,这也不能怪老臣等人,实在是陛下你做得太过了。 另一个皇室老人不紧不慢地回应道,陛下身为宗室之主,可是却在很多事情上偏向外人,难道外人比陛下亲族还要亲? 胡说八道。 这次驳斥的不是天子,而是殿内的另一位宗室的王爷,陛下天纵奇才,总算在陛下的神机妙算之下皇室有了崛起的可能,你等不思进去,反倒还要拉后腿,这是什么道理? 书祖,他都已经这样了,您还称呼他陛下。 门外的二皇子已经极度的不耐烦了,冲着两个老书祖埋怨道。 二皇子也是气急了,要不是因为皇城之内防守太严密,他们根本带不进来几个高手,否则早就把这里面的人全都干掉了。 埋怨的同时,二皇子也不由地看了看众人的右侧,一脸的无可奈何。 就在大殿右侧巨大的空地上,黑暗中此刻正有四个人在僵持之中。 四个人全都是老太监的福色,如果王胜在的话,一定能够认出来,其中的三个,正是皇家的三大供奉,李总管,周管事和沈老太监。 剩下的那一个,同样也是一头白发,脸上不知道有多少的褶皱,已经看不出来年纪。 看起来颤颤巍巍的一吹就到的样子。 这个陌生的老太监,此刻两个拳头正和对面李总管的两个拳头相对,周管事和沈老太监全都是站在李总管的背后抵着李总管的肩膀,四个人已经僵持住,谁也腾不出手来,进退不得。 老太监实在是太强了,以至于皇家三大供奉,三个传奇巅峰的高手,还是经历过千决的核心区域洗礼的三大高手,此刻三个人联手才能和这个老太监战斗一个平手。 一旦周管事或者沈老太监随便拿一个放手,剩下的两个绝对会马上中伤,根本就放手不得。 不过,三个老供奉也不是吃素的,三个人勉励地抵住了老太监,却也牵制得老太监动弹不得。 双方就只能这样僵持着,根本无法开解。 四个人的周围,躺着至少七八十个护卫的尸体。 全都是想要在双方僵持的时候帮助自己人结果被四人的立场反噬震死的。 一开始两边还各自不信邪,但是当各自丢下接近四十人的尸体之后,基本上就在没有人敢靠近四个人十丈之内。 别说人靠近,连兵器和暗器什么的都没法突进去,一进入那个圈子,就会被弹飞。 双方只能接受这个僵持的后果,否则的话,现在就已经不是这个情形,而是一方彻底的压倒另一方了。 这话也是你应该说的。 面对二皇子的埋怨,两个老书祖齐齐的回头呵斥道,只要陛下一天还是天子,那就永远是陛下。 你难道希望你成了天子以后我们称呼你小家伙? 如果连我等皇室都不尊重天子了,那这天下还有谁能够尊重? 二皇子赶忙低头认错,只是,低下的双眼中,却已经射出一股桀骜不驯的光芒。 现在事情还没成,所以暂且忍耐,等老子登基了,再慢慢炮制你们这些老骨头。 妈的,早知道皇城之内没机会,就应该再忍耐一段时日,说不定能够说动老军官的高手出马呢。 眼下就只能靠着硬号,把里面的天子他们号死了。 反正三天了,里面的人都没饭吃,只能喝水,看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实在不行就动用杀招,这天下,终究还是我的。 第七百七十八章 皇城中 四 天子他们能坚持到现在,还是多亏了王胜之前给他们的启示。 润资房的产业链,给了天子和他的谋臣们一个巨大的惊喜。 按照这样打造的链条,外人根本就夺不走润资房的产业。 那么,如果把天子之位也当成产业来经营,打造一个一环套一环的产业链,还有什么人能动天子的根基? 这段日子天子没多找王胜,就是在参考王胜的这个产业链打造京城军队文臣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关联。 的确是很有启发,这种改变不小,只能缓缓涂之,但几个月下来,也是卓有成效的。 也幸亏有这几个月的布置,否则的话,几个宗人府的叔祖和二皇子直接就能调动京城的军队攻打皇城了。 现在各方都被互相钳制,唯一的机会就是在皇城内突袭。 可惜,千算万算算漏了一点,原本二皇子和宗人府的几个老人以为那个上一代的老供奉能够轻松解决三个天子身边的老太监的,可现在却陷入了僵持之中。 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也怪不得谁。 要知道,那个老供奉在二皇子那边,可是轻而易举的将三个传奇巅峰的高手死死压制的,要不是一开始二皇子等人说的就是切磋一下,说不得那三个传奇巅峰高手早就死的不能再死了。 谁知道天子身边的三个老家伙竟然如此的厉害,虽然是三对异才勉强的挡住了老供奉,可谁也不能不叹服,三个老家伙当真是有一把刷子。 这不,四个人身边倒下的七八十具尸体当中,至少有十个是传奇巅峰的高手,全都是被四个人的立场反噬攻击而死的。 只是于尽就把传奇巅峰的高手震死,这是多恐怖的修为。 也幸亏几位叔祖还有这么个老供奉的底牌,否则的话,在场众人全都得被三大供奉秦下受死。 二皇子到了现在已经是毫无办法了,除了好,再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了。 唯一可以庆幸的是,自己在外面,有优势。 可问题是,现在谁都知道,最多最多,他们就只能再耗一天的时间,如果过了这段时间还没有结果的话,外面的大批皇室禁军就会冲进内城,到时候,可就轮到他们悲催了。 该死的禁军统领,居然无法收买。 也怪二皇子他们,发动的时间太短,以为有了那个老供奉高手就能解决一切,计算错误,才陷入了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之中。 大殿中的阵法由天子几个重臣轮流支撑着,好在阵法的防护能力一流,外面的那些逆臣们根本攻不破。 这种阵法,不动用军阵,不动用超级高手,根本就不可能突破。 这也是天子和他们一直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原因。 身为皇子,二皇子明爱,就算是自己占据了优势,也不能做得过分。 所以基本上都是由两位书祖出头,他只是跟在后面等着天子的冠冕落在自己的头上身上就行。 两位书祖,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只能用皇后娘娘来突破了。 二皇子已经忍了三天,实在没有太多的耐性了,低声的冲着两位书祖建议道,我们的人已经秘密的控制了皇后娘娘,你们看。 基本上,只要是皇室中人,基本上都知道天子对于皇后娘娘的迷恋,哪怕后宫加力三千,可这些人加起来也不如皇后娘娘一个人的宠。 要不是知道这一点,众人早就把后宫那些嫔妃们抓起来威胁天子了。 可惜,谁都明白,哪怕把后宫那些嫔妃全杀干净,也不可能动摇天子。 除非是皇后。 当然,几个皇子都不是皇后所出,皇后娘娘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子嗣,这也给了这些皇子们机会。 可越是这样,几个皇子越是担忧,如果某一天皇后娘娘要是生了个儿子,他们结果会如何? 皇家内仿佛根本就没有亲情。 七皇子不是已经被天子给斩首抄家了吗? 几个王叔都已经被步入了七皇子的后尘,全都是因为王胜这个外人,到了这个地步,皇室内部也终于有了反抗的声音。 陛下,老臣等实在是不想再拖延下去了。 两个宗人府的叔祖耐心也早已耗尽,此刻也终于点头,其中一个冲着殿内喊道,皇后娘娘已经被我们控制,如果陛下继续执迷不悟的话,老臣等也只能失礼了。 大殿里没有了任何的声息,灯光早已经灭了,黑乎乎的一片。 也就是外面还有两个长明灯点着,众人能看到门口的情景。 此刻那个叔祖的话一出,众人就开始等,等着天子做出决定。 好一会,就在二皇子都已经彻底失去耐心的时候,大殿内终于传来了天子的声音。 宗门不幸,出了你们这些鼠点望祖之辈。 天子的声音很清晰,也很坚定,朕相信皇后会明白朕的无奈,为了江山设计,朕不会退一步。 不会退一步说的斩钉截铁,却是天子为了江山设计,要牺牲皇后娘娘了。 什么江山设计? 二皇子再也按捺不住了,直接跳了起来,冲着大殿当中大声吼道,还不是又出来一个天生媚骨的女子,你要么看上了,要么是觉得她像是你以前死去的那个女儿,多方照顾,不顾皇室利益,你还当你是苏家家主吗? 你何尝把苏家的利益放在眼中了? 鼠目寸光之辈。 大殿里只传出来一声天子轻蔑的评价,就再没有了声息。 我鼠目寸光。 你眼光长远。 二皇子咆哮起来,对。 我就是看不惯你把好处给别人,我现在就命人杀了皇后,杀了那个妹儿,你封的那个长圣侯,我这就让人将她碎尸万段。 然后把润姿房和钱生缘抢到手中,分给宗室,看看他们是支持我还是支持你。 二皇子咆哮完,现场一阵的寂静。 二皇子本人说出了一直想说的话,只觉得畅快无比。 抱歉。 一个突兀的声音突然间在众人耳边响起,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说要杀了我抢我的产业。 第779章 皇城中 五 突然插入的陌生的声音让所有人都是大惊失色,哪里来的陌生人? 这里可是皇城内城,从外到内防护重重不说,现在内城的防护阵法已经启动,外面根本就不可能有人进来的。 不是说高手破不了这个阵法,而是就算破阵,也是需要动静的。 在外城大批高手环绕之下暴力破阵,早就被包成纵子了。 里面也会听到动静,不可能一无所知。 可突然说话的人分明就是在阵法之中的,他是怎么不发出任何动静,进了皇城内城的防护阵法中的。 莫非这是一位惊世骇俗的阵法超级宗师? 等等,忽然之间二皇子反应过来,刚刚这个声音说的是有人要杀了他抢他的产业。 刚刚二皇子说的可是杀了王胜谋夺王胜的产业,难道这人是王胜? 现在还是凌晨时分,大殿里没有灯,天空中也没有月亮,只有一些星星在闪耀。 众人仅有的光源就是大殿门口的那两个长明灯,虽然不是很亮,但却很稳定。 众人已经适应了这里的光亮,忽然之间竟然无法发现王胜的身影所在。 几个仅存的护卫反应极快,立刻将二皇子和几个宗人府的书组保护起来,可是任凭他们如何的灵气探查,也无法发现王胜的踪迹。 至于说看,这么黑暗的地方,根本就无法看到王胜。 和外面的人如临大敌相比,大殿中的几位倒是忽然之间松了一口气。 天子和两个曾经见过王胜的众臣已经听出来是王胜的声音。 只要外面有人进来了,就能把消息传出去,门外的那些家伙就不足为虑。 特别是进来的人还是天子的旧时,天子十分赏识的长圣侯,那就更让人放心了。 长圣侯,刚刚二皇子殿下不过是情急之下口不择言,侯爷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宗人府的一个书祖老坚俱华,也不管王胜人在什么地方,马上开口道,我们绝不会对侯爷有任何的冒犯。 二皇子也反应过来,只要王胜从阵法中离开,消息一传出去,他们就算完了。 再也不复威胁天子时的那种咆哮气势,急忙换了一种温和的语调,冲着黑暗中并不知道在哪里的王胜说道,长圣侯,本宫一时情急,绝对没有冒犯侯爷你和你的产业的任何意思。 黑暗中,王胜并没有回应,可是这种沉默更是让人感到无声的恐怖。 长圣侯,本宫在此发誓,绝对没有冒犯长圣侯的意思。 二皇子越发的惶急,看着周围的一片黑暗,也不知道该朝哪里喊,只能放大声音,另外,本宫承诺,如果本宫登基天子,立刻封侯爷你为长圣侯。 原先皇室在前生元和润滋房的分子,全部都交还给公爷你。 呵呵。 黑暗中的王胜并没有答话,反倒是大殿当中的天子却开了口,你要登基才能封长圣侯,朕现在就可以封长圣侯。 至于后面说的前生元和润滋房的分子,天子反倒是一句话都没有提。 这也立刻让二皇子觉得抓住了机会。 长圣侯,你看,他只是给你一个不值钱的公爵而已,却还要霸着你每年上亿金币的收入。 二皇子现在十分清楚王胜的态度对于他们成败的影响,丝毫不顾忌别的,不停的承诺道,我会全部交还给你,另外,他们几家抄家灭族之后的产业,也会全部都交给你,如何? 王胜在京城大四的敛财,谁要说王胜是个甘于清贫不喜欢金币的人,那一定是傻子。 既然王胜喜欢金币,那就用金币收买。 对了,王胜不是收了六百多个美女流连忘返吗? 喜欢美女,二皇子同样可以送出去大堆的美女。 长圣侯,如若本宫登基,这皇城之内的女子,本宫全都赏赐给你。 二皇子紧接着收买王胜道,你不是喜欢天生媚骨的女子吗? 皇城之内还有一个,本宫登基,马上赏赐给你。 条件好的让人都不敢相信呢。 王胜的声音终于在某个方向上响起,却是一阵嘲弄。 本来就是鼠目寸光之辈,你能当他有什么雄才大略? 天子野余的声音从大殿中传来,带着说不出的讥讽,把润资房和前生元的分子都还给长圣侯,大家是合作关系,没有了利益牵绊,谁敢相信。 说你是蠢才你还不承认,老子怎么会有你们这种没脑子的儿子? 你们不该打老军冠的主意的。 王胜的声音再次从另一个方向上响起,推出大皇子,承诺奉道门为国教,老军冠大官主为国师,我不知道这是你们哪个的建议,但敢打老军冠的主意,你们就要有承受后果的准备。 找到他了。 二皇子身边的一个护卫用极低的声音禀报了一声。 给脸不要脸。 二皇子的脸色顿时间一变,马上变得杀气腾腾,你要是合作,那就先让你过几个月安稳的日子,可你既然不识抬聚,那就不要怪我无情。 杀了他。 随着二皇子一声令下,六个八重镜的高手猛的齐齐的向着一个方向扑了出去。 六个高手,他们刚刚已经联手锁定了王胜的位置,绝对能够一击必杀。 二皇子的命令下得太快,以至于旁边的两个宗人府的叔祖都没来得及阻止,一切就已经发生。 两个老头子只来得及叫了一声,不可。 但几个护卫已经冲了出去。 冲出去是冲出去了,但预料之中的那种兵器撞击肉身或者战斗的声音并没有响起,只有几个护卫冲击的声音。 很快,六个护卫就灰溜溜的回到了二皇子的身边,满脸的惊惧。 他们明明已经听到了王胜的声音,感受到了王胜的气息,怎么可能冲出去的时候那边居然没有人呢? 二皇子哪里还不知道自己刚刚的话语和护卫的举动已经彻底的激怒了王胜,但此时还能有什么办法,只能想办法刺激王胜,让他暴露出声息。 藏头鹿尾,你以为你一个人能力挽狂澜吗? 二皇子大声的讥讽着,狂妄之徒,等朕登基之后,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将你全家抄眉。 嘣,回答二皇子的,是一声清晰无比的弓弦震动的声音。